4月22日,周五,汉东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裴谦正在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盯着手机屏幕,墨背上面的内容。 昨天,盟果游戏的何安答应了来荆州一趟,但具体愿不愿意交,还得看测试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把见面的地点选择在这家咖啡馆,而不是摸鱼网咖,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摸鱼网咖那边,裴谦去得太多了,所有店员都认识他。 如果不提前交代好,店员肯定会露出破绽,可如果交代好了,让店员们帮自己打掩护,那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就太多了,很容易走漏风声。 更何况,网咖对面就是光环工作室,软光剑又天天跑过去买咖啡,万一撞个正着,软光剑再喊一句陪总,那可就精彩了。 所以,综合各方面考虑,裴谦决定以后见面尽可能避开自家产业,自己请何安来讲课的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反正只是为了花钱和学知识,不要在意那么多细之末节。 目前,就只有新助理和司机小孙知道这件事,并努力地为裴谦打好掩护。 现在已经是下午二点钟,按照小孙的汇报,何总已经下了飞机,可能再有四十多分钟就要到了。 而裴谦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除了睡觉的时间,一直都在突击复习。 至于,没有教材,复习什么呢? 裴谦苦思冥想,只能是预判一下了。 他昨天花了不少的时间,把何安曾经做过的游戏,全都搜了出来,玩是不可能玩一遍了。 只能是大致看一看相关视频,然后再看一看游戏的解说和评测,掌握一些基础知识。 反正只要到时候,表现得别太过分,然后再用学费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诚意,应该是妥妥的。 搜了一下何安做过的游戏赔签才意识到,这位还真是国内游戏行业的一位资深巨老。 何安生于69年,今年42岁,在他20岁的时候,就已经制作出了第一款休闲类游戏,之后又制作了业内知名的单机RPG游戏,并获得巨大成功。 自己成立了一家游戏公司,也就是萌果游戏。 他最近的一款游戏,是三年前开发,今天还在运营且状况良好的一款多人国战类RPG端游。 只不过,在研发出这款游戏之后,他就已经功成名就,处于半退休状态。 这样的大佬,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国内游戏行业的发展史,也在多个游戏类型中都做出了成绩,绝对构格给国内绝大多数设计师讲课。 甚至一般人不可能请得动他,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裴谦需要突击复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这模多款游戏,裴谦只能走马光花地看得大概,一旦和安问的问题深入一点,多半就答不上来了。 裴谦很无奈,但时间就这么多,自己又不是过目不忘的天才。 而且,这里头有很多游戏,实在太老了,虽然在当时很出名,但裴谦根本听都莫听说过,死记硬背,效果可想而知。 没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欧皇一般的运气和超能力了。 被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四十分钟就过去了。 何总,这边。 小孙推门而入,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士引到咖啡馆中。 裴谦立刻就认出了何安,跟照片上比起来,他显得更年轻一些。 虽然稍有一些不休蝙蝠,但那种中年成功人士的自信,还是在举手投足见,不经意地散发出来。 裴谦起身迎了上去,跟何安握手。 何总,你好。 何安笑容何须,你就是马总吧? 幸会,幸会。 裴谦同样微笑着点头,对,我是马阳。 何总,您请坐。 两人各自坐好,小孙询问过之后,立刻找服务生安排好咖啡,然后就出门去车上等了。 裴谦已经叮嘱过他,这段时间,小孙就全程负责何安的行程。 一方面是待客之道,另一方面也是防止穿帮。 裴谦现在想的就是,尽可能顺利地把这160万给花出去,不要横生枝节产生一些奇怪的传闻就好。 两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 何安神态从容,真没想到,马总年纪轻轻,就能在投资行业做出一番成就。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裴谦微微一笑,何总二十岁的时候,不也已经做出第一款游戏,想与海内了魔。 何安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一些,显然这种商业互吹默人会觉得不舒服。 马总可能在投资行业天赋过人,不过游戏设计吗?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来之前我已经说过了,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希望马总不要介意。 裴谦点点头,当然。 何安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大概有三四页的样子,递给裴谦。 马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答就可以了,不必紧张。 这应该算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 听到比较简单四个字,裴谦稍微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基础知识的话,自己突击复习的内容,答个几个分,似乎问题不大。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裴谦把试题接过来,从上一口袋中,取下之前,为了突击花钱大价钱买来,但却只用过几次的钢笔,准备开始作答。 然而看到题目之后,裴谦傻眼了,随便扫过几道题目。 《孤独的沙漠公路》的成功,利用了玩家群体怎样的心理。 设计者的目的是什么? 鬼江的画风,为何能够在一众卡牌游戏中脱颖而出? 设计师应该如何平衡自身需求与原画师灵感发挥之间的关系? 《海上堡垒》的火麒麟定价为888的初衷是什么? 客观上起到了何种效果? 游戏制作人的营销方式有何过人之处? 游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回头是暗中的木志明,反映了设计者的何种思想? 客观上起到了何种效果? 一共三页纸,全都是简答题。 而且还非常贴心地留好了空白处。 陪谦抬头看了看何安,表情复杂。 就测验这个。 我特模还巴巴地在这突击被游戏的基础知识和你设计的游戏呢? 结果你这反倒是把我做的游戏拿来出题考我? 是几个意思? 早知道这样我还搜你做的游戏资料干实模啊。 把乔老师的视频全都重看一遍不就完事了吗? 看到马阳诧异中带着一点迷茫的表情,何安微微一笑。 哼哼,马总你是不是以为我要出一些基础知识,或者是我做过的游戏相关的题目? 那些基础知识,网上一搜全都是死记硬背,也没石磨意义。 至于我做的那些游戏,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已经过时了。 现在学游戏设计,肯定要学最新颖的游戏。 正好,马总,你对游戏感兴趣,又恰好在腾达旗下的投资公司工作,想来对腾达游戏有一番理解。 多学一学腾达的设计理念,对你帮助最大。 怎么样? 我说过,这个测验确实不难吧? 赔签? 看了看何安,又看了看手中的试题,心中百感焦急。 算了,还能怎么办呢? 答吧。 赔签逼走龙蛇,在纸上刷刷点点,快速作答。 何安则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悠然地耐心等待。 半个小时后,赔签答完了。 虽然没有写满三页纸,但保证了每一道题都至少有三五行字,看起来很像那模回事了。 简答题,哪怕胡周,也得把空白填得七七八八。 这是赔签从高中时期就留下来的良好习惯。 何安乐呵呵地接过试题翻看,表情很快变得变幻莫测。 孤独的沙漠公路的成功,利用了玩家群体的受虐心理和杠精心理。 设计者的目的是让玩家们在游戏中感到无聊,接而放弃这款游戏。 鬼江的史诗水墨油画厚图风格在一众Q版游戏中显得非常特别,赋予想象力的人设也有所加分。 设计师应该完全放弃自身需求让原画师自由发挥。 海上堡垒 火麒麟定价为888的初衷是劝退玩家,让他们不要购买。 客观上似乎刺激了土豪的消费。 游戏制作人营销的过人之处在于,别角的营销内容意外地引发了UP主自发营销的效果。 游戏的中心思想是被驱解式表达者的宿命。 回头是案中的穆志明反映了设计者想尽一切办法劝退玩家的思想,客观上起到了反效果,激发了玩家们的逆反心理。 何安看着这些答案,眉头时而紧促,时而舒展。 裴谦默默地喝着咖啡,心情很复杂。 他犹豫了许久,到底是应该写出自己实际的想法呢? 还是按照乔老师等人过度解读的内容来答题呢? 虽然本着诚实的原则,应该写出自己实际的想法,但那样的话,估计何总当场就得坐飞机跑路了。 所以,裴谦也只能非常羞耻地用乔老师过度解读出的标准答案,和自己手下的设计师总结出来的游戏成功经验来答题了。 但问题在于,乔老师并不会为裴总的每一款游戏都出视频。 有一些题目,乔老师没出过视频,还有一些关于设计师意图的题目,裴谦也实在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作答,只能是放飞自我了。 虽然这样的答案,看起来有些荒谬,但也只能这样了。 但愿能通过吧。 何安把三页纸全都看了一遍,眼神中带着些许困惑。 何安拿着测验题,一一解答,有机道题答得非常不错。 比如,你将鬼疆的美术风格概括为史诗水墨油画厚图风格,将游戏制作人的中心思想归纳为被曲解式表达者的宿命,都是非常精确,恰当地表述,非常专业。 有些题目答得似是而非,但大概意思是对的。 就比如最后一题,回头是案中的木志明反映了设计者想尽一切办法劝退玩家的思想。 这魔答也不能说是错,只是不准确。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应该隐身一层,设计者之所以想要劝退玩家实则是一种欲擒故纵,应该答,反映出作者对目标玩家心态的精准把握才对。 还有几道题,错得就非常离谱了。 比如,设计师应该完全放弃自身需求,让原画师自由发挥,这肯定不行。 除非你的原画师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谁能保证自己制作游戏时随便碰到一个画师,就能达到艺术家的高度。 所以,才需要更加精确,细致的美术需求文档。 又比如,孤独的沙漠公路,是为了让玩家感到无聊劲放弃这款游戏。 火麒麟定价888的初衷,是让玩家不要购买。 游戏制作人,被营销是别角的营销。 这些就错得很离谱了。 总之,综合以上的题目,虽然仍旧很难琢磨透你的真实水平,但我大致可以有一个判断了。 看着河安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裴谦突然很好奇,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难不成大佬还真能通过这抹简单的机道题,就能看出很多深层次的东西。 您请说,裴谦的态度非常真诚,因为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和状态。 自己对于游戏的理解到底哪里,除了偏差。 河安摩缩着下巴,一副名侦探附体的样子。 对于美术风格和游戏中心思想的精准概括,这不像是一个专注于投资行业的外形人所能达成的。 除非,你从其他方面听说过这些词,然后记了下来。 这些似是而非的答案,说明你对游戏的理解并不深刻,只是一知半解,并且缺乏钻研精神。 当然,并不是说缺乏毅力之类的,而是,似乎钻研游戏这件事情本身,对你而言的优先疾病不高,是一件收益比较低的事情。 至于错得非常离谱的这几道题,就比较令人玩味了。 按理说,即使是对游戏行业完全不了解的门外汉,至少也该懂得设计师和原画师的关系吧。 这游戏就是为了劝退玩家这种回答,也非常不合情理,隐含着太多的主观性。 河岸的双目炯炯有神,看向裴谦的表情充满着狡黠和自信。 似乎,你也给我出了一道隐含的谜题啊。 裴谦露出一个震惊的表情,这魔神奇吗? 就通过我的这些回答,就能看出这魔多的内容。 难不成他看出了我就是裴总,是游戏的设计者。 裴谦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个想法,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和安不由地哈哈一笑,我就知道我猜对了。 马总,我猜你一定是在现实中跟裴总是至交好友,关系绝非一般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 而更像是朋友或者哥们,对吗? 对美术风格和游戏中心思想的精准概括,肯定是在你和裴总闲聊的时候,从他口中听到的,就记了下来。 钻研游戏这件事情对你的优先级不高,是因为你忙于投资行业的工作,无暇愤出精力钻研,所以一知半解。 至于那些很离谱的答案,也许是你跟裴总在闲聊的时候,他在跟你开玩笑,说这些游戏就是为了劝退玩家或者是自签,说游戏制作人用了别角的营销。 然而,对游戏本身理解不够,深刻的你信以为真了。 能够跟裴总有这摩多闲聊的时间,而且裴总还会跟你开玩笑,这说明你们两个的关系非常清净。 你既然把裴总的玩笑都当真了,可见有的时候,你会显得有些过于实诚。 我猜得对吗? 马总。 和安说完,充满自信地看向马阳。 裴谦毫不怀疑,如果和安有无留常然的话,他此时肯定会轻抚胡须,一副得意的表情,但他没有胡子,所以只能抹撒着下巴上的胡茶,脸上似乎写着六个大字真相只有一个。 裴谦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了。 因为欠缺了一个已知条件,所以和安的推理从最开始就全错了,但不知为何,最后却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他确实把马阳的行为特征、性格特点给猜对了,甚至猜出了马阳跟裴谦的铁哥们关系。 这种推理的精确程度令人诧异。 而且,和安的推理都是从已知条件出发,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有理有据。 这就让人感到更加的神奇了。 裴谦不由地感慨道,何总,您的推理能力真是让我叹为观止。 感受到了马阳的这句话中的真诚,和安不由地露出微笑。 想当年,我也曾经做过侦探类游戏的,这只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特长,不足挂齿。 裴谦问道,所以,何总觉得我通过测试了吗? 何安微微一笑,如果是旁人达成这样,我不会在他身上多浪费时间。 但是,马总既然是裴总的至交好友,态度又如此真诚,我也没什么理由拒绝。 我尽力交,马总你能参悟多少,就全靠你自己了。 裴谦? 万万没想到,到头来通过测试,还是要靠自己的名声。 我蹭我自己,裴谦有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整件事情从头到尾,似乎都散发着一种黑色幽默。 似乎学游戏设计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跑偏了,现在越跑越偏。 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学吧。 能够多掌握一些游戏设计知识,以后做游戏能少走一点弯路,哪怕少赚点也好啊。 何安继续说道,马总,我时间有限,每个月只能来荆州一次,不知道马总在时间方面如何安排。 裴谦倾可两声,何总,我是这样想的,您来一趟荆州不容易,讲述的也都是非常宝贵的知识。 为了节省您的时间,我是这样想的,每个月一次大课,一共五节课,每节课,我给您二十万的辛苦费。 除此之外,您的来往机票,和在荆州的开销,也都一并报销。 这个价格,是系统允许的最高价格。 乍一听一节课二十万很离谱,但其实也合理。 很多经济学教授,大牛,被邀请去讲座,光是出厂费,就要二三十万,这是很正常的价格。 和安本身就是游戏公司老板,有很多款成功游戏,虽然盟果游戏不如过去一样辉煌,但和安本人至少也有几个亿的身价。 也就是说,人家要是不愿意来,也根本不可能为了几十万而改变主意。 以和安在游戏行业的地位,远比一般经济学教授,要高。 而且,这可是不是那众对多人的讲座,而是一对一教学,可以随时提出问题,互相交流地,给二十万一节课不算过分。 陪签琢磨着,这样在结算前,至少能花出去一百万。 至于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再说吧,和安威笑着点头,可以,那就一言为定。 虽说对他而言,具体有多少辛苦费并不是特别重要,但这也代表着诚意。 二十万一节课,五节课一百万,自己也算是不白忙活。 好,那么马总,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出来今周,打算稍微游览一番,顺便也准备准备教学内容。 这样,下周四,也就是二十八号,我们准时开始第一节课。 至于后面的课程,就定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四。 陪签点点头,好的,你安排时间就行了。 送走了和安,陪签不由得有点小惆怅。 也不知道这位大佬下周的第一节课,会给自己讲什么内容呢? 四月二十三日,周六,一群看起来志气未托的学生,在唐一书的带领下, 来到神华豪景的十六层。 在进入金碧辉煌的办公楼之后,这些学生虽然都在努力地克制着, 让自己不要表现得太过惊讶,但还是会忍不住地四下打量。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按捺不住的好奇,同时还有点羞愧。 毕竟这栋金碧辉煌的大楼里,似乎到处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成功人士,而他们全都是囊中羞涩的穷学生。 唐一书把所有人领到会议室里,大家在这里稍等一下吧,裴总应该过会儿就到了。 我先去喂个猫。 等唐一书离开会议室之后,众人开始小声地焦头接耳。 这上班的条件也太好了。 我差点以为这是电视剧的片场。 所有的公司都这样吗? 想啥呢? 这可是腾达啊。 显然,这些人之中有对腾达的情况了解比较多的,也有那种完全沉迷学习,信息很闭塞的。 所以,咱们这些管培生到底是干啥的? 那,有人问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都不懂。 唐一书也解释不清。 因为裴谦压根也莫打算跟他说清楚。 众人正在低声议论着,就听到外面传来唐一书的声音。 学长,人,人都到齐了,都在会议室。 众人赶忙正经危坐。 果然,会议室的门很快被推开。 裴谦进入会议室,坐在会议桌的上手位置。 而唐一书,则是坐在他左手边的空位上,拿着本子,准备做记录。 看到裴总的真面目,众人反应各异。 之前大部分人都问过唐一书,知道裴总是高年级的学长。 本科都还末毕业,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然而看到真人之后,年轻的程度,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完全就是同龄人啊。 与此同时,众人都从裴总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场。 举手投足之间,彭扶散发着一种强烈的自信, 以及对一切的漫不经心,彭扶所有事情都尽在掌握的感觉。 实际上,裴迁的这种气场,源自于两个方面。 这是他自己的公司,他对这里比自己家还要熟悉。 他对于公司,没有任何的营收压力, 自然在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显露出一种从容。 所以,这种气场总是会成功地对周边的人产生欺骗效果。 还有一些人,则是满脸猛逼,而后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裴总的日常,里的那位演员魔? 虽然,裴总的日常,是一年多以前的短剧, 之后飞黄工作室,就不再拍续集了。 热度逐渐散去,但裴总的这个形象,还是深入人心的。 裴迁在学校中偶遇同学的时候, 同学们都是把他当成一个客串的演员来看待的。 但是今天,这些管培生们,看到裴迁的真面目。 这才意识到,在短剧中出演裴总的,就是裴总本人。 看到众人的表情,裴迁瞬间明白他们的想法, 把手指竖起,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然后,他微笑说道, 为我的身份保密,是每个腾达员工的责任。 相信你们,也能做到吧。 众人赶忙纷纷点头。 裴迁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早晚都可能穿帮, 但目前,还勉强能遮掩得住。 一方面,知道他身份的人都知道, 他不希望被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并且都有一定的利益关系, 所以都在帮忙掩饰。 比如学校老师, 马阳, 腾达的员工们。 另一方面, 裴迁的身份, 是公司老板, 游戏制作者。 这两个身份相对而言, 都是不那么容易引发好奇的。 大部分人, 即使对某个公司老板, 或者游戏制作者感兴趣, 顶多也就是, 去网上搜一搜, 搜不到照片, 也就作罢了。 很少有人会去刨根问底, 想要知道, 他到底尝啥样。 而且, 就算知道了身份, 这也算不上是什么惊天猛料, 没有太大的八卦价值。 总之, 到目前为止, 裴迁的诉求就只有两个。 走在学校的时候, 不要被围观。 不要让比较亲近的人, 尤其是父母, 发现自己的拮据,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对于现状, 裴迁还是挺满意的。 这些管培生, 应该能很好地保守秘密。 按照唐一书的说法, 这些人都是跟他同级的。 从各个学院找来的贫困生,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都得到了裴迁之前为学校贫困生提供的生活补助。 这些贫困生, 除了经济条件差之外, 人也都非常内向, 平时的人际关系简单, 而且不引人注目。 这很正常, 因为对于穷人家的孩子而言, 这是大概率事件。 裴迁对此很满意, 觉得这众人, 就是锦衣卫的好苗子。 目光扫过所有人, 裴迁开口说道, 首先, 对大家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 为我的身份保密, 在学校里见到打个招呼就行了。 第二, 喊学长就可以了。 第三, 无条件地将我的要求置于各部门利益之上。 能做到吗? 众人立刻点头, 齐声说道, 嗯, 裴迁微微一笑, 很好, 没有人提出问题, 以后也要保持。 你们的工作很简单。 作为管陪生, 进入公司的各个部门, 尽可能搞清楚, 这个部门的运作模式, 时刻了解部门的动向和规划。 我会定期地召集你们, 时间固定在周六, 频率大概是两周到三周一次。 在会议之前, 每个人都要把部门这段时间的工作, 汇总成一个简报。 也许我会对其中的某一项工作感兴趣。 如果问起你的时候, 你最好可以回答出相关的细节。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你们是管陪生, 这一身份是完全公开的。 不过, 你们直接向我和唐一书汇报工作这件事情, 是保密的。 包括周六不定期召开的例行会议。 你们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包括你们部门的负责人和同事。 大家需要签一份实习协议和保密协议。 请大家放心, 我们会提供远高于其他公司的实习工资。 同时, 如果大家工作完成的出色, 就可以在毕业后直接免试录取进入腾达工作。 给大家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 小唐你去把协议拿来给大家看看。 唐一书离开会议室, 把之前准备好的实习协议和保密协议拿过来, 给众人分发。 几分钟后, 众人看完了实习协议和保密协议, 都没有疑问, 纷纷签字。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错过了就不会再有的好机会, 可以获得丰厚的实习工资, 可以进入腾达集团实习并且了解商业运作的模式, 毕业后, 可以获得免试录取进入腾达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在例行会议上直接向裴总进行汇报。 这种好事去哪找? 现在拒绝了, 人家肯定要去找别人, 再想反悔, 可就没用了。 裴谦对众人的表现非常满意, 莫人提出问题, 这有助于培养一群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下属。 再有部门在背后偷偷摸摸地搞妖娥子, 就全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线了。 裴谦之所以从低年急血声中挑出人选, 让这些人称呼自己为学长而非裴总, 同时让他们直接向自己汇报,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职位的特殊性, 同时拉近这些人跟自己的关系, 让他们变成年听继从的嫡系队伍。 从目前来看, 一切都非常成功。 等众人签完协议之后, 裴谦开始分配工作。 接下来分配部门, 你们综合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 兴趣爱好和客观能力, 觉得自己适合这个部门, 就举手。 如果有多人举手的话, 小唐, 你来决定。 腾达游戏, 商阳游戏, 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裴谦每说一个部门, 就会有人举手。 当多个人都想去同个部门的时候, 唐一书就根据他们的专业分配一个人去。 唐一书在找这些人选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找的是不同专业的人, 所以, 相对还是比较好分配的。 很快, 所有部门分配完毕, 一共17个管培生被分配到了17个不同的部门, 再加上唐一书, 成立之初的腾达锦一卫一共是18个人, 人数正好。 当然, 未来如果有新的业务部门出现, 管培生的人选还要扩充。 好了, 没有其他的事情, 大家准备准备, 下周一正式就到相应部门找部门负责人报到, 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我已经让人力资源部跟各部门负责人打过招呼, 如果出现有部门负责人不配合你们工作的情况, 及时向小唐汇报。 看着这些管培生纷纷离开, 陪迁感到很满意。 这些学弟学妹们没有职场经历, 思维相对简单, 完全听从自己的指示, 只要稍加培养, 日后多半要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同时, 陪迁也不由地对未来的第一次管培, 生力会非常期待。 只要能培养好这些眼线和耳目, 我看谁还能趁我不注意被赐我。 4月24日, 周日, 陪迁溜达着, 往托管健身走去。 周日是健身房人流量的高峰期, 如果默人, 那健身项目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人很多, 那就说明存在严重的隐患, 得抓紧时间, 想办法解决了。 路上, 他掏出手机, 稍微看了一下, 学霸快来APP的情况。 目前来看, 似乎控制的还不错。 之前圆梦创头对学霸, 快来项目的一顿骚操作, 让陪迁赚得有点脑人疼, 从续德教育那边挖来的余品安本来看起来是个公骨之臣, 结果刚来了末一个月, 就给了自己一刀。 现在, 学霸快来APP作为一个教育类软件, 可以说是闷声发财。 虽然近期的热度有所回落, 但, APP上推广的内容一直在给腾达的其他部门导流, 同时APP本身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赔钱只能采取老办法, 本着谁赚钱谁花掉的原则, 让于平安把这些钱全都花出去, 适当地打一打广告, 花钱开发一些新功能, 补贴用户等等。 总之, 基本上达到了收支平衡。 扭赢为亏, 就不要指望了。 赔钱生怕疯狂烧钱, 再烧出事来, 只能是小烧一点, 非常谨慎地控制好伙候。 即使是这样, 也已经有两三家教育集团提出了, 要投资或者高价收购学霸快来APP的要求。 而赔钱的态度, 当然很坚决, 拒绝。 对别人来说, 卖掉一个赚钱的项目, 是杀鸡取卵。 而对赔钱来说, 他倒是不介意杀鸡, 甚至还很想杀鸡。 但问题在于, 杀鸡之后, 取出来的这个鸡蛋太大了, 吃不下去。 就按照学霸快来APP现在的估值, 要真实卖出去, 那这个周期要亏损, 直接就难于登天了。 反正现在脱手是不可能了, 就先这么凑合着, 走一步看一步吧。 收起手机, 赔钱来到托管健身房门口。 外面已经如他所愿的, 立起了漂亮的指示牌, 把健身房各项琐碎的规定, 给详细地写了出来, 这让赔钱很满意。 然而刚刚一推门, 赔钱就意识到,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顾客竟然不少, 虽然没有出现, 那种人山人海的景象, 但人数显然变多了。 跟之前, 那中门可罗雀的情况, 不可同日而语。 有不少顾客在参观健身器材, 在休息趋寻问具体规则, 还有一些顾客, 已经在里面开始锻炼了。 果立成, 亚琳等教练则是, 正在展开一对一的贴心服务, 帮助顾客纠正健身动作, 普及正确的健身观念等等。 赔钱不由的心中一沉, 该不会这模块就出事了吧? 不, 这绝对不可能。 对于托管健身房目前的情况, 赔钱就只有四个字, 不能接受。 明明已经把个项规定, 全都贴在门口了, 明明已经明令禁止这些健身教练去拉客人了, 明明设定了那模不合理的价格, 还得墨鱼外卖捆绑销售了。 就连原本健身房的顾客, 都已经转到别的健身房去了。 凭啥还有这模多顾客? 凭啥? 裴迁非常不服, 他要找果立成问个究竟。 果立成刚刚交完了一名学员, 看到裴总进门, 赶忙迎了过来。 裴总! 果立成上洋溢着笑容。 可不得洋溢笑容膜, 以前健身房空空荡荡的, 无人问津。 果立成除了自己练之外, 就只能在休息区前坐着, 非常无聊。 现在呢? 有活干了。 果立成第一次觉得有活干, 竟然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在其他健身房工作的时候, 他每天的课程几乎全都排满, 但这给他带来的感觉并不是充实, 而是疲惫。 这种疲惫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 私教在训练过程中主要起到的是监督和陪伴的作用。 为学员定制训练计划之后, 盯着学员一定要做够多少个卧推或者多少组的固定动作。 当学员逐渐熟悉之后, 私教就只是在一旁盯着了, 完全是一个纯体力活, 而不是技术活, 没有太大的成就感。 其次, 私教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时刻承受麦克的精神压力。 最后, 因为时间安排得很满, 教练自己末时间健身, 只能等晚上健身房快下班了, 练纳膜一个多小时, 饮食方面也不一定能很好的保证, 久而久之, 就会感觉到疲劳。 但是现在, 果立成曾经的那种疲劳感, 完全一扫而空。 托管健身房的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不管顾客, 而是灵活失教, 新手入门时帮新手纠正动作, 等新手已经完全适应之后, 教练就不需要在一旁前站着了。 这样一来, 教练节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去指导其他人, 或者自己去稍微练一练, 休息一下。 同时, 不需要考虑怎么卖课, 跟学员之间也不存在过多的利益关系, 教练就能没有心理负担地去指导顾客, 顾客也不用提防教练是来促销的, 二者的关系会融洽很多。 再加上墨鱼外卖提供健身餐, 托管健身房不允许加班, 这些教练全都获得了充分的休息, 工作不再让人贡苦, 可以在工作中更好地享受健身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所以, 果立成和教练们全都精神饱满, 动力十足。 自己练完了之后末世淡, 自然就琢磨着怎么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热情地对那些新人进行指导。 当然, 这些信息, 裴谦暂时是看不出来的。 他只能隐约感觉出来果立成的气色似乎更好了, 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善。 裴谦现在显然更关心健身房的盈利问题。 健身房怎么这么多人了? 不是说不让你们去做营销拉人吗? 那这些顾客是从哪来的? 总不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吧? 裴谦的表情充满着警惕。 果立成有些茫然, 裴总, 我们确实什么都没做呀, 他们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难道这不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事情吗? 裴谦面露茫然。 果立成解释道, 主要是因为您立出去的那块告示牌。 告示牌怎么了? 裴谦瞬间感觉到了不妙。 果立成有些兴奋地解释道, 您这个告示牌立得, 太有讲究了。 我们之前都以为这块告示牌会对顾客造成劝退效果。 没想到恰恰相反, 不仅没劝退, 反而吸引来一批人。 有汉东大学的学生从我们店门口录过, 虽然被价格劝退了, 但看到告示牌上的内容觉得非常有意思。 于是拍照之后发给同学看。 我们健身房的规则让这些人感到眼前一亮。 所以, 很快就引发了一批年轻人的关注。 当然, 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一种围观的心态, 并不打算消费, 但总有一部分对价格不敏感的客户会过来体验, 也就是目前的这些客户了。 裴谦僵住了,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似乎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之前摸鱼网咖在门口立告示牌, 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横涨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价格就走了, 摸鱼网咖无人问津。 后来摸鱼网咖活起来, 主要是因为陈磊。 而陈磊被吸引来做助唱歌手, 主要是因为张元, 跟告示牌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 裴谦一直觉得, 把告示牌摆在门口, 是劝退顾客的一个好办法。 但是他现在突然意识到, 摸鱼网咖跟健身房的告示牌, 内容不一样啊。 摸鱼网咖的告示牌上, 写的是价格, 包括上网的价格, 和饮料的价格。 顾客看到之后, 只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贵, 并不会觉得新奇, 也完全没有分享或者传播的欲望。 但托管健身的告示牌上写的是收费模式, 它可不仅仅是贵, 还包括了捆绑销售健身餐, 强制制定健身计划等内容。 顾客看到之后, 第一反应并不是这个价格很贵, 而是这个模式很有意思, 因为其他健身房都不是这模干的。 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规定, 当然会引发讨论, 一些好奇的人自然就会来看一看。 也就是说, 墨鱼网咖门口的告示牌是墨问题的, 但托管健身门口的告示牌有问题, 而且问题很大。 意识到自己错误的裴签脸色有些发白, 沉默片刻说道, 把告示牌撤了吧。 果立成想了想, 裴总, 你是说消息已经初步传开了, 吸引附近客员的目的也达成了, 撤掉广告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客人。 裴签? 拔也不行, 撤也不行。 那到底是闹哪样? 裴签决定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稍显惆怅地说道, 所以, 你该不会告诉我健身房要扭亏为赢了吧? 果立成愣了一下, 随即摇了摇头, 扭亏为赢。 裴总, 你这就太乐观了, 这才哪到哪? 我的意思是说, 托管健身目前的局势不错, 比最开始有所进步, 但要说扭亏为赢, 还为时过早呢? 您现在看到, 似乎人不少, 但别忘了, 今天是周日。 周日本来就是健身房的人流量高峰, 如果是工作日的白天, 健身房就会变得非常冷清了。 听到这里, 裴签尝出一口气, 有一种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还好还好, 吓我一跳。 搞得我还以为要盈利了呢? 真是的, 虚惊一场。 裴签很想喝点什么, 但是健身房没有茶水和咖啡, 只有纯净水, 只好接了杯水随便喝一下压压惊。 仔细想想, 如果只是周日人多一点, 平时依旧冷清的话, 似乎也还可以接受。 毕竟这健身房本身器材齐全, 教练负责, 就算定价不合理, 也总会有个别对价格不敏感的顾客掏钱的。 只要这重顾客比较少, 盈利无法支撑开销, 那就行了。 裴签稍微放松了一些, 不过随即他又警惕起来。 虽说目前距离盈利还远, 但周末健身房这磨多人也不是个事啊, 容易给人营造一种健身房很火的假象。 这绝对不行。 裴签觉得健身房目前的劝退模式还不完善, 应该再努努力搞一个多重保险, 心里才能踏实。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裴签自己没拾摸好主意了, 他决定问一问果力成, 那有没有办法? 能让周末来健身房的人少一点? 果力成愣了一下, 裴总, 您的意思是, 根据健身房的承载能力优化客流, 让资源能够更充分地利用, 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 裴签沉默了两秒钟, 差不多吧。 果力成露出一个惊奇的表情, 我之前就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没想到您主动问起来了。 看来您对健身房的运营模式, 也有很深的理解啊。 其实这个问题在其他健身房也是普遍存在的。 裴签好奇道, 哦, 那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果力成说道, 他们不解决。 所以我才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跟您汇报这件事情。 其他健身房只要忽悠顾客办了卡之后就不管了, 根本不在意健身房的实际承载人数。 有时候赶上高峰期, 比如周末之类的时间, 整个健身房完全是人满为患, 用器械要排队, 跑步要排队, 甚至洗澡都要排队。 这时候就完全依靠顾客自发调节, 主动排队等待, 或者挑人少的时间来。 但即使如此, 大部分顾客是没有选择的, 还是只能周末来。 有些顾客因为人多不想来健身房, 更是正中下怀。 反正年卡的钱已经交了, 健身房巴不得你不来。 所以, 这是个普遍难题。 赔钱点点头, 那你觉得,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果立成犹豫了一下, 说道, 说实话, 我倒是想过一个办法, 就是成本有点高。 而且, 顾客也不一定能接受。 赔钱眼前一亮, 有这种好办法你不早说。 快讲! 赔钱努力, 维持着淡定的表情。 果立成顿了毒, 说道, 一个健身房能够承载的人数是有限的, 这一点不可能改变。 所以, 为了保证顾客们的健身体验, 就只能对人数进行限制。 我觉得可以开发一款APP, 让顾客们每天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预约。 当前时段的预约人数满了, 就对人数进行一定的限制。 这个办法对其他健身房来说是行不通的, 因为大家都是年卡, 不让顾客来, 顾客会觉得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失, 肯定不答应。 但是我们健身房是按天收费, 会为顾客指定详细的健身计划。 所以, 在制定健身计划的时候, 就可以大致根据顾客的空闲时间, 来将他们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 如果周末, 已经全都排满了。 那我们就可以, 只接收在其他时间来健身的顾客。 但是, 开发APP应该要花钱, 外包做出来的APP也不一定靠谱, 万一做出来一堆Bug, 很难用, 那就麻烦了。 而且, 顾客们也不一定会理解我们的这个政策, 说不定反而会骂我们。 此外, 我们还必须要有专人负责统筹, 规划所有学员的健身时间, 合理安排, 否则肯定会引发顾客的不满。 裴迁一抬手, 好了, 你别说了。 果立成还以为裴总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于是赶忙闭嘴。 然而, 裴总的眼神中闪着光, 办, 立刻去办。 不就是做个APP吗? 我来安排。 果立成说的这个办法, 让裴迁太满意了。 做APP能多花钱, 强制消费者捆绑使用APP来健身房, 还要预约又能劝退一批人, 还要让专人负责统筹规划健身时间, 安排学员健身计划, 多发一份工资。 而做了这摩托的工作, 最后的结果, 仅仅是稍微分流了一下高峰期的人群, 让高峰期来的顾客, 节省了一点点时间。 提升了一点点体验。 这性价比, 简直是低到爆炸。 裴迁看向果立成的眼神, 不由得多了三分欣赏。 这绝对是个可造之才。 我就知道, 选你做健身房的店长, 没有选错人。 4月25日, 周一, 办公室里, 裴迁考虑许久,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 Auto科技这个部门上。 昨天, 裴迁欣然采纳了果立成的建议, 决定给托管健身, 做一个预约专用的APP。 这样一来, 托管健身, 不仅价格比其他健身房搞出一大截, 而且还多了很多不近人情的规矩。 必须捆绑消费, 摸鱼外卖的健身餐。 必须捆绑使用托管健身的APP, 否则无法预约使用健身房。 必须严格按照制定好的计划来健身。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融, 但相对于其他健身房来说, 显得过于古板, 不知变通。 这已经非常非常劝退了。 陪迁琴琢磨着, 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健身房还能赚钱的话, 那肯定要建议他自己去开一家。 就拿做APP这一点来说, 谁见过哪个健身房健身必须在APP上预约的。 多加这一步, 绝对能劝退不少顾客。 但是, 具体让那个部门做这个APP, 这是个问题。 目前, 陪迁手底下的很多部门都有开发和维护APP的能力, 游戏部门就不用说了, 终点中文网、TPDB网站、 墨鱼外卖都有手机APP。 虽然一些手机APP没什么人用, 功能也很简单, 但至少是有。 学霸快来就更别说了, 做的APP水平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 Auto科技显然也具备开发这个APP的能力, 虽然有点杀鸡用牛刀就是了。 陪迁琴琢磨着, 到底应该交给谁呢? 不管是哪个部门, 开发出来的APP肯定都能达到可以用的水平。 但是, 鉴于之前五次三番被多个部门联动被刺, 陪迁觉得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防止某两个部门之间在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 让事态朝着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 他的目光一一扫过这些部门。 游戏部门肯定不行, 全是一群脑补怪。 而且很善于把游戏制作思维利用到其他的项目上, 鬼知道让他们掺和这个事情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 终点中文网和TPDB网站是同一波人, 似乎也不行。 万一, TPDB网站给托管健身房来个特别推荐之类的, 那岂不是非常不妙? 学霸快来? 更不可以了。 学霸快来, 热度这么高, 尤其是在荆州当地有那么多的用户, 顺理成章地来一个拥有更好的身体, 才能更好的学习之类的活动。 那岂不是玩独子了? 墨鱼外卖吗? 也不太好。 这两个部门现在联系已经很密切了, 如果进一步的联系更加密切, 甚至APP做到一起去, 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见鬼了, 怎么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如此的危机四伏了呢? 裴谦把这些部门全都考虑了一个遍, 这才发现, 似乎让托管健身和任何一个部门发生联系, 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 到处都是雷啊。 最后, 裴谦还是把目光投向Auto科技, 选常有的部门做托管健身的APP, 虽然看起来有些杀鸡用牛刀, 但这不正是裴谦想要的魔。 把对自己威胁很大的手机部门当外包公司使唤, 开发一款无关紧要的APP, 让他们末世间做更有威胁的事情, 无形中削弱了Auto科技的战斗力。 当然, 考虑到Auto科技和托管健身APP可能产生的联动效果, 裴谦还要叮嘱一句, 让常有绝对不能在Auto手机上预装托管健身APP, 并且也不要在手机商城等任何地方推广这个APP。 总之, 只管做APP, 不要瞎缠和任何APP推广的事情, 就只是让APP成为托管健身房的一个附属, 一个工具。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裴谦考虑一番, 觉得这似乎是最靠谱的选择。 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 准备找个时间通知一下常有。 赌赌赌, 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裴谦抬头一看, 是墨语网咖和ROF装机的现任负责人肖鹏。 肖鹏原本是墨语网咖在凌晨的负责人, 因为借了张元的班, 所以现在已经搬到了荆州。 裴谦不由地微微皱眉, 他来干石磨。 一看到这种赚钱部门的负责人找上门来, 裴谦就忍不住地头疼。 肯定又不是什么好消息, 多半是又赚了钱, 来请示自己要如何花钱的。 有什么事吗? 裴谦努力让自己保持淡定。 肖鹏是第一次来到裴总的办公室, 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他小声说道, 裴总, ROF装机账面上积累的资金已经很多了, 我考虑着似乎应该升级一下业务了, 所以来跟您请示一下, ROF装机业务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裴谦? 看看, 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就知道, 这些赚钱部门的负责人找上门来莫好事, 又是让我烧脑细胞, 替你们花钱的。 裴谦轻轻叹了口气, 你们啊, 也该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嘛。 自己赚来的钱, 自己想办法花掉不行吗? 不要总是因为这种小事就来请示, 自己努努力嘛, 不就是花钱嘛, 对吧? 这有什么难的吗? 多花点, 没关系, 我不会责怪你们的。 肖鹏赶忙点头, 啊, 好的裴总, 那我就, 按自己的方案去做了。 裴谦沉默片刻, 算了, 来都来了, 还是说说你的方案吧。 他本来觉得, 应该让肖鹏自己, 把这些钱全都花掉, 自己完全不去过问。 总不能我手下的员工, 个个都是商业奇才, 永远只赚钱不亏钱吧。 但是转念又一想, 从过往的情况来看, 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还是问一句吧, 只要不是太过分, 就由着他们去折腾。 肖鹏说道, 裴总, 我觉得目前ROF装机, 已经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组装机品牌了。 但是我们的外形似乎有些不足, 无法凸显出我们的品牌附加值。 我觉得, 可以花一笔钱, 去找一些主机机箱厂商, 专门为我们, 生产一批外形酷炫的主机箱, 再定制点好看的风扇, 或者水冷之类的, 提升一下颜值。 赔钱思考片刻之后, 点点头, 行吧? 这笔钱花出去, 怎么都会对ROF这个品牌有点提升, 不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吧? 相比打广告, 烧钱促销等后患无穷的办法, 提升一下外观, 似乎已经算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了。 更何况裴千自己没有, 也不敢想一个赚钱更少的方案了, 生怕自己灵机一动指点一番, ROF装机再来一波大转。 获得了裴总的肯定, 萧鹏很高兴, 裴总, 还有一件事, 墨语网咖目前的业务也蒸蒸日上, 账面资金也非常充裕, 是不是可以继续开分店了? 裴千? 你说话大喘气干石磨? 有什么事情, 能不能一次说完? 两个坏消息你还分开说, 这意思是让我缓口气吗? 裴千很想说不, 但萧鹏的这个要求, 裴千还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 荆州市, 临城市的这些墨语网咖, 全都火了, 常常爆满, 凭啥不开分店呢? 说不通啊, 强行拖下去, 这些墨语网咖的员工, 肯定都会怀疑的。 但问题在于, 这已经是被验证了两次的成功模式了, 再开分店, 肯定还是赚。 这不是给自己制造负担吗? 上次裴千不信邪, 觉得墨语网咖在荆州火起来只是个意外, 决定到临城这个穷地方开分店再试试, 结果一不小心搞出来了个禁军下沉市场。 要不, 再去帝都, 魔都试试? 绝对不行。 墨语网咖的定位本来就是高端网咖, 而这些超一线的大城市消费水平比较高, 开到那边去这不是送人头吗? 既然这些都行不通, 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办法了。 陪千考虑片刻, 有些无奈地说道, 开吧, 地址你自己选, 但只能开在荆州和比荆州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地方。 而且, 这次要做摸语网咖3.0模式, 作为更少, 空间更大, 价格更贵, 地段更好。 陪千琢磨着, 做评价网咖肯定不行, 系统限制了价格, 评价网咖再加上墨语这个品牌, 那还不得当场起飞, 只能是一直跟高端市场死磕了, 反正就一直想办法提价, 总有一天, 顾客的消费水平会跟不上吧。 这世界上, 也不能有那么多土豪啊。 好的, 肖鹏没有多问, 既然陪总已经指示了, 那就好好揣摩, 认真执行, 不要多问。 这是每一个腾达人都要有的自我修养。 陪千想了一下, 又说道, 万一这个店又赚了, 那就把所有赚来的钱全都自己想办法花掉。 开分店, 装修, 买电脑, 总之, 全花出去, 一分不剩。 陪千觉得, 自己得做好两手准备。 万一, 摸鱼网咖要是再赚了, 怎么办呢? 那就战略性放弃吧。 让肖鹏有钱就去开分店, 总之, 不管你开多少家分店, 买多少台电脑, 招聘多少个员工, 只要你账面上墨钱, 并且, 别再来拿这个事情, 来烦我就行了。 裴总目前对于好员工的定义, 已经开始滑坡了。 以前, 裴总认为, 只有能让自己亏钱的员工, 才是好员工。 但现在却发现, 这个标准似乎太高了, 默认能达到, 那就只能降低标准了。 现在裴总的对于好员工的定义, 已经变成了。 只要能把赚来的钱, 全都花干净, 不影响结算的, 那就是好员工。 至于花掉这些钱去干石磨了, 爱干啥干啥吧? 肖鹏蒙点头, 好的裴总, 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4月26日, 周二, 办公室里, 裴谦正在电脑上尝试制作一张简单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到目前为止, 腾达所有可能产生盈利的部门, 以及一些辅助性的, 事务性的部门。 这些部门的关系非常复杂, 性质也各不相同。 有的赚钱多, 有的赚钱少, 有的不赚钱。 有些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上下级或者联动关系。 而有些部门之间的联系, 则莫纳莫密切。 盈利部门和事务性部门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不尽相同。 思维导图, 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把各种关键信息写在一个个小框框里, 然后用各种线条将这些关键信息给连接起来, 并标注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赚钱决定用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线条, 来表示各部门的状态, 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 红色方框的部门, 代表着已经盈利的部门。 蓝色方框的部门, 则表示尚未盈利, 情况相对乐观的部门。 黑色线条, 代表着两个部门之间已经产生关联, 比如, 墨域外卖正在实际上为共享健身房提供健身餐, 又比如, ROF装机和逆风物流基本上处于连体婴儿状态。 另一种是红色线条, 代表着两个部门之间尚未发生, 但有可能产生的关联。 赔钱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个思维导图履顺自己的思路, 同时提前预判可能发生的部门联动。 但是初步整理之后, 赔钱很快发现, 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从图上的情况来看, 到处都是一片红, 仅有摸鱼外卖、 逆风物流、 TPDB网站等少数几个部门, 还维持着不盈利的蓝色。 而且, 工作量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大太多了。 各种黑色线条错综复杂, 梳理之后就会发现, 某些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 远比自己之前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更何况还有, Auto科技这种bug, 几乎跟所有现存的部门都有联系。 密密麻麻的黑色线条, 代表着各部门之间已经发生的, 无从拯救的关系, 让整张图几乎变成了一张网。 配上各种解释说明的小字, 看起来十分头疼。 裴迁尝试着在两个关联不大的部门之间, 画出红色线条, 预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特殊关系, 但画了几条线之后, 就崩溃了。 因为似乎所有的部门之间, 都存在着理论上联动的可能性。 裴迁只能是努力设想, 两个部门联动之后, 最糟糕的情况, 并且用红线标注。 如果是一些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的联系, 就不去标注了。 因为线条已经太多了, 在这样不加筛选的画下去, 只会扰乱自己的视线。 裴迁看着这张自己花了两个小时, 初步履顺的各部门关系图, 不由地往椅子上依靠, 以首服额。 事态怎么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原来我的公司在不知不觉见, 情况已经糟糕到这种程度了。 现在我都没办法完全搞清楚, 手底下这些部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如果只有纳摩三五个部门的话, 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很简单, 很快就可以理顺。 但是现在的部门已经来到了十几个, 谁知道这其中的哪两个部门会 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联动。 裴迁又不可能要求部门负责人 把所有事情都上报给自己决定。 那样的话, 裴总也不可能有正常的休息和娱乐时间了, 每天就光顾着处理这些琐事了。 现在的情况, 只能是抓大放小, 死盯着几个重点部门。 乐观一点看的话, 其实状况也还好, 上个周期已经亏了, 我已经慢慢摸索到了亏钱的窍门, 以后应该会越来越顺利。 昨天管培生们应该已经进入各个部门了, 下周六就把他们召集起来, 对所有部门的情况进行一个大摸底。 利用管培生们刺探到的各部门情报, 再完善一下这个图, 至少可以初步完成对所有部门的了解和预警, 相比之前而言, 算是很好的控制了风险。 这张图的内容太多, 急也没用, 慢慢完善吧。 陪迁把这张图, 小心翼翼地保存, 备份好, 便于自己能够随时查看, 时刻反思, 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 他不由得感慨, 制造亏损, 似乎越来越变成一个技术活了。 刚关掉思维导图, 准备看个剧休息休息,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得到进来的许可之后, 林灿荣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 裴谦有些诧异, 林大厨怎么来了? 林灿荣是明云私厨的店长, 不管是之前在墨语网咖工作, 还是后来调任到明云私厨,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兢兢业业地工作, 从没来过腾达的总部。 有事情向裴总汇报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打电话, 或者等裴总去明云私厨吃饭的时候, 才汇报。 今天这是怎么了? 竟然来办公室了? 明云私厨那边, 有什么事情吗? 裴谦不由得有些期待。 大部分赚钱的部门来汇报工作, 裴谦都是抗拒的。 因为这些部门多半都是来问裴总怎么花钱的, 非常烦人。 但是明云私厨不一样。 因为到目前为止, 明云私厨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每天都爆满, 位子都已经预约到下个月了, 每个月虽然都在赚钱, 但位子就这么多, 收入早就固定了, 没有任何提升的可能性。 所以裴谦才觉得, 林电长这次来是因为明云私厨那边出现了什么问题, 盈利能力不行了? 真让人期待啊。 林灿荣稍显纠结, 稍微顿了顿才开口说道, 裴总, 您似乎将墨鱼外卖独立了出来, 鼓励去开分店扩张, 还成立了专门的美食实验室, 来研究新的产品。 墨鱼外卖的事情, 是两周前就已经安排了的。 裴谦考虑的是让墨鱼外卖能够多开, 多赔, 所以鼓励墨鱼外卖扩张。 两周过去, 应该也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了吧。 林灿荣之前就曾经做过墨鱼外卖的负责人, 是瑞宇辰的老上级, 墨鱼外卖的情况自然瞒不过他。 但是, 林灿荣现在管着明云私厨, 特意因为墨鱼外卖的事情跑来一趟, 又是什么意思呢? 裴谦有些困惑的点点头, 有这回事, 所以呢? 林灿荣的表情中似乎带着一些小情绪, 裴总, 这不公平。 我知道, 墨鱼外卖是集团产业中很重要的布局, 暂时的亏损是为了占领市场, 培养顾客的消费习惯, 是为了更大的盈利, 对于这次墨鱼外卖的扩张,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 林灿荣的话说了一半停顿了一下, 裴谦的嘴角不由得微微抽动, 什么叫暂时的亏损是为了占领市场, 培养顾客的消费习惯, 是为了更大的盈利。 你别过度解读啊。 林灿荣继续说道, 可是明云私厨也同样重要啊, 为什么墨鱼外卖一直在亏损, 都可以快速开纳摩多加分店, 而明云私厨一直在盈利, 座位一直供不应求, 却完全没有要开分店的计划呢。 明府家宴的品质不如明云私厨, 但目前也赚了不少钱, 这足以说明高端食客的消费需求并没有被完全满足, 这里面还有利润空间。 而且, 我认为, 明云私厨同样也应该成立美食实验室。 墨鱼外卖要思考怎么更好地满足大众口味, 但明云私厨同样也要思考怎么满足高端食客的口味啊。 所以, 这次我来是有两个请求。 第一, 利用好无名餐厅的品牌,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再规划选址, 开一家分店。 第二, 同样成立一个美食实验室, 致力于为食客提供更好的菜品。 陪签沉默不语。 白高兴了, 原来是向我提出赚钱方案来了。 林店长啊, 你要是这么要求, 那我肯定是不能答应你了。 你分析得太对了。 明府家业能赚钱, 明云私厨要排队, 这都说明高端食客的消费需求并没有被完全满足。 但墨鱼外卖能扩张, 是因为他不赚钱啊。 明云私厨这一家店已经这么赚了, 还想让我再开一家, 继续赚。 少给我制造点负担吧。 求求了。 其实陪签也很苦恼, 明云私厨自从火了之后, 他也只能在预定好的时间去吃了。 每周只能去最大的包间吃一次, 每个月只能在20号包厂一次。 但是陪签宁可等位, 也不愿意再开一家店, 赚更多了。 现在竟然想要开分店? 想多了? 不可能。 美食实验室也不行。 墨鱼外卖是面向大众口味的, 食材相对平价一些, 大部分人也不追求那种花里胡哨的菜式, 开一个美食实验室, 提升很小。 但明云私厨面向的是高端时刻, 如果真让那些厉害的厨师搞一个美食实验室, 研究出诸如油炸空气之类的玄学菜式, 肯定要更加名声大噪, 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 裴谦对这两条要求非常抗拒, 不能同意。 当然, 林灿荣提出, 明云私厨也开一个美食实验室, 这是合理的, 不太好声音的拒绝, 只能想办法婉拒。 他思考片刻, 说道, 开分店的意思是, 你觉得明云私厨现在已经做到极致了吗? 林灿荣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说已经做到极致了。 如果真正模认为的话, 那显然是骄傲自满了, 因为这个行业是永远不可能做到极致的。 但是要说, 没有做到极致? 林灿荣觉得, 明云私厨的服务已经比绝大多数高端餐厅都要好了, 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空间, 但在网上性价比很低了呀。 反复考虑之后, 林灿荣说道, 算不上做到极致, 但开分店和美食实验室也算是追求极致的一个方向吧。 赔签? 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不行, 不能被说服啊。 被说服, 就要赚更多钱了。 赔签倾可两生, 你可以把明云私厨赚来的钱自由支配, 但是, 不能开分店。 美食实验室的话, 以明云私厨目前的体量是搞不起来的, 大厨们每天都要给客人做菜, 拿有多余的精力去做研究。 你们的第一目标, 肯定是保证顾客的用餐体验。 为了研究新菜式, 影响大厨经历, 降低菜品品质, 是舍本竹末, 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最多最多, 允许你们利用一下, 墨鱼外卖美食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陪千现在学会了一个非常好的拒绝方式。 对于那些能想出拒绝理由的问题, 给出理由, 哪怕是有点牵强的理由。 对于那些想不出理由的, 就强制执行。 反正现在大家的脑补水平都那么高, 就算陪总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大家也会觉得是另有深意, 搞砸了, 也只会以为是自己领悟不够。 也算是被曲解了这么多次之后, 遗留下来的意外收获吧。 果然, 林灿荣脸上的表情变换, 似乎有很多话想要说, 但最后还是默默地咽了下去, 化为一句, 好的陪总。 4月27日, 周三, 商洋游戏。 陪千今天特意跑来商洋游戏一趟, 打算稍微了解一下, IOI国服的推广情况。 自从月初把这个躺赢的任务, 交给林婉之后, 陪千一直很放心, 没有过问。 毕竟, IOI目前在国外的势头,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按照这样的剧本发展下去, IOI国服跟国际服胜利会师, 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且, 陪千也在暗中帮助林婉。 在得知IOI疯狂的更新计划之后, 胡显斌非常着急地找到陪总, 希望可以增加人手, 被婉拒了。 以商洋游戏和林婉的能力, 只要稍微帮他们一下, 应该就足够了吧。 陪千非常清楚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这个道理, 记忆中拳头公司, 就是靠着疯狂的更新速度, 快速扩张市场份额, 而且在高速更新的同时还, 保证了质量, 所以才获得那么巨大的成功。 现在指头公司, 也同样走上了这条路, 这效果绝对会是立竿见影的。 陪千倒是说不上欣慰, 毕竟GOG和IOI水火, 陪千都得赚钱, 他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正常了, 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了, 有一点点小开心。 陪千刚来到办公区, 就被员工们发现了。 陪总, 陪总, 您怎么来了? 快请坐。 不好意思, 我们正在忙着上线新英雄。 办公区看起来非常忙碌, 叶之舟和王小斌等人, 各自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只是跟陪千打了个招呼, 就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敲打键盘了。 陪千不以为意, 你们忙你们的, 我只是来随便看看。 林婉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显得风风火火的, 更新公告重写一遍, 我圈出来了几个不太通顺的地方, 还有, 一定要强调, 这是国服和世界服第一次同步更新, 我们玩的不再是世界服的旧版本了, 这一点很重要。 陪总, 你怎么来了? 林婉的表情稍微有些诧异, 毕竟陪总并不常来伤扬游戏。 虽然陪总经常对伤扬游戏做出指导, 但往往是在遇到一些巨大困难的时候去请教时, 陪总才会用直言片语, 稍加点拨, 能不能理解, 还得靠自己误。 像今天这样亲自来的情况并不多现。 看到林婉现在的样子, 陪迁不由地露出微笑, 非常满意。 嗯, 已经从刚开始, 那个什么都不会的新人, 快速成常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 优秀设计师了吗? 看林婉这魔认真地推广IOI国福, 以后等IOI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爆火的时候, 林婉应该也就算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可以回到神华去继承家产了吧。 虽说跟自己预想中的剧本在过程上有非常严重的偏差, 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魔说起来, 林婉现在应该是少有的, 认真工作不会引起裴总不适的员工了。 没关系, 我只是来随便转转, 了解一下IOI国福的情况。 裴迁说道, 林婉点点头, 嗯, 那裴总你来回课室吧, 我简单汇报一下。 裴迁, 先忙你的工作吧。 林婉笑了笑, 莫关系, 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 再说, 汇报也花不了几分钟时间, 很快的。 裴迁点点头, 跟林婉来到会课室。 裴总, 接到运营IOI国福的任务之后不久, 我们就找到了IOI相对于GOT的杀手锏, 那就是更新速度。 所以, 我们的运营活动也主要是配合指头公司, 把新英雄的推广和游戏推广融合起来。 就拿这次的推广活动来说, 指头公司给到的新英雄是嗜血孤影, 杀勒格, 是一个双形态的狼人。 指头公司提供了这个英雄的宣传动画, 我们已经更新到国福登陆的客户端上, 同时也买了一些视频和网站广告, 用于推广这个新英雄。 新英雄的宣传公式, 每两周就会有一次, 可以保证IOI的热度能够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 同时, 我们跟指头公司据理力争, 要求他们认真考虑国福情况, 等国福审核完毕之后同步更新, 实现了国福和外福的同版本。 这样一来, IOI的一大短板就被补上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GOG应该在近一个月之内都做不出新英雄, 两相对比之下, 绝对会不少有人因为更新问题而跳槽到IOI。 裴总, 您说了要全力以赴, 我们对GOG可绝对没有任何一点手下留情。 听完了汇报, 裴迁不住地点头。 可以, 靠谱哦。 商阳游戏这群人, 尤其是林婉, 拿出被刺, 我的镜头来被刺GOG, 果然是效果拔群。 之前裴迁对IOI国福的情况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听林婉汇报完了, 才发现, 商阳游戏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做了很多工作啊。 不只是完成了最基础的开服、维护、 更新版本等工作, 还促成了国福和世界福的版本同步, 而且还抓住了GOG新英雄更新版的这个弱点痛达。 完美。 裴迁不由地微微点头, 赞许道, 做得很不错, 不过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要借交借造, 明白吗? 他倒不是想到了什么GOG翻盘的办法, 单纯的只是从经验出发, 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毕竟他跟这群人的斗争经验太丰富了, 知道这些人最擅长的就是绝地反击, 在裴总认为稳了的时候, 突然让形势完全逆转。 林婉点点头, 当然。 裴总, 我觉得和GOG的战斗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有五成胜算。 裴迁有些无语, 五成胜算? 虽说谨慎起线, 但也不至于这摩的吧。 七成应该还是有的。 林婉愣了一下, 怎么, 裴总, 我还高估了吗? 难不成你觉得, 连五成胜算都没有? 啊, 裴迁很无语, 俩人的思维, 又默在一个频道上。 自己的员工跟自己, 怎么就一点默契都没有呢? 裴迁刚想解释, 然而就在此时, 惠客室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林婉愣了一下, 看向裴迁。 裴迁点点头, 示意他可以开门。 林婉快步来到门口, 发现敲门的人是叶之舟。 不好了, GOG那边更新官网了。 叶之舟的脸色凝重, 如灵打敌。 裴迁头上不由地飘出一个问号, 更新官网了? 又不是更新游戏版本, 只是更新个官网。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总不能只是更新一下官网, 就能压过IOI这边新英雄的热度吧? 不能够啊。 林婉和裴迁两个人, 带着疑惑来到办公区, 在叶之舟的电脑上查看。 只见GOG的官网上的醒目位置, 赫然是用硕大美数字写出的活动标题, GOG创意社区上线, 每位玩家都是英雄设计师。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创意被采纳, 可获得该英雄所有皮肤盈利的5%作 唯物限期, 现金奖励。 活动规则有很多, 包括官网开辟几个特殊板块, 玩家可以投稿, 参与者可以给投稿点赞, 官方定期翻牌子等等。 叶之舟显然也是刚刚才发现这个事情, 面色凝重, 敏静超孩, 真有一套。 完全没想到, 他竟然会用这种方式, 去蹭玩家的创意。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省掉大量的创意工作, 可以直接按照玩家们的喜好进行筛选。 设计组就只负责制作部分就可以了, 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 不仅如此, 这个活动似乎已经在GOT的玩家群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奖励时在太丰厚了。 只要是参与这个论坛的, 不管提供的创意是否被采纳, 甚至仅仅是一个热心点赞的围观群众都能获得奖励。 虽然现在, GOT还没有推出任何的新英雄, 但玩家们的注意力已经被这个活动给完全抢走了。 我们的新英雄是些孤影上线, 恐怕也很难在这重情况下把玩家们的注意力给抢过来了。 林婉的表情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原来如此, 真是精彩绝伦的反击啊。 果然最难缠的对手是自己人。 这样一来, 既可以充分调用玩家的智慧, 加快新英雄的铲出速度, 又可以用一部分利润将玩家捆绑在GOT的战车上, 防止他们叛变。 最重要的是, 这一招只有在拥有大量玩家基数的前提下 才能使用, 而GOT恰恰在之前的竞争中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地位。 甚至没有推出任何的新英雄, 只是简单地做了一个活动页面, 在手机客户端, PC客户端和官网上发了一个公告, 立刻就将玩家们的情绪完全调动了起来。 叶之洲有些不服,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林婉摇了摇头, 我们不可以。 我们没办法插手指头公司的研发, 就算只集了意见, 指头公司多半也不会采纳。 更何况, 我们只是运营, 定价策略要跟国际服务大致保持一致, 很难给到玩家那魔封后的奖励, 自然莫办法充分调动玩家们的积极性。 原本以为是找到了Gob的死穴, 莫想到, 是对方找到了IoI的死穴啊。 之前听说李亚达退位, 让闲, 胡显兵忙着做新游戏, 还以为敏静抄不会, 那魔难缠。 看起来是轻敌了啊, 腾搭游戏的, 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任何一个能够被提拔为主设计师的新人, 都不容小觑啊。 林婉看向裴谦, 感慨道, 裴总, 怪不得你觉得我目前的胜算不到五成, 确实, Doug这招一出, 我们的胜算, 恐怕只有四成了。 果然高手过招, 就是一步错, 步步错, 开头慢了一步, 想要后来居上, 真是难于登天啊。 只见裴总除了轻轻眨眼之外, 完全没有多余的表情。 林婉不由地露出恍然的表情, 裴总, 难道你早就想到了, 他们有可能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所以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裴谦? 反应了几秒钟之后, 裴谦的头上才飘出问号, 什么玩意啊, 这是? 裴谦却实莫表情, 但并不是因为淡定, 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大脑的运转速度, 一时之间莫, 来得极根上。 所以说, 我不让腾达游戏招人, 于是他们就想出了找玩家众筹, 蹭英雄创意的办法。 无耻啊, 作为一个设计师, 自己不动脑设计英雄, 就只想着白嫖玩家的创意,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人家指头公司, 这儿巴金帝, 认真设计英雄了, 你们倒好, 直接抄作业。 太无耻了, 裴谦差点气得发抖, 这种感觉, 就像是准备跑马拉松嘛, 这边热身完毕了, 结果就看到旁边的选手, 突然抬了一辆摩托车上来, 一拧油门莫影了。 虽说给了玩家很多让利, 但这些钱都是分成, 也就是对亏损没有任何帮助啊。 嗯? 给玩家很多让利, 裴谦突然意识到自己, 好像是忽略了某个很关键的信息。 等等, 你刚才说, 创意被采纳后, 最高的奖励是? 叶之舟回答道, 该英雄所有皮肤唇收益的5%, 还有相应英雄的头衔, 裴总。 裴谦沉默了, 其他的奖励他, 完全不关心, 但这个皮肤唇收益的5%, 用脚香也知道, 这不会是一笔小钱啊。 最关键的是, 这个奖励是终身的, 永久的, Dark只要还在运营中, 皮肤的分成, 就会源源不断地下发。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还免不了, 要怀疑一下游戏的寿命问题。 毕竟从目前的行业现状来看, 能够持续运营十年, 还保持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游戏实在太少了, 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因为游戏行业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 一款成功游戏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同类型的竞品游戏, 还有其他的游戏类型。 就像曾经人们认为MMORPG就是网络游戏的终极形态, 但MOBA游戏的横空出是将人们的固有印象给完全打破。 对于目前的人们来说, 他们又如何确定MOBA游戏会像MMORPG一样确立长久的统治, 而不是像某些火爆意识的游戏一样很快销声匿迹呢? 但裴谦非常清楚, GOG一定会长久地运营下去。 如果GOG幸运地在跟IOI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没人玩了, 那就意味着他将会进入长时间的亏损, 裴谦高薪还来不及, 当然会让他一直运营下去, 不断烧钱。 只要他是一个有盈利点的游戏项目, 系统就不会阻止。 而如果GOG不幸地在跟IOI的竞争中胜出, 那摩作为一个盈利项目, 裴谦也没有适当理由停止运营, 他还是会继续运营下去。 也就是说, 这5%的收益多半会在有生之年一直持续下去。 裴谦心动了。 之前为了减少游戏营收, 裴谦把GOG的皮肤价格定得很低, 而敏京超为了调动玩家积极性, 又进一步给皮肤打了折。 但不管这笔收入再怎么降, 再怎么少, 那也都是针对营收能力强大的游戏公司来说的。 对于裴谦个人来说, 再怎么说也绝对不少啊。 裴谦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各众被受欢迎的成功英雄, 例如托尔索, 而童节, 魔力虾等等。 这要是全都搬过来, 岂不是原地升天? 但是很快, 裴谦又考虑到了其他的问题。 等一下, 要冷静, 不能被区区一个百分之五的数字冲昏头脑。 如果真把这些英雄全都一股脑地搬过来, IoI是不是有可能被彻底打死? 英雄制作的周期很涨, 一个月最多制作两个英雄, 后期只会越来越慢。 英雄到达一定数量之后, 每出一个新英雄, 他的机制都要跟其他的所有英雄产生联系, 平衡性会越来越难做, 同样也会让后期制作英雄的节奏大幅减慢。 也就是说, 能够拿到这个奖励的人数是有限的。 如果我疯狂搬运, 把这个奖励的收益全都独占了, 其他的玩家怎么办? 这本来是一个鼓励玩家参与, 同时回馈玩家的活动。 我把羊毛都薅了, 这似乎也不太合适啊。 裴谦考虑到, 如果自己真的开始搬运, 凭借自己的记忆, 不说把所有英雄全都搬过来, 搬七八十个, 是莫问题的。 那样的话, 这个活动就完全没有其他玩家什么事了。 这样做, 似乎有点太过分了。 而且, 现在IOI本来情况就很危险, 万一我这一出手, IOI直接被干趴下了呢? 虽说皮肤5%的收入很香, 但真把Dog搞成一棵摇钱树的话, 我以后估计也别想着亏钱了, 一辈子只能吃那千分之一的转换率了。 万一系统再跟巨马太效硬调整转换率呢? 虽说可能性不大, 但也得考虑在内。 嗯, 还是得稍微考虑一下长远目标。 陪迁综合考虑了一下, 如果他变成搬运工, 疯狂搬运经典英雄, 至少有三方面的顾虑。 首先, 再可预见的未来, 英雄数量是一定的, 英雄制作的速度是一定的, 那摩奖励自然也相对固定, 陪迁等于是在跟玩家抢福利, 心里过意不去。 毕竟陪总有这么多产业, 可以通过撒币, 亏钱来获得收入, 而大部分玩家做不到。 陪总要脸, 不好意思伸这个手。 其次, 如果搬运得太过火了, Gawk极有可能火得不受控制, 变成一个极度吸睛的游戏, 那就相当于, 未来几乎没有亏钱的可能性了。 现在陪迁是有选择的, 亏钱显然更赚, 但不管是赚还是亏, 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己选择。 而如果, Gawk过于火爆, 有可能会让赔钱没有选择, 只能赚, 从长远角度考虑, 完全丢掉了一种可能性, 很不划算。 最后, 把IOI打死了, 林婉怎么办? 这次IOI的国服, 是林婉负责运营的, 如果全力以赴之后失败, 他肯定要认为, 自己的水平还差得远, 必须留在腾达继续学习, 坚决不回去。 到那个时候, 鬼知道他的姐姐, 哥哥和老爷子, 为了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能再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所以, 裴谦考虑了一番, 觉得不能被Gawk项目组吸引玩家的, 这点鱼儿给勾引到, 要保持淡定, 综合长远考虑, 深思熟虑之后, 再做决定。 先考虑一周再说, 就算要搬, 也不能厚颜无耻地, 把玩家们的福利全都抢光, 稍微搬那摩一两个, 补充一下自己的收入就可以了。 我只搬一个, 就一个, 应该不会对大局产生太大影响吧。 4月28日, 周四, 汉东大学附近的咖啡馆。 河安对马阳的第一次授课, 正式开始。 裴谦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讲课再加上休息, 闲聊的时间, 持续到下午五点钟结束, 一共是四个小时。 毕竟一节课的价格可是二十万, 河安大概也觉得不宜太短。 河安手上拿着两份打印好的材料, 递给裴谦一份。 裴谦接过来稍微翻阅了一下, 发现何总竟然还认真地备课了, 把所有自己要讲的东西全都整理成了资料, 打印了出来。 可见, 大佬就是大佬, 决定来讲课就认认真真地准备, 完全不会有糊弄一下拿钱走人的这种想法。 裴谦当然高兴, 因为系统最后会根据裴谦在学习中的提升, 判定他是否学有所成, 达成目标才能获得奖励。 河安教得越认真, 裴谦在最后通过系统检验的可能性就越高。 然而, 裴谦高兴了还没两分钟, 表情就渐渐凝固了, 因为他看到了这份教材的标题。 成功案例讲解第一课, 腾达游戏的营销之道, 裴谦的嘴角微微抽动。 完了, 之前不好的预感成真了。 上周, 河安给裴谦出了机道测试题, 全都跟腾达的游戏有关。 那时候, 裴谦还没有太在意, 一厢情愿地觉得, 测试题跟正式的教材肯定不一样。 毕竟河安有那摩多成功项目, 就算要讲, 也是讲自己的成功项目经历吧。 但是这教材标题, 是什么鬼? 专讲腾达游戏吗? 我花二十万一节课, 就为了学我自己的营销之道。 更何况, 我特模根本就没有什么营销之道。 裴谦有些尴尬, 何老师, 我们就学这个。 嗯? 河安似乎没想到, 马阳会有此疑问, 学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裴谦倾渴两声, 何老师, 你有没有那种失败项目, 能够分享一下失败的经验? 俗话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想学一学母亲的知识。 何安呵呵一笑, 马总啊, 你这是典型的门外汉思想, 裴谦? 何安解释道, 我确实走过一些弯路, 但所谓的失败是成功之母, 是说你通过试错之后, 找到正确的道路。 如果正确的道路就在眼前, 你又何必再去故意走一遍弯路呢? 你这是倒因为果了? 你觉得, 很多人的成功, 是因为他们从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但其实, 只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已。 马总啊, 千万不要去刻意地了解那些教训, 因为不知道失败案例, 你就不会往那边去想。 而知道太多的失败案例之后, 他们反而会干扰你的思路, 动摇你的决心。 裴谦? 干扰思路, 动摇觉醒? 你这魔医说, 我更想学了怎么办? 裴谦还是不死心, 何总, 那也没必要一定要学腾达的案例吧? 何安微微一笑, 要学当然是学最新, 最尖端的设计理念, 哪有学过实理念的道理? 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腾达的员工, 学习腾达的设计理念, 对你来说, 应该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裴谦? 可是, 何安脸色一沉, 马总, 不要好高远, 既然你让我来讲课, 那就要认真学习我讲的内容, 否则还是另请高明吧。 裴谦没话说了, 看来这位何总是铁了心地, 要讲关于腾达的内容了。 不过转念一想, 也对, 人家废了这魔大劲, 整理出来第一节课的教材, 自己却不愿意学, 人家可不是得发飙魔? 算了, 给老前辈一个面子吧, 也说不定, 这里头有一些知识用的伤。 再说了, 这只是第一节课, 后边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内容, 吧。 裴谦点点头, 行, 何老师, 那我们开始吧。 何安面色稍记, 嗯, 这才是一个求学者应该有的态度。 今天要讲的内容, 实际上是游戏设计理论基础概念的一部分。 这个基础概念, 就是配合。 所谓的配合, 就是针对不同的游戏群体, 选择不同的设计思路和类型, 选用不同的宣传方式。 总之, 关于游戏的一切环节, 都要相配。 一旦有任何一环出现错位, 都可能会造成游戏暴死的结果, 马虎不得。 裴谦, 任何一环出现错位, 都有可能暴死。 那我怎么全都爆火了呢? 意思是, 我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呗。 裴谦的嘴角微微抽动, 总感觉这位何老师在鞭尸自己。 何安完全没有察觉, 马羊表情上的任何异常。 继续说道, 在这方面, 腾达的几款游戏, 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典范案例。 孤独的沙漠公路, 作为一款低成本游戏, 用UP主吐槽推广的方式宣传。 游戏制作人, 是一款打破次元壁的原游戏, 用大规模行为艺术的方式宣传。 Be Quiet, 是一款规则复杂, 需要耐心的游戏, 用大规模, 多人生语的RB游戏进行宣传, 同时又很好地达成了筛选玩家, 维护游戏环境的作用。 和安准备好的教学材料, 内容非常丰富。 在讲解这几款游戏的同时, 也根据教学材料上的内容进行详解, 细致地分析游戏本身的特质, 同时解释, 这样的宣传方式, 是如何一步步形成传播节点, 并最终在全网引发热烈反响的。 裴谦被迫再一次回忆起曾经的失败。 伤口撒盐。 没办法, 这是真正的一对一授课。 如果是在讲座上, 打盹或者玩手机都默认理你, 但现在俩人面对面, 稍微走个神和总都能看出来。 到时候, 何总一生气, 纷纷走人了怎么办? 裴谦只能是认真听着这些细节, 就当是看错题本了。 几个案例讲了近两个小时, 何安从游戏类型, 目标受众, 玩法特点, 宣传方式等几个方面, 对裴谦曾经的失败案例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 同时也对裴谦进行了全方位的编施。 眼瞅着何总停下来喝咖啡, 这段内容似乎是告一段落了, 裴谦赶忙抓紧时间提出自己的疑问。 何老师, 如果按照刚才的内容,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只要在宣传上造成了错位, 项目就一定会失败。 何安放下咖啡, 点点头, 凡事都不能说死, 但至少, 失败的概率会很大。 这就相当于, 很多虚假宣传的商品被人唾弃, 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 因为我国的游戏市场目前尚不成熟, 所以, 对于一些个别粗制滥造, 贩卖仇恨的课金游戏来说, 先想办法把玩家骗进来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 他们虚假宣传, 反而是提高了游戏的收入, 因为骗进来的人, 哪怕只有小部分人留下, 只要他们的充值能力强, 那就是划算的。 不过, 对于以品质取胜的单机游戏来说, 虚假宣传是雷区, 碰到了, 非死即残。 裴谦眼前一亮, 非死即残? 何总是一个用词非常严谨的人, 他用这四个字来描述, 足以说明这魔作的严重后果。 裴谦不由的心中窃喜, 还是有所收获的。 现在, 奋斗正在研发, 如果我能用好在这堂课上学到的知识,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游戏部门亏损的疏运了? 下午五点, 何安收起教材,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我要讲的都已经讲完了。 你的这份教材自己留好吧, 回去自己多温习温习这些成功案例, 久而久之, 你的水平自然有所提升。 这就叫温故而知心吗? 赔谦? 还得时时温习, 唤起自己被被刺食的记忆, 这是不是残忍了点? 算了, 就当是老师留了一个定期翻阅错题本的作业好了。 眼瞅着何安收拾好东西要走, 陪迁赶忙问道, 何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您这捷克讲了好几个腾达的游戏案例, 那下捷克, 应该不会再。 何安脸色一沉, 马总, 你的学习态度很好, 但这种挑三减四的心态, 非常不可取。 你要相信, 我会根据你的特点和水平, 挑选最适合你的教学方式。 至于具体教什么,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不要多问。 陪迁, 好的。 将何安送走之后, 陪迁不由地惆怅。 该不会以后的所有课程, 全都是通过腾达案例来讲解那些游戏设计的基础原理和知识吧。 那也太难顶了。 虽说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反着来, 吸收一些经验, 但这还是多了一步啊。 干嘛不一开始, 就了解失败经验了? 陪迁倒是想听何安讲一下失败经验, 但何安认为这些经验对他有害无益, 所以坚决不讲。 这咋整? 陪迁想了想, 钱似乎还剩了几十万。 反正也都要花出去, 不如, 再请一位老师, 专门给自己, 讲讲失败案例。 从失败中汲取经验, 从成功中, 吸取教训。 双向学习, 效果应该会更好吧。 系统建议过, 说这笔钱虽然多, 但建议还是只学一门课程, 否则贪多教不烂, 学很多门课程的结果, 多半是全都无法通过系统检验。 但是, 也莫说不能同一门课, 请两个老师吧。 陪迁越想越觉得靠谱, 赶忙打电话给新助理, 讲了一下自己新的需求。 总之,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操作, 只是这次找的, 不再是功成名就的设计师大佬, 而是有一定名气和能力, 但又有很多失败项目的设计师。 如果有那种, 赔得血本无归的项目, 那就更好了。 电话那边, 新助理依旧没有多问, 只是说这种设计师, 应该比荷安这种成名设计师更难找, 可能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 毕竟像荷安这种, 有资历, 有名气, 有成功项目的设计师, 在游戏行业内, 就那摸几个, 挨个问过去就是了。 但想要找做了失败项目, 同时还有一定名气, 并且能查到的设计师, 就会相对困难一些。 陪迁也不着急, 两天时间完全可以接受。 刚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去, 电话响了, 张元打来的。 陪迁想了想, 多半是DGE电竞俱乐部的事情有眉目了, 来跟自己汇报的。 电话里传来张元的声音, 陪总, 跟您汇报一下, 俱乐部的选职已经定了, 选手也招到一批了, 从ROF装机那边采购的电脑, 也已经全都到位了, 配置很高, 马总很满意。 陪迁对此不是很感兴趣, 都是之前已经确定好的事情, 莫傻可汇报的。 电话里听不出来具体的情况, 还是得抽时间自己亲自过去, 到现场踩一踩点, 才能踏实。 陪迁随口问道, 所以, 俱乐部的地址在哪? 哦, 陪总, 说到这个地方, 咱们都非常熟悉, 之前经常去。 因为是在通电话, 陪迁看不到张元的表情, 但从她的语气上来判断, 似乎是在微笑, 就在明云山庄。 陪迁? 明云山庄? 一听到熟悉的地名, 陪迁本能的有些慌。 荆州有这么多别墅区呢? 怎么偏偏选在这了? 张元有些小骄傲地会报道, 陪总, 我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来办的。 您说了, 场地方面不要省, 一定要大气, 最好, 直接租一个别墅。 于是我就考察了一下 荆州的别墅区, 找来找去才发现, 明云山庄这块地址子最贵。 唉, 想当年您看中明云山庄的时候, 这块地方还无人问津呢? 现在吗? 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且, 明云山庄未来肯定会成为 荆州市的新商圈, 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繁华了。 我考虑着, 俱乐部选址, 不能太靠市中心, 喧闹, 不适合集中精力训练, 但是也不能太偏远, 配套设施不完善, 各种不方便。 而且, 我之前在墨鱼网咖明云山庄店 待过一段时间, 对这一片的情况也熟。 综合考虑, 明云山庄这边最合适。 更何况, 这边还有墨鱼网咖送饭。 裴谦?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法反驳。 按照张元这模说, 明云山庄似乎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址。 虽然这个地方跟明云私厨有一点联系, 但电竞俱乐部跟高端私厨这总不能搞联合被刺了吧。 根本不搭嘎呀。 而且, 明云私厨火爆之后, 整个明云山庄变成了所谓的荆州名流汇聚之地, 房价一直在涨, 要租这里的房子肯定也挺贵的。 能够多花点钱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 裴谦点点头, 嗯, 也好。 虽然这里的别墅比别的地方稍微贵一点, 但我相信肯定是物超所值的。 张元倾渴两声, 与其中满是得意。 裴总, 最棒的地方在于, 价格不仅没有其他地方贵, 反而还更便宜。 裴谦愣住了, 啊? 为什么? 张元继续骄傲地说道, 我看中了明云山庄这个地方之后, 就亲自过去了一趟, 献了一下林灿荣店长, 又献了一下崔经理。 然后我就说起了, 裴总您想在这租别墅开一家电竞俱乐部的事情。 崔经理特别高兴, 既然是裴总的产业, 那肯定得大力支持啊。 虽说电竞俱乐部对明云山庄没石磨太大的价值, 但他们可一直记得您的恩情呢。 不过, 明云山庄的房子基本上都已经被卖光了, 所以崔经理只好帮我们联系那些买了多套房子的业主, 看看有没有愿意合适出租的。 结果裴总你猜怎么着? 裴谦很想说, 我不想猜, 但最终还是嘴角微微抽动地说道, 该不会是恰好有人跟我认识, 要低价出租吧。 猜对了, 张元的语气非常兴奋, 付回资本的李总, 您还记得吧? 就是之前开墨语网咖的时候, 跟您斗智斗勇, 结果被您的智慧所折服的那位, 裴谦? 能不记得吗? 直到现在这货, 还跟狗皮膏药一样的粘着我呢? 张元继续说道, 李总在很久之前, 甚至在明云私厨没有活起来之前, 就已经在附近投资了, 开了酒吧, 咖啡馆之类的产业。 后来, 他遇见到了明云私厨有爆火的趋势, 直接一口气买了三套别墅。 其中一套精装修的别墅一直闲置着, 一听说裴总您要用, 李总二话不说, 就贡献了出来, 说不要房租都行。 裴谦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 绝对不可以。 张元赶忙说道, 对,裴总, 我也是这么说的, 就知道, 您一向不占这种小便宜。 但是, 李总非常坚持, 我据理力争, 但是他搞投资的, 口才太好了, 我说不过他。 最后, 还是智能以友情价成交了。 崔经理说了, 既然都是裴总您的产业, 将会给到俱乐部跟明云私厨一样的优待, 物业费, 保洁费永久免除, 水电费也永久五折, 还有车位和专人修剪后花园。 我觉得盛情难却, 只好答应了下来。 裴谦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开口说道, 地址发我, 明天我过去一趟。 4月29日, 周五, 上午一大早, 裴谦坐车来到明云山庄。 不是为了去明云私厨吃饭, 今天没有预约。 裴谦这次来, 是要看一下DGE俱乐部的情况。 房租也给了友情价, 物业费也免了。 而且, 还是在张员非常熟悉的地盘。 这DGE俱乐部开局这么顺利, 可还行。 必须的亲自到现场看看, 安排一番。 DGE俱乐部的这套别墅, 跟明云私厨稍微隔着一点距离, 但也不算太远, 不幸五分钟左右就能到。 进入别墅,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看起来有点空荡的大厅。 因为是不同的房型, 所以这里跟明云私厨的布局并不完全相同, 不过总体而言, 大同小异。 客厅里已经摆好了电脑桌和电竞椅, 清一色的ROF电脑整齐的排布着, 显然这块最大的空间, 是准备拿来当城市选手们的训练室。 至于其他的房间, 应该是打算当做选手们的宿舍。 李总一口气买了三套别墅等升职, 显然没必要把所有别墅都花大钱, 再重新按照自己的心意装修一遍。 像这个别墅, 就基本维持着原装, 只有墙面、地面、灯具等基础装修。 这倒是给张元省了不少的事, 稍微准备一番就可以用了, 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 整个大厅中一共有十二台电脑, 十个网瘾少年模样的人正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 敲击键盘鼠标, 全神贯注, 急哨说话。 裴谦感觉有点意外, 这是在5V5玩GOG呢? 那不该大声喊出来指挥队友吗? 怎么这么安静? 又看了一眼电脑屏幕, 确认了, 就是GOG呀。 而且似乎是同一局游戏啊。 那怎么没人说话呢? 看到裴总到了, 张元赶忙, 赢了上来。 裴谦环顾四周, 马阳莫来吗? 之前裴谦说过, 让老马没事干的时候, 多来俱乐部这边给张元帮帮忙。 而且昨天张元说, ROF的电脑很好用, 马总很满意, 说明马阳昨天是在的。 张元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裴总, 马总最近本来一直在这边的, 不过今天似乎不打算过来了。 他昨天, 稍微有一点点不开心。 裴谦? 嗯? 印象中老马, 是个乐天派。 除了考试考五十九分之外, 还有什么能让他不开心吗? 张元解释道, 昨天这些选手到了之后, 马总非常兴奋, 说要检验一下他们的水平, 就亲自上场, 跟他们一起打了一盘游戏。 这几个孩子, 一点都不懂人情事故, 在我五次三番眼神暗示的情况下, 还是把马总杀成了零杠二十八。 裴谦不由得乐了。 老马呀老马, 你个混子也有今天, 简直是大快人心, 让你平时一直混, 一直坑我, 还怪我不够, Carrie。 这下好了吧? 对你自己的真实水平, 有点数了吧? 遭遇一顿社会的毒打, 以后还敢不敢在我面前, 炫耀你的游戏理解了? 裴谦还顾场内, 是哪级位壮士钱呢? 张元孩, 以为裴总要寻仇, 赶忙说道, 裴总,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教育过他们了, 下次绝对不会, 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更何况, 这是, 这是我也有责任。 我看马总死了两次, 赶忙给大家眼神暗示, 示意大家赶紧放水, 结果大家反而越杀越起劲。 事后我一问才知道, 他们以为我是在让他们加大力度, 裴谦简直想要大笑三声, 这怎么能批评呢? 立刻全员加奖, 如果连公平竞技的精神都不具备, 以后怎么能当好一个职业选手呢? 这些人面对马总, 也能做得毫不留情, 全力以赴, 恰恰证明了, 他们都是当职业选手的好苗子啊。 这种精神, 必须鼓励。 张元抿了抿嘴唇, 眼神中充满感动。 好的裴总, 我明白了, 本以为裴总会因为自己的好兄弟, 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而生气, 没想到, 却是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要嘉奖。 裴总的这种公正的精神, 值得学习。 两个人继续聊着, 选手们仍旧认真打游戏, 带着耳机全神贯注, 完全不受影响。 裴谦在跟张元说话的同时, 持续观察了一下, 发现这些人确实是一言不发, 不由地疑惑到, 他们是在单排, 还是在对战? 张元, 分成两队对战, 裴谦更加疑惑了, 那是靠眼神交流, 还是脑电波交流? 难不成你找到了两队的五胞胎, 心念想通的那种? 这场的也不像啊。 张元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嗨嗨, 裴总您真幽默。 他转头看了看这些选手, 把裴总请出客厅, 来到院子里继续说道, 这些选手都有点, 怎么说呢? 过于内向, 就是俗话说得自闭, 特别不爱说话。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调教呢吗? 我也知道God是个团队游戏, 队员之间不开口交流, 肯定不行, 但性格这东西,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 裴谦有点惊讶, 十个人, 全都自闭。 就算是网瘾少年, 这概率, 也不能这魔高吧? 还是说, 你故意挑的? 裴谦不由得在想, 莫不是张元这次开窍啊? 我都没有专门指点, 他就已经想到了, 要专挑自闭而同来当职业选手。 张元稍显不好意思, 裴总, 不是故意挑的, 是就胜着魔点选择了, 我莫得选啊。 裴谦? 嗯? 此话怎讲? 张元清轻叹了口气, 还不是因为DGE俱乐部的性质。 裴总您一直强调, 我们要开诚布公, 不能隐瞒欺骗。 我也是一直秉持着这个思想, 去处理工作的。 所以, 去GOT天地榜上挖人的时候, 我也都实话实说了。 刚开始, 我把俱乐部的条件简单说了一下, 包括底薪啊, 奖金啊之类的, 对方都特别满意, 因为咱们俱乐部的待遇, 比其他俱乐部都要高, 还有个重用人的福利。 结果我一说, 咱们俱乐部不能参加任何GOT官方的赛事, 对方当场就拒绝了。 因为愿意打职业的, 那都是想拿冠军的。 来咱们俱乐部别说拿冠军了, 连比赛都打不了。 没有曝光度, 没有奖金, 就只有个底薪。 打职业是个青春饭, 谁愿意只拿个底薪? 所以, 最后招来的都是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口才不行, 性格内向的选手。 即使这样, 我跟他们签合同的时候, 他们都不愿意签三年, 只愿意签一年呢。 不过裴总您放心, 这十个人的分段都不低, 很年轻, 游戏理解也不错, 算得上是好苗子。 我正在想办法, 纠正他们的心态。 裴签明白了,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很好, 非常好。 确实, 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打职业的网瘾少年来说, 就算签约俱乐部, 肯定也要获比三家。 职业选手是个青春饭, 最重要的, 就是奖金和曝光度。 光指望着这点死工资, 年纪大了怎么办? DGE俱乐部不能参加任何官方赛事, 奖金和曝光度都没法指望, 谁愿意来? 即使招到了几个没人要的网瘾少年, 人家也都是把这里当跳板的, 打一年稍微提升提升自己, 一旦有机会的话, 就要跳槽到别的俱乐部去了。 裴签对此非常满意。 他好了。 这样一来, 这家俱乐部更不可能赚钱了, 只能是纯烧钱了。 不过, 还是不能过分乐观。 张元说正在努力纠正他们的心态, 好好调教, 显然是认真的。 所以, 你打算怎么做? 裴签问道。 张元想了想, 我打算先给他们两天时间适应适应, 同时呢, 我也想办法, 再去物色一个教练。 最好是资历比较老的, 在其他电竞部门做过教练的, 能服众的, 请他来对这些选手, 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要求他们, 必须跟队友沟通, 同时努力开发各种战术。 神奇, 某些战队的教练, 或者助教就不错。 裴签沉默不语, 似乎是个相当靠谱的办法呢。 确实, 一个好教练队团队的提升, 是至关重要的, 甚至能够起到脱胎换骨的效果。 那就更不能放任张员去找了。 裴签轻渴两声, 我觉得不妥。 张员一愣, 裴总另有高见。 裴签在别墅的花园中缓缓踱步, 张员在旁边默默跟上, 认真听着。 首先, Gog是一款全新的游戏, 在游戏机制上跟神奇, 或者其他类似的竞技项目都有很大差别, 从其他项目引进教练, 他的刻板思维可能会影响到选手。 选手们都是高分段的路人, 你让一个游戏理解, 不如他们的人来教, 表面上提升了团队协作性, 实际上雀炎虫压抑了他们的天分。 其次, 就像你说的, 自闭的性格是天生的,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强行让他们互相交流, 很可能不仅达不到交流的效果, 还让他们原本专注于自身操作的优势丧失了, 寒丹学步, 得不尝试。 最后, 神奇和很多其他电竞项目, 目前的发展并不好, 非常不正规。 目前国内主要的电竞俱乐部, 一种是选手兼职带练, 俱乐部同时也是工作室的, 另一种就是富二代玩票性质的。 而这两种俱乐部, 内部都乱成一团, 也根本无法提供什么有用的经验, 反而会带来不良风气。 张元沉默许久, 恍然点头。 嗯, 裴总您说的这一层, 我之前确实没有想到。 可是按您的这种说法, 这问题似乎无解呀。 选手们都自闭, 所以干脆就不要交流了。 俱乐部都不正规, 所以干脆就不找教练了。 这, 似乎也有些不妥吧。 裴谦有点无语, 这个时候, 你怎么不脑补了呢? 真是的, 我还得想办法解释。 裴谦倾可两声, 我的意思是, 这种事情不要总是急功近利, 要徐徐途之。 要慢慢地, 让这些自闭而同对彼此敞开心扉。 我们不从其他俱乐部请教练, 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物色吗? 张元想了想, 好的裴总, 您就说怎么办吧? 裴谦不由地微微点头, 嗯, 这个画风才正常吗? 这样吧, 把所有的集体训练项目全都取消, 让他们继续去打单牌。 至于教练, 我想办法物色, 两周之内给你带来。 张元不宜有他, 点了点头, 好的裴总, 您挑人的眼光, 我绝对放心。 4月30日, 周六, 裴谦吃过午饭, 溜达着往托管健身房走去。 之前跟张元说过了, 要帮俱乐部找一名教练, 但是这教练具体去哪找呢? 裴谦还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专业的电竞教练, 肯定不行。 因为目前, GOG还是一款新兴游戏。 虽然裴谦听说, 似乎有一些老牌俱乐部也在筹划GOG分布, 但整体而言, 热度不够, 正规性更是无从谈起。 换句话说, 起步阶段, 大家的水平还都很低。 因为俱乐部要为某个游戏开分布, 肯定得先考察一下, 这款游戏到底能不能长时间地在国内活下去? 如果刚开了分布, 投入了资源开始训练, 游戏就凉了, 分布只能解散, 那不是白忙活吗? 目前, GOG跟IOI打得不可开交, 很多俱乐部的想法都是, 挑这两款游戏中的胜利者, 这两款新兴的MobileA类游戏, 只要养一个分布就够了。 所以, 目前即使是组建了GOG分布的队伍, 也全都是菜鸡互拙。 这个时候, 一个专业教练, 哪怕是一个并不那么优秀的专业教练, 给战队带来的提升也是脱胎换骨的。 张元虽然不是很懂电竞, 但他至少不纯, 找来的教练多半不会太差。 如果再加上裴总一直以来的迷之运气, 不小心在队员或者教练中, 蹦出来一个SSR, 那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裴谦必须得想办法找个能让自己满意的教练, 同时还让张元无话可说才行。 嗯, 可太难了。 裴谦想得有点恼人疼, 不过好在之前跟张元说好了, 两周之内找到这个人选, 所以, 还不需要太着急。 来到托管健身房门口, 裴谦迈步走路。 同样是周末, 健身房的人却明显比上次来的时候减少了。 裴谦愣了一下, 随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不由得狂喜。 上周的顾客, 有不少都已经被劝退了。 因为托管健身房特殊的收费模式, 很多人办会员的时候是不需要犹豫的, 毕竟余额全都可以退。 但这些人却不一定能严格按照规划好的训练计划, 一直坚持下来。 一旦这些人坚持不下来, 就会被退款, 并且短期内无法再加入。 于是, 也就成功劝退了一批顾客。 虽说那块告示牌确实引来了一批顾客, 也确实有人办了会员, 但在托管健身房的规则面前, 坚持不下去又有什么用呢? 裴谦不由得为自己的英明, 而有些小骄傲。 除此之外, 跟上周相比, 托管健身房还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健身房内的常驻服务人员数量达到了三个。 原本只有一名负责发放手环, 接待的前台, 教练们闲得没事也会稍微客串一下接待, 指引的工作。 现在, 服务人员也得到了扩充, 同样是轮休上班, 健身房常驻三个服务人员。 一个前台, 主要负责接待工作, 如登记顾客信息, 发放毛巾, 手环, 谁等。 一个行政, 负责日常的公司业务, 比如教练排班, 与摸鱼外卖对接等工作。 一个规划师, 负责安排日程, 制定训练计划, 分析健身房目前的顾客信息等工作。 当然, 这三个职位的分工病没有那么明确, 有时候也会互相帮忙。 裴总, 前台是最先看到裴签的。 裴总好。 时至中午, 行政正在跟两个教练一起安排今天的健身餐。 裴总, 规划师在休息区的笔记本上认真敲击着键盘, 看到裴签之后, 站起身来点头致意。 裴签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点了点头。 之所以对这位规划师多了一些表情, 是因为, 这位规划师的真实身份, 是安插进来的卧底, 是18名管培生之一。 在私下里, 管培生叫裴签学长, 在公共场合, 还是得叫裴总的。 否则岂不是露线了? 暗示大家有, 这样一个神秘部门存在魔。 健身房的岗位, 都是轮休的。 这名管培生, 虽然是在校生, 但本身课程不多, 而且汉东大学出门走两步, 就能到托管健身房。 所以, 还是足以胜任自己的这部分工作。 托管健身的规划师, 这个岗位, 在其他健身房都没有。 这是因为, 托管健身房的机制, 跟其他健身房不同。 为了降低高峰期的客流量, 国立成向赔签建议, 应该做一个APP, 让顾客们自己预约时间, 控制同一时间健身房的人数。 同时要在最开始, 就针对每个顾客的时间, 进行初步安排。 比如发现周四的顾客特别多, 纳摩之后, 再有周四想来的顾客, 就不能接待了, 除非换个时间。 目前, APP距离研发出来。 还有一段时间, 这些时间, 都只能有规划师手动完成。 不过, 由于现在健身房的人数比较少, 远远没到健身房所能承载的极限, 所以, 倒也不会耽误什么。 目前规划师这个职位, 顶多也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安排, 不需要具体到某一天的某个时间段。 陪欠安排这位管陪生担任规划师, 主要是让他掌握健身房的最精确资料, 时刻了解健身房目前的人数, 距离盈利还有多远。 下周六才会开第一次管陪生例会, 但陪欠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跟众人打过招呼, 来到这名管陪生身边坐下。 管陪生人太多, 陪欠忘记他叫什么了, 但没关系。 只要记住他是哪个部门的卧底就够了。 现在健身房距离盈利还有多远? 陪欠用闲聊的语气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名管陪生认真地回答, 陪总, 以目前健身房的日常开销而言, 不考虑墨鱼外卖的利润, 平均每天大约要200人次才能收回成本。 如果考虑到器械折旧, 日常维护, 并且还要获得一定的利润, 尽快收回健身器材等前期投入。 那么, 每天300人次是比较好的数字。 我们目前的数字是, 二十几。 即使是人数的高峰期, 整个健身房的利用率也还不到四分之一。 陪欠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 看看, 不愧是我调教出来的管陪生, 汇报工作干净利落, 不掺杂任何多余的信息。 陪欠赞许地点点头, 不错, 继续加油。 目前的情况距离盈利还差得很远, 这是个不错的利好消息。 陪欠琢磨着, 差不多可以考虑开分店了。 他继续溜达着往里走, 在力量训练区见到了正在疯狂撸铁的果力城。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跟上周来的时候相比, 果力城的块头似乎又大了一圈。 陪欠对此很满意。 这个果力城很听话吗? 之前让他努力练习, 争取比所有教练块头都大, 这样一来就没有精力搞哪些花里胡哨的营销活动, 健身房也就不会赚钱。 果力城果然在努力训练, 肌肉可不会撒谎。 看到陪总来了, 果力城赶忙把杠铃放好, 站起身来。 陪总, 我是在。 果力城刚想解释, 裴谦已经抬手阻止了他。 你做得很好, 作为整个健身房的店长和招牌, 你的身材一定是要最好的, 才能吸引顾客。 所以, 一定不能松懈, 要继续坚持下去。 我今天过来是想问一下, 你知道的, 还有没有类似这种装修比较好的, 地方比较大的健身房? 尤其是在墨鱼网咖, 或者腾达各部门办公地点附近的。 哦, 对了, 明云山庄附近也要有。 果力城愣了一下, 裴总, 您是想考察学习, 还是? 裴谦微微一笑, 当然是要开分店。 果力城茫然了。 啊? 现在这个健身房, 一共也没几个学员呢? 挣得钱连亏损的零头都不到, 就这还要开分店? 而且看裴总这意思, 还不止开一家。 果力城赶忙说道, 裴总, 三思啊。 裴谦一抬手, 示意他打住, 我已经三思过了。 你就把这些适合的健身房名单交给我就行了。 我安排人去谈, 看看有多少愿意转让。 然后就要麻烦, 你再继续微分店准备健身器材, 招人之类的了。 果力城张了张嘴, 还想再劝一下, 但是看到裴总的态度如此坚决, 也只好点点头。 好的裴总, 我明白了。 嗯, 裴总, 您刚才说选址的规则是? 裴谦重负道, 这一批次, 开三到五家分店, 有些健身房肯定不愿意转让, 所以, 你尽量给我十个地址吧。 其中一个必须在明云山庄附近, 其他的, 也都要在摸鱼网咖或者腾达其他的业务部门办公地点附近。 之所以这样选址,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健身餐的供应,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员工们提供福利。 裴谦始终没有忘记, 托管健身房和树懒公寓这两个项目, 一方面是为了亏钱,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 本来就不赚钱, 然后再用员工福利很薅自己的羊毛, 简直就是双倍的快乐。 这家旗舰店的观察期已经告一段落了, 目前来看情况还比较乐观, 虽然也有一些顾客, 但距离盈利差得太远了。 既然如此, 差不多也可以陆陆续续地把自己的员工给放进来了。 至于为什么要陆陆续续, 分期分批的呢? 因为系统在这方面有限制, 不管是树懒公寓还是共享健身房, 为员工提供福利, 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比如树懒公寓, 假如有100套房间, 只能将其中的30套用作员工宿舍。 餐馆, 健身房也是同理, 可以拿来做员工福利, 但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保证其他消费者也能用得上, 不能完全被员工福利给独占。 而且, 这个比例有严格限制。 所以, 想要为所有员工都制定健身计划, 陪迁还得开很多家健身房才行。 好在, 只要这玩意能亏钱, 陪总就有足够的动力。 5月1日, 周日, 陪迁再次来到学校附近的咖啡馆。 今天, 他要献一位新的游戏制作人。 系统允许用来交学费的160万额度, 目前只用了100万, 还剩下60万墨花出去。 所以, 陪迁之前就让新助理去物色一名, 做过一些失败项目。 同时又有一定名气的设计师, 想要学习一点成功经验。 至于什么要在失败的同时, 还有一定名气? 这是因为陪迁想要尽可能排除个人能力因素的干扰。 如果一个制作人本身就很失败, 一无是处, 一方面是, 系统不云予许给他开着摩多学费, 另一方面, 他的失败因素也不够突出, 难以学习。 如果一个人满身都是失败因素, 那陪迁学哪个呢? 万一学到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 那不是白忙活吗? 就得找那众有能力, 有成功经验的设计师, 他们身上的失败因素会非常明显, 就像是直接高亮标注了一样, 便于学习。 和安讲的主要是腾达项目的成功原因, 对陪迁来说就是错题本, 是大型纠错练习。 今天这位大佬则主要是讲他自己的失败经历, 对陪迁来说就是一本标准习题词。 把和安讲的内容和今天这位制作人讲的内容结合起来, 岂不是就成了? 而且请两位大佬给自己讲课, 成功消化掉180万, 还学到了游戏制作的专业之时。 如果结算时能够通过系统的考核, 未来又能凭借学到的东西做出赔钱的游戏。 岂不写赚? 而相对于和安讲错题的形式, 今天这位大佬将会直接讲标准答案, 对陪迁来说, 这其中的亏钱之实会更容易吸收一些。 所以, 陪迁对这次的见面, 十分期待。 来到咖啡馆没多久, 这位游戏制作人就到了。 马总您好, 我是秋红。 一个长发飘飘,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跟陪迁亲切握手。 来之前, 陪迁已经大致查看了这位秋红的履历, 跟和安那重远古巨老的光鲜履历不同。 这位秋红的游戏制作事业可以说是颇多坎坷, 命途多舛。 他的履历可以看成是目前国内游戏市场状年一代的模板。 在2001年左右入行, 入行之后进入国内某大型游戏公司担任数值策划, 并成功开发出一款成功的仙侠题材端游, 当然是课金游戏。 两年后, 凭借成功项目履历跳槽到另外一家游戏公司, 作为主策划开发某西换背景端游, 项目铺接开发整整一年, 然而最终测试数据极差, 无奈夭折。 之后, 他又换了一家游戏公司, 继续担任主策画制作某国战题材课金游戏, 这次获得了成功, 成功拿下月流水过亿的傲人成绩。 这款国战游戏算得上是长青数, 虽说在半年之后就收入下滑, 但还是维持运营了三年的时间, 也为秋红积累了不错的声望。 凭借着这款项目积累的声望, 秋红决定自立门户, 自己找到投资, 成立了一家游戏公司, 开发一款课金手游, 再度铺接。 目前, 因为自己的游戏项目已然失败, 秋红稍微有一些心灰意冷, 正好处于无所事事, 想要散散心的状态。 所以, 在听说, 有人花十万块听自己讲一节课的时候, 欣然同意, 来到了荆州。 对于秋红的这个履历, 裴谦是很满意的。 简单代括起来就是, 站得够高, 摔得够惨。 这位显然是专注于国产客金游戏领域, 并且在五六年前, 就已经以主策划的身份, 拿到了月流水过亿的成绩, 这非常值得骄傲。 而且, 秋红稍两次失败的经历, 看起来都不是因为起而失败的。 第一次失败, 他跳槽去的那家公司, 财大气粗, 而且准备豪制千金打造一款那个年代看起来的大作, 完全不缺钱。 第二次失败, 他也拿到了投资人足够多的资金才开始创业, 同样不缺钱。 但即使如此, 有成功游戏经历, 且在游戏行业内有丰厚积累的秋红, 还是创业失败了。 投入巨大, 损失惨重, 上千万的资金, 直接打了水漂, 这非常符合赔谦的预期。 赔谦坚信, 在秋红的经历中, 一定有值得自己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服务生端上咖啡, 两个人边喝边聊。 秋红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履历, 从态度上来看, 他跟河安的区别非常明显。 河安显然是那众业内巨老, 成功人士, 资历上就碾压了业内九成九的设计师, 给人讲课也全凭兴趣, 老爷子身上自带一种傲气。 即使马阳出二十万亿捷克的价格请他授课, 河安也会坚决地按照自己想讲的内容进行讲述。 你爱听不听, 不听我就走人了。 而秋红则完全不同, 虽然有过成功经历, 但他深知, 自己在游戏行业中, 还算不上什么顶尖的游戏制作人。 所以非常客气, 对面这位马总, 想听什么, 他就愿意讲什么。 毕竟秋红是数值策划, 而且只做国产课金游戏, 这一类型的设计师大部分都有一个显着特点, 就是不会跟钱过不去。 秋红觉得, 既然这位马总出了十万块钱一节课的价格要听课, 而且还包往返机票接送等开支, 那就跟课金土豪玩家与自己的关系一样, 绝对的一时父母。 肯定是要尽一切可能满足马总的需求。 所以, 在听马总说要听自己的失败经历时, 秋红也并不生气, 只是确认了一下, 就欣然同意了。 也好, 既然马总想听, 那我就讲一讲。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要事先声明。 如果讲成功经历的话, 我肯定要花一点时间进行准备, 毕竟每一个成功案例, 都是无数个成功因素组合起来的, 必须把每一个成功因素全都厘清, 才能还原这个成功游戏的全貌。 但失败经历讲起来就容易很多了, 我也不需要花时间准备。 俗话说千里之低溃于乙学, 很多时候你做对了99个选择, 但是只做错了一个选择, 依旧会导致失败。 分析失败原因, 只要在失败项目中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失败因素, 就可以了。 秋红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向马总讲述自己的授课思路, 态度很明确, 就是要尽可能指的马总的同意。 裴谦很高兴, 太好了, 我就想学习一下溃于乙学的教训, 请您务必好好讲讲。 秋红点点头, 好, 那接下来的这些课程中, 每节课, 我都讲一个会导致项目失败的关键因素。 相信以马总的聪明才智, 一定能够很好地避免或者想出解决方案。 裴谦露出一个微笑, 那是一定。 秋红喝了一口咖啡, 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那么今天的第一节课, 我想从一个比较基础, 但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入手。 项目管理, 游戏, 电影, 动漫等行业, 相比于小说, 自媒体等, 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们是需要密切分工合作的行业。 也就是说, 你一个人再厉害也没用。 如果你的同事都是一群摸鱼, 混日子的人, 再好的点子也做不出来。 即使是一个天才游戏制作人, 也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制作团队, 才能把自己的设计变为成功的游戏项目。 而人都是有惰性的, 游戏项目中的很多员工, 仅仅是把自己的职位当成一份正死工资, 养家糊口的工作, 并不会把它当成是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 所以大部分时候,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都是被自己压抑住的。 这个时候, 项目管理的手段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之所以曾经做出成功项目, 自己创业却失败了,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在于我对于项目管理的能力有所欠缺。 由此带来的恶果是, 我在原本公司制定的开发计划总能够顺利完成最多延期一周。 而在自己的公司, 制定的开发计划却总是一拖再拖, 即使多次延期, 做出来的游戏还是不能符合我自己的预期。 每个部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互相推诿, 看似每个人都完成了分内的工作, 但仔细观察又会发现他们似乎都没有在推动整个项目的进行。 每个人稍微拖延一点点时间, 项目的开发进度就完全崩溃了。 裴谦默默地听着, 脸上露出神网的表情。 好, 好羡慕, 看看人家的员工, 老板什么都不用说, 自己就会摸鱼。 而腾达的员工呢? 老板在这拼命鼓励大家滑水, 摸鱼, 结果他们一个个想方设法地加班。 只不过除了羡慕, 裴谦却完全没有从这个宝贵的失败经验中学到什么可操作的方法。 按照邱红说的, 失败的项目管理会让公司变成一盘散沙, 再牛逼的设计默然配合, 也根本做不出来。 但这时候, 裴谦就有疑问了。 我压根就没有进行过任何项目管理啊。 那为什么我的员工不但没有变成一盘散沙, 反而变成铁板一块呢? 挣扎不进, 水泼不进, 我想找个突破口都特魔地找不到。 邱红说的这些事情, 裴谦非常神往, 但听来听去, 还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如果按照邱红的说法, 她的失败就在于做得不够多, 没有很好的利用项目管理, 激发员工们的干警, 或者说, 没有对偷懒的员工进行有效的监督。 但是裴谦琢磨着, 邱红只是做得不够多, 而自己是, 什么都莫做啊。 我不仅没, 正向监督员工, 还反向监督了, 把那些加班狗拳都赶回家了。 按理说, 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啊, 那为啥起到了反效果呢? 到底是我出了问题, 还是我的员工出了问题? 真是令人头疼啊。 显然, 邱红对自己的失败经历非常怨念, 刚开始的时候, 还能够保持淡然心态, 但很快, 她的语气就从陈述事实, 逐渐变成了抱怨。 裴谦能够听出, 邱红的那种窝火的感觉。 作为一个有过成功项目的游戏制作人, 邱红的游戏设计能力, 肯定是莫问题的。 当然, 她的游戏设计能力, 特指国产客金游戏的设计能力, 其他类型的游戏设计能力, 基本没有。 但问题在于, 邱红也从没有想过, 要去做其他类型的游戏。 她一直以来的目标都非常明确, 就是认认真真的做客金网游, 赚钱。 显然, 创业失败跟她的设计能力没关系, 只能说她没有当好一个好老板。 邱红反复强调的项目管理问题, 正是她创业失败的最关键问题, 在这一点上, 她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邱红还跟马阳分享了, 自己为了加强项目管理, 而进行的一系列举措。 例如, 强制员工上下班打卡, 自己每天早到, 晚走监督员工, 决定把游戏盈利的10% 给员工作为奖金等等。 这些举措, 确实让公司的状况有所好转, 效率有所提升, 但依旧无法挽救失败的厄运。 裴签听得有点小蛋疼。 听起来, 这确实是一个失败因素。 但是, 对自己而言, 似乎没用啊。 我的员工, 已经是一群嗷嗷叫的奋斗逼了。 我特意把项目奖金, 跟项目盈利脱钩, 跟口碑挂钩, 就是为了让他们, 不要一门新思想的赚钱。 如果按游戏盈利, 给员工发奖金, 那岂不是当场爆炸? 关键在于, 邱红说, 失败的原因是, 员工偷懒。 而裴签纠结的问题在于, 他已经想方设法递鼓励员工偷懒了, 可员工们就是不偷懒啊。 这咋整? 虽然知道了正确答案, 但根本没有可行的解题思路和步骤啊。 邱红越讲越感慨, 越讲越来劲, 裴签也不太好意思打断他。 终于, 邱红大概是讲累了, 停下来喝了一口咖啡。 裴签是探着说道, 那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您知道什么样的规定, 可能会导致员工偷懒, 项目进度失控吗? 邱红愣住了, 啊? 偷懒这件事情不是天生的吗? 你什么都不要做, 他们自然就会偷懒了。 裴签? 不对啊, 这跟我的经验对不上啊。 我有段时间确实从来不管, 一天在办公室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 但是我的游戏项目, 还是如期制作出来了。 裴签又问道, 那, 如果我让所有员工完全不打卡, 零食和饮料管购, 严禁加班, 项目奖金跟项目盈利完全没关系, 也从来不过问项目的开发进度。 然而, 游戏还是如期制作完成, 而且还赚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邱红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那是一种名为你在开什么玩笑的表情。 绝无可能。 马总, 如果要做白日梦的话, 建议还是做那重重彩票的白日梦, 实现起来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 裴签一拍手, 感觉自己遇到了知音, 对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应该是绝无可能才对啊。 但是据我所知, 我们公司的游戏部门, 似乎就是这么做的。 邱红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微微摇头, 喝了口咖啡。 而后, 他声音中带着些苦涩地说道, 马总, 那只是你看到的表象而已。 那说明腾达游戏部门领导者的项目管理能力, 已经真于化尽, 已经超脱了, 你能够看懂的层次, 而达到了一种反扑归真的效果。 这种顶尖的项目管理能力, 可不是谁都能学的。 就像某些武侠小说中, 主角说无招胜有招, 但是如果你也忘掉所有招式, 马上就要被打得鼻青脸肿。 马总, 听我一句劝, 忘掉腾达游戏部门的事情。 这种能力, 你是学不来的。 当然, 我不是针对你, 我也学不来。 这世界尚绝大多数人都学不来。 裴总这样的商业奇才, 万中无一啊, 这种人的经验, 是不能拿来参考的。 裴谦? 忘掉腾达游戏部门的事情? 不行啊, 我现在就是为了要解决游戏部门的问题, 你怎么能劝我放弃呢? 还有什么反扑归真, 什么质余化尽, 你说的这都是啥吗? 裴谦很无语, 说好的分享失败经验呢? 怎么又变成鞭尸了? 秋红看了看表, 啊, 时间到了。 马总, 跟你聊天非常开心, 我很久, 没有跟人如此畅谈了, 胸中苦闷简直是一扫而空啊。 裴谦? 你的胸中苦闷一扫而空吗? 可我的胸中苦闷, 似乎却完全没有任何好转, 反而加重了呢。 裴谦问道, 所以, 下次来的时候, 你会讲新的失败要素, 对吧? 秋红点点头, 当然, 我隐约觉得, 马总似乎可以跟我成为知己, 我们身上都有一种特质。 是什么特质呢? 似乎都是空有一枪暴富, 却无从施展, 空有一个目标, 却无人配合。 马总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攻克难关。 总之, 我一定置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们共同进步。 空有一个目标, 却无人配合。 你说得太对了。 裴谦默默地想了想, 虽然自己和秋红的目标不同, 但都在努力地从失败的泥潭中挣脱, 向着美好的明天而前进啊。 从这一点来说, 似乎还真的能够成为知己。 裴谦也不由地被感动到了, 跟秋红伸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好的, 让我们一起加油。 5月3日, 周二, 欧图科技。 假期刚过, 欧图科技的员工们第一天上班, 就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 常有从办公区走过, 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目光随意扫过, 将员工们的状态尽收眼底。 难不成, 腾达精神的影响真的这么明显? 常有稍有些疑惑。 他能够感觉出, 欧图科技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 欧图科技自去年11月正式成立以来, 目前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包括常有在内的骨干员工, 都是从红尘科技出来的, 裴总从未插手过公司的日常事务, 空降过来的领总监, 也从未对公司管理指手画脚。 所以, 欧图科技在成立之初的工作方式, 跟红尘科技那边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现在, 人还是这些人, 大家的工作方式, 却似乎在不断地往腾达的工作方式转变。 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在于, 大家的工作时间缩短了, 但工作量却没变。 这意味着, 整体的工作效率提升了。 常有还记得, 之前在红尘科技的时候, 他从员工们的办公区走过, 总是能够看出来有人在摸鱼。 当然, 他不会指出来, 毕竟那时候他觉得, 人不可能一直维持高效的工作状态, 偶尔的摸鱼是人之常情。 然而现在, 员工们似乎都在高效率地完成工作, 急少摸鱼了。 这两种状态, 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 就拿今天来说, 如果是在红尘科技, 大家上午肯定是整理一下本周工作计划, 回一下上周末积累的邮件, 然后稍微玩玩手机, 一上午就过去了。 可现在, 大家只用半个多小时, 就完成了整理工作计划, 回复邮件的工作, 其他的时间全都拿出来工作, 一个比一个着急。 最关键的是, 裴总很少来这边, 而且也从未要求大家, 进行腾达精神的学习。 那么, 这种钱一默化的影响, 又是如何渗透进来,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呢? 常有越琢磨, 就越觉得裴总的项目管理方面有一套。 以前常有总是要各种查考情, 定目标, 还要时不时地催问。 现在根本不用了, 整个公司简直是如臂食指, 只拿打了, 大家配合起来非常默契。 有这样一套高明至极的项目管理方法, 常有觉得自己简直是太舒服了, 根本不用再浪费精力跟员工扯皮, 而是可以集中精力, 思考公司接下来的业务发展方向。 有时间一定要向裴总这个管理学大师请教一下,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种润物细无声效果的, 是不是对项目管理有一套自己的哲学理念。 完成对裴总的日常脑补之后, 常有继续进行这周的工作。 今天, 他要解开一个裴总留下的谜题。 之前裴总给 Auto科技安排任务的时候, 提出了未来的规划, 不要再做新手机了, 把时间拉长到十个月左右, 成立一个软件实验室, 做一些用得上的APP, 完善一下手机系统, 优化一下影像算法。 对于这一点, 常有已经解读过了。 他认真反思一番之后, 觉得裴总的这个方略非常正确。 Auto E手机是一款售价很高的高端手机, 但同时也是一台充满缺陷的手机。 如果立刻研发新机, 让那些已经买了EE手机的顾客怎么想? 我把这手机当宝贝, 你去把我当韭菜。 Auto的定价策略就是永不降价, 可如果初心机过于平凡, 那要把旧款手机的顾客置于何地? 虽然会提供以旧换新服务, 但这重平凡出新机的行为, 必然还是会冲淡手机好不容易初步打造的品牌价值。 所以, 裴总要用一年时间打磨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 影像算法, 各种厂用APP等等, 这至少有三层含义。 完成对消费者的承诺。 将新手机发布的周期拉长到一年, 确保到时候能够用上更多更先进的成熟技术, 让下一部手机有更多噱头, 同时也更好地让一一手机保值。 投入大量时间用于软件研发, 提升手机附加值, 补期短板, 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 解答出裴总下一阶段方针的深意之后, 厂有立刻拍板决定, 赤巨资成立一个影像实验室, 专门用于调教手机镜头, 优化影像算法, 在拍照和软件方面发力。 但是刚解读出来裴总的, 意图之后末两天, 裴总新的只是诱导了。 这次, 厂有困惑了。 裴总竟然要求, Auto科技开发一款, 用于健身房报名的APP。 这款APP的功能需求很简单, 是一个叫做果力城的人提出的。 顾客登录APP之后, 可以在上面查看自己的健身数据, 预约健身时间等等, 仅此而已。 常有很费解, 这模简单的功能, 至于交给Auto科技来做吗? 我们的软件团队, 负责开发的, 都是那种更复杂的APP。 就这模个健身房报名的PoreAPP, 随便找个团队不就做了? 裴总为什么指名点信的要交给我们? 而且, 这个APP跟之前裴总确定的大方向, 也根本不挨诈。 最奇怪的是, 裴总特意强调, 不要在手机上预装这款软件。 为啥呢? 常有虽然在接到这个要求的第一时间, 就安排人去做了, 但这磨多天过去, 他还是没能参透这其中的深意。 如果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 肯定老老实实地完成健身软件需求的功能就完事了。 但是, 经过了AtoE手机的成功, 常有很清楚, 裴总亲自交代的任务, 就算看起来再怎么简单, 也绝对是另有深意。 否则, 裴总为什么亲自交代? 嗯, 用林总监讲述的方法, 分析一番。 这关乎欧图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 手机行业瞬息万变, 一步错, 步步错, 千万马虎不得。 如果是刚来时的常有, 很可能不会多想, 直接把这个人物委派给手下人, 只要保质保量地完成需求就可以了。 但是经过了这半年时间的磨练, 常有觉得自己从裴总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眼光和方向。 有一位著名企业家曾经说过风口上的猪理论, 意思是, 作为顶尖企业家想要有所成就, 最重要的是找对风口。 手机行业无疑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风口, 可并不是谁都有能力做那只在风口上的猪。 稍不留神被挤下了位置, 就要摔得粉身碎骨。 换句话说, 努力决定你的下限, 而眼光决定你的上限。 常有本来觉得, 自己的眼光不错, 在同行中属于佼佼者。 可见到裴总之后才发现, 自己简直是井底之蛙, 太自大了。 自己只能看到那些人人可见的机会, 虽然也算是机会, 但竞争极为激烈, 落后一步, 满盘皆输。 可裴总看到的, 却是, 那种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机会。 这种机会极为珍贵, 只要牢牢抓住, 那魔根本不需要着急, 因为莫人能来, 跟你竞争。 所以, Auto一手机获得成功之后, 常有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情, 既然裴总有如此超前, 如此独到的眼光, 那当然是完全放弃自己对行业的看法, 全盘接纳裴总的观点就对了。 能躺着赢, 干嘛, 要去拼尽全力地, 跟其他厂商菜鸡互拙? 不过唯一的问题在于, 天才总是有怪癖的。 裴总的怪癖, 就在于喜欢跟员工猜谜, 似乎是为了锻炼员工的独立思考精神, 和分析能力。 所以, 并不是谁都能猜透裴总的谜题, 从诸多员工中脱影出并给裴总, 留下深刻印象的。 好在有林总监传授的分析方法。 常有眉头紧锁, 陷入深思。 林总监说过, 分析问题的切入点, 在于最不合情理的地方。 而这件事情最不合情理的地方, 就在于裴总为什么要杀鸡用牛刀。 健身APP明明交给墨鱼外卖去做更合适, 微视膜一定要交给我们来做。 常有在电脑上打开果粒城提供的文档, 整个文档非常简陋, 只有寥寥几句话。 以产品经理提需求的标准, 给他打个分, 给个三分都嫌多。 而且, 还是百分之的三分。 这也不能怪果粒城, 他本来就是个健身教练, 拿懂产品经理的工作标准。 常有把这几条需求仔细读了一下。 这位果粒城是共享健身房的负责人, 但是他提的需求很简单。 这也合理, 毕竟他是个新人, 对裴总的思想理解不够, 还需要再度锻炼。 裴总如果只是为了完成这些需求, 找墨鱼外卖就行了。 而且, 这些需求显然太笼统了, 怎么都得让人再全面修改, 完善一遍, 把整个功能重新设计之后, 才能交给程序去制作。 设计。 难道说, 裴总是看中了我们的设计能力? 嗯, 有这种可能, 我们这边产品经理的设计能力, 显然比墨鱼外卖那边, 要强太多了。 也就是说, 裴总对于这个软件, 实际上有更多钱藏着需求, 知道墨鱼外卖那边肯定难以完成, 所以才交给我们。 嗯, 这样就合理多了。 那么, 会是什么钱的需求呢? 常有觉得自己似乎摸到一点门道, 站起身来开始踱步。 这些需求, 对于健身房用的工具API说, 已经足够了。 如果裴总想要更多, 那就意味着, 健身房只是刚开始, 裴总的真正目标, 是打破健身房的限制和边界。 所以, 才交给我们来制作, 由我们来补全这个健身房, 项目负责人所, 没有想到的地方。 用移动互联网思维, 对这个软件进行全面的规划。 嗯, 肯定是这样。 可是, 如果裴总希望手机跟健身房API联动, 为时模又不允许我们把这个API作为捆绑软件, 安装在手机上。 常有思考片刻, 很快就突破了这最后一道门槛, 露出恍然的表情。 明白了。 裴总是觉得, 这个API包含了很多内容, 设计难度高, 所以担心它的质量。 捆绑手机进行推广, 只是纸面数据好看, 但这样一来, 我们就无法判断出, 这个API的真实情况, 造成误判, 对后续的优化工作不利。 同时, 如果API品质不过关, 对AUTO手机的品牌, 也会是一种破坏。 所以说, 都是自家软件, 为时模不装在AUTO手机上。 裴总不是说不装, 而是不要捆绑, 要让这个API充分经受市场的检验之后, 让每一位AUTO手机的用户, 都能自发地, 主动地安装。 解答完毕。 常有把整个思路重新捋顺之后发现, 一切都是纳摩的自然, 纳摩的恰到好处。 之前的那些不合理之处, 突然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解答。 怪不得大家都这么喜欢和裴总玩猜谜呢。 因为破解裴总的谜题, 能够获得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常有立刻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找到托管健身API的负责人。 方案有变。 之前的需求, 只是最基础的功能。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充。 除了满足健身房的日常使用需求之外, 我们还要为这个API提供更多的功能。 例如, 我们可以做一个算法, 根据用户的身高体重和健身房中检测出来的体质数据, 为用户制定合理的训练计划, 给健身教练们做参考。 软件除了预约之外, 还可以定时提醒。 不管是训练, 加餐, 还是休息, 都可以提醒。 教练毕竟不可能24小时跟着, 这些提醒就都由手机智能完成。 我们还可以专门做一个专区, 上传一些训练, 饮食的知识或者小技巧。 这样一来, 顾客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脱管健身模式的意义。 很多人不理解, 为食膜要定期预约训练, 为食膜要捆绑健身餐, 所以, 他们才不接受脱管健身房的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持续地科普, 那膜大家对于这个脱管健身模式的接受程度, 一定会越来越高。 此外还可以留个接口, 未来上传一些健身标准动作的视频, 帮助用户纠正自己的动作, 甚至在家里练习。 App的负责人飞快地记录, 全都记下来之后, 负责人有些困惑。 常总, 这已经远远超过之前的需求了呀。 之前的需求, 只是让我们做一个健身房的预约软件吧。 这, 合适吗? 需求方拿到软件之后, 不会不高兴吧? 常有笑了笑, 怎么, 他要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我们不仅完美完成了, 还附送了很多有用的功能, 他还能生气咋的? 感谢我们, 还来不及呢? App的负责人挠了挠头, 小声嘟闹。 可是, 似乎没什么必要啊。 常有微微一笑, 有必要, 很有必要。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置, 跟裴总共事今天, 看看更高处的风景, 就会明白维神魔了。 你还有的学呢? 5月4日, 周三, 晚上十点多, 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 林灿荣看着服务生们和保洁人员将明云私厨收拾好, 这才准备离开。 按理说, 明云私厨现在的工作流程已经很稳定了, 作为店长的林灿荣偶尔偷一下篮, 也没石磨关系。 但是他还是兢兢业业地每天全情, 工作一丝不苟。 毕竟曾经的他只是一名在荆州小有名气的大厨, 而自从得到裴总的赏识之后, 做过墨鱼网咖的店长, 做过墨鱼外卖的负责人, 现在又因为明云私厨店长的关系, 能够跟荆州的各路名人结交, 事业算是越走越顺了。 林灿荣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时刻想着, 如何把明云私厨做得更好, 不仅是为了报答裴总的信任, 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 前段时间, 他得知瑞宇晨的墨鱼外卖最近疯狂扩张, 心中难免有点着急。 想要开分店, 却被裴总给驳回了。 林灿荣非常不解, 为时摩裴总坚决不同意开分店。 经过几天的思考, 他终于渐渐明白了。 明云私厨之所以火爆, 一方面是因为大厨和食材在国内都是顶尖级别的, 确实在口味上非常优秀,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独特的就餐环境, 不许拍照的规则, 排队的等待, 高端人士的追捧等因素, 共同支撑起了顾客的消费心理。 换句话说, 因为稀有, 所以珍贵。 就像某些品牌, 从来不会把限定款的东西敞开卖一样, 因为敞开卖了, 他就不值钱了。 明云私厨的大厨, 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 每个人都有独到的看家本领, 再开一家分店, 如何保证口味? 如果口味也差了一些, 顾客的消费心理, 也发生了变化。 那不是相当于在杂无名餐厅的金字招牌吗? 就算开分店能多赚一些钱又如何? 裴总在乎那点小钱吗? 显然, 品牌更重要。 想清楚这一点之后, 林灿荣完全打消了开分店的想法, 而是按照裴总的要求, 努力思考如何用赚到的钱, 在其他方面让明云私厨获的提升。 目前倒是有了几个模糊的想法, 但尚未完全敲定。 林灿荣一边思考, 一边去开车, 开车从西北门离开, 他注意到, 不远处的一个底层商铺仍旧灯火通明, 有人在忙碌, 门口的路上停着一辆搬家货车, 还有人在把各种健身器踩往上搬。 在明云私厨火起来之后, 整个明云山庄的地价都水涨船高, 荆州新商圈的说法不进而走, 很多人都来这附近投资, 商铺越来越多。 但,也不是所有商铺都能赚钱的。 这个灯火通明的地方, 在林灿荣的印象中, 是个高档健身房, 原本是为了对标明云山庄的高档人群。 本以为会生意兴隆, 天天爆满, 没想到却越混越差, 天天发传单, 也不见好转。 看这一死, 终于干不下去了。 林灿荣把车停在路边, 打算过去看看。 毕竟邻居一场, 两个人互相认识, 过去安慰安慰, 也是好的。 只见健身房原来的店长正在一边抽着烟, 一边指挥工人们搬运健身器材, 但是脸上却并没有健身房关店倒闭的难过。 健身房原来的店长见到林灿荣过来了, 伸手打招呼。 呦, 林店长, 刚下班啊。 林灿荣点点头, 嗯, 刚下班。 你这是, 打算不干了? 原本健身房的店长哈哈一笑, 不干了, 有人接盘了。 这个烂摊子, 终于交出去了。 健身房店长给林灿荣递了一支烟, 林灿荣摆手拒绝了。 谁接盘了? 林灿荣好奇地问道, 稍微调查一下就会知道, 这家店也开了几个月了, 按理说这边高端人群不少, 又是商圈, 人来人往的, 健身房应该很红火才对, 可就是不赚钱啊。 谁这魔头铁, 敢接盘这里? 健身房店长吸了一口烟, 差一道, 嗯? 林店长, 你不知道吗? 你们腾打呀! 腾打接盘了? 林灿荣不由地一愣, 裴总接了这个健身房? 也对, 裴总最近似乎在搞一个叫做托管健身之类的项目, 据说第一家店似乎在公司总部附近, 这模块就开分店了, 生意挺红火的嘛。 林灿荣本来在替街盘者惋惜, 觉得她这是白费钱, 估计干不了几个月就同样要卷铺盖走人。 但一听说是裴总, 林灿荣立刻就精神起来了。 裴总肯定有办法, 让这里扭亏为盈了。 这磨大的个商圈, 说建起来就建起来了, 还搞不定一个小小的健身房? 不存在的。 在一旁搬小板凳, 看裴总操作就行了。 健身房店长一边吞云吐雾, 一边高兴地说道, 林店长, 你是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多开心? 前段时间我就听说, 最近荆州的健身行业出了大事, 说是腾达要入场了。 当时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 腾达谁不知道啊? 财大气粗的, 要是跟我们打价格战, 那我们这些小健身房, 不得当场暴毙啊。 结果莫想到, 腾达似乎根本莫打算跟我们竞争, 开了第一家健身房, 低调得要死, 要不是亲自上门调查, 我都不敢相信, 竟然那我冷清。 比我这还冷清呢。 过了一段时间, 没信了, 大家也就放心了。 结果前两天, 腾达突然开始疯狂接盘健身房, 而且只挑那重装修好的接盘, 只要装修好就行, 完全不在乎业绩。 你是不知道, 有多少健身房都快开不下去了, 就等着被接盘呢? 一个个的, 简直是翘首以盼, 就差自己把健身房重新装修一下来引诱腾达接盘了。 当然, 也默认真的这魔干, 万一装修了, 腾达也不接盘, 那岂不是亏大了? 我就一直盼着腾达的人找上门来。 你别说, 今天还真给等到了。 你们腾达是真有钱, 报价就是痛快。 我一合计挺划算的, 当时就转让了。 今天晚上连夜搬走, 估计再过两天, 这家店就要挂上托管健身的牌子咯。 原来健身房的垫长坡有一种骨灾逃顶的得意。 林灿荣不由得来了兴趣, 如果是别的健身房接盘, 那林灿荣肯定要点一手凉凉, 坐等倒闭。 但是裴总要入场, 这肯定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布局。 而且, 为食魔要开在明云山庄附近呢? 是不是跟自家的明云私厨在未来会有一些联系? 林灿荣说道, 能不能跟我简单聊聊? 你们对于腾达的这个托管健身的看法。 5月5日, 周四, 陪迁坐车赶网树览公寓, 心情还有点小激动。 经过近一个月的忙碌, 终于可以入住了。 这套房子本身就是精装修的, 梁清帆作为设计师, 主要是负责这套房子的软装, 包括家具家电, 智能设备等等, 所以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 更何况, 陪迁明确要求了, 必须用家图四壁风来装修, 能做的改动就更少了。 陪迁打算去看一眼, 满意的话, 就直接搬进来住。 乔迁新居, 还是值得兴奋一下的。 在地下车库下车, 陪迁跟小孙两个人乘坐电梯来到这洞楼的顶层, 梁清帆已经在房间里等着了。 客厅的房道门虚掩着, 陪迁推门而入。 进入之后的第一感觉, 好宽敞, 好明亮。 阳光简直明媚的不像话, 扇形的大客厅全都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 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慵懒的感觉。 整个空间给陪迁的第一印象, 跟之前看过的那张笑果图完全一致。 极度宽阔, 空旷, 明亮。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了进来, 洒在光洁如尽的地面上, 映照出寥寥基建家具的倒影。 那个深色的沙发, 庞扶是悬停在洁净的湖面上, 又庞扶是轻盈地飘浮在云端。 沙发面对着的墙壁上是一台硕大的电视, 看不到任何线头和插座, 纯黑的面板, 庞扶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 陪迁记得自己曾经要求过游戏机和各种游戏碟, 但却并没有在电视旁边看到。 陪迁猜测, 他们多半已经被很好地隐藏在电视下方的那个简洁, 低矮的电视柜中了。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其他的家居, 比如桌椅, 同样是非常简约, 但能够明显看出档次感。 整个空间完全满足陪迁的要求, 极致简约, 甚至趁得上市家图四壁, 说是刚刚被洗劫一空也不为过。 当然, 从艺术性上来说, 在这个客厅的每一个角度拍照, 都能拍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来。 极致的空间, 同时也带来了极致的浪费。 看得出来, 梁清帆是个追求极致的设计师。 整个客厅中只有那个低矮的电视柜, 算是储物空间, 其他的柜子一概没有。 没有任何多余杂物的宽广空间, 让人心情舒畅。 梁清帆正站在客厅的圆弧处, 看着外面的风景, 听到门响之后转过身来。 裴总, 对这样的风格还满意吗? 裴千点了点头, 非常满意。 不得不赞叹, 这位梁设计师也是一个狠人。 裴千说要家图四壁风, 所有家具能省则省, 但他不认为梁清帆 会把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比如储物柜, 茶几, 餐桌等全部干掉。 柜子就算做小一点, 怎么也得留那磨一两个吧。 但梁清帆还真就坚决地干掉了。 裴千对此非常满意, 像这摩听话的设计师可不好找啊。 再配合上那个, 不让自己买家居, 不让改变是内部局的硬性规定。 我看看, 还有谁会来租这套房子。 裴千不由的有些小得意, 感觉树懒公寓项目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梁清帆说道, 裴总, 接下来请允许我向您介绍, 钱主要花在哪了? 为了完成这种极致的简约风格, 我不得不大刀阔斧地, 砍掉了很多日常必需品, 比如储物空间就完全不够日常使用, 不过既然裴总您说不需要, 那就不要了。 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砍不掉的, 比如窗帘。 为了遮光和隐私的需求, 窗帘是必须的, 但在这重极致简约的风格之下, 再怎么简洁的窗帘也会显得臃肿, 喧兵夺主。 所以, 我把所有的玻璃全都换成了智能掉光玻璃, 不仅具备一切安全玻璃的特性, 安全环保, 还有良好的透明效果和采光功能, 可以隔绝紫外线和红外线, 避免阳光直射的不良影响。 总之, 这种玻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节玻璃的透光率, 和入室阳光的强度, 实施内光线柔和, 舒适宜人, 非常适合这重极致简约的居住场景。 此外, 为了僵尸内的简约风做到极致, 我把几乎所有能看到的插座都隐藏了起来, 灯光的开关也全都在透明玻璃的智能面板上操作。 这些智能面板隐藏在房间中的各个角落, 在未激活的时候就只是一面镜子, 激活后就变成了触摸面板, 可以控制全屋的灯光亮度。 当然, 用手机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此外, 其他的家居、 家电、 甚至马桶, 也都是选用的国内外一线品牌, 绝对是精挑细选, 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达到了完美的均衡。 接下来, 向您隆重介绍这款电视。 这是国外厂商最新的85寸4K电视, 售价24万, 搭配最新的影音系统, 将为您提供最完美的游戏体验。 购置的游戏机, 藏身在电视柜中, 只要取出手柄, 就可以立刻进入精彩分层的游戏世界。 梁清帆倾渴两声。 当然, 我本来觉得, 买这摩大的电视并不实用, 不过裴总您给的预算实在太多了, 裴谦忍不住的竖起大拇指, 非常好。 我对这台电视非常满意。 虽然这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性价比都很差, 但毫无疑问, 梁清帆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裴谦的要求。 就拿这台电视来说, 虽然十年后, 只要两万块钱就能买到, 但在目前来说,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稀罕事务。 全国估计也就限量几十台。 裴谦给了梁清帆很多的预算, 同时又强制要求他必须按照家图四壁风来装饰, 各种家具的数量一砍再砍。 于是, 最后剩下来的这些家具家电, 各个都预算报表。 对于裴谦而言,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他住在这里, 只有两个需求, 睡觉, 娱乐, 而且他是一个人住。 这重疾质减化后的居住环境, 不会让他的生活变得不方便, 反而因为这重疾减风, 让整个环境显得赏心悦目。 但对于其他租客来说, 就不是这某回事了。 相对于其他的房子来说, 这间房子几乎无法满足两人以上的居住需求, 没有储物空间, 不允许购置家居, 改变房间内的格局, 同时还只能整租。 它只适合一种人, 就是自己住, 且完全不在乎每个月九千块钱的租金, 并且一定要长租。 换言之, 单纯把这个空间当成是一个艺术品来欣赏。 这众人都是真正的土豪, 自己说不定都买了不止一套房子, 甚至都是住别墅的, 何必再租这里呢? 就算有一两个土豪脑子抽了来租住, 也肯定是少数人。 梁清帆说道, 裴总, 您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还可以随时调整。 裴牵一抬手, 我非常满意, 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你非常完美地实现了我的需求, 这正是我想要的。 梁设计师, 我非常欣赏你的设计能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腾达工作呢? 梁清帆愣住了, 片刻之后才说道, 裴总, 这个事情似乎有一点突然, 我还得好好考虑一下。 裴千威笑着点点头, 当然, 他转头看向司机小孙, 这几天抽时间带着梁先生在荆州随便玩玩, 好好领略一下风土人情。 周末带梁先生到明云司厨去吃个饭, 替我好好招待。 小孙赶忙说道, 好的裴总, 裴千又看向梁清帆, 梁先生, 您稍事休息, 在荆州转移转, 采集一些灵感。 这段时间在荆州的所有开销, 都由腾达承担。 等到了月底, 我还要开更多的树栏公寓, 到时候, 还要劳您多多费心。 梁清帆有点受宠若惊, 莫问题, 裴总, 被如此赏识, 梁清帆有一种遇到薄乐的感觉。 作为一个年轻设计师,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舞台, 是机会。 他所在的高领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虽然是国内一流的设计公司, 又有周南领这众业内大佬坐镇, 能够获得很多参与大型项目的机会, 但作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设计师, 他能获得的真正自己负责的大型项目, 少之又少。 一个好的项目, 对设计师来说是机会, 是名气, 是证明自己的舞台。 如果没有好项目, 空有一身才华, 又去何处施展呢? 又有谁能知道呢? 而裴总这里, 恰恰就有机会, 很多的机会。 而且, 梁清帆隐约感觉到, 裴总的观念, 在某些方面和自己高度契合。 例如, 裴总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 梁清帆作为一名建筑师, 精通很多重风格, 擅长按照业主的需求, 进行因地制宜的设计。 但问题在于, 在听取需求的同时, 梁清帆自己, 也对艺术有非常深刻的思考。 然而很多时候, 这重对于艺术的思考, 是不被人所理解的。 但裴总对自己的设计如此满意, 甚至当场挖人, 足以说明, 裴总和自己在艺术造诣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这种追求极致的性格。 也正因为如此, 梁清帆差点脱口出, 我愿意。 当然, 这样当场同意似乎有点不太矜持了, 显得有些草率。 所以, 梁清帆还得再向止性地考虑积天, 顺便处理一下原来公司的事情, 才能正式入职腾达。 裴谦在房间中转了转, 对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他之所以想要招揽梁清帆, 就是看中了他的这种理解能力, 超过了大部分的腾达员工。 裴谦觉得, 现在自己筛查好员工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是看他的脑补程度。 像吕明亮这样, 很少脑补, 裴总交代什么, 就去做什么的好员工, 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这位梁清帆设计师的身上, 裴谦似乎看到了吕明亮的影子。 为了尽一切可能满足及质检约丰, 不惜砍掉常人觉得不可缺少的储物空间。 为了花光预算一分不胜, 赤资二十多万购入全国限量的大电视。 这都意味着,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完成裴总的要求, 而不会过多地脑补。 同时, 他没石磨名气, 不会引来过多的关注, 又有一定的能力, 保证完成好裴总交代下去的任务。 总之, 完美的人选。 三个小时后, 裴谦搬家完成。 原本的那套房子直接退掉, 衣服, 鞋子打包搬到新的住处, 其他用不到的东西, 一律留在了原本的出租屋中。 简单来说, 就是拎包入住。 小孙跑前跑后, 帮裴谦把少量的行李全都搬到新家, 很快收拾完毕。 裴谦不打算搞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屋子里, 他在这里, 就只做三件事情。 睡觉, 打游戏, 吃零食。 每天睡到自然醒, 到墨鱼网咖汉东大学店吃饭, 然后去公司转一圈, 最后回到家里, 一边吃零食, 喝饮料, 一边打游戏, 简直就是梦幻一般的生活。 当然, 这栋楼还需要一个管家, 和两个保洁。 管家负责人员管理, 顺便帮自己处理一些杂事, 而保洁则是像酒店服务一样定期打扫, 洗衣服, 扔垃圾, 在大冰箱里面填满饮料和零食。 最后, 还有宣传的问题。 一般的出租屋只要在网上一挂, 立刻就会有各众房产中介疯狂打电话, 总之就是个众忽悠, 你把房子交给他们。 嘴上说的天花乱坠, 说要帮忙找租客, 实际上无非就是为了垄断房源, 让租客找不到个人房源, 联系不到房东, 只能乖乖掏中介费。 裴谦不打算为树懒公寓做任何的宣传, 像这种好房子, 自然是有原者居之。 你找不到, 那就说明没有缘分嘛, 我怎么能租给你呢? 当然, 不宣传也并不代表着就绝对安全。 裴谦刚开始做游戏的时候, 也没有宣传, 但还是被人给找到了。 为了稳妥起见, 裴谦打算观察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一个月之后, 这套房子还无人问津, 那摩就证明自己的策略是莫问题的, 到时候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买楼, 改造成树懒公寓, 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空房拿出来给员工做宿舍了。 5月6日, 周五, 墨鱼外卖的一号独立门店, 同时也是墨鱼外卖的美食研究室, 正式开业了。 瑞宇晨站在店门口, 看着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只有一个感觉。 我终于要开始大涨鸿图了。 一个月之前, 裴总亲自指示, 要让墨鱼外卖不再依附于墨鱼网咖, 而是完全独立出来, 开始向各大城市扩张。 同时, 要成立美食实验室, 丰富菜单。 瑞宇晨立刻着手开始准备, 并且布局了20家门店。 这20家门店, 5家在荆州, 其中一家就是这个墨鱼外卖一号店, 也就是美食研究室。 另外5家在汉东省的其他城市, 比如临城、 吕州等, 剩下的10家都开到了帝都、 摩都、 阳城、 鹏城等一线城市。 去这些陌生城市开店, 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边长莫及。 如果没有绝对信任的人选, 这店肯定开不起来。 但好在墨鱼外卖经过近一年的发展, 已经有了很多非常忠诚的老员工。 瑞宇晨从这些老员工中选拔靠谱的新店长, 还有出差补贴, 立刻就有很多人踊跃报名。 选拔好各个分店的店长之后, 就是开店的一系列操作, 包括找商铺、 设计施工、 软装、 办理政兆、 在当地招聘员工等等。 这些步骤很复杂, 墨鱼外卖一号店就在荆州, 各项工作都很熟悉, 所以,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开了起来。 其他城市的墨鱼外卖, 肯定要慢一些, 但再过一个月,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这20家门店的前期投入加在一起要300多万, 每个月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加在一起, 也需要六七十万。 瑞宇晨已经仔细考虑过地段、 装修、 店面设计和店内桌椅器材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不给腾达丢人, 都是选用高品质的。 但即使如此, 投入看起来也不算多, 主要还是因为所有的店面都很小。 因为裴总强调过, 墨鱼外卖始终都是一个外卖品牌, 所以不需要那磨大的店面, 留那磨五六个堂食的位子就可以了。 这20家门店只是初期的试水, 瑞宇晨还有更大的野心。 反正裴总说了, 不管花多少钱都给兜底, 那还怕啥? 可尽造! 瑞宇晨分析过, 墨鱼外卖这个品牌从来没赚过, 裴总却从不在意, 可见裴总根本不在乎他能不能盈利, 而是另有所图。 图什么呢? 所有人的最终目的肯定都是赚钱, 只不过有的人目光长远。 裴总肯定是为了快速抢占市场, 先烧钱, 后赚钱。 包括这次维生膜要将墨鱼外卖和墨鱼网咖给拆分开来, 就是因为墨鱼网咖已经严重限制了墨鱼外卖的扩张。 所以, 瑞宇晨觉得20家门店远远不够, 还得再开。 这20家店主要是为了看一看墨鱼外卖, 在不同城市的受欢迎程度, 从而决定下一次投入的方向和重心。 当然, 这段观察期可能会比较长, 着急不得。 与此同时, 瑞宇晨也没忘记裴总建立美食实验室的要求。 所谓的美食实验室具体要怎么做, 裴总并没有明确的指示, 只是大致说了, 这个地方用来研究各种新口味的餐品, 同时为托管健身房提供定制的健身餐。 从名字上来看, 实验室应该是与世隔绝的地方才对。 但瑞宇晨考虑之后觉得不妥。 一般的实验室研究的都是一些危险物品或者机密项目, 所以才要与世隔绝。 但是美食实验室研究的是吃的, 如果与世隔绝, 远离消费者, 研究出来的美食怎么能让消费者们第一时间品尝到呢? 所以, 瑞宇晨决定干脆把墨鱼外卖的一号门店改造成美食实验室。 这家店就完全不考虑赚钱了, 就只是用来测试最新的美食用于收集顾客的反馈。 当然, 这里有专门的营养师和大厨, 研究各种新颖的菜品之后, 会用科学的方式检测它们所含的热量和各种营养元素, 或者反过来, 先确定时刻所需的营养元素, 再反向搭配成一套定时。 而现在, 一道新的菜式被放在瑞宇晨的面前。 这是美食实验室的第一款产品, 专攻托管健身房的健身餐2.0。 之前托管健身房的健身餐也都是由摸鱼外卖提供的, 但那些健身餐跟市面上的健身餐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无非是各种青菜、糙米、鸡胸肉等材料的堆砌, 能提供足够的营养, 也足够健康, 但并不好吃。 而美食实验室研究健身餐2.0, 就是为了解决健身餐的一个最大的痛点, 也就是不好吃的问题。 瑞宇晨顺手拿过一副筷子, 从健身餐2.0中加起一块煎好的龙鲤鱼放入口中, 然后是小块的火龙果、鸡蛋、圣女果、玉米粒、紫薯、虾仁、海带丝等等。 每次稍微一翻,就能翻到一些新的惊喜。 而且放入口中之后, 瑞宇晨发现, 这些食材并不是简单地切好后就完事了, 而是进行过特殊处理。 比如虾仁, 如果要健康地吃, 最好的办法就是, 直接放少量的盐水煮, 或者用少量的油清炒。 但这里面的虾仁明显烟制过, 带着一种特殊的清香。 同样的, 鸡蛋也不是纯粹的水煮鸡蛋, 而是带着一丝茶叶的清香, 但又不像一般的茶叶蛋口味那么重。 街边卖茶叶蛋的商贩, 往往会使用多次煮过的茶叶, 同时还会添加许多酱油, 所以并不健康。 但美食实验室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 只是稍微让鸡蛋入味了一些并没有长时间的煮泡。 把所有食材全都处理过一遍之后, 才做成沙拉。 确实在口味上相比于健身餐1.0有了很大的提升。 很快, 瑞宇晨面前的餐盘就见底了。 服务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瑞总, 口味还行吗? 瑞宇晨点点头, 还行。 服务生又问道, 是不是可以作为健康餐2.0推广到各家门店了? 要推广一道菜品, 意味着所有门店的厨师都要掌握做法, 并且做出来的菜品必须相差不大。 一方面是要非常精确地控制好各种食材的分量和烹饪时间, 另一方面也需要厨师自己进行反复练习。 所以, 推广到各家门店之后, 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作为健身餐2.0正式推向各个健身房。 瑞宇晨把筷子放下了, 不行。 服务生愣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瑞宇晨把面前的一整份健身餐全都吃完了, 明显是觉得健身餐挺好吃的。 既然已经满足了健身餐好吃这个要求, 为什么还是不行? 瑞宇晨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说道, 这道菜可以考虑加入到常驻餐品中, 至于健身餐2.0到底怎么做, 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瑞宇晨转身离开, 留下服务生一脸茫然地收拾餐盘。 离开墨鱼外卖一号门店之后, 瑞宇晨在街边漫无目的地走着, 路过一家家餐馆。 闻着从里面飘出来的饭香, 瑞宇晨虽然已经吃得半饱, 但还是被诱惑到了。 健身餐却是好吃了, 但是,总觉得还是不够。 如果偶尔吃一顿的话, 倒是也不错, 但长时间吃的话, 似乎还是接受不能。 哪怕再好吃也不行,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它不好吃, 而是因为沙拉, 似乎还是不符合国人的饮食习惯。 而且, 它似乎也不是必需品。 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首先一定要是热的, 要有温度, 沙拉是冷的, 会让人觉得不是正经饭菜, 其次要充分入味, 寡淡的口味会引发本能的抗拒和排斥, 最后, 肉一定要多。 而一般的健康餐沙拉, 全都不符合。 所以, 大部分人嚷嚷着要减肥, 要健康, 指望着每天吃健康餐减肥, 实际上99%的人会放弃, 哪怕吃好吃的健康餐, 也是坚持不下去的。 因为这完全与我们的饮食本能相悖了。 嗯嗯,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非常严重,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裴总的全盘规划。 瑞宇晨突然警惕起来, 早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到了, 裴总大力推广摸鱼外卖, 肯定是为了引导消费者, 让大家从饮食开始, 过上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 腾达也可以借此机会提前布局, 为各种产业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瑞宇晨才放心大胆地疯狂开店, 朝裴总疯狂要钱。 因为他知道, 裴总会支持这种做法。 裴总让墨鱼外卖供应健身餐, 跟托管健身房捆绑销售, 显然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健身效果。 原本瑞宇晨觉得, 健身餐的问题很好解决, 让美食实验室提升一下他的口味, 不就行了吗? 但是今天他突然意识到, 仅仅提升口味, 是不行的。 如果今天他没有想到国人的饮食习惯, 其实不接受沙拉这一点。 而是把健身餐2.0直接推广到健身房里, 很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健身餐不仅不会帮到健身房, 反而会对健身房的顾客产生劝退效果。 因为这种健身餐虽然健康, 但本身就是违反大部分人饮食习惯的, 所以只有少数意志非常坚定的人才能坚持下去。 如果不捆绑销售还好, 吃腻了大不了就吃别的, 不影响健身。 但是托管健身和健身餐直接捆绑, 吃腻了健身餐也别无选择。 这就会给很多顾客造成劝退。 据瑞宇晨所知, 到目前为止, 确实已经有一部分托管健身房的顾客被退款了。 这其中有多少是那份健身餐的功劳, 他不得而知。 也就是说, 如果瑞宇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任由健身餐的政策推广下去, 托管健身房可能永远都无法扭亏为盈。 而裴总的全盘计划也很有可能被严重拖后。 当然, 这不能怪裴总。 裴总工作繁忙, 怎么可能连健身餐做什么样子都指出来。 瑞宇晨觉得, 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自己的分内之事。 好险好险, 差点因为疏漏, 在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 如果真的因为健身餐的问题导致脱管健身房粮了, 我岂不是变成罪人了? 那就完全辜负了裴总的期待啊。 瑞宇晨赶忙快步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准备花两天时间好好整理一下方案, 抓紧时间全面纠正健康餐的这个错误。 5月7日, 星期六, 轻柔的海浪声音在裴千尔旁响起, 把他唤醒了。 这是梁青帆设计的智能家居的一部分, 相比于传统的闹铃声音更加轻柔, 不会让人觉得刺耳。 裴千本来想继续睡, 但突然想起了今天似乎是给管陪生们开例会的日子。 他只能摸索着拍了一下床边的透明控制面板。 落地窗变得透明, 光线柔和的摄入, 洒满整个房间。 裴千翻身坐起, 打了个哈欠, 然后看了一眼那个可以作为控制面板使用的床边镜, 发现自己稍微带着点黑眼圈。 搬家已经两天的裴千对这个新住处非常满意, 而且丝毫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黑眼圈并不是因为住得不舒服, 莫休息好, 而是因为昨天打游戏, 睡太晚了。 莫办法, 大电视太像。 神华好景, 十六层会议室。 裴千的目光, 扫过唐义书和其他的十七名管陪生, 突然有一种莫名的舒爽, 似乎在偷偷地做坏事而莫被发现一样。 就像是高中时偷偷逃课去网吧的那种刺激。 我的员工在偷偷加班的时候, 该不会也是这种感觉吧? 裴千不由地在脑海中生出这样的联想。 嗯, 很有可能。 否则他们为事摩对, 加班这件事情, 如此念念不忘吗? 而管陪生们则是看着裴总的黑眼圈, 心想裴总最近的工作一定非常操劳。 裴千看了唐义书一眼, 小唐立刻心领神会, 说道, 开始汇报吧。 十七名管陪生已经被安插进了腾达集团的各个部门, 开始按照座位的顺序依次汇报。 当然, 他们具体坐在哪个位置是完全随机的, 反正都要汇报, 谁先谁后都没有区别。 裴千则是默默地听着, 随时准备打断并提出问题。 在第五个部门, 也就是托管健身房开始汇报之前, 裴千一抬手, 打断了它。 你们四个所在的部门都确立了大规模的花钱计划, 包括提高薪酬, 优化福利结构, 改善办公环境, 还有业务扩展升级。 裴千看着已经汇报完的四个管陪生。 四个管陪生各自点头。 另外的几个管陪生也纷纷开口。 学长, 我们部门也是。 圆梦创头也是。 终点中文网也有类似的规划。 裴千愣了一下, 有点诧异。 第一个管陪生汇报的时候, 他还莫觉得有什么? 偶尔花点小钱嘛。 没识摩可大惊小怪的。 但这摩多部门竟然在一起制定花钱计划。 这就很奇怪了呀。 裴千扫过全场, 发现唯一没有制定类似计划的, 是吕明亮负责的逆风物流。 这是什么原因? 他们都商量好了。 逆风物流? 裴千想着想着, 突然眼前一亮。 对啊, 腾达基石奖。 之前逆风物流可是获得了腾达基石奖, 让各个部门都好好眼馋了一番。 显然, 其他部门极度了。 难道, 他们终于看出了我颁发给逆风物流的奖杯上那十六个字的含义了? 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我其实是鼓励他们花钱的, 否则他们怎么会不约而同地制定花钱计划呢? 而且, 这些花钱计划里, 有诸如补全薪资结构, 也就是涨工资, 还有优化工作环境的内容, 这说明他们终于开窍了。 肯定是心理不平衡了, 肯定是赌气了。 太好了。 这些部门开始比着花钱, 比着亏损, 这是大好事啊。 值得鼓励。 裴千非常高兴地把这件事情记了下来, 准备周一上班的时候推出一项新政策, 帮他们一把, 让他们更快地烧钱, 替自己减轻负担。 裴千记录完毕, 没有流露出太多表情, 只是示意脱管健身的这位管培生继续。 裴千之前就已经见过他, 知道他在脱管健身的旗舰店里做规划师, 掌握着整个健身房的数据。 学长, 脱管健身房目前的经营状况依旧处于持续亏损的状态, 并且本周又有四名学员被退款了。 裴千不由的心中一喜, 好消息, 我就知道脱管健身房不会让我失望。 继续加油, 争取把所有学员都劝退。 管培生继续汇报, 另外, 亚林教练上周又拉来了16个学员。 裴千沉默片刻, 头上飘出一个问号, 16个? 呦! 那一共已经拉来多少人了? 这个人果然有大问题。 裴千瞬间警惕, 但同时也不由地暗自庆幸。 如果是以前, 他肯定要被瞒在鼓里, 默默地等着被瓷发酵。 但是现在不同了, 裴总有警衣卫了。 你们的一举一动, 全都逃不过我的眼线了。 裴千的眼神变得凌厉了起来, 这种毒瘤必须安排。 裴千默默地把亚林给托管健身房拉顾客的事情记了下来, 等着下周找个时间把他给安排了。 虽然十几个顾客员不足以对托管健身房的亏损造成影响, 但凡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裴总是个谨慎的人, 亚林已经证明了他很受欢迎, 反正这些人是出于猎奇也好, 是被他的面孔迷惑了也好, 或者极少数人就只是缠他的身子, 反正不管咋样, 招顾客喜欢试事实。 既然如此, 就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托管健身旗舰店。 又有两个管培生汇报完毕之后, 轮到摸鱼外卖。 摸鱼外卖的管培生, 就是一号门店的那名服务生。 这也就意味着, 他不仅可以随时知道摸鱼外卖的盈亏情况, 还能知道美食实验室最新的产品。 学长, 摸鱼外卖这边最近正在快速扩张, 已经有20家门店正在准备中, 即将正式开业, 涵盖了全国的许多城市, 瑞总似乎要在一定时间的观察期之后, 就要大批量开设更多门店。 此外, 他也投入了大批资金用于美食实验室的研发。 美食实验室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健身参2.0, 但是并莫能让瑞总满意, 目前这个工作暂时搁置了下来, 等待瑞总的命令。 裴谦不由的眼前一亮。 嗯, 都是好消息啊。 大批量开设门店, 这是裴谦受益的, 不过瑞宇晨能领悟到这种程度, 这也还是大大出乎裴谦的意料之外。 这一点, 瑞宇晨做的就比吕明亮要好。 吕明亮是有点过于听话了, 裴总说开多少个逆风驿站, 他就开多少个。 但是如果裴总没说, 他也不敢自己开得太多。 毕竟整个部门还在巨额亏损中。 但是裴总显然是希望, 这些亏损部门能够多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 把烧钱的这个重任主动扛起来, 不要总是裴总打一鞭子, 才知道动一下。 瑞宇晨接到裴总的命令之后, 就疯狂开始筹备新店, 花大价钱给美食实验室用于研发。 看这价势, 不是自己的钱花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啊。 这是个好现象, 值得鼓励。 裴总就需要这样赶花钱的人才。 至于美食实验室的健身餐2.0, 既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成果, 看起来推进的速度很慢, 那就应该暂时不用担心。 很快, 各个部门的管陪生全都汇报完毕。 唐义书在一旁认真听着, 做好会议记录, 这些内容全都要在他这里流荡保管好。 裴钱考虑的是, 有些事情或许已经出现端倪, 但自己因为疏忽也好, 因为信息掌握程度不够也好, 可能没办法准确地判断。 过一段时间之后, 也许还需要再把这些会议内容给, 翻出来温习一遍。 一个成功项目肯定不会是凭空冒出来的, 翻找这些汇报, 找到他刚露出苗头时的表现, 这样至少能为以后提供借鉴和参考。 裴钱倾可两声, 不错, 大家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我很满意。 请大家继续保持。 最后, 我再强调两点。 第一, 要始终牢记, 不要掺杂任何的个人观点, 确保你们给到的信息足够客观, 否则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 第二, 如果你们遇到一些, 觉得非常有必要向我汇报的事情, 不管下一次, 例会是什么时候开始, 都可以随时提交给小唐, 让他向我汇报。 裴钱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两点, 主要还是为了让这个锦衣卫组织起到的效果, 不会跑偏。 这些管培生们虽然对自己忠心耿耿, 但严格来说, 裴总的员工们也对他忠心耿耿啊。 忠心耿耿又不意味着就不会被刺。 这些人都是贫困生, 都从裴钱这里接受过帮助, 而且也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如果任由他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汇报工作的过程中肯定是报忧越来越多, 报喜越来越少。 毕竟,管培生们以为裴总是让自己监管, 可能造成亏损的苗头。 谁会想到裴总其实是让大家监管, 可能造成盈利的苗头呢? 所以, 这些人的汇报一定要客观, 否则裴总最后还是要变成小龙虾。 此外, 裴钱强调他们发现可疑的事情能够随时汇报, 也是为了防范在两次例会期间发生突发状况, 自己末时间处理的情况。 每周一次例会不限时, 一方面是没那么多要汇报的内容, 另一方面, 裴钱自己也得过周末啊。 总不能员工们都不加班了, 裴总反倒是苦逼兮兮的, 每周六都加班。 这项话吗? 这些管培生们, 谁有急事, 谁就可以直接汇报, 不必拘泥于例会这个时间, 裴总就可以在享受周末的同时, 也不放松对各个部门的监控了。 5月8日, 周日, 在夕阳的余晖下, 裴钱把手柄放下, 整个人摊在沙发上, 无比的惬意。 不得不说, 大电视真的太呆胆了, 玩起游戏来, 就停不下来。 而后, 他关掉游戏, 随便打开一档综艺节目, 又从冰箱里, 拿出来一些新鲜水果, 一边吃一边看电视。 哥奥特新英雄的征集活动, 似乎已经进行近一周了, 今天似乎会选出一个新英雄的设计稿, 不知道哪位玩家会这么幸运呢? 裴钱打开手机, 通过GOG的登录界面, 跳转官方网站的手机端, 进入了英雄纸集活动的论坛。 很快, 他就在网站的置顶区, 找到了这次征集活动的帖子。 特殊贡献人物驱玩家投稿, 旅行者包序, 已采纳。 裴钱立刻点了进去。 帖子的证文写道, 这个人物, 设计是受到了特殊贡献驱优秀员工的人物原型启发。 英雄名称, 旅行者, 包序, 人物背景是一名来自东方的旅行家。 外形设定与鬼匠中的马超类似, 是一个有着东方特征的半人马。 定位, 战士。 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 作为一名坚定的御宅族, 包序却因为获得优秀员工的原因, 而屡次获得带薪休假, 不得不让自己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而他的这种不情愿和被迫旅行的特点,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被动技能, 迫不得已的旅行者。 包序的蓝条是狂暴条, 不同于怒气条的地方在于, 攻击或者被攻击都不会让狂暴条增长。 当包序站在原地不动时, 将获得精力旺盛效果。 而当包序移动时, 他的狂暴条开始增长, 并在持续移动一段时间之后, 满革病进入狂暴状态。 精力旺盛效果。 现实中的包序可以连续机的通宵打游戏。 可见, 再禁止不动时他的精力非常旺盛。 游戏中的旅行者包序, 在原地站立不动时, 可以获得一定百分比的伤害减免, 同时获得一定的生命恢复加成, 血量越低, 这两个数值就越高, 同时, 狂暴条将立刻清零。 狂暴状态。 此状态下, 包序的所有技能都将获得增强, 但使用技能或停止移动后, 狂暴状态立刻清零, 在移动中重新积攒。 一技能, 奔袭。 旅行者包序的核心输出技能。 在非狂暴状态下, 该技能会进行一小段突进位移, 并立刻涨满全部狂暴值。 在狂暴状态下, 该技能将获得更远的突进效果, 造成额外伤害, 并强制对敌人造成小幅位移。 对陆出破绽的敌人, 或者背对自己的敌人会遭受更多伤害。 二技能, 局势判断。 旅行者包序在通过瞬间的深度思考, 局势判断, 敌人思维解读之后, 想出一个扭转战局的办法。 在非狂暴状态下, 该技能会大幅提升精力旺盛效果的回复值。 在狂暴状态下, 该技能将对周边范围内随即一个敌人刷新触破绽。 三技能, 潜伏。 旅行者包序为了免于旅行之苦, 让自己变得不纳膜引人注意。 只能在非狂暴状态下使用, 使用后会变得半透明, 不易被发现, 且不可被选中, 但会遭受范围伤害。 同时可以在保持精力旺盛效果的同时, 进行移动, 并击类狂暴值。 攻击或者遭到攻击时将会脱离潜伏状态, 精力旺盛效果消失, 但狂暴值将会保留。 终极技能, 战争专家。 现实中的包序是游戏达人, 旅行者包序是战争专家。 在非狂暴状态开启大招, 精力旺盛效果将获得提升, 该效果可以与二技能叠加。 在狂暴状态开启大招, 大招持续期间内的狂暴值回复速度将大幅提升, 周围敌人周期性地随机刷新触破站, 且包序造成的伤害显著提升。 看完了这个英雄的介绍, 裴谦不由地感慨。 好贴切。 这不就是那个, 平时一直狗着, 想要逃避旅行, 然后旅行回来, 立刻就给自己一个被刺的那个包序本包吗? 有被冒犯到。 不过裴谦转念一想, 这英雄似乎被莫蒂斯特克制。 他需要刷新弱点或者从背部攻击才能让自己的伤害最大化。 而莫蒂斯特在遭受背部攻击的时候有免伤, 而且还会释放伤害技能。 并且, 旅行者包序需要保持移动, 前行状态会被范围伤害打算。 而莫蒂斯特恰恰有限制移动技能和范围伤害技能。 想到这里, 裴谦不由得有些小得意。 包序啊包序, 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游戏中,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啊。 不得不说, 玩家们这脑回路还真是优秀, 竟然还真把腾达的员工给设计成英雄啊。 裴谦翻了翻几个板块, 发现投稿的人已经很多了, 其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设计。 旅行者包序的这个设计虽然没有相应的配图, 但因为技能和机制设计都不错, 所以被闽静超看中被选为了接下来制作的英雄。 在被官方轻点之后, 这个帖子很快就被顶了几百楼, 成为了大型洽柠檬现场。 卧槽, 这英雄看起来好好玩啊, 机制好特别。 所以脑补一下玩法, 应该是禁止不动挨揍, 或者偷偷潜伏之后奔跑起来, 直接给敌人的后背来上一刀。 大老牛逼啊, 百分之五的皮肤收益到手了。 搞快点, 赶紧把这个英雄做出来, 我已经等不及, 想要入手玩一下了。 裴谦翻着帖子, 不由地陷入沉思。 玩家们都好厉害啊, 就算是做搬运工, 也真不一定能打得赢这些玩家。 裴谦虽然能够凭记忆, 想出很多英雄, 但每一个MOBA游戏的英雄, 都是和游戏本身的特质息息相关的, 就比如, DOTA, LOL, 风暴英雄的英雄互换, 很多英雄机制和游戏机制是冲突的。 Dark在反复修改之后, 已经变成了一款, 跟裴谦印象中所有MOBA游戏都不相同的游戏, 搬其他游戏的英雄过来, 不一定适合。 而且, 裴谦只是记得英雄名字、设定和大致的技能机制。 玩家们提供的方案, 则是各有优势。 有一些带着精美原化的, 从外观上就先生夺人, 有一些是利用腾达员工或者现有的IP原型进行设计, 在设定上更受欢迎。 而即使是那些纯技能机制的设计, 似乎也并不比裴谦要搬的这些英雄差。 裴谦想了想, 还是值搬一个吧。 玩家们这模积极, 这模踊跃, 肯定花费了大量时间制作这些英雄。 虽然其中99%的设计方案不会被采纳, 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 既然, Dog已经变成了一个众筹的游戏, 那最好还是把它的设计交给玩家们, 最好不要变成第二个LOL, 那样挺没意思的。 裴谦如果直接搬几十个英雄过来, 无非是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 裴谦把奖励包圆了, 玩家们莫愤, 似乎有点对不起如此踊跃支持自己的玩家们。 虽然这些玩家一直给自己送钱, 非常可恶, 但裴谦也不忍心看他们的努力白费。 第二种结果, 裴谦搬了很多英雄, 结果因为墨原化, 或者跟游戏机制不符的原因, 没有竞争过其他玩家。 那就更尴尬了。 而且似乎, 也有点对不起这些英雄的原设计师。 想来想去, 裴谦觉得, 现在自己生活无忧, 还能通过亏损赚几十万, 这条件已经比其他玩家好太多了, 又不是吃不起饭。 不至于吃香纳摩难看的, 把这5%的皮肤盈利全都收入囊中。 更何况, GARC和IOI的竞争也会受此影响。 一个操作不慎, 零碗不回去了, 那就很尴尬了。 所以, 裴谦还是决定坚持之前的想法, 就只搬一个。 至于搬谁呢? 当然是快乐疯难了。 其实那5%的皮肤受益根本不重要。 我单纯就是想让玩家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纯粹的快乐。 托尔索的技能实在太熟悉了, 裴谦几乎是张口就来。 不过刚打了两行字, 裴谦想了想, 又删掉了。 托尔索的浪人形象实在太受欢迎了, 万一这个英雄一出, 直接把IOI给干趴下了怎么办? 那零碗还能不能回家了? 裴谦仔细考虑之后觉得, 这5%的皮肤受益, 前期肯定磨多少。 因为Dark的皮肤本来就便宜, 前几款皮肤又是一折, 三折的打折。 Dark在真正占领市场之前, 玩家数也不会太多, 初期的5%肯定磨多少钱。 但是前期, 一个好英雄对于Dark游戏形象的提升, 却是非常巨大的, 很容易就会对IOI造成真实伤害。 所以, 裴谦想了想, 决定非常鸡贼的先指搬英雄机制。 如果设计组采纳了, 那就让设计组自己设计形象去。 如果设计组没采纳, 再考虑把英雄形象也一起搬过来。 想到这里, 裴谦开始重新输入, 没有留下英雄名字和特征, 只是把所有技能的机制给写了一下。 好了, 完事收工。 不知道制作组会不会采纳呢? 随缘吧。 裴谦有GOG的账号跟自己的身份证绑定了, 但除非GOG的项目组刻意去查, 否则不会知道这个账号就是裴总。 5月9日, 周一, 裴谦照常起床来到摸鱼网咖吃饭。 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发的那个帖子还没有被采纳。 当然, 也没有其他的英雄设计方案被采纳。 裴谦很满意, 因为这说明了GOG的项目组昨天没有加班。 等今天他们正式开始上班之后, 应该才会看到这个帖子吧。 反正这事也莫必要着急, 耐心等吧。 吃完饭之后, 裴谦要了杯咖啡, 一边享受中午的阳光, 一边慢悠悠地喝着。 生活, 真惬意啊。 如果我的员工们, 能够努力地让我多亏点钱, 就更惬意了。 正喝着咖啡, 软光剑推门而入。 显然, 又到了例行的买咖啡时间。 看到裴总也在, 软光剑稍显意外, 不过很快露出了笑容, 在裴总对面坐下。 裴总, 席客呀。 他认真观察了一下裴谦的表情, 裴总似乎并没有被那件事情过多的影响。 裴谦一头雾水, 那件事情是指哪件事情? 软光剑确认了一下, 裴总的表情确实是迷茫, 不是装出来的。 也对, 裴总工作繁忙, 应该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关注这些事情。 我说的是, 上周末, 美好明天, 在海外的影院上映的事情。 裴谦拿着咖啡的手不由得一抖。 完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早晨的, 哦不, 大中午的, 就听到这种噩耗。 这件事情拖了挺长时间, 毕竟一部电影想要在海外上映也要有比较复杂的流程。 时间久到, 裴谦都快下意识地把这事给忘记了。 然而现在, 软光剑这一句话, 直接唤起了裴谦曾经被 美好明天支配的恐惧。 他还记得自己去看电影首映的那个夜晚, 那一大桶爆米花, 简直是让自己吃得无语凝页。 短暂的错愕之后, 裴谦狠气。 好你个软光剑, 一碰到, 你准莫好事。 而且, 这电影在海外地区上映, 跟你有啥关系啊? 要被刺, 也得是黄思博和朱小册了啊。 哪有你这样抢别人被刺的? 你好好画你的画, 瞎掺和啥呢? 裴谦强行让自己保持镇定。 你也爱看这电影。 软光剑猛点头, 当然, 我是这电影的忠实影迷啊。 刷了好几遍呢。 再说了, 《奋斗》里面的很多演员, 不都是这部电影中的龙套吗? 我为了更好的取材, 还专门到网站上, 把电影订阅了, 随时点开看。 裴谦? 电影院刷好几遍遍, 网站又买一遍。 你这是生怕, 我死得不够透啊。 裴谦漠然无语, 不想跟这伙说话了。 见到裴总表情黯然, 兴致缺缺的样子, 软光剑不由的一愣。 咦,裴总, 你不是不知道, 美好明天, 在海外上映的事情吗? 那看你这个反应, 是怎么知道? 美好明天, 在海外的开化票房不佳的? 难道是猜到的? 你早就有所预料。 裴谦本来有些暗淡无光的眼神, 瞬间重新有了光泽。 嗯? 开化票房不佳? 是说老外不喜欢这个片子? 太好了, 这可是意外之喜啊。 裴谦之前一直担惊受怕, 就想着, 万一这电影在海外上映, 再赚个几千万, 那可咋整了? 但是, 听软光剑这魔异说, 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看起来, 软光剑是一直在关注着这部电影的海外票房, 知道票房表现不佳, 今天主动提起这个茶, 是想安慰我一下来着。 错怪他了。 裴谦很高兴, 直接招呼服务生来一杯鸡尾酒。 不, 两杯, 这种好事, 必须得庆祝一番。 两杯酒很快送到, 裴谦递给软光剑一杯。 软光剑摆了摆手, 呃, 裴总, 我下午还有工作, 不能喝酒。 没关系, 那我自己喝。 裴谦不以为意, 把两杯酒都放在自己面前。 软光剑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过一杯。 算了, 今天破个例, 还是裴裴总喝一杯吧。 看着裴总这种强颜欢笑的样子, 软光剑突然感觉有点心有戚戚眼。 因为他非常明白这种感觉, 就是自己倾注全部心血, 创作的作品不被人理解的难过。 美好明天, 这片子多好, 内涵多深刻。 还专门准备了全英文语音, 就是为了让那些老外不用看字幕, 就可以获得顺畅的观影体验。 结果, 电影竟然并不是很受欢迎, 顿时让软光剑有一种明珠暗头的感觉。 碰杯之后, 两人各自抿了一口, 把酒杯放下。 软光剑想了想, 开口安慰道, 裴总, 我觉得这事, 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 国内的片子, 在海外拍片本来就低, 尤其是近几年, 国内电影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连年下降, 又很难在海外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 票房不高, 是正常现象。 至少就我所知, 美好明天在海外观众群体中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这说明不是片子的问题, 可能就只是因为一些什么别的客观原因。 裴谦不由的心中暗喜, 我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只要不赚钱, 那就一切好说啊。 没想到, 今天软光剑竟然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大一个好消息。 黄思博和朱小册他们都还在休克疗法中, 也不知道他们休克得开不开心, 他们多半也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但是却没有向自己汇报。 嗯, 这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软光剑喝完了鸡尾酒, 拿好服务生准备的咖啡, 起身离开。 裴总, 我这工作繁忙, 就先走了。 陪迁点点头, 啊, 好的, 才刚搬过来木多久, 就已经工作繁忙了。 看来工作室搬家这个事情, 对你们工作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陪迁心情不错, 所以随口回了一句。 软光剑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工作室搬家这个事情, 影响还是很大的。 原本磨度的好几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 因为沟通不畅都已经断了。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裴总你的项目, 已经足够养活我们整个工作室了。 裴签? 软光剑微笑着继续说道, 奋斗的全套人物原话, 还有, Gaug每月两个新英雄, 和许多新提夫。 我们工作室现在已经进入全速状态了。 托裴总的服, 房租和各项开支降低了, 工作量却没时磨变化。 而且全都是从腾达接到的高品质订单, 我们工作室现在的收入, 反而明显增加了。 把工作室搬来荆州, 绝对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与此同时, 腾达游戏, 敏镜抄照长刷论坛, 白嫖玩家们的创意。 不得不说, 玩家们的智慧是无穷的。 就比如那个旅行者包序的创意, 敏镜抄看了一眼, 就觉得非常棒, 英雄机智丰富, 形象贴切, 最关键的是, 非常符合包序的人设。 所以, 当场就采纳了。 不过, 像这种好点子, 也不常有。 毕竟玩家中精通游戏机制, 又懂设计的大佬是少数人, 大部分的创意, 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敏镜抄近期的日常工作, 就是在玩家提供的海量创意中筛选。 发现合适的, 就交给设计组去完善, 然后进入制作流程。 在筛选的过程中, 敏镜抄也有着一些潜规则。 游戏部门的设计师, 是不参加这个活动的。 像敏镜抄自己, 也设计了好几个英雄, 但他不拿这些收益。 因为裴总已经为他的工作, 付过足够多的薪水, 还会根据游戏的口碑, 投入等因素发奖金, 他觉得, 没有赚二茶钱的道理。 不好意思跟玩家抢着5%的收益。 其次, 在选择英雄的时候, 敏镜抄会尽量选择不同的创作者。 除非某个英雄明显好于其他英雄一大截, 创意必须利用起来, 敏镜抄才会考虑采纳同一个设计者的两个英雄方案。 因为这个活动本身就是全民参与的, Dalk的英雄总量有限, 奖励就这么多, 如果被同一个账号拿去太多钱, 其他人身语的动力就会大幅削弱, 不利于整个社区维持健康生态。 当然, 也要综合考虑, 这个英雄机制跟游戏机制是否契合, 英雄特征是否明显, 与现有英雄的定位是否重叠, 是否冲突等因素。 敏镜抄刷着刷着, 突然看到一个帖子的点赞数据, 似乎还不错。 他下意识地点了进去, 发现这是一个纯英雄机制的设计贴。 这个英雄的一技能是一个短距离的伤害技能, 使用三次之后可以把敌人击飞, 二技能是…… 嗯? 这游戏机制看起来挺有意思啊。 敏镜抄仔细琢磨了一下, 觉得这个英雄定位很明确, 机制本身的娱乐性也不错, 只要再配上一个合适的包装, 应该会挺受欢迎的。 但问题是, 给他一个什么包装呢? 如果这位热心玩家稍微透露一下, 这个英雄的大致故事背景, 那至少还有一个大方向, 可现在, 除了他本身是个偏战士, 偏刺客的英雄之外, 毫无任何切入点。 敏镜抄顺手点开这个玩家的资料, 想要找到一些启发。 毕竟这英雄的创意, 是来源于这名玩家的, 形象设计, 如果能跟这个玩家稍微沾点边, 那就更好了。 嗯? 腾达的所有游戏都有, 这还是一位腾达游戏的骨灰玩家啊。 哎? 孤独的沙漠公路, 购买时间这磨藻? 这是超级骨灰玩家啊。 这特磨不就是裴总本人磨? 敏镜抄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这竟然是裴总本人的账号。 他再三确认, 没错, 是裴总。 但是接下来, 敏镜抄就陷入了困惑。 裴总想要做个什么新英雄? 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事了吗? 怎么还发在论坛上, 如此大费周章? 万一玩家们不识货, 不点赞。 那这设计不是白瞎了吗? 难道说, 裴总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信, 觉得哪怕是混在玩家们的众多方案中, 也一定能脱眼出。 嗯, 从结果上来看, 是这样的。 但似乎, 仅仅是这个理由的话, 还不够充分。 敏镜抄再度开始发散思维, 毕竟要多想, 是每一位腾达员工的必备素养。 这个英雄, 为什么没有设计具体的形象? 裴总设计不出来具体形象吗? 肯定不是啊! 那就是裴总故意的。 敏镜抄反复思考, 最终总结出裴总这模做的两个意图。 第一个, 裴总把这个英雄的包装空出来, 似乎是在考验GOT研发组的能力, 让研发组揣测自己的意图, 补全英雄的外观和故事背景。 第二个, 鉴于GOT和IOI激烈的竞争, 手心手背都是肉, 裴总不想拉偏价。 所以, 才没有明确的指点, 而是用了这种隐晦的方式。 也就是说, 裴总不希望让别人知道自己, 参与了GOT的设计, 只是偷偷地帮一把。 这让敏镜抄的心里感觉一暖。 果然, GOT这个项目才是裴总的亲儿子啊。 至于那5%的收益, 裴总显然是不可能看得上的。 裴总更在意的, 应该是那个XXX的设计师, 这个头衔。 所以, 应该隐藏这个英雄, 是裴总设计的这一事实, 完全按照一个普通玩家的设计来考虑。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 到底给这个英雄, 做一个什么样的包装呢? 以裴总为原型的英雄已经有了。 那么, 这个英雄显然要以其他人为原型设计。 以谁为原型呢 裴总心中肯定有考虑 只是不好意思写出来 敏靖超认真思考 发现这个英雄似乎跟莫蒂斯特能够产生很好的配合 因为莫蒂斯特的二技能是一个风路加击退的效果 而这个击退本身其实是一个浮空加位移的状态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接这个新英雄大招的 也就是说 莫蒂斯特直接绕后用二技能风路加击退敌方关键英雄 新英雄接大 然后莫蒂斯特开大吸收伤害 新英雄与他配合开始疯狂输出 嗯 堪称完美搭档 而现实中裴总的完美搭档是谁呢 显然是软光剑软大佬啊 而且 这个英雄的技能跟软光剑大佬的特质也挺符合的 艺术家的抽象形象本来就应该是轻盈飘逸的 同时软光剑虽然外观上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 但常年受到艺术的熏陶 一举一动都有着古代文人默克的特质 想到这里 敏靖超有思路了 英雄名称 风之默克 软 软是一名华夏古代的书法家 画家 武器是一只超大号的毛笔 一技能是使用毛笔写出狂草 三次之后可以通过狂草比翼换出一道狂风 对陆镜上的敌人造成击飞效果 二技能是在面前快速绘制一幅云雾萦绕的山水画 阻挡飞行类技能 三技能是预风而行 可以在敌人之间快速穿梭 终极技能是幻境 对击飞状态的敌人施展幻境 与此同时 阮玉风而行 从千里之外 直接来到目标身边 对目标造成全面压制 并造成伤害 敏镜超把英雄的包装和技能对上之后 又认真检查了一遍 发现竟然迷之契合 难道说 这个英雄本来就是为了阮大佬量身定制的 只不过 裴总不好意思表现得这模明显 嗯 这种可能性很大 毕竟之前裴总为了照顾阮大佬的工作室 还特意调高了给外包公司的钱 就是为了让阮大佬在来到荆州之后 能够尽快地渡过难关 啊 大佬间的友谊 都是这样含蓄的吗 敏镜超不由地畅想 在未来的诸神峡谷中 莫蒂斯特和阮这两个英雄 并肩战斗的情景 想想 都觉得热血沸腾啊 敏镜超立刻开始整理阮这个英雄的原话需求表 准备第一时间发给软光剑 既然是软大佬的英雄 纳摩这个英雄的外观 当然是由软大佬来亲自设计 等旅行者包序上线之后 下一个英雄 就是风之默克 软了 敏镜超的工作效率很高 仅仅不到两个小时之后 一份关于风之默克的英雄需求表就做好了 他立刻将这份需求表发给软光剑 光环工作室中 软光剑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继续忙碌着 突然 电脑右下角的聊天软件图标闪烁了起来 并且弹出一个接受文件的窗口 风之默克 软英雄需求表点 XLSX 嗯? 软光剑不由的一愣 英雄设计竟然出得这模块 上周四还是上周五来着 旅行者包序的需求 才刚开始排上日程 这模块又有新英雄了 软光剑接受了需求表 打开一看 不由的愣住了 姓软 还喜欢书法和绘画 他有点怀疑 这个英雄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但是又觉得 这种想法似乎有点过于自恋了 就在这时 敏静超发来了消息 软大佬 没错 这就是裴总以你为原型设计的英雄 我又稍微增加了一点点细节 不过 裴总似乎比较低调 不希望别人知道 这是他的手笔 所以你也不要表现得太明显 心里清楚就行了 软光剑不由的一愣 我刚才 去买咖啡的时候 还遇见裴总了呢 也就是说 裴总在那之前 就已经以我为原型 设计好了英雄 但是在墨语网咖的时候 裴总却完全没有要提起的意思 嗯 还真是很符合裴总一贯以来含蓄的性格呢 上次光环工作室搬到荆州 裴总也是外冷内热 嘴上没说实嘛 实际上却默默调高了外包的定价 帮助光环工作室渡过难关 这次就更含蓄了 不声不响的 唯我在游戏里 做了一个专属英雄啊 软光剑的嘴角 不由的露出微笑 回复道 放心吧 一定会把原画设计得很帅气的 明经超又说道 啊 第一款皮肤出一款 跟莫蒂斯特的联动皮肤 两个英雄的故事背景 也设定为之交好友 可以吧 软光剑会心一笑 当然可以 求之不得呀 软光剑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 开始创作风之末刻 软的原画线稿 由于大体的构思已经完善了 各种点子快速地出现 被软光剑给一一抓住 压感笔快速描摹 仅仅用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英雄的线稿就已经出来了 虽然更具体的戏话 还要持续进行好几天的时间 但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线稿 也能看出这个英雄的特质 那众潇洒的 感觉简直是悦然之上 原画的正面部分 风之末刻 软正坐在一片竹林中吹笛 那只巨大的毛笔和九葫芦 都被他身体周围的狂风吹起 漂浮在空中 画面的远景 是水墨峰的高山白云 与风之末刻身上的华夏古代 游侠服饰相得一张 当然 准确地说软身上穿的 并不是标准的游侠服饰 里面也加了一些古代文人 默克常山的服饰 特点进去 让这个角色 同时具备了书生的文质彬彬 和游侠的豪气刃侠 两种特质被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而在软的背后 是莫蒂斯特的背影 以此来暗示 两个英雄之间的好友关系 软光剑看了一遍 又稍微修改了一些细节的页面布局 然后把线稿发给了敏靖超 官方公布纸集结果的时候 会把这幅线稿 和英雄的设定一起发出来 墨鱼网咖中 裴谦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 然后把笔记本的盖子合上 又忙活了一下午 之前的那个各部门关系的思维导图 又完善了很大一部分 不过 线条似乎有点太多了 裴谦自己看着 都有一些演誉 没关系 只要坚持整理 实时温习 肯定会有效果的 只要成功避免一次被刺 那我这思维导图 也就没有白做吗 裴谦把思维导图上传 原文件删除 然后把电脑交给服务生收起来 准备打到回复 结果习惯性的 在手机上打开Gog的论坛翻了一下 突然有惊喜 自己的帖子 被官方选中了 似乎才过去 刚刚二十多分钟 玩家们已经在疯狂盖楼 掐柠檬了 显然连续两个新英雄的采纳 让玩家们都羡慕极度恨 同时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裴谦很高兴 敏敬超很有眼光吗 能看出来这个英雄的机制不错 这模块就采纳了 只是不知道他打算给这个英雄 搞一个什么样的包装呢 裴谦翻到帖子的证文 仔细查看 看完英雄名称 故事介绍 技能描述和那幅原画草图之后 裴谦沉默了 对着手机屏幕 许久说不出话来 坑爹呢 这是 好好的一个快乐疯男 怎么会又跟软光剑扯上关系了 而且 这软光剑绝对是有很大的私心 否则维神魔 他会把这个疯之末刻画的这魔帅 而撒币刺猬莫蒂斯特 就化成了一个喜剧角色 更加丧心病狂的是 这俩英雄 竟然还在风之默克的原画上同框了 这对比就更明显了 裴谦甚至能想象出来 软光剑在绘制这幅原画的时候 脸上是怎样一种自恋的表情 还有 软氏莫蒂斯特的至交好友 又是怎么回事啊 谁跟你是至交好友了 别跟我套近火 裴谦都无语了 这个软光剑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对裴总造成精神伤害 而且不知道维神魔 还可以完全免疫掉裴总的报复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天敌 裴谦很气 但既然官方已经采纳了 5%的皮肤收益已经到手了 那魔这个英雄 到底是快乐疯男 还是快乐画师 已经无所谓了 关掉帖子 裴谦发现 自己的账号 收到一条私信 标题是 裴总 非常感谢 裴谦 这似乎是敏静超的账号 赶忙点进私信查看 裴总 我懂你的良苦用心 你放心 这个英雄的事情 我和软大佬都会替你保密 我会按照普通玩家的流程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知道 对您来说 5%的皮肤收益不算什么 你更在意 Dog能否在和IoI的长久竞争中胜出 还有跟软光剑大佬的友谊 看到这里 裴谦心里咯噔一下 卧槽 这啥意思 5%的收益该不是不给我了吧 我对后两者完全不感兴趣 你要是敢不给我那5%的收益 信不信我立刻 就把你安排到非洲大草原 去跟场景录玩一下 欲与天公事比高 赶忙继续往下看 不过 规定就是规定 您是以一个玩家的身份 提出的这个设计方案 自然应该获得这5%的收益 我知道您并不需要 但我还是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 把这些收益打到您的账户上 请不要介意 裴谦愣了一下 随即陷入狂喜 可以 小伙子你路走宽了 很伤到吗 裴谦差点都打算给新助理 让他打电话订一张 去非洲的单程票了 但是看到这一段 裴谦一时到自己错怪了敏靖超 本来裴谦还想追究一下 敏靖超乱脑补自己的想法 把这个英雄包装成软光剑的事情 但现在完全不打算追究了 这个英雄爱包装成啥样是啥样 反正你就把那5%给我就行了 很好 只要你敏靖超 还在腾达游戏部门一天 我保你荣华富贵 绝对不会把你给守卫淘汰掉 哪怕以后你赚了钱 我也绝对不会怪你 裴谦在心中给敏靖超默默的发了一张单书铁券之后 不由的心情大好 哼着小曲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 正好碰到软光剑工作累了 离开工作室来溜弯 裴谦微笑着冲软光剑点头示意 软光剑也点头回礼 看着裴总离去的背影 软光剑不由地琢磨 从时间上推断 裴总应该已经看到那幅原画的线稿了吧 这魔高兴呢 能用一幅画让裴总从 美好明天 海外版失利的阴霾中走出来 很不错嘛 软光剑也哼着小曲散步去了 5月11日 周三 托管健身汉东大学店 拜拜 亚铃教练 几个学生模样的人 向李亚铃挥手道别 离开托管健身房 李亚铃也微笑着冲他们挥手致意 等众人离开之后 才返回健身房中 在休息区坐下之后 李亚铃拿出手机 刷着网页 亚铃教练 最近又给健身房 招来了很多新学院啊 简直是顶起了咱们健身房的半壁江山 太厉害了 另一位教练夸赞道 李亚铃笑了笑 谦虚道 苗教练 你又拿我开玩笑了 半壁江山可不敢当 只是大家比较捧场而已 苗教练从旁边的零食区 随手拿了一根香蕉 一边吃一边说道 亚铃教练太谦虚了 对了 咱们健身房最近似乎在疯狂扩张啊 亚铃教练能力出众 怎么也得被裴总安排 去一家健身房当店长吧 李亚铃摇了摇头 我对店长不感兴趣 当店长要管这管那的 太麻烦了 我就想当一个普通的教练 叫别人练肌肉 咦 今天夹那电影节 似乎开幕了 苗教练把香蕉皮扔进垃圾桶 夹那 电影节 不感兴趣 都是一些外国人拍的文艺片 跟咱有啥关系 李亚铃点点头 是 我之前也不关注这个 不过今年似乎美好明天也参加了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什么奖项 苗教练依旧不太感兴趣 我看墨系 人家外国人评讲 有外国人的一套逻辑 文化差异太大 咱们去人家的场地 按照人家的规则赛跑 束手束脚的 有啥意思 反正 美好明天 在国内也火了 证明了这是不好片子 何必再去求得外国人的认同 李亚铃笑了笑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 万一呢 好东西 到哪都受欢迎 两个人的话题就到此结束了 李亚铃站起来活动了活动 准备趁着现在人手 自己也去练练 刚站起身 就看到前台妹子站起身来 裴总 您来了 李亚铃转头一看 裴总闲停信步地 从健身房正门走入 正在四下打量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在看到李亚铃之后 裴谦眼前一亮 找到了 亚铃教练 我有事情找你 李亚铃一愣 裴总 该不会是去当分店的店长吧 裴谦一听 差点气乐了 你想啥呢 就你这样的危险分子 还想着再货货我一家分店 你想得美 裴谦摇了摇头 不是 我们坐下说 李亚铃一听 不是去当分店店长 也有点困惑 除了这个 还能是什么事呢 两个人在休息区坐下 旁边的前台妹子 端上来两杯白水 裴谦喝了两口 寡淡无味 只好放在一边 其实我这次来 是想问你 愿不愿意接受一份 专职教练的工作 负责十名选手的健身训练 我必须说明 这是一份非常艰巨的任务 需要非常高端的专业之时 才能胜任 不过相应的 我也会给你更加丰厚的酬劳 只要你答应接受这个任务 训练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你都可以跟我提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 李亚铃听着 眼睛亮了起来 听起来是一份很有意思 也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呀 李亚铃对于当店长 本来就不感兴趣 她更喜欢教练这份工作本身 不管是自己健身 还是叫别人健身 或者是跟顾客出好关系 帮助他们更好的锻炼身体 都是李亚铃所喜欢的 现在听到裴总的提议 李亚铃觉得 似乎很不错呀 专职教练 只负责交十名选手 而且还需要非常高端的专业之时 这非常符合呀 更何况 裴总还承诺了掌心 还承诺了 会满足训练中 所需的一切条件 这简直 就是所有教练的终极梦想啊 李亚铃立刻点头 莫问提裴总 我一定完成任务 裴千威笑着点点头 很好 那给你两天时间 稍微交接一下 健身房这边的工作 周六我来健身房接你 一起去训练基地那边 李亚铃很高兴 好的裴总 我会在周六前把交接工作完成的 虽说脱管健身房并没有一对一的私教 但很多学员都是冲着李亚铃来的 走之前至少要通知人家一声 而且脱管健身房的教练排班都已经完成了 李亚铃这一走还得重新安排 所以需要两天的交接时间 裴千起身离开 心情非常愉快 完成 既为脱管健身房 除掉了一个安全隐患 又为DGE战队找到了教练 简直是两全其美 双喜临门 当然 裴千也很清楚 等周六的时候把李亚铃带到DGE电竞俱乐部的训练场地时 这两边肯定会对联猛逼 李亚铃期待着带的是一堆绑大腰圆的专业健身选手 结果陷到了一群骨瘦如柴的网瘾少年 而这群网瘾少年期待着见到一名专业的电竞教练 结果来了一个女教练 还是能一拳打死牛的那种 这需求肯定是对不上 但是裴千觉得都是教练 练身体和练手素那都是练 没石磨区别吗 更何况就现在国内教练这个水平 李亚铃还真不见的会比他们差 就像古事一样 有的时候你什么股票都不买 就干掉了七成的竞争者 总之这个安排很完美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裴千不由的感慨 我简直是个天才 5月12日周四 裴千正躺在床上睡懒绝 手机响了 睁开心松的睡眼 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心想这大早上11点钟 是谁给我打电话呢 一看来电显示 竟然是马羊 裴千一个机灵 瞬间清醒了 老马该不会又给我搞事情了吧 现在马羊可是裴千的重点盯防对象 这个电话可不敢不接 喂 千哥 我在圆梦创投这边的工作 有重大进展 电话里传来马羊兴奋的声音 裴千立刻如灵大敌 之前裴千本来已经用技把马羊捆在了DG电竞俱乐部 让他天天打游戏乐部私属 忘记了投资的事情 但是前段时间 DG那帮愣投青选手下手莫轻莫重的 一局游戏直接把老马打成了0-28 帮马羊借出了网瘾 所以 马羊只能回去继续琢磨投资的事情了 裴千从床上翻身坐起 嗯 说来听听 马羊兴奋地说道 千哥 你不是让我找那种特别有梦想的项目吗 我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 这次裴千来了兴趣 哦 多有梦想 马羊 要多有梦想 就多有梦想啊 千哥 梦想爆棚了 裴千眼前一亮 难不成老马又要为自己立下汉马功劳了 但是接下来马羊说的话 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而且千哥 你猜是谁提出的这个特别有梦想的方案 是我们的老熟人 张旺啊 所以我说 这个项目特别靠谱吧 又有梦想 又是成功合作过的熟人 这太完美了 千哥 你赶紧来公司看方案吧 裴千 张旺 不就是那个做共享电话亭的人吗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他还要连找上门来 做共享电话亭的时候 张旺先是用一份虚假的计划书片得了裴总的信任 之后自己偷偷摸摸地把电话亭给改得面目全非 现在 这个电话亭已经打入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各大商场 尤其是在荆州 软光剑亲自绘制的那些GOG英雄主题电话亭都快成打卡胜地了 如此深仇大恨 还想从我这拿钱 门都没有 裴千当时就想挂电话 不行 马阳一愣 千哥 连项目名字都莫听呢 别这么着急否定啊 我跟你说 这项目可有意思了 张旺把原型机都带过来了 我都玩了半个多小时了 完全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能玩三天三夜 裴千听得有些困惑 原型机 玩了半个多小时 这到底是是个傻 那行 你把项目名字说给我听听 裴千松口了 马阳 全自动台杠机 裴千 啥 全自动台杠机 马阳又重负了一遍 那是什么 马阳黑黑一笑 你看 千哥 我就说你肯定会感兴趣吧 你快来 光是语言难以描述这个东西 有多好玩 裴千立刻下床 好 你等等 我马上到 半小时后 裴千来到圆梦创头 贺德胜等人 也都已经到齐了 张旺见到裴总来了 立即站起身来 跟裴总亲切握手 裴总 感谢你能百忙之中 前来看我的新项目 裴千还记得自己 第一次见张旺 是在一月份 那时候 外面天气零下激度 张旺穿着一件很敷衍的黑色外套和牛仔裤 能够看到衣服下面隆起的肌肉 飘逸的长发 扎了个马尾飘在脑后 颇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但是今天 张旺的外形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头飘逸的长发莫变 但身上穿的衣服已经换了 换成了名牌的T恤和牛仔裤 看起来比最早见到时的那身衣服 贵了几十倍 当然 那种超成脱俗的气质 还是没有变化 想想也对 张旺以精品及共享电话亭这个项目 基本上实现财务自由了 当然 每个人对于财务自由的定义不一样 张旺属于那种对个人享受并不在意的类型 所以 标准比其他人要低 但不管怎么说 共享电话亭赚来的钱 也已经足够他衣食无忧 不必再为生活奔波 裴谦完全不想跟他多说话 只是敷衍地握了握手 然后问道 项目呢 马阳一抬手 千哥 会议桌上的这个就是 裴谦在会议桌旁坐下 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盒子 盒子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排整整齐齐的不锈钢金属小棍 造型有点像是幼儿园里常见的那种敲敲板 马阳把盒子挪了挪 让盒子的正面对准裴谦 从裴谦的角度看 这些小棍敲敲板 全都是被压下去的一端朝向自己 在小棍和盒子的接触位置 也就是盒子朝向自己的这个边缘 被打磨得很圆滑 似乎是为了方便拨动小棍 俯视的话可以看出 这些小棍敲敲板 只占据了整个盒子顶面的一半位置 顶面的中心有一条很不明显的线 似乎把顶面给分成了两半 剑本章说 裴谦有点困惑 这是啥 马阳说道 谦哥 快把那个小棍往上抬一下 裴谦把手只伸到小棍敲敲板 被压下去的那一端的下方 刚好触碰到被打磨得很圆滑的这条边 金属小棍冰凉圆润 手感不错 裴谦往上一抬 只听啪的一声轻响 不锈钢小棍就像是敲敲板一样 这一端抬起 另一端落下 裴谦刚想问 然后呢 就看到盒子的顶盖自动打开了 一个Y字形的黑色金属小棍 从盒子中升起 又把被压下去的那一端给抬了起来 啪的一声轻响 所有的金属小棍 全都恢复了原状 回到了裴谦抬起小棍一端之前的状态 而后 这个Y字形的黑色金属小棍 缩回了盒子中 盖子自动盖上 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裴谦 他又试着抬起另一根小棍 结果还是跟之前一样 盒子打开 对应位置 升起一个Y字形的黑色金属小棍 又把被压下去的那一端 给抬了起来 裴谦连续搬动多个金属小棍 盒子里的Y字形黑色金属小棍 就会按照顺序把所有的金属小棍 全都一次复原 最后缩回盒子里 让一切维持原状 张旺非常骄傲地说道 裴总 这就是我发明的全自动抬杠机 这台机器 可以完美地模拟 跟许多个滋身 杠金同时抬杠的体验 只要你在任意时间 想开始抬杠 盒子中的杠金 就会立刻抬回来 可以陪你一直不眠不休地抬下去 这有效解决了 你在网上跟杠金抬杠 结果对方中途放弃的这种痛点 不管想要抬多久 这台机器 都会永远陪你抬下去 永远不会觉得枯燥 而且 裴总你看盒子的正面下方 那里有一个纯机械结构的自动技术器 它会统计你的连续抬杠次数 并用最简洁的数字给展示出来 一旦停止 数字就会消失 马阳非常兴奋 怎么样千哥 是不是特别好玩 是不是能玩连续玩三天三夜 我刚才都已经 把数字抬到三百多了 裴谦看了看一脸自信的张旺 一脸期待的马阳 又看了看一脸蛋疼的贺德胜 显然 贺德胜对这个项目非常不看好 裴谦考虑片刻 问道 这一台全自动台杠机成本多少 售价多少 张旺说道 成本在二百块以内 我打算卖二百六十块钱左右 裴总 我只要二百万 生产一万台 裴欠摇头 那不行 把成本给我提到四百块 卖四百八十八 我给你八百万 马上量产 张旺愣了一下 裴总 四百块的成本价 没有必要啊 而且 这成本也很难加的上去了 裴欠一皱眉 加不上去 怎么可能会加不上去 盒子再做大一圈 找知名艺术家 设计设计外形 给相对精编 再把材料的质感 好好打磨打磨 做共享电话亭的时候 不是挺舍得花钱的吗 怎么越来越回去了 张旺被裴总批评的 很是惭愧 好的裴总 那我就按您说的来了 贺德胜的表情变得非常精彩 他本来以为 裴总不会看好这个项目的 然而裴总不仅把要投的钱翻了四倍 还把这个东西的售价 从二百六十 抬到了四百八十八 不管从任何角度考虑 这玩意 也根本不值那磨多钱啊 贺德胜觉得 这东西顶多算是个无聊时的小玩意 要是卖个四五十块钱 说不定还会有人买回家玩一玩 但是卖四百八十八 谁会买 这玩意造型虽然独特 但也说不上特别美观 更没石磨去味性 除了马总这种思路奇怪的人 应该默认会闲地 默示感跟他抬杠击个小时吧 就算这世界上有一些无聊的有钱人 那也不可能卖出去两万台啊 要是量产之后卖不出去 全都积压在仓库中 那这不是纯亏吗 贺德胜本来想说点什么 但转念又一想 既然裴总开口了 那肯定是有办法 所以 还是别多嘴 好好看好好学 裴迁拍着张旺的肩膀 脸上的欣赏之情 溢于言表 太棒了 看起来之前的共享电话亭 只是一个误会 这个大发明家张旺 还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要是像这样卖不出去的发明 再来十个 裴总轻轻松松 就能亏出去八千万 而且还占用了仓库的地方 简直是太舒服了 5月13日 周五 腾达游戏部门 胡贤兵一仰头把杯中的咖啡喝完 继续埋头工作 现在腾达的游戏部门 分成了两支队伍 胡贤兵带着一批人研发 奋斗 而敏金超带着另一批人运营Gog 跟IOI斗志斗勇 两边的画风 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敏金超那边 每天都在热烈讨论各种英雄 气氛非常活跃 而胡贤兵这边 则全员沉闷 主要是 奋斗的研发难度 本身就已经很大了 在研发过程中 还感觉各种被接伤疤 心灵受到严重伤害 这气氛没法活跃 胡贤兵的游戏剧本 还在继续完善 并没有完全定稿 不过所有游戏角色的原话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不得不说 软大佬这效率就是快 胡贤兵把文档保存好 然后打开几分钟之前 软光剑发过来的图集 只不过挨个看不去之后 越看越迷惑 这些游戏中的角色 包括穷人主角 富人主角 穷人父母 富人父母 穷人上司 富人上司等等 一大堆 因为是先选演员后画原画 所以按照原本的计划 应该是在演员的外形基础上 进行少许美化和修饰就可以了 然而 现在交到胡贤兵手上的这批原画 却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所有的这些形象 全都用了更加夸张 更加极端的表达方式 甚至有一些角色 画得非常奇葩 就比如 穷人一家 全都过度肥胖 尤其夸张的是 穷人一家的妈妈 看体型 几乎快要到300斤 而动作捕捉演员 显然没这魔胖 等动作捕捉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办法 去模拟出 这种过度肥胖的状态 此外 富人主角帅得有点过分了 完全跟欧美那边的超一流明星一样 整个人光鲜亮丽 而穷人主角 不仅是长相平庸 他的神态中 能够看出明显的谄媚 似乎还隐藏着一丝怨气 这两种表情 强行柔和在穷人主角的脸上 表现得过于清晰 以至于让人会本能地产生一种不适感 换句话说 软光剑几乎把这些角色的深层特质 给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 收到这批原话之后 胡显兵的第一感觉是不妥 他有点纳闷 软光剑大佬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结果软光剑说 这都是裴总要求的 于是 胡显兵立刻开始揣摩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缺点 应该是会降低游戏的真实感 优点吗 更加奇葩的画风和人物会突出角色特征 加深玩家的印象 脸谱画的形象 可以起到一种象征的作用 更容易突出主题 还有别的吗 似乎想不出来了 胡显兵努力解读了一番 虽然也解读出来一点东西 但觉得 都不是特别令人幸福 考虑到 奋斗的开发任务很重 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过于深入的解读 胡显兵只好暂且作罢 反正等游戏发售的时候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把所有原画全都检查一遍 准备转交给外包去制作模型 同时也可以安排动作捕捉演员 开始进行动作捕捉表演了 简单把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捋顺之后 胡显兵再次把全部精力放在游戏的剧本上 在写剧本的过程中 胡显兵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已经困扰了他两天 说起来很神奇 他竟然在这款游戏中 遇到了一个数值问题 按理说 这游戏没有数值问题 可他就是这魔神奇的出现了 富人版一切顺利 问题出在穷人版上 按照裴总的要求 穷人版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让贫穷的轮回永远继续下去 原本胡显兵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非常符合逻辑 但问题在于 游戏中必须对富人主角和穷人主角获得的财富 有所交代 穷人手中有多少钱 需要用多少钱维持基本生活 工作后能够赚多少工资 这些都要有一个大概的数字 否则肯定会有玩家挑刺 如果一个关节节点 剧情安排穷人的钱不够 所以才最终导向了恶性循环的结局 那就得想个办法 保证穷人玩家的钱确实不够才行 但是胡显兵算来算去 从理论上来说 穷人主角的钱比想象中的要多 最后应该不至于沦落到那摩惨的结局才对 穷人路线 玩家也是要做很多选择的 有些收入高 有些收入低 但即使是完全选了收入高的选择 最后也依旧是那个贫穷轮回的结局 但从数据上看 全选正确的选择之后 穷人应该比他的父母要有钱很多 生活也幸福很多才对 结局不能改 因为裴总已经清定了 于是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这样做下去 游戏合理性没了 作为一个剧情为重的游戏 如果游戏合理性崩了 那就全完了 口碑销量双崩盘 所以 胡显兵如林大敌 觉得自己必须的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踏实 想了一段时间之后 依旧毫无头绪 胡显兵又打开角色的原话 漫无目的地翻着 想着 能不能从中找到一些灵感 富人主角西装革履 光鲜亮丽 一看就是生活无忧的上层人士 西装手腕处的 那个特殊的金色标志非常醒目 明显是某个奢侈品品牌 两个纯金色大写的 L以中心对称的方式 拼接在一起 同时进行了艺术的夸张 看起来非常富有设计感 胡显兵没有在意 继续翻 翻到了穷人上班后的那张原画 上班后的穷人手臂 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仔细观察会发现 公文包上隐约露出了logo 同样是两个纯金色大写的L 胡显兵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又往前翻 看到穷人在上大学时穿的鞋 鞋子上同样有这个logo 胡显兵继续往后翻 发现所有的原画中几乎有六七成的人的服装上都有这个logo 富人全都有 而穷人中只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那批人才有这个logo 这很合理 毕竟这样的奢侈品品牌 收入低的穷人也不可能买得起 胡显兵能够大致猜出软光剑大佬在创作时的想法 这些动作捕捉演员在拍照是都是穿的日常服装 原画上的这些服装都是软大佬根据这些角色所处的财富阶层重新设计的 而为了突出富人的人物特点 显然需要用到一些奢侈品的品牌 所以软光剑就根据现有的奢侈品 虚构了一个品牌 作为这些原画中角色的装饰 至于维时模只有一个品牌 显然是因为多画一个牌子没有意义 玩家在玩游戏时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如果是两个品牌 玩家很可能记不住会搞混淆 所以本着简单实用的原则 游戏中只要有一个品牌的衣服就够了 标有两个金色L字母logo的品牌 是奢侈品品牌 而其他没有logo的都是便宜的杂牌 这是很正常 很自然的设计 软光剑再画的时候 多半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是看着这些图 胡显兵却突然捕捉到了一丝灵感 他的本意 是为穷人花光钱找到合理性 按照胡显兵之前的计算 如果只购入生活必需品和平价商品 并且在游戏中做对大部分选择 穷人的工资肯定是能够积攒下来 改善自己生活的 但是为了达成裴总清定的贫穷循环结局 必须强制穷人把这些钱给花出去 现在合理性有了 就是这些奢侈品的包 鞋子 衣服 首饰 化妆品等等 买了这些东西 工资自然就不够了吗 胡显兵长出一口气 总算是给游戏中的漏洞打上了补丁 这下应该不会有玩家挑刺了吧 胡显兵把这些奢侈品的开销加了进去 发现原本预估的穷人财富立刻不够了 不仅一分不胜 而且还足以背上负债 好了 完美解决 胡显兵兴奋的一拍手 虽然这重处理方式显得有些草率 但游戏的合理性成功解决了 他也没多想 毕竟这不是游戏的核心内容 只是表现穷人和富人生活的一个细节而已 甚至玩家们多半不会注意到这些 5月14日 周六 裴谦和李亚玲在DGE电竞俱乐部门外下了车 李亚玲下车之后看着周围 脸上还有些期待的表情 看这意思 裴总是把这些健身选手的训练基地 安排在了明云山庄的别墅 虽然有点奇怪 但似乎也未尝不可 裴谦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带着李亚玲往里面走去 现在是周六上午的九多点钟 整个大厅中都还空着 只有张元自己正在旁边的一块小白板上 写安排好的训练计划 九点起床 九点至十点 洗漱 早餐 抵达训练室 十点至十二点零分息 开会 训练 十二点至十二点三十分午餐 十二点三十分至十三点三十分午休 十三点三十分至十四点热身 十四点至十七点三十分训练赛 十七点三十分至十九点晚餐 休息 二十三十分之二十三十二十四点零分息 开会 二十四点至一点洗漱 收手机 进入睡眠 按照这个日程表来看 现在选手们显然是刚刚洗漱完毕 去吃早餐了 这里距离摸鱼网咖 明云山庄店不远 不管是点摸鱼外卖 或者去店里 吃都是可以的 亚琳看着这个日程表 不由得皱眉 太不专业了 尤其是看到正在写日程表的张元 完全没有训练过的痕迹 亚琳就更加觉得离谱 怪不得裴总来让我接手呢 现在这个带队的教练 应该从大街上随便抓来的吧 太业余了 这不是耽误人吗 至于这个日程表 问题就更多了 首先 这作息时间就有大问题 为了确保身体健康 应该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 晚上十点前睡觉才对 这末熬夜 很影响训练效果的 其次 这日程表上完全没有写饮食内容 至少应该把每天几次进食 每次进食的精确分量 给写上吧 最后 这个训练时间 未免也太长了 专业健美运动员之间的差别也很大 有些人一周只练三到四次 每次都只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而有些人 因为疼痛忍耐度高 可以做超越力竭的训练 每天的训练时间 则能达到八小时 甚至十小时 但归根到底 能练多少小时 还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条件来的 这种一刀切的安排 所有人练到凌晨才休息 一点都不科学 甚至还有训练赛 完全想不通健美选手搞训练赛 有什么意义 比谁post摆得好吗 亚林对这个日程表的意见很大 心想 一会儿我接手 就得给他全都改掉 张元也看到裴总来了 赶忙放下手中的马克比 裴总 今天来得这么早 裴谦点点头 乐呵呵地说道 是啊 我帮你把教练带来了 张元高兴地一拍手 太好了裴总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刚从网上抄了个训练日程表 准备让选手们按这个练呢 教练来了 我就放心了 那就等教练 重新制定日程表吧 裴谦给两人介绍 这位是负责人兼领队 张元 这位是专业教练李亚玲 两个人亲切握手 握完之后 张元看着自己的手 脸上带着些困惑 这妹子 手镜真大啊 今天亚玲妹子穿着长裤外套 由于本身骨架比较小 所以健硕的肌肉 都被隐藏在衣服下面 配上长相甜美的脸蛋 完全看不出她的真正实力 亚玲本来还有点忐忑 生怕自己教得不好 给裴总丢人 但是看到现在的情况 就完全不担心了 反正自己教得肯定比这位张领队强啊 唯一想不通的一点在于 客厅里摆 这么多的电脑盖石膜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是选手们吃完饭回来了 裴谦一看 这时间正好 赶忙把所有的选手都招呼过来 亚玲教练 这就是你要带的十名选手 李亚玲愣住了 看看这十位古兽如柴的网瘾少年 又看看一脸认真的裴总 这才意识到似乎哪里出了问题 这十个人还不如张颜呢 张颜虽然没有训练痕迹 但至少看起来还有点肌肉 而这十个人 要么是瘦得跟猴子一样 要么是过度虚胖 有的弯腰驼背 有的肋骨外翻 别说肌肉了 连体态上都有很大的问题 显然 这十个人根本不是健身运动员啊 再联想到客厅中的电脑 亚玲妹子似乎明白了什么 而对面的十个网瘾少年 在客厅中站成一排 也在打量着这个新教练 有不少网瘾少年 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不敢直视 好 好可爱 严格来说亚玲妹子的脸 还是比较有迷惑性的 属于甜美风 尤其是今天 她穿着宽松的外套和长裤 遮住肌肉的同时 又把身材的线条 给很好地展现了出来 网瘾少年们 乃现过这种架势 一个个地更加自闭了 大家本来以为来的 会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 或者跟他们一样的网瘾前辈 结果万万莫想到 来的教练 竟然是个萌妹子 这真是太刺激了 只是张元站在一边 本能地有点担心 因为众所周知 在电竞项目上 女性选手并不占优势 也不知道这位女教练 在告别中是什么分段的 能不能服众 对游戏的理解 能不能胜任教练的这个职位 裴谦知道是到如今 也是该跟大家摊牌的时候了 轻渴两声 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 就在这时 外面有人轻轻敲门 您好 您的桶装水到了 客厅里就有一台饮水机 桶里的水已经见底 一个网瘾少年 自告奋勇地冲了过去 我来吧 送水小哥 本来想帮忙把水换好 但是看到这哥们 自告奋勇地来帮忙搬水桶了 也就没有拒绝 这个网瘾少年 吭哧吭哧地 双手抱着水桶 艰难地向饮水机 那边挪动 搬了一半 他就后悔了 这水桶 似乎比想象中的要沉啊 他本来是想在这位 长相甜美可爱的 女教练面前 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的 结果万万莫想到 这代价稍微有点大 才搬到一半 就明显坚持不住了 而其他选手 完全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只是强忍着笑容 等着看笑话 想在教练面前表现 玩砸了吧 也好 你自报了 我们的机会就增加了 搬水的网瘾少年 羡慕人愿意帮忙 只能把水桶放在地上 打算稍微休息一下 再搬完后半程 然而就在他满脸通红 累得直喘气的时候 亚铃教练来到他的面前 轻松地单手提起水桶 我来吧 网瘾少年 吭哧吭哧地 费了半天劲 才走完一半的路程 而亚铃教练 则是轻巧地 走完了剩下的一半路程 然后左手轻轻一脱 就把水桶给换好了 动作过于轻松 以至于给人一种错觉 就是 空桶和装满水的桶重量 似乎差不多 场内陷入了 诡异的寂静之中 有几个网瘾少年 都偷偷地 捏了捏自己的胳膊 又看了看轻描淡写的 换完水 连大气都不用穿的 亚铃教练 陷入了沉默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亚铃教练叹了口气 虽然不知道具体 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觉得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们这 似乎是一个电竞训练基地 但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说着 他脱掉外套 露出自己强壮的 弓二头肌 之前那个 努力搬动水桶的 网瘾少年穿着粗气 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就这教练 把我们十个都打趴下 大气都不带喘的 张远也满脸疑惑地看着裴总 心想 这是什么情况 裴总你说去俱乐部 挖县城的教练不靠谱 自己来物色 我信了 可是 你给我找个健身教练 来是啥意思 一点都不对口啊 电竞比赛 就算是线下那种面对面的比赛 也是只能动口 不能动手的 在众人困惑的目光中 裴谦轻渴两声 来到客厅中央 我知道 大家可能 都有一点点困惑 请大家听我解释 我认为 国内目前的电竞俱乐部 都太不正规了 训练方式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 我要采取一种新的训练方式 裴谦表情严肃 义正词言 说得自己 都快信了 目前国内的电竞俱乐部训练 过于忽视选手的身体健康 电竞选手们 本来就是网瘾少年居多 生活习惯本来就不健康 在电脑前久坐 颈椎 腰椎 手腕 都很容易出问题 尤其是训练时间长了 很容易患上职业病 有很多电竞职业选手 在荡打之年 饱受伤病困扰 影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很多电竞俱乐部的做法 都是杰则而鱼 在年轻的几年内 让选手拼命训练 既不保障饮食营养 也不保障身体健康 让多少有天分的选手 因为健康问题 早早地离开了赛场 简直就是抱天天物 此外 保持强健的体魄 能够让你们的精力 更加集中 耐力更好 电竞比赛 虽然只是动动手指 但由于大脑时刻 都在高速运转 注意力高度集中 所以 对于体能的消耗 完全不比其他的竞技运动要低 很多时候 比赛陷入持久战 膀胱局 拼的就是意志 拼的 就是体能储备 谁能在大后期 还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和高度集中的精神 谁就能取得胜利 天赋是天生的 技术是练出来的 但除开这两点之外 体能这个隐性条件 被很多俱乐部忽视了 现代竞技比拼的 不仅仅是运动员的天赋 还要比科学 比后勤 补起一块最大的短板 比拼命加长板 要更加有用 所以 我请亚林教练 来担任你们的教练 全面改变你们 孱弱的体魄 是从根本上提升 队伍的战斗力 明白了吗 众人面面相去 似乎 有内膜一点点道理 但是 张元倾咳两声 嗨嗨 裴总 让亚林教练 来帮助队员们 提升身体素质这一点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但是 队员们的训练 也需要有人指导啊 裴谦微微一笑 这一点我当然 也有考虑 两支队伍各选出一名队长 负责指挥 赛后总结和复盘 专业的事情 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你们都是凭自己天赋 打上的高分段 只要认真钻研 目前大部分教练的游戏理解 都不如你们 张元跟一众网瘾少年们 面面相去 这样能行 总觉得这路线 似乎有点过于幺蛾子了 但是裴总说的太坚决了 以至于一时间 找不到什么很好的点去反驳 裴谦非常满意 很好 大家都没意见的话 那就按这个来了 大家好好相处 有什么事情 张元你和亚灵教练两个人 商量着来就行了 告辞 一切搞定 裴谦准备开溜 张元赶忙把裴总给拦住了 裴总你先留步 嗨嗨 我觉得吧 这个训练方式 似乎也未尝不可 可以先尝试一段时间 看看效果 不过在此之前 似乎要敲定一下 训练的日程表吧 我和这位亚灵教练 肯定都有各自的看法 遇到分歧的时候 还是得裴总你来拿个主意啊 亚灵教练 也点头表示赞同 他也看出来了 自己 似乎可能 也许是被裴总给套路了 不过 他也并没有想要拒绝这份工作 因为一旦接受了 这种设定之后 似乎也还不错 这些网瘾少年 一个个的看起来 确实非常缺乏锻炼的样子 既然裴总是让自己带着这些人练肌肉 那就还是在自己的工作范畴之内 反正在健身房 带学员也是带 到这里带学员也是带 条件还更优厚了 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 不过有一个前提 就是跟这个张元领队的分工 一定得分清楚 否则到时候 一个指东一个指西 张元说练手 素亚灵说练胸肌 队员们该听谁的 所以 张元和亚灵初步达成共识 就是 这个训练方法可以试一试 但前提是 裴总要帮两个人分好职责范围 制定好训练的日程表 裴谦本来想糊弄过去 让两个人互相掐起来才好 但是两个人以精明确提出来了 自己就这模一走了之 似乎也不太合适 只好勉强点头 行 那我们找个地方 去对一下训练的日程表 张元冲着选手们摆了摆手 大家各自打打单牌训练吧 选手们纷纷落座 戴上耳机 进入GOG开始游戏 他们不知道 三位大佬具体会 制定一个怎样的训练计划 但从心底里对 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担忧 要不是这个俱乐部 有腾达的信誉作为担保 他们差点以为 自己是不是被坑了 张元把写着 训练日程安排的白板 推到客厅中原本的餐厅位置 这里是俱乐部的会议室 亚林教练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现在在看这个训练的日程表 瞬间感觉完全正常了 这似乎就是标准的电竞选手训练日程 没事磨好更改的 裴谦和张元也各自坐下 裴总 咱们先对一下日程表吧 您看这个日程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 裴谦看了看白板上写好的日程表 又看了看亚林教练 教练有何高见 亚林教练摇了摇头 这就是一份标准的电竞选手训练日程吧 没事磨好说的 我只要求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给我留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带着大家去健身房锻炼 裴谦一听 立刻摇头 没事磨好说的 我觉得 可说的地方很多啊 首先 早睡早起身体好 九点钟起床 晚上一点才睡 虽然也保证了八小时睡眠 但这个作息时间太不健康了 裴谦掏出手机 快速搜索熬夜的危害 科学研究表明 晚上九点人体 就会开始分泌退黑素 十点半长到蠕冻减慢 凌晨两点 正常人应该进入深度睡眠状态 而熬夜 就是在打乱生物中 会有一系列危害 这些危害包括 短期记忆力衰退 学习能力下降 内分泌 系统紊乱 免疫力下降 心脏疾病风险增加等等 概括的说 就是变胖 变丑 变笨 容易忘事 容易生病 对于电竞运动员来说 变胖变丑还好说 如果变笨 还说什么游戏理解 如果容易忘事 还记什么技能冷却时间 生病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队员生病 其他的所有队员 也都没训练赛可打了 如果十个人轮流生病 一个月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打不了训练赛 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必须纠正作息时间 依我看 就每天六点半起 床 晚上十点钟睡觉好了 张元的表情有些茫然 可是裴总 这个日程表 主要是为了保证训练效果呀 早上六点到十点 游戏的高端局 基本没有玩家 大部分玩家都活跃在晚上和深夜 所以 为了能更好地打高端局 只能把整体的时间往后掉 陪牵一抬手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取手问题 你是选对员的健康呢 还是选一些过量的 没时磨用的高端局呢 如果晚上十点睡觉的话 每天也只是少打两个小时的高端局 整体的训练时间是莫变化的 影响莫那么大 相对而言 保持健康的身体 充沛的精力 良好的记忆力 才是更重要的 张元想了想 裴总 早上七点钟吃完饭 一直到上午十点钟 这段时间高端局莫人 没法单排训练 那这段时间 队员们干什么呢 裴谦呵呵一笑 自定义啊 去研究每个英雄的技能 释放时间 熟悉前摇后摇动作 练一练各个英雄操作的基本功 这不也是很重要的训练内容模 或者打打娱乐局 5V5乱斗之类的 也是不错的训练方式 对了 在此之前 还要安排一个小时的健身 我还是直接把 日程写出来吧 裴谦站起身来 直接把白板上的内容擦掉 然后重写一份日程表 6点30分起床洗漱 晨跑40分钟 7点20分至8点早餐 抵达训练室 8点至10点 自定义基本功练习 10点至12点两场训练赛 赛后总结开会 12点至12点30分午餐 12点30分至13点30分午休 13点30分至14点游戏内热身 14-00-17-30BO5训练赛 赛后总结开会 17点30分至18点晚餐 18点至20点健身训练 20点至22点单排训练 22点洗漱 睡觉 裴谦写完之后 把笔交给亚玲 教练 你来写一下加餐时间 亚玲教练 加餐 赔签点点头 当然 健身不都得加餐膜 少食多餐 身体健康 把加餐时间写上 保证吃得饱 除了这些时间之外 一律不能乱点外卖 亚玲教练想了想 在早上起床后 加了一杯黑咖啡 在10点加了一些鸡蛋白和麦片 在15点加了牛肉 地瓜 蔬菜 和一杯黑咖啡 在21点左右 加了一些炼后餐 少食多餐 在不增加饮食总量的前提下 避免过量饮食 同时又可以延长饱腹感 缓解肠胃压力 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 赔签点点头 很好 多吃多练 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 这些人的肌肉 都能跟健身教练 一样发达 看着这个新的日程表 张员有点头大 健康确实是健康了 但这训练效果能保证吗 而且 这些网瘾少年 全都已经习惯了 10点强制上床 能睡得着吗 张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裴谦和和一笑 睡不着 他看了一眼亚玲教练 亚玲教练应该知道 怎么解决这些人 睡不着的问题 亚玲教练愣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从裴总意味深长的眼神中 他只看到了四个字 加大力度 睡不着绝还不好说 加大力度 直接练到下不来床就行了 张员又问道 还有个问题 裴总 训练赛的效果 怎么保证啊 如果有教练的话 可以根据训练赛的结果 进行复盘 分析每个队员客观存在的问题 可现在亚玲教练 根本不懂God 又怎么去复盘呢 裴谦早有准备 这个好说 两个队不是要个推举 一名队长出来磨 打完训练赛之后 队长复盘 表现最差的队员 晚上加练 张员 可是这样的话 队长甩锅怎么办 裴谦想了想 也对 那就队长和队员一起加练 输了的队伍也加练 反正 不管出什么问题 加练就完事了 比赛打不赢 就得加练 亚玲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 不把这些人练吐了 我拿你是问 反正健身的时间越多 在游戏中训练的时间就越少 最好每次练完之后 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连鼠标键盘都拿不住 那才最好 这样荒唐的训练方式 应该会把选手们全都劝退吧 就算这些人签了一年的合同不能跑 这个消息传出去 也至少可以把其他想来DG俱乐部的选手全部劝退 没有选手 选完石魔俱乐部 张员和亚玲教练一起陷入沉默 不知为石魔 裴总这严苛的要求中 似乎隐藏着一丝幸灾乐祸 裴谦站起身来 好了 问题解决了 就按这个方法练吧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 希望看到一群线下赛无敌的选手哦 安排完了训练相关的事宜之后 裴谦潇潇洒走人 只剩下张员和亚玲教练两个人陷入茫然 张员想了想 那我们就按这个来 众所周知 腾达的员工在裴总有明确指示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按照裴总的要求来 在裴总莫有明确指示的时候 才可以自己脑补 现在裴总连每天的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 似乎也只能按这个来了 亚玲教练点点头 我没意见 张员叹了口气 但是这些选手们应该会很有意见 亚玲教练微笑道 莫关系 他们有没有意见并不重要 张领队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提前给您说清楚 这些人的底子很差 开始训练的前几天 他们有可能会拿不动鼠标 或者无法正常行走 也不必担心 最多一周 也就好了 张员看着亚玲教练甜美的笑容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5月16日 周一 新的腾达招聘季开始了 已经是第二次的腾达统一招聘考试 主办招聘的人力资源部 也已经是轻车熟路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现在还是比试阶段 之后还有面试 入职 腾达精神测试等一系列步骤 吴斌挂着工作人员的胸牌 在会场外看着新一批的求职者 不由得感慨万千 时间过得飞快啊 吴斌回想起来 自己跟腾达的缘分 最早可以追溯到去年的11月份 那时候他想要把伤扬游戏的好穷挖走 结果一通操作之后 反而自己恰了宁蒙 于是 吴斌果断报名了腾达的入职考试 并且顺利地连过三关 成为了腾达的正式员工 在这之后 他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让他满意的就是 总结出了腾达精神 并且用腾达精神 对终点中文网学习班的作者们 进行了指导 学以致用 大概就是形容这个的吧 回想起来 仅仅是半年的时间 自己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兵不由地感慨万千 这次的腾达招聘考试 明显比上次的人要多很多 这足以说明 半年时间内 腾达的知名度和体量 又有了大幅的增长 一方面是产业更多 岗位更多 另一方面 每个岗位报名的人数也增多了 一对情侣正在会场的入口外 互相加油打气 似乎是一起来参加腾达的招聘考试的 亲爱的 加油 你一定没问题的 嗯 你也是 刷了那抹酒的题 一定能考上 考进腾达之后 咱们立刻就租一个更宽敞的房子 嗯 考上之后就再也不用加班了 以后回家 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我们一定能一起考上 加油 两个人相互鼓励 然后才各自去往不同的考试会场 这样的场景在不断地上演 虽然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来的 但也有很多人脱家带口 颇有一种去从军的济世感 会场外熙熙攘攘的人群 让吴斌连想到了高考时校外焦急等待的家长 不过想想也对 对于这里面的很多人来说 腾达的招聘考试意义 恐怕跟高考也差不太多了 礼于月龙门 一步登天啊 吴斌心中不由的感慨万分 对于很多人 尤其是荆州当地人来说 都以成为腾达员工为荣 因为腾达在荆州的快速发展 触手逐渐深入各种产业 荆州当地人都能深刻地感觉出来 外界对于腾达的传闻 已经越传越莫朴了 有人说 腾达的工资极高 比同行业的其他公司至少翻倍 有人说 腾达的福利待遇极好 各种报销 补助 奖金 你能想到的腾达都有 你想不到的腾达也有 还有人说 腾达从不加班 员工甚至以加班为耻 最玄学的说法是 每个进入腾达的人 不管曾经的能力多么平庸 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当然 对于这些传言 外界始终是将信将疑 这反而让腾达的真实情况 变得扑朔迷离 因为传言 实在太离谱 所以谁都分不清 这些传言中 到底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只是对腾达的向往之情越来越强烈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从其他城市跑过来 就为了在腾达 谋的一个好职位 吴斌很清楚 这些传言 显然都是真的 只不过违背了大家的常识 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而已 随着腾达精神的普及 绝大多数的腾达员工 都已经习惯了 对裴总的真实身份 对腾达的福利待遇 守口如瓶 这也加剧了外界 对腾达的不了解 裴总那么低调 员工们当然会更加低调 谁会好意思 跟裴总征功劳呢 腾达能够发展的这模好 裴总至少占其中的七成作用 其他人共分三成 一批一批背景不同 性格不同的人 通过不懈努力 通过腾达的入职考试之后 在接受统一的腾达精神培训 逐渐融入了这种文化氛围中 成为腾达的一员 吴斌就是如此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经历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吴斌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腾达对于 整座城市的改变 正在不断地 潜移默化的进行之中 这种改变 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在物质层面 腾达不断地招聘员工 为员工提供优厚的薪水 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 这批收入丰厚的员工会 因为生活得到保障 而开始消费 刺激了荆州其他产业的发展 以及整体经济水平的进步 而腾达集团 也在不断地进军实体行业 从网咖 外卖 到最近的健身房 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 这样一家企业 对城市的带动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精神层面 腾达也在改变着 所有人的精神世界 对员工而言 培养他们认真工作 享受生活的习惯 消解了他们的焦虑 紧张情绪 打破了职场内卷的恶性循环 对消费者而言 腾达通过网咖 摸鱼外卖 健身房等产业 向他们展示一种 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良性的引导 吴斌默然回首 才发现 腾达集团的影响 竟然已经如此深远 他似乎明白了 裴总的终极目标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目标还过于遥远 腾达集团的影响力 目前还仅仅是集中在荆州 虽然也在向凌晨等城市扩张 但影响力终究还是有限的 吴斌猜测 这是因为裴总在把荆州 当作一个试验地 努力地在荆州建造一个生态闭环 如果是其他的企业家 肯定会选择把墨鱼网咖 以连锁的方式开到全国 然后借机引入投资 很快实现财务自由 开始享受生活 但是裴总却并没有这模打算 显然 他看不上那些钱 他的目标更加长远 也更加艰巨 所以作为人力资源部的议员 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 我们还应该肩负起弘扬腾达精神的使命 让这种精神能够广泛地传播出去 不仅仅是在腾达员工中传播 也应该普通大众中传播 让裴总的宏伟目标 能够更好地实现 吴斌突然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HR 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 四处奔走 挖人 辞退员工 压低薪资 为了生计 他满脑子都只能想着 如何完成老板的任务和要求 如何养家糊口 至于社会责任感 那是太过于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是现在 吴斌入职腾达以后 衣食无忧 工作顺利 自然有精力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在长时间地接受裴总的腾达精神 感召以后 他非常迫不及待地 想要把这种精神分享出去 就像曾经为终点中文网的作者们 答疑解惑一样 吴斌觉得 自己应该成为腾达精神的阐释者 这样才能不辜负裴总对自己的提拔和栽培 下午六点钟 忙完了今天的招聘工作之后 吴斌在附近的摸鱼网咖吃完晚饭 准备启程前往终点中文网的学习班 今天监考的过程中 吴斌一直在思考 自己到底 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经过反复考虑之后 吴斌决定 他要为腾达精神 做出更多注解 之前 吴斌通过对腾达精神的揣摩 以金总接触了一些内容 包括高效工作 注重创新 服从领导 思想独立 劳逸结合 目标长远这三个大项 长久以来 这份绝密文档 一直在腾达员工中私下流传 严禁散播到内部论坛和网络上 同时 吴斌也强调了一点 这不是标准教材 只是片面的解读 只能参考 不能当作唯一正确的答案 更不能代表裴总的真实想法 对于腾达精神的解读 只能跟裴总无限接近 而永远不能以为这 就是腾达精神的全部 就此止步 现在 吴斌觉得自己应该更进一步了 因为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 对于那些新入职的员工来说 即使他们看到这份腾达精神的注解 也很难完全理解 完全吃透 因为跟老员工相比 他们缺乏和裴总共事的经历 未来多半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 毕竟 随着腾达集团的产业越扑越大 裴总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越来越多 能跟跟裴总说上话的 显然只有各部门的负责人 大部分新员工 连跟裴总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连裴总具体做出过怎样的决定都不清楚 又如何揣摩裴总的精神 所以 吴斌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一定要为腾达精神做出更多注解 具体的方法 就是将裴总的言行和事迹记录下来 记录在册 让新人能够对照腾达精神的内容 结合裴总的具体言行 获得更多更准确的感悟 就像背影与单词一样 得结合力剧才能更好理解 但是吴斌觉得自己的文笔不太够 如果只是总结几个关键词之类的 那末问题 但想要把故事写得生动 形象 真实 而且不让人觉得这是说焦 一点都不反感 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所以 吴斌决定去网文作者学习班一趟 毕竟当初吴斌也云用腾达精神指导了不少作者 应该有作者会愿意跟他一起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吧 比如 深受腾达精神启发 写出蝴蝶游戏的催梗 似乎就很合适 终点中文网作者学习班 结束了一天的码字 作者们纷纷上传章节 准备回去休息 崔耿伸了的懒腰 看着今天码出来的七千多字 满意地点点头 到目前为止 蝴蝶游戏已经写了160多万字 并且一直是终点中文网的畅销榜单常课 而由于之前 裴总调整了网站的收入分成 将作者的收入分成提高到了七成 崔耿的稿费收入又涨了一大截 奋斗的动力似乎更弱了 崔耿原本是一只鸽子精转世 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会彻底失去奋斗动力才对 但毕竟是腾达精神让他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所以 最初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 丛林感最爆棚时的日更万字 退化到了日更四千 倒还能维持最低的更新水平 且没有断更 对于习惯了崔耿要磨歌要磨切的读者来说 这似乎算是个好消息 然而 崔耿自己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写作似乎是遇到了瓶颈 对于他这样 很少有书写过一百万字的作者来说 这本书已经写到了一百六十多万字 在某重程度上 已经超出他的掌控能力和经验范围 每一部都写得十分凶险 所以 崔耿左思右想 决定跟自己在逆境中 自然产生的惰性抗争 而抗争的方式 就是来网文培训班 崔耿的写作习惯 经过了很多次的变化 最开始在网文学习班中 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可以抱更的 所谓写得慢 有时候是真的慢 有时候仅仅是偷懒的借口 而后 在接受了腾达精神的教育之后 他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癥结所在 并以此为契机 开始创作蝴蝶游戏 让自己的写作事 页上了一个台阶 现在 随着字数的增多 崔耿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 有时候 甚至用腾达精神 也很难克服 所以 他又跟朱主编 申请回到网文学习班 把自己关入小黑屋里 重新找一找 这种不受外界打扰 精神高度集中的感觉 不得不说 效果很明显 化了个环境之后 写作效率又有了大幅提升 恢复到了日更七千多的水平 对崔耿来说这 已经很不容易了 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崔耿跟其他作者一起离开 有人准备去网咖打打游戏 放松放松 有人打算回去休息 顺便屡屡大纲 崔耿能够明显感觉出来 网文学习班 跟最开始的时候 也有所不同了 经过纪轮的老代星 到学习班进修 已经变成了终点中文网的一种常态 作者们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这个学习班 确实是个好地方 真的能显著提升效率 提升成绩 久而久之 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而崔耿则成了作者们心目中的榜样人物 也是学习班成功的典型案例 崔耿不由的感慨 哎 年纪轻轻的 就背上了偶像包袱 我好难啊 来到楼下刚打算回去 崔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吴冰 崔耿对吴冰印象深刻 在进行腾达精神学习的时候 就是吴冰的一番解读 让他拨云渐日 毛色顿开 吴冰微笑道 有时间吗 去喝两杯 崔耿点头 欣然同意 好啊 两个人来到附近的摸鱼网咖 在酒吧区找了个空位坐下 已经到了傍晚 酒吧区的人逐渐变多 歌手在舞台上调试乐器 很快就要开始演唱 据说墨鱼网咖 现在已经在试验3.0模式 新店很快就要开始营业了 但这种最初的墨鱼网咖1.0模式 也还有足够多的客人 陈磊的走红让荆州的助唱歌手们 对墨鱼网咖十分向往 自然也有一批粉丝专门跑来网咖给他打赏 酒水和打赏的抽成收入 一直是摸鱼网咖1.0模式的重要收入来源 而陈磊现在正忙于自己的事业 在发行了几张单曲之后 经常在全国各地奔波 参加因乐节积攒人气 继而筹备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 虽然陈磊现在常年不在荆州 但他在访谈中也一直表示 自己从未忘记荆州是自己的故乡 等有时间的时候 肯定还会回去看看 吴斌和崔耿两个人 各自点了一杯酒 边喝边聊 吴斌将自己的来意 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崔耿听完 当即一拍大腿 这种事情 请一定要交给我 两个人当场一拍即合 对于崔耿来说 他本来就不缺钱 蝴蝶游戏这本书火了之后 就更不缺钱了 他现在最在意的 是如何突破自己的瓶颈 蝴蝶游戏 写到一百多万字 已经出现了一些 灵感枯竭的迹象 越写越慢 就是一种证明 刚开始灵感爆棚 精神亢奋 取材的内容信手拈来 每天干个一万字 轻轻松松 可随着字数越写越多 可用的内容越来越少 如何能够保证剧情不滑坡 就成了困扰崔耿的问题 曾经的崔耿 作为腾达集团的特别观察员 可以随意进入腾达的各个部门取材 蝴蝶游戏中的很多剧情 就是化用了腾达各部门的素材 但是在取材完毕之后 他就开始闷头写作 去腾达各部门已经很少了 现在 虽然崔耿还可以继续到腾达的各个部门取材 但不管怎么取材还是之前的那些素材 很难继续突破 更何况 腾达现在有这么多的部门 崔耿每天都有更新压力 如果不得要领的话 取材的效率会很低 得不尝试 这个时候 就特别需要一个吴斌这样的人 作为他的搭档和引路人 吴斌对于腾达精神有深刻理解 同时作为人力资源部门的成员 对各个部门的架构和人事结构 料如指掌 一定能找到最佳的取材角度 找到最合适的人选 而崔耿只需要跟着他做好记录 写好内容 既能帮助吴斌完成对腾达精神的注解 又能趁此机会获得创作瓶颈上的突破 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所以 崔耿也兴奋了起来 那 我们从哪里开始 从游戏部门 崔耿问道 吴斌摇了摇头 不 腾达内部各个部门的事情 我可以直接去问各部门的负责人 这些内容都很好取材 俗话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一直以来对腾达精神的理解 都过度拘泥于各个部门 这次我决定从外部入手 看一看腾达部门之外的其他公司 裴总的合作伙伴 对裴总有什么看法 或许这样 我们能更好得的看到裴总号汉如星辰的思想全貌 崔耿点点头 深表赞同 那 我们从哪开始 吴斌考虑了一下 说道 据我所知 富贵资本的李总 一直跟裴总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近期正在跟裴总一起建设经济旅社项目 我们就找个时间 先从李总开始吧 5月18日 周三 荆州市老工业区 经济旅社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中 按照工期 经济旅社建设到7月份 就要正式开放 接待游客 所以 工程队还在加班加点 好在这个地方 厂房都是现成的 建设最麻烦的就是经济旅社 需要在厂房内部进行大改 所以从去年12月就已经开始了施工 一直到现在 而李总等人要开的那些产业 包括餐馆 旅店之类的 也全都是用厂房和老工业区原本的建筑改造的 所以严格来说 主要是对厂房内部进行改造 装修 不是重新盖楼 在资金充足 施工队加班加点的情况下 能够如期完成 而且 外表陈旧的老厂房 有一种特殊的沧桑感觉 跟经济旅社的风格非常契合 进入这些老厂房之后 却又是另一种天地 舒适的用餐 休息 购物环境 让游客 可以完全忘记在鬼屋中的惊吓和疲劳 好好享受 李氏来到陈康拓所在的临时办公室门口 轻轻敲门 李总 快请进 陈康拓把李氏迎了进来 递上一杯茶水 这段时间的施工过程中 陈康拓也没少跟李总和其他的投资人打交道 彼此都已经很熟了 既然一起投资建设 大家的利益就是一致的 有什么事情 当然都好商量 李氏坐下喝了两口茶 陈小兄弟 实不相瞒 今天我是代表其他所有的投资人 一起向腾达提供一个提议 嗯 什么提议 陈康拓有些诧异 李氏拿出一张建筑图纸 上面是整个经济旅社跟周边建筑的规划图 在这个黄金位置 我和其他的投资人特意空出来一间厂房 准备装修成一个市场 用于售卖跟经济旅社相关的各种纪念品周边等商品 这个市场 由我和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 腾达这边出设计方案 最终所得的收益 腾达分五成 我们其他的所有投资人共同分五成 你看怎么样 陈康拓不由的一愣 李总 这不合适吧 您这样安排 跟白颂有什么区别 李氏巍巍一笑 这是我们所有人给裴总的一点心意 陈康拓还是有些犹豫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可不是一点心意 经济旅社这个项目如果能够活起来的话 卖周边商品的利润绝对非常可观 目前 国内的大多数游乐园 衍生品和其他盈利渠道的开发 尚处于启蒙阶段 门票收入在盈利占比中是绝对的大头 但如果以国际知名的游乐园营收比例来看 在成熟模式下 游乐园的门票 购物和其他收入的比例 基本上是各占三分之一 其中 餐饮 住宿 旅游区内的招商 景区节庆 活动商业赞助 景区旅游目的地产开发等 都可以看成是其他收入 现在 李总和其他投资人 决定把整个经济旅社项目 所有售卖周边的收入 分给腾达一半 其实是一种非常慷慨的让利 看到陈康拓有些犹豫 李时微微一笑 陈小兄弟 不用太客气 经济旅社 本来就是裴总的项目 以腾达的财力 裴总完全可以把整个经济旅社周边的所有利益 也全都吃下 但裴总莫有正模作 反而把相当丰厚的一部分利润让给了我们 这本身就已经非常慷慨 现在大家的利益全都捆绑在一起 易容俱容 易损俱损 更不能有门户之限 我和其他人共同出资建设这个市场 也是对裴总慷慨的一种回馈 如果陈小兄弟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只要把经济旅社做得更好 更火 也算是对我们的心意有所回报了 陈康拓考虑许久 看到李总的态度坚决 盛情难缺 默默地点点头 好 那我就替裴总谢谢大家了 李总微微一笑 我已经准备好了合同 陈小兄弟你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尽快出方案 开始施工吧 时间不等人 从陈康拓的办公室出来 李总不由得神清气爽 他是多了 最近李师一直在盯着 自己在经济旅社附近的餐厅装修工作 虽然工程进度一切顺利 却总是觉得不踏实 这种不踏实的感觉 已经营绕在他心头很长时间 仔细回忆了之前跟裴总和做过的经历 李总突然醒悟到自己的这种不踏实的感觉 来自何处 投资人们跟裴总的利益战车 还不够牢固 也就是说 依旧有翻车的风险 之前投资共享学霸的时候 裴总先是动摇大家的信心 劝退了一批投资人 然后用了一点小计谋 将所有股东全都排除出去 自己独占最大的得力 李师事后复盘了一下 才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因为大家跟得不够紧 在商严商 裴总在商业方面 始终还是将腾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李总看来 裴总对他们这些投资人的态度一向都是 你们愿意跟来喝口汤就来 但吃肉这种事情不要指望 锅里的肉全都是腾达的 如果要按顺序从餐桌上离开的话 腾达一定是吃到最后的那个 所以李总想的是 一定要牢牢的把裴总绑在共同的利益战车上 才不会被中途莫名其妙的甩下去 而这次的让利就是 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表面慷慨 实则有一些鸡贼 李总等人开的餐馆 旅店等等 是经济旅社周边的配套设施 相比于门票的收入 虽然会少一些 但也同样稳定 以裴总的远见着实 肯定是希望把经济旅社打造成国内 甚至是世界一流的游乐园 那么 最终这个地方的盈利结构 肯定会与世界一流的游乐园趋同 也就是门票 购物 其他收益 各占三分之一的情况 这其中 门票全归腾达 其他收益 由腾达和投资人们一起分 玄胜购物这块蛋糕 没有分清楚 经济旅社正式营业之后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国内游乐园的情况 门票赚钱 周边不赚钱 另一种是门票 周边都很赚钱 如果是前者的话 反正卖周边也不赚钱 分给腾达五成又如何 如果是后者的话 大家一起赚钱 腾达能够从周边方面 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 自然会有动力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 李总和投资人们商量了一下 通过这次让利 把裴总牢牢的捆绑在利益战车上 大家同进同退 有了这些利润 裴总肯定也会在周边上多用心 对于整个经济旅社的发展 自然会更好 到目前为止 虽然所有的投资人们 都对裴总非常信任 但经济旅社项目 到底能不能成功 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 他们现在也只能继续加注 赌裴总的商业奇才属性 再一次创造奇迹 李时离开陈康拓的办公室 准备再去看一眼餐馆的装修施工情况 然后就开车回自己的办公室 然而就在此时 他的电话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李总你好 我是腾达人力资源部的吴冰 我最近正在收集一些关于裴总的素材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简单讲讲 李时愣了一下 这个电话让他有些意外 但既然是裴总的人 这个面子还是可以给一下的 而且 他也很好奇 对方到底是在收集什么样的素材 好 我们在汉东大学附近的那个摸鱼网咖见面吧 摸鱼网咖中 李时 吴冰和崔耿三人各自点了一杯咖啡 吴冰已经向李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腾达精神的这部分内容 引起了李时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 裴总遇下有方 整个腾达集团的员工 个个都能站出来独当一面 而且完全做到了另行禁止 对裴总言听计从 不管是在摸鱼网咖 圆梦创投 还是经济旅社 李时在跟裴总的下属打交道的时候 都能够感受到 这些人对裴总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之情 那么 这种腾达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如果能够学到这种精神 复挥资本的员工 是不是也能变得跟腾达的员工一样呢 掌握了这种精神武器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 可是太有用了 李时喝着咖啡 没问题 两位想问什么尽管问 只是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在腾达精神手册完成之后 可以送我一本 吴斌犹豫了一下 因为腾达精神在腾达内部 也属于不传之命 只是在员工中私下流传 不能散播到内部论坛和网络上 这次对腾达精神的注解 显然也不是什么员工都能给的 李时看出了吴斌的想法 微微一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外赚的 这种好东西 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更何况 复挥资本跟腾达集团病 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一直是亲密的合作伙伴 吴斌想了想 似乎也是这某个道理 腾达精神是一种精神总结 算不上商业机密 之所以保密 主要是为了保证 不让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通过腾达精神契合度测试 同时也保证员工们 能够坚持揣摩 研究腾达精神 不要懒惰 正如李总说的一样 他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去到处散播 既然李总为这份腾达精神注解的完稿 做出了巨大贡献 又不影响腾达精神的保密 那魔给李总一份 似乎也无伤大牙 想到这里 吴冰点点头 好的 那魔李总 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份腾达精神的注解吧 我想问一下 您对于裴总的印象是什么 显然 裴总在队内和队外 是两种不同的形象 作为员工 我们只能看到裴总的其中一面 而您作为合作伙伴 可以看到裴总的另外一面 这对于腾达精神的注解 非常关键 李时喝了一口咖啡 思考片刻说道 如果以我的视角来看 裴总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个非常冷静 甚至是冷酷的人 这种冷静 让裴总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以绝对客观 理智的方式思考问题 驱使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在搭配上他远超常人的商业智慧 表现出来的就是四个字 运筹帷幄 在处理商业上的事情时 他始终把腾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任何公司如果影响到了腾达的利益 裴总都会采取果断措施 让他们输得很惨 而在合作的过程中 为了腾达的利益 裴总也做好了随时把其他人踹下车的准备 当然裴总从不用任何阴谋 都是光明正大的商业手段 这也是最让人欣赏的一点 而从另一方面看 裴总又是个非常宽容 人厚的人 对于合作 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理解 他只跟那些绝对信任他的伙伴合作 在合作之前 会想方设法安排各种考验 劝退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合作者 而对于坚持到最后 甚至主动让利的合作者 裴总一向非常慷慨 这两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特质 在裴总身上完美的融合 让我同时看到了一种老狐狸的狡猾 和少年人的理想主意 这非常神奇 也许裴总这样的一个商业奇才 天生就是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生的吧 吴斌用录音笔录下了李时说的所有内容 感慨道 非常感谢 李总 这个角度对我来说 非常有启发 坐在一旁的崔根 则是已经在构思 这些内容 应该如何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切入了 吴斌继续问道 那摩李总 能不能讲述一下 您跟裴总合作的经历 以及裴总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 李时端着咖啡杯 陷入了回忆 最开始的话 还要从墨语网咖旗舰店说起 那时候 我偶然间发现一家冷清的网咖 虽然冷清 却让人看到了无穷的潜力 于是 我想要投资它 吴斌认真地听着 一个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 一个更加立体的裴总 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 5月20日 周五 托管健身房 上午健身房里的人不多 显得有一些空荡荡的 整排的跑步机上 只有四个女学员在锻炼 其他的全都空置着 器械区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只有六个人 其中还有三个是 健身教练在锻炼 果立成刚刚练完 用毛巾擦着头上细密的汗珠 来到休息区坐下 最近他这个店长是挺忙的 另外 机家分店 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果立成自己 当然忙不过来 于是从托管 健身房企建店这边 找了几个枝根枝底的健身教练 到那边去做店长 购买的都是同型号的器械 墨鱼外卖 也都已经跟瑞宇晨那边打好了招呼 在邻近的店里统一定餐 这些都好办 唯独人员招聘方面 稍微有些麻烦 果立成给这些分店 全都定好了招聘规则 严格贯彻裴总的指示 招聘教练必须先看肌肉 行体 练得不行的 哪怕说的天花乱坠 蛇灿莲花 也绝对不要 这样一来 大批量的教练 因为体型不达标 被刷掉了 好在裴总在薪酬方面十分慷慨 所以即使严格执行这一标准 也有不少符合条件的教练跳槽 分店的各项事物一切顺利 这两天 托管健身房的机家分店 应该就会陆续开业了 明云山庄的那家托管健身房似乎是最早开业的 果立成因为太忙了 所以还没来得及过去看 也不知道开业之后的经营情况到底是否乐观 按照果立成的推断 应该是不会太乐观 看旗舰店的尿性就知道了 再忙这些分店事情之余 果立成还得按照裴总的交代 每天苦练 生怕偷懒两天身材走行 被裴总看出来 被裴总批评 但是这样一来 果立成也就根本没时间去拉新人 给健身房做宣传了 之前亚林教练在的时候还好 每天都能有新顾客 冲着亚林教练报名 现在亚林教练被裴总调走了 健身房就显得更加冷清了 店长 健身餐送到了 前台妹子招呼到 果立成抬头一看 两个墨鱼外卖的送餐员 把背着的保温箱取下 把里面墨鱼外卖取出来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长桌上 就急匆匆地走了 临近中午 这些送餐员还有其他的地方要送 托管健身房这边都是自己人 也就不必那摩多客套了 送完就走 果立成招呼一声 开饭了 哦 健身房里传来几声有气无力的回应 果立成有些无奈 他知道 为什么大家兴致不高 因为对健身餐毫无兴趣 墨鱼外卖的健身餐 跟市面上卖的健身餐差不多 基本上是以沙拉为主 虽然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 但确实味道寡淡 偶尔吃一次还行 吃多了真的顶不住 甚至闻到泡面的味道都能流口水 在健身房练的这几个学员 都是极少数的忠实顾客 抑制非常坚定的那种 这才没有被劝退 他们都已经吃了很长时间的健康餐了 对他们来说 吃健康餐已经变成了一种打卡任务 每一天练完 不管健身餐是啥 随便扒拉两口对付对付 欺骗一下自己的胃 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 吃这种东西 当然是没食魔性质了 因为健身房的人不多 所以也用不着分批吃 众人纷纷坐下 打开面前的餐盒 然而刚刚打开餐盒 果立成就愣住了 送错了 只见餐盒里 一半是香菇鸡胸肉焖饭 一半是番茄鸡蛋豆腐蒸 香菇鸡胸肉 焖饭用的是糙米饭 上面点缀着鸡胸肉 胡萝卜丁 玉米粒 香菇 青椒 是少量有短时间翻炒之后 跟糙米饭一起蒸熟的 所有食材的味道 也都渗入了糙米饭中 至于番茄鸡蛋豆腐蒸 则是先用少量油炒豆腐 再转大火倒入蛋液 等鸡蛋全熟之后 把豆腐均匀地裹住 再撒上一小撮葱花点缀 这两道菜 都是摸鱼外卖美食实验室的最新成果 前者的一人整份热量是320千卡 后者的一人整份398千卡 各取半份拼在一起之后 可以让摄入的营养更加均衡 瑞宇晨觉得 这两道菜 初步满足了自己 对能长时间吃的健身餐的需求 所以安排今天送餐到托管健身房的旗舰店 请大家品尝品尝提提意见 但是他也没跟外卖小哥强调 外卖小哥又很忙 所以忘了通知 果立成听到了有人在吞咽口水的声音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沙拉 现在大家问到泡面味都能流口水 闻到撸串的味道更是不至于一种酷刑 看到这重热腾腾 香喷喷的正常食物在自己面前 谁能忍得住 但是大家还是没人敢动快 全都眼巴巴的看着果立成 果立成也咽了咽口水 他轻渴两声 看来是送错了 那就没办法了 不能浪费粮食嘛 大家吃吧 吃完加练 好嘞 众人立刻喜笑颜开 抱着餐盒 开始胡吃海塞 果立成敲了敲桌子 慢点吃 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 吃得慢才不容易发胖 众人的速度这才放慢下来 有两个妹子拿着勺子 一勺蒸饭一勺豆腐 眼中甚至泛着晶莹的泪花 太感动了 终于不再吃草 而是能吃上人吃的食物了 果立成也吃得非常享受 不得不说 这种有温度 有味道的食物 在口味上 真是比沙拉要高上不止一个档次 再吃的过程中果立成也有些疑惑 虽然感觉上是送错了 但这些食材却非常健康 看起来只放了很少量的油 而且 糙米 胡萝卜 青椒 玉米粒 鸡胸肉 鸡蛋 豆腐等食材 全都是比较健康的食材 但是转念一想 墨鱼外卖本身就是崇尚健康的品牌 其他的日常食物 似乎也是少油少盐 不像其他外卖那么重口的 所以 果立成也没多说实嘛 心想等 改天有机会的时候 再问问瑞宇晨好了 5月21日 周六 管陪生力汇准时召开 各部门的管陪生一一汇报 遇到有感兴趣的部分 陪迁就稍微问两句 没有发现异常的就过了 脱管健身房 目前的机家分店已经陆续开业 不过同样非常冷清 无人问津 周五 也就是昨天 墨鱼外卖送来的健身餐似乎出错了 不过果教练带着大家一起家练 没石磨影响 脱管健身房那边的管陪生 正常汇报道 送错了 陪迁颖 感觉不对 墨鱼外卖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不应该吧 瑞宇晨和他手下的人 又不是饭桶 如果他们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应该早就被我知道了 还能等到今天 陪迁看向墨鱼外卖的管陪生 果然 这位管陪生 也就是美食实验室的服务员举手说道 那不是送错了 那就是美食实验室新研发出来的健身餐 陪迁 要素察觉 详细说说 陪迁如灵大敌 墨鱼外卖的管陪生介绍道 之前的健身餐 瑞总觉得太难吃了 不符合国人的饮食习惯 所以研究之后决定 在口味和健康程度之间做一个取舍 这一版的健身餐 虽然跟之前相比 热量更高一些 但健康程度提升了 嗯 当然 造价也有所提升 陪迁的脸色本来变得有些低沉 但是听到热量高了 造价提升了 又舒展了不少 热量提高 能够让健身效果 见效更慢 价格提升 能够劝退更多囊中羞涩的顾客 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 价格提升了多少 墨鱼外卖的管陪生说道 每份健身餐的成本 大概提升了三块多 一天的话大致是七块钱 陪签掐指一算 一天提升七块钱 如果一周练三天的话 一年下来 就要多花将近一千块钱 嗯 托管健身房的定价 更加水涨船高了 本来托管健身房 就已经通过价格筛掉了一批顾客 现在又加价了 岂不是会筛掉更多的顾客 似乎也不错 裴谦问道 那瑞与晨 准备怎么处理这个定价问题 墨鱼外卖的管陪生说道 瑞总打算 让学员们自己选择是吃沙拉 还是吃新的健身餐 两种分别定价 裴谦立刻摇头 那怎么行 让学员们想省钱就吃沙拉 吃沙拉吃腻了 就多花几块钱 改善一顿生活 这岂不是完全起不到劝退的效果 只有反作用了吗 目前的共享健身房 已经证明了 加价策略有用 确实能劝退顾客 那当然应该继续加价 我们健身房叫托管健身房 重点在于托管 让顾客自己选吃什么 那还叫什么托管 让美食实验室 继续花大价钱 研究健身餐 不管多少钱 全都给跟健身房的钱捆绑 摸鱼外卖和托管健身房的管培生对视一眼 说道 好的裴总 等等 裴谦一时到了一个问题 一抬手 你们两个不要去说 我自己来通知两个部门的负责人 管培生的事情不能暴露 他们在部门内部应该做好透明人 不能引起部门负责人的怀疑 好了 下一个 裴谦示意会议继续 经济旅社的管培生汇报道 裴总 经济旅社项目这里 李总和投资人们刚刚和陈总签了合同 投资人们打算共同出资 为我们在经济旅社项目中建一个大型商场 一半的利润都归我们 裴谦沉默片刻 头上缓缓地飘出一个问号 这个李总 每隔一段时间就冷不丁地给我闹出点新花样 以前给我添乱的时候 至少还会主动跟我说 现在直接跟我手下的二五仔一起就把事情给办了 还有网法吗 还有法律吗 有人管没人管啊 裴谦很气 因为他根本不想要这些收入啊 要不是系统不允许 他恨不得把整个经济旅社的门票都设定成免费的 现在莫名其妙被白送一个商场 还有商场里面所有利润的五折 这简直跟晴天霹雳也没石磨区别了 虽说卖周边却实能赚钱 但裴谦鸭跟莫打算卖啊 现在好了 被赶鸭子上架了 老公夜区这些地水都可以租 李总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在地段好的位置开商店 虽然不能卖经纪律设版全相关的东西 但完全可以卖很多其他的商品 只要有了人流量 也是一样赚钱 而现在 大家一起开店一起卖 在李总看来 虽然在商品利润的分配比例上 投资人们吃亏 但只要能把这个盘子做大 那总量上来看 大家就是双赢 但是裴谦可不正魔想 这不是莫名其妙的 被硬塞进来一大块利润吗 生气 好在裴谦身经百战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换个角度考虑 从一开始 经纪律设 就是一个奔着亏损去的项目 如果经纪律设不赚钱 那摩律设里的商场 自然也不赚钱 没时摩好担心的 反过来 如果商场赚了钱 那就意味着 经纪律设本身已经火了 已经赚了更多的门票钱 这无非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 似乎也没时摩好纠结的 裴谦努力开导着自己 但开导了半天 却没起到什么效果 忍一时越想越亏 退一步越想越气 李总这一刀被刺之仇 不能不报 裴谦努力保持平静 对经纪律设的管培生说道 详细说说合作方案 管培生说道 李总和其他投资人 已经租下了一个好地段位置的旧厂房 提示他们出租金和装修费用 我方出装修方案 听到这里 裴谦若有所思 似乎找到了突破口 装修的效果图有吗 管培生拿出手机 有的 裴总您过目 裴谦伸手接过 查看手机上的效果图 标准的高档商场装修风格 光线柔和 环境整洁 琳琅满目的商品 摆满了货架 游客们人来人往 挑选着商品 热情的导购小姐姐 正在唯优客介绍商品 没错 这个效果图上 甚至画出了大量的游客 这让裴谦感觉到一种刺痛 彭腹已经看到了 这个商场爆火的场景 绝对不行 想一想 游客们去鬼屋遭受了惊吓 正是精神脆弱的时候 走入这个商场之后 瞬间就像是进了天堂 之前的恐惧感 全都一扫而空 在巨大的安全感包围下 还不得疯狂剁手 买买买 裴谦考虑片刻 说道 这个装修方案绝对不行 要大改 还没有开工吧 管裴生点点头 还没有 裴总 这只是装修方案的出稿 之后应该还要再改动几次 应该要月底 才正式开工 裴谦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周 设计师稍微努努力 重新出一份方案 应该没问题 现在的装修方案太寒酸了 完全按照国外奢侈品商场的装修规格来 一定要雍容华贵 金币辉煌 要多贵有多贵 当然 为了保证工期 不要选 那种太麻烦的材料 贵就行了 顾客肯定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另外 这种商场的样式太常见了 完全没有任何新意 跟经济旅社的主题完全不符 把整个商场给 改造成迷宫 把所有卖周边商品的店铺 全都隐藏在迷宫里 让大部分顾客进去之后 一不留神 就从出口出来 连店都找不到 嗯 你还是不要声张 我去跟陈康拓说 裴谦还是强调 管培生不能暴露 至于为食膜 要选用这样的设计方案 原因很简单 在尽可能少卖货的前提下 让李总他们多出血 装修本来花钱就多 现在搞成了迷宫 整个商城里面全是墙 这造价还得打着滚的往上翻 哼 让你们搞我 既然让腾达来出方案 你们出钱装修 那就别怪我下手狠了 不让你们亏一个大的 以后你们 还不得一直没完没了的缠着我 主要是这群投资人总是跟着 裴总投哪他们根啊 很多原本不赚钱的项目 也被他们带得赚钱了 这去哪说里去 这次让李总他们大出血 亏一把大的 裴总投资的不败神话破灭了 这群人自然也就散了 到时候裴总就可以安心的 找个默认的鸡脚嘎啦 愉快亏钱了 很快 所有的管培生汇报完毕 总结一下今天的会议内容 裴千不由的发自心底的欣慰 太好了 管培生制度初见成效 如果没有这些管培生 裴千不会掌握到摸鱼外卖健身餐的最新动态 也不会掌握到经济旅社那边的情况 有了管培生之后 裴总对各个项目的掌控程度明显增强 那些可能赚钱的蛛丝马迹 也全都逃不过裴总的眼睛了 当然 有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算知道了 也很难更改 但不管怎么说 跟以前相比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吗 裴千非常满意 大家的工作完成的都非常好 请大家再接再厉 5月22日 周日晚上 昨天下午 裴千已经给陈康拓 果立成和瑞宇晨三个人写好了邮件 简单发表了一下自己 对于健身餐和经济 旅社商场的意见 并定时周一上午发送 这样等他们上班之后 就能及时接收到新邮件 不会耽误工作 至于为时膜 要等到周一再发 因为裴总一向不鼓励加班 周六给员工发邮件 万一大家会错意了怎么办 到时候大家觉得 裴总周六竟然还在工作 我们怎么能如此闲鱼呢 快奋斗起来 那就是得起反了 今天是周日 裴千上午在大客厅里 舒舒服服的晒太阳 下午和晚上 对着大电视打游戏 感觉人生非常圆满 到目前为止 整栋楼还是只有裴千自己 一个真正的住户 已经招聘了一个管家 和两个保洁 只不过三个人的工作 严重不饱和 但裴千也不在意这个 没人来住才好呢 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裴千琢磨着 自己是不是也该掉整一下生物中 早点睡觉了 之前为了给DGE俱乐部的 网瘾少年们改日程 裴千查了很多熬夜的危害 越看越觉得心虚 毕竟保证身体健康 才能更好的裴千 否则身体垮了 摊在病床上 结果各部门负责人 天天来病房探病 各种好消息接踵而至 今天某个部门血赚几千万 明天某个电影 拿奖拿到手软 后天某款游戏风靡全球 那裴总还不得在病床上 当场口吐白沫 所以裴千想了想 为了更好的 跟这些二五仔下属们 斗智斗勇 一定得保养好身体 早睡早起 健康饮食 好 那就洗漱睡觉 裴千每每地到浴缸里泡了的澡 刷完牙 拿着手机去床上躺下 订好了明天早上八点钟的闹钟 裴千把手机放在床头 触碰床头的控制面板 把卧室的灯关掉 玻璃也变成不透明状态 把外面的灯光全都屏蔽 然而 刚躺得有点迷糊 手机发出钉的一声响 是聊天软件的提示音 裴千 谁啊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 早睡早起 养生懂不懂啊 裴千很无语 他很想无事 但又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没办法 顺手拿过手机查看 想着 如果不是什么重要信息 就不回复了 软光剑 裴总 你应该也在看吧 裴千瞇着眼睛 气不打一处来 你说话只说一半 是什么意思 我在看什么啊 很气 但还是打字回到 看什么 软光剑也很快回复 夹那电影节的直播呀 裴千 夹那电影节的直播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大晚上的 我犯得着去看那些老外 给一些我这辈子 都不会去看的文艺片颁奖吗 裴千不打算回复了 想要随便回个表情终结话题 然后就去睡觉 回个什么表情呢 微笑似乎有点太不礼貌 呲牙又似乎有点不够严肃 那就回个酷吧 万能回复表情 然而 在裴千发出这个表情之前 软光剑的信息已经先一步发了过来 软光剑 美好明天要参与夹那电影节的评选 朱小策导演和陆志尧他们都去现场了 说不定能得奖吗 裴总你真没在看 裴千 酷 软光剑 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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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光剑 裴总你又装 这魔恶趣味呢 明明就在看 而且信心十足的样子 非要装作不关心 行 那我不打扰你了 一起耐心等待颁奖吧 裴千 手滑了 手滑了明白吗 我这个表情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单纯只是想结束话题而已 等等 美好明天 再参加了夹那电影节 裴千瞬间意识到 事情似乎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赶忙到网上搜了一下时间 发现最终的奖项颁发 要等到凌晨才能揭晓了 裴千 沉默许久 裴千还是默默的把手机放在床头 坚决不看 反正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不管我看不看 这奖项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那钱粹还是别看了 反正等明天早上醒来 没有好消息 就是最好的消息 裴千又检查了一遍闹钟 然后把手机往床头一扔 用被子蒙住头 贾纳电影节班讲点里现场 黄思博 朱小册 陆之遥 张祖婷 林如仪 美好明天的主要演职人员 在台下做了一排 黄思博穿着正装 打着领结 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脸上虽然带着自信的笑容 但很可惜 现场说的不论是英语 还是法语 他都基本上听不太懂 真到了这种场合才发现 英语四级简直就是白给 小林啊 一会儿颁奖的时候 是用英语说 还是用法语说啊 不会错过吧 黄思博小声问道 林如仪看了他一眼 黄哥 想啥呢 咱们能来走个红毯 打个酱油就不错了 你还真指望着得奖呢 黄思博表示不服 怎么 你是觉得裴总的剧本不好啊 还是录影帝的演技不够精湛 而且 之前放映的时候 全场反响挺热烈的啊 大家都热烈鼓掌 我观察着 似乎就只有那摩二三十个人中途离开了 其他人都看完了全程 这还不能得奖吗 林如仪摇了摇头 本来刻意压低了声音 不过转念一想 这边也默认 听得懂中文 就又稍微提高了一点点音量 黄哥 你对这块的内容不了解 有这种想法也正常 毕竟这片子参展 是林总的公司一手操办的 贾纳的片子参选是有条件的 必须在电影节前十二个月完成设置 不能在其他国际电影节上放映 在本国进行商业运作可以 但是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进行过商业运作 从原则上来讲就不太行了 黄思博一愣 还有这讲究呢 那我们这电影 似乎已经不符合条件了 林如已点了点头 对啊 不过电影节这个东西 说白了 也是个讲究人卖的地方 规则是人定的 美好明天 虽然上映了 但现在热度极低 没有形成特别热烈的讨论 更莫参加过其他的电影节 现在这些电影节 之所以制定这些强制要求 无非就是为了锁定更多优质的电影资源 保证电影节的质量和热度 其实一些在柏林 威尼斯等地方拿过奖项的片子 也能来参加贾那电影节 只是除了一些非常优秀 拔金的电影可以获奖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很难入选 除此之外 贾那跟电影发行公司的关系也很微妙 有些烂片都能进主竞赛单元 据说这里头也有资源互换 当然 这种情况极少 而且最多是带进候选 能不能拿奖 还是看影片本身质量 这是贾那的底线 所以你明白了吧 美好明天 因为在国外热度很低 质量也过硬 再加上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因素 评委才破例让 咱们来打个酱油的 但是拿奖就别想了 能来这边走一趟红毯 见见世面 我们已经写传了 黄思伯有点遗憾 虽然是飞黄工作室的负责人 但他是现场所有人里面最业余的 最近一直在修课中 虽然也在进修 但还没了解过这个 没负责电影送平的工作 自然也不知道这些门道 那这有点可惜啊 早知道咱们先把片子拿来评奖之后再上映啊 黄思伯愤愤的说道 林如仪摇了摇头 想多了 国内很多好片子来到贾那 都是颗粒无收 美好明天多半也够呛 再说了 那时候谁能想那摩长远啊 更何况 类似的电影节都得混脸熟的 很多拿奖的导演都是参加很多次 跟电影节是亲儿子关系 咱们呢 别说再贾那了 在国内也没识摩知名段 所以 别想那摩多了 打个酱油回去就完事了 咱们能来这打酱油 已经是沾了裴总的光 秒杀了国内的一大批影片了好吗 黄思伯想了想 似乎也是这摩个道理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听着两个人讨论的朱小策 插了一句 小林 贾那跟奥斯卡那边不太一样 到了最后的这个颁奖典礼 如果没有任何一项提名获奖的话 组委会一般是不会通知剧组参加的 直接就可以打包行李了 也就是说 咱们至少能拿一个奖 林如仪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真的 朱小策犹豫了一下 呃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 不过极个别的情况 也会叫一些提名 总之我觉得 拿个最佳新人之类的奖 还是有希望的 毕竟咱们电影质量在这摆着 要有信心 在众人讨论期间 一个个奖项开始公布 短片金棕驴 最佳处女作 特别提及 每一个奖项颁发之后 获奖的信愿就踩着红毯上台领奖 现场观众也会抱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在这种地方 优秀的电影人将会被抱以像上帝一般的尊重 朱小策等人也跟着鼓掌 只是越等越觉得不对劲 整个颁奖典里从正式开始到结束 也就一个多小时 但看了看表都过去四十多分钟了 连影帝的奖项都已经颁发过了 却还是没有听到 美好明天的名字 朱小策本来觉得 这电影如果能获奖 最多也就是 拿一个最佳处女作 或者最佳编剧的奖项 然而都没有 最佳影帝嘛 本来就希望渺茫 虽然陆之遥在电影中奉献了他最好的演技 但是电影节上排队等着的大排男星 实在太多了 但问题是 越往后越不可能啊 最佳导演讲 依旧不是 黄思博感觉自己的手心 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心脏也砰砰直跳 啥意思这是 总不能真拿金棕驴吧 不可能啊 还是说工作人员搞错了 我们根本没拿奖 台上的颁奖人已经换了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牌影星 来到台上 对着话筒微微一笑 谢谢 非常荣幸 在电影的名字出来的时候 全场已经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 朱小册整个人将在座位上 整个人完全陷入了猛逼状态 动弹不得 黄思博已经欢呼了起来 一把将朱小册拉起来抱住 曹 我们真得讲了 就算是英文再差的人 也能听出 美好明天的英文电影名 和那个完全不标准的朱小册发音 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 朱小册迷糊糊地走上台 和颁奖嘉宾亲切握手 然后来到演讲台前 很抱歉 我没有准备法语或者英语的演讲 因为我从没想过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不 很难形容 此刻激动万分的心情 作为一名新人导演 拍出这部电影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在这里 我希望道场的剧组人员能够上台 来跟我一起分享 这个属于我们共同的荣誉 朱小册每说一句话 就停顿一次 留足翻译的时间 黄思博 陆志尧等人也纷纷上台 站在朱小册身后 向台下的观众和评审团们 表示感谢 朱小册的眼中泛着泪花 声音也有些变形 在这里 我向所有电影界的前辈致敬 感谢我们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 感谢 在一连串的感谢名单之后 朱小册画风一转 除此之外 我们剧组的所有人 还要特别感谢一位 没有来到现场的人 他为这部电影注入了灵魂 为我们的演员打造出精湛的演技 也为我们的电影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让我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去表达自己 裴总 感谢你为这部电影提供了灵感和灵魂 在你的感召之下 我和所有的演职人员一起 让这部电影有了生命 谢谢大家 现场的掌声 再次雷动 5月24日 周一 裴谦一觉睡到自然醒 看了看手机 闹钟还没到时间 早睡早起计划大成功 真是美好的一天 触碰床头的控制面板 让阳光透过智能玻璃照射进来 看着明媚的阳光 裴谦突然觉得自己 似乎好像忘记了一些什么 突然 他猛的清醒了 夹那电影结颁奖 昨天在跟阳光剑聊完了之后 裴谦生怕自己晚上 再被各种消息轰炸 所以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 只留了闹钟 昨天凌晨的时候 夹那的颁奖应该已经结束了 裴谦怀着复杂的心情 小心翼翼的关掉飞行模式 然后各种新消息窗口 开始疯狂弹出 聊天软件的小红点 很快就变成了九九家 裴谦 完了 不会真得讲了吧 冷静 冷静 也许只是颗粒无收 大家纷纷过来安慰呢 裴谦平复了一下心情 刚想要用畅微微的手指 去点开聊天软件的时候 一条新闻推送的标题 已经提前剧透 时隔十一年 国内电影 再获夹那电影节评审团 大奖殊荣 裴谦 他并不知道 所谓的评审团大奖具体 是什么奖 但从这个标题来看 情况绝对非常不乐观 裴谦不由的符额 坏了 真出大事了 打开聊天软件 全都是各种恭喜的消息 甚至朱小策等人 还拍了现场的小视频 发了过来 拍的乱七八糟 就看到似乎有一大堆人 在大喊大叫的欢呼了 裴谦沉默片刻 决定先搞清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评审团大奖 到底是个啥奖 裴谦平时虽然也看电影 但是对这些专业的颁奖典礼 几乎没有涉及 最多也就知道各奥斯卡小惊人 这时候 还是只能求助于千度了 两分钟之后 裴谦明白了 贾纳电影节中有很多个奖项 其中最重要的奖 是金宗旅奖 跟其他两个电影节的金雄奖 金师奖一样 都是电影领域内的国际最高奖项 国内电影上次拿到金宗旅奖 是在1993年 那也是唯一一次 而评审团大奖 则被视为第二高的奖项 国内电影上次拿到这个奖项 要追溯到2000年 所以 那个新闻的标题才会写 时隔11年再获殊荣 看完了千度上面的科普 裴谦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难受 还是应该高兴 好在不是金宗旅奖 只是个第二名 裴谦生怕自己的欧皇体质 再度发挥作用 万一要是真拿到了金宗旅奖 那这是可就真闹大了 这也不是完全莫可能 毕竟越是专业的影评人 就越容易脑补 鬼知道哪些欧美的影评人 看到美好明天 这种题材 会脑补出一堆什么东西来 不过现在的情况 也已经够让裴谦无语的了 虽然是第二名 那也很难拿到啊 国内电影努力了11年 几乎年年都有到贾纳送片子首映的 结果多半都是陪跑 想拿个第二名都不可能 结果自己拍了个片子 本来就只是想给观众为个毒 稍微亏点钱来着 结果国内票房爆了也就算了 到电影节上 竟然还能得奖 这世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裴谦默默的起床洗漱 来到公司 神华好景16层 所有员工都在认真工作 一片安静祥和的景象 裴谦尝出了一口气 不由的暗自庆幸 幸亏自己把飞黄工作室给安排休克了 否则今天飞黄工作室全体员工 直接堵在自己办公室门口给自己说恭喜 那水顶的桌啊 至少保证了自家泉水是安全的 然而 裴谦刚刚迈步进入办公室 就听到砰的一声响 香槟酒的瓶塞子飞到了天上 与此同时 各种礼花和彩带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整个办公区瞬间变得热闹了起来 Surprise 裴总 恭喜啊 美好明天 获奖 朱小测导演 还特意感谢您呢 采访一下 此时是什么心情 众人齐刷刷的从座位上起来 有的拿着礼花 彩带 有的在鼓掌 还有的在倒香槟 裴谦一脸茫然的看向新助理 这 新助理微笑着解释道 裴总 大家考虑到飞黄工作室的员工们都在休假中 电影的主创团队也都还在国外 所以就替他们准备了这个庆祝仪式 毕竟这魔值得庆祝的事情 怎么能糊弄过去呢 裴谦 你们想的好周到啊 但是我并不需要这种庆祝啊 可恶 旁边有人端上了香槟 在场的人每人都有份 裴谦只能默默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站在一旁的好云有点猛 疑惑道 呃 裴总 不应该先讲两句话吗 裴谦把酒杯往旁边的桌子上一放 都过去的事情了 有什么好讲的 好了 大家赶紧开始工作吧 还庆祝 现在庆祝一次 黄思伯他们回来再庆祝一次 还想让我受两茶醉 门都没有 等裴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 新助理微微一笑 对众人说道 裴总的性格一向如此 好了 大家开始工作吧 等黄思伯他们回来 再好好庆祝也不迟 而吴斌则是在一旁 快速地在小本子上记录 果然 这磨长时间过去了 裴总的性格 还是莫变 之前就听说裴总在 海上堡垒 大获成功的时候 就是这样 只是向止性地喝了一口香槟庆祝 就立刻投身到 接下来的工作中去了 我从包须那里听说的时候 还以为这 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 毕竟 就算那些 成功者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也总不至于连短暂的庆祝也省掉吧 现在看来 这是真的 一点都没有夸张 裴总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 这一段似乎可以写入到滕达精神的注解中 发给崔哥 让他考虑考虑 这段素材 应该如何运用 办公室里 裴千掏出手机 开始翻看 那久久家的未读信息 里面绝大部分内容 都是在祝贺 内容千篇一律 裴千就默默的无视了 根本回不过来 而且回了之后 万一对方再趁机开启聊天 对 美好明天展开吹捧 那不是对裴总的二次伤害吗 所以 裴千考虑着等会发个朋友圈 就说非常感谢大家 但是信息太多 没法一一回复 再屏蔽掉朋友圈的新消息 这事就这磨过去了 翻着翻着 裴千突然停住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临场发来的一条信息上 裴总 恭喜了 过段时间去荆州 你可得好好请我喝酒啊 虽说能得奖 是片子本身质量过硬 但我想办法 给你把片子选送到贾那去 怎么也得有点功劳吧 裴千 赶忙打字回复 片子是你选送的 没过多久 临场回复了 裴总你咋现在 才回复消息 昨晚是不是太嗨了 喝高了 当然是我找人选送的了 贾那一向只偏爱在自家电影节上首映的片子 要是磨点门路 人家评审根本都不收啊 不过裴总我这可不是邀功啊 我非常诚实的说 我也没想到 美好明天真能得奖 我就是看这电影在国外票房太惨淡了 顺手帮个小忙 能得奖 那主要还是裴总你这个片子拍的好 完全征服了评审团 否则关系再硬也不好使啊 裴千 抓到狗了 原来都是你在背后搞鬼啊 裴千人真地考虑 能不能想办法把管裴生安排到神华集团内部 比如安排到神华影视总裁办公室里 公司里的事情确实搞清楚了 但公司外的事情还是睁眼下啊 那真是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 据我所知 似乎美好明天 在海外的票房表现太差 很快就要撤当了吧 裴千黑着脸打字回道 他现在担心的主要是两点 首先是跟爱丽岛签的那个分成合同 电影这一的奖 肯定又有一大堆新观众到网上去看 又是一笔收入 其次就是搞不好国外的视频网站 要花大价钱来买美好明天 在海外的网络版权 至于海外票房这块 美好明天 月初的时候就上映了 排片率不高 票房表现也并不好 估计很快就要撤当了 林长 撤当 最新消息 美好明天 获奖之后 已经在海外媒体刷屏了 各大营院纷纷延长了一个月的档期 排片率也已经提上来了 像这种拿到评审团大奖的片子 本身的商业性也不错 怎么可能撤当 院线也想趁着这个热度多赚钱呢 裴谦 我多嘴问这一句干啥呢 真是福双至 祸不担心 本来以为 美好明天 在海外上映 是虚惊一场 结果现在倒好 一个电影截过去之后 情况全变了 裴谦感到无比惆怅 这个周期 简直是压力陡增 说好的 拍烂片烧钱呢 这部电影 国内赚一波 国外赚一波 院线赚一波 往上赚一波 还有完没完了 裴谦感觉这 简直是自己最失败的一次投资 嗯 不对 也可能是第二失败 第一失败的殊荣 应该永远归于 孤独的沙漠公路 和那五万块 林长继续说道 还有 裴总 再过两天 对你电影的第二轮解读 应该就要开始了 你做好被拍彩虹屁的准备了吗 裴谦 林长 有的时候啊 好东西在走出国门之前 大家对它是一个评价 走出国门之后 那就是另一个评价了 我现在 就特别好奇 之前很多人觉得 美好明天 拍得不伦不类 国人不喜欢 外国人也不喜欢 但现在 美好明天 在贾纳上获奖了 又该怎么说 好了 裴总你继续happy吧 既得等我到荆州之后 请我喝酒啊 看着跟林长的聊天记录 裴谦陷陷入了沉默 真是令人头疼啊 与此同时 摸鱼网咖汉东大学店 您好 我是摸鱼网咖的负责人肖鹏 您是 梁清帆跟肖鹏握了握手 我叫梁清帆 是裴总树揽公寓项目的设计师 哦 快请坐 肖鹏跟梁清帆两个人 在咖啡区靠窗的位置坐下 服务声端上来两杯咖啡 两个人稍微寒暄了几句之后 梁清帆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肖总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给墨鱼网咖换一套装修风格 梁清帆在完成树揽公寓的项目之后 最近一直在荆州游山玩水收集灵感 等着裴总的下一步指示 不过等了许久都没消息 他也觉得有些无聊 而后 梁清帆决定先踩个点 裴总手底下有那么多的产业 包括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托管健身房 树揽公寓等等 都是需要装修的 如果能把这些全都承揽下来 设计出几个被受欢迎的知名案例 对自己名气的提升会非常关键 更何况他很清楚 腾达的部门都不缺钱 设计费这方面肯定也不会吃亏 所以 今天他溜达着来到墨鱼网咖见到肖鹏 准备先提前认识一下 以后合作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 肖鹏想了想 暂时不需要 墨鱼网咖1.0和2.0 消费者接受度很高 贸然改变风格可能反而不妥 墨鱼网咖3.0嘛 目前已经在装修中了 暂时也不方便修改 当然 如果后续还要推出墨鱼网咖4.0的话 我肯定第一时间联系您 不过 我倒是知道 一个地方需要帮忙 要不您去经济旅社看看 我把那边负责人的电话给您 姓陈 直接联系他就行 5月24日 周二 经济旅社 陈康拓正在老公夜区的入口处 焦急地张望着 突然 他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外面 从车上 下来一个年轻人 一时之间 陈康拓还有点不敢上前 因为他知道 要今天要和自己见面的 是一个姓梁的建筑师 而且比较年轻 但来的这位 看起来未免也太年轻了 但是转念一想 昨天俩人约好了时间 似乎也没别人会过来了呀 陈康拓迟疑了一下 才快步上前 梁先生 梁清帆点点头 对 是陈总吗 真是梁先生 你好你好 陈康拓高兴地跟梁清帆握手 然后两个人回到陈康拓的办公室中 刚一进入 办公室中就有两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 陈康拓对梁清帆说道 梁先生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 是跟我一起 负责经济旅社项目的同事郝琼 这位是现在负责经济旅社 改造和装修的设计师 史哲瑞 梁清帆跟两人互相问好 尤其是跟史哲瑞 都是建筑师 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史哲瑞是荆州当地的一位 很有实力的年轻建筑师 比梁清帆大一岁 但在学历和履历上 都不如梁清帆那么光鲜 至于为史摩裴千惠选他 负责经济旅设项目 显然也是出于跟选梁清帆一样的考虑 就是不希望找太出名的建筑师 建设经济旅设项目 省得给经济旅设项目 带来太多不必要的知名度和热度 陈康拓到了杯茶水 梁先生 你可真是雪中送炭 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 梁清帆一愣 哦 这话怎么说 陈康拓把热茶轻轻放在梁清帆面前 这是说来话长了 经济旅设施 裴总为了响应号召 改造老公夜区 而主导建设的游乐项目 这您应该知道吧 有一批投资人 也受到裴总的改召 来这附近投资 这批投资人提出 要主动为裴总和经济旅设 建设一个大型的商场 用于售卖相关的周边等道具 我们出方案 他们出钱 于是 我就让史老师 做了个比较常见的商场设计 打算按这个来做 但 裴总是个喜欢精益求精的人 他昨天发来邮件 说让我们必须把这个商场设计成迷宫 史哲瑞接过话茬 听陈总说这事的时候 我也懵了 我本来觉得 商场这东西 还能做出花来磨 就先做了一版比较常规的方案 万万没想到 裴总不满意 可是现在 我还要负责经济旅社的施工建设 得一直盯着 如果有问题 就得随时改方案 本来时间就很紧 裴总竟然还要求做一个迷宫 这就更棘手了 我对迷宫没试磨太深的研究 而且现在 也分身乏术啊 于是 这事情就僵住了 陈总正在发愁 陈康拓点点头 对 幸好梁先生来了 梁先生 您对这个方案 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梁清帆眉头一挑 把商城做成迷宫 好大胆的点子 这世界上 恐怕也只有 裴总能想出这样天马行空的点子吧 梁清帆喝了口茶 问道 裴总具体是怎么说的 迷宫我倒是有一些想法 但前提是 得理解裴总的需求 千万别会错意了 陈康拓呵呵一笑 骄傲的说道 放心吧 我是从腾达游戏 出来的老员工了 在理解裴总需求的这方面 那还是很有心得的 裴总在邮件里提了两点 首先是要贵 雍容华贵 金币辉煌 就按很多奢侈品卖场的 那种风格来修 另外就是把大部分周边商品的店铺 全都隐藏在迷宫里 让大多数顾客进去之后 一不留神 就从出口走出来了 连店都找不到 我先从我的角度解读一下 裴总的意思 如果大家觉得 还有其他的方面 还可以再补充 我觉得 裴总这个迷宫的点子 肯定是跟游戏有关 就像很多游戏里做收集元素一样 把各种收集类道具隐藏起来 玩家们就得反复寻找 可以很好地延长他们的游玩时间 同时 玩家找到隐藏起来的店铺 就相当于在游戏中找到隐藏商人一样 这实际上会造成一种心理暗示 好不容易找到的 总的随便买点什么吧 否则不是亏了吗 这样一来 也能很好地促进消费 如果各个商店定期都会更换打卡用的商品和小礼物 那就更好了 至于装修为时摩要贵 这个我暂时还没想出来 梁青帆微微点头 右手轻轻抚摸着茶杯 嗯 迷宫的设计 可以延长玩家的游玩时间肯定没问题 不过以建筑师的角度来考虑 应该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 裴总说一不留神 就从出口出来了 说明这个迷宫的出口非常多 这就意味着 可以对拥挤的人群进行分流 提高游客的购物体验 同时保证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游客能够快速疏散 而且 做迷宫就意味着分区 而在建筑设计中 分区可以大大提升空间利用率 表面上看起来造价变高 实际上是一种目光长远的表现 我觉得 可以把迷宫的一些关键节点的墙壁 做成可移动的 关起来就此路不通 打开就多了一条通道 做成自动控制以后 通过电脑算法 自动生成迷宫地形 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次 还能够始终让游客对这里保持新鲜感 当然 为了安全起限 也要允许手动控制 时刻有人值班盯着 即使是出现停电等突发状况 也要保证游客能快速找到出口 不会被困 至于为食膜要贵 我觉得 是不是裴总喜欢黄金迷宫的风格 给人一种遍地都是宝藏的感觉 无形中烘托出里面商品的价值 就像很多奢侈品卖场 为什么要把装修搞得那么浮夸 就是为了无形中烟造出一种氛围 让你感觉到自己 似乎深处皇宫之中 而你面前的精美珠宝 是王室才能佩戴的东西 这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地 想要掏钱买下 事实证明 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还是这重金灿灿的土豪浮夸风最好用 这样一来 等经济旅社宣传的时候 就可以说 在遥远恐怖的经济旅社 只要通过惊险刺激的恐怖考验 走出富丽堂皇的黄金迷宫 就能寻找到埋藏的宝藏 陈康拓的眼神明亮了起来 原来如此 之前我只是以游戏设计的角度 解答了一下裴总的思路 已经觉得这个设计很不错了 现在听良老师用建筑设计和心理学的思路解读一番 就更有道理了 裴总竟然也从建筑学的角度 考虑过这个问题 知识还真是渊博呀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把这个商场叫做黄金迷宫好了 到时候既可以做商城 又可以作为经济旅社中一个免费的游览项目 一举两得 梁先生 事情紧急 黄金迷宫的设计就交给您了 我们会按照腾达标准给你设计费 陈康拓用热切的眼神看向梁青帆 梁青帆想了想 设计当然没问题 不过 过段时间裴总还要让我去设计新的树栏公寓 我恐怕没办法盯全程 史哲睿一拍胸脯 默示 梁先生 你只要出设计方案就行 施工的事情可以让李总他们找施工队 我也可以帮忙盯着 不过 要是遇到没法解决的问题 还得你亲自过来一趟 梁青帆点点头 这个好说 我就算要负责树栏公寓 肯定也是在荆州 随时都能赶过来 陈康拓很高兴 那就一切拜托梁先生了 5月25日 周三 裴谦默默地刷着网页 脸上满是茫然的表情 事态的发展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全网竟然又一次被 美好明天给刷平了 上一次出现这种盛况 还是美好明天 在国内上映 刚刚活起来的时候 电影上映一个月之后 又到爱丽岛上继续播了一个多月 时间已经拉得足够长 想看的都已经看过了 电影里的剧情和各种细节 也都已经被讨论无数遍了 按理说 这热度也该过去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次一获奖 关注度又回来了 而这次国内网友们的关注点 已经不在影片本身 毕竟影片的内容 都已经被研究烂了 网友们更关注的是 这部电影在海外的票房表现 以及外国人对它的评价 不仅如此 网上还掀起了一阵 轰轰烈烈的挖坟运动 从美好明天上映之初 黑这部电影的人就没有消停过 这些黑子中 有一些是水军 但也有不少是真正的黑子 毕竟再好的东西 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 更何况很多喜欢看爆米花片子的人 也根本没兴趣去研究 美好明天里的种种内涵 再加上全网不少人的赞誉 很容易激发一些人的逆反心理 觉得这片子明显被过誉了 必须黑一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人黑的点也在不断的变化 刚上映的时候 说电影强行用了西方的故事背景 不伦不类 既不招国人喜欢 也不招外国人喜欢 等上映之后 票房数据不错 就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伪深刻 活起来全靠营销 票房多半是注水了 最多一周就圆形毕露 过了一段时间 票房依旧坚挺 结果赶上《飞星之旅》 上映 又说真正的大片 来了 美好明天 马上就要被吊打 《飞星之旅》 扑街之后 又说 《飞星之旅》 太垃圾了 没法代表西方电影的真正水平 美好明天 只是刚好占了个好档期 否则不会有这种票房 等 美好明天 在海外上映之后 开化票房不佳 并且几乎没有反响 黑子们又冒出来了 看吧 就说这片子不伦不类 也就糊弄糊弄国内观众 人家外国人 根本不吃这一套 美好明天的粉丝们 也实在是憋很久了 关键是 这群黑子逆风输出 阴阳怪气实在太猛 而且稍微有一点动静 就跳出来了 根本没办法赶尽杀绝 尤其是 美好明天 海外票房不佳 让粉丝们被黑子们起脸 输出了好一阵子 憋了一肚子火 但是现在 美好明天 时隔十一年 再度斩获评审团大奖 形势瞬间就反转了 粉丝们哪能放过这种机会 都被黑子们起脸输出这么久了 这下好不容易带到了反击的机会 还不把黑子们的祖坟 都给刨前进过 被黑子们激发起来的仇恨 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强烈的反弹 直接导致了 美好明天的热度大涨 再度刷屏 一部二月份上映的电影 到现在 竟然还有这抹火爆的热度 裴谦表示 真是热了狗了 在各大论坛上随便翻一翻 尤其是 曾经粉丝和黑子们的主战场 简直可以说是尸横遍野 而且 这些尸体 还不是来自于刚发生的激烈战斗 而是被人从坟地里跑出来的 听说这电影 既不招国人喜欢 也不招外国人喜欢 懂了 贾纳不是外国人办的 贾纳被黑子开除外国籍了 以后建议国家 接纳无家可归的贾纳 签到荆州 改叫腾达电影节 腾达电影节? 你是在暗示 腾达才大气粗买通了评审团吗? 恭喜你真相了 狗头 这电影却失火起来 全靠营销 国外票房不行 就去贾纳上拿个奖 营销实锤了 狗头 现在看起来 美好明天 确实占了个好档期 这要是放在更好的档期 估计能把其他 击部热门电影的酷茶子 都给扒沫了 此刻莫根 美好明天 撞车的大投资电影 应该正在客厅华贵庆祝吧 应该是越想越后怕才对 你能再讲一遍那个笑话吗? 哪个? 就是关于外国大片的那个 飞行之旅 真正的外国大片 埋了 哈哈哈 听说外国观众不吃这一套 而今天国外院线 不仅延长了 美好明天的上映日期 还加了排片 再次郑重通告各位外国人 观看本电影 有被开除国籍的风险 请紧盛观看 类似的评论 在各众论坛随处可见 之前那些黑子们的言论和帖子 被翻出来 反复吊打 很多黑子被吊打得身无可恋 要磨删评论 要魔官评论 绝大多数都只能装死 没办法 成绩就是最好的打脸 之前黑子们逮着 美好明天 在海外票房不好这件事情 疯狂做文章 几乎实锤了这片子 只有国内喜欢 外国不喜欢 结果贾纳上的奖项 实在是太重量极了 直接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之前的一切言论全都不攻自破了 裴谦靠在老板椅上 漠然无语 不是她想看这些东西 实在是不看不行啊 全网到处都在讨论 就连想去微博上看的小姐姐 都能刷到相关的内容 简直就是360度无死角渗透 黑子们的尸体被挂得到处都是 反复鞭尸 简直是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裴谦在心中默默地围 这些永世莫哀 让你们受委屈了 下部电影一定帮你们洗刷冤屈 请你们再相信我一次 翻了一些热门的讨论帖 裴谦巡司长 美好明天这个事情也该过去了吧 这热度也太持久了 完全没想到一部电影的后劲 竟然这磨大 从二月份上映到现在 陆陆续续地 网络上的热度就莫停过 最要命的是 每次铺天盖地的网络热度 都会给正在爱丽岛上挂着的 美好明天 增加购买量和播放量 裴谦非常纳闷 都这时候了 怎么还有新观众呢 这不由的 让他想起了那个非常出名的梗 到底是谁还 没有买 GTA5 不过还好 噩梦终于快要过去了 现在该做的噩梦 都已经做过一遍了 都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了 总该消停了吧 尬吹的角度都被大家找遍了 是不是可以盖棺定论 让这部电影安息了 裴谦打算不再关注这个事情 让他的热度慢慢散去 然而刚打算关掉网页 裴谦无意间撇到了一篇帖子 美好明天 维师摩拿的是评审团大奖 裴谦不由的感慨 哎 又是一篇常规角度尬吹的帖子 这种帖子 他已经看了太多了 在美好明天 成功拿到评审团大奖的时候 各重层热度的自媒体 就已经发过很多这样的帖子 无非是科普一下 贾纳和评审团大奖的重要地位 讲一下国内电影上一次 获得这个奖项的经过 最后再分析一下 维师摩美好明天 能够符合贾纳评审团的口味 成功拿到这个大奖 顺便再重提一下本片的精神内涵 和艺术性 这样的稿子 裴谦已经看过很多 并没有太大兴趣 不过看到这帖子的热度 似乎有点出乎意料的高 裴谦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进去 然而 才刚刚看了开头第一句话 裴谦就有点要昏厥了 看到这个题目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又要讲一下 美好明天 为师摩的讲的内容啊 错 我要问的是 美好明天 为师摩拿的是评审团大奖 而不是金钟驴 大家都知道 这届贾纳把评审团大奖给到了 美好明天 而把金钟驴给到了 灵魂的旅途 一部东南亚电影 很多人只是因为 美好明天 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就欣喜若狂了 似乎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师摩 美好明天 没有拿到金钟驴 事实上 只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美好明天 和灵魂的旅途 有许多相似之处 灵魂的旅途 讲述了一位贫苦农民 在罹患绝症之后 看到逝去家人的灵魂 并跟随着灵魂 找到自己前世的故事 影片启用的 都是非职业演员 剧中人物的对话 多半也都是急心发挥 镜头也很少用剪辑 都是用了长镜头 虽说 灵魂的旅途 表现出异国风貌 展现出一些超自然元素 似乎更符合贾纳评审团 在追求艺术性上的口味 但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 相比于美好明天 来说 即使是在艺术性和内涵上 也并没有那么明确的优势 相反 美好明天 讲述的是对贫富差距 金钱对人的异化作用 资本操纵科技 掌控人们生活 人变成数据的担忧 相比于灵魂而言 显然能够引发更加广泛的共鸣 内涵也更加深刻 而国内的很多人 因为对贾纳的不了解 本能地认为 国内的片子 本来就不会 太符合那些评审团的口味 所以 拿不到金钟驴也很正常 这绝对是一种误读 在我看来 相比于灵魂的旅途 评审团应该也非常看好 美好明天 根据小道消息 金钟驴奖实际上 经过了三轮投票 才最终决出 显然 看似尘埃落定的颁奖 实际上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也有着许多波折 考虑到 美好明天 已经获得了 评审团大奖 也就是事实上的 主进赛单元第二名 那么 这三轮投票中 美好明天 肯定也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才会提出 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为时摩 美好明天 没有拿到金钟驴 如果你认同以上的条件 那么请继续往下看 在我看来 美好明天 之所以在最后的金钟驴评选 以毫历之差 输给了 灵魂的旅途 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 首先是国际电影节 都有的潜规则 众所周知 这些国际电影节 为了争夺更好的电影资源 更好地维持自身奖项的含金量 会更加偏爱那些 在电影节上 首映冲奖的片子 一些已经在其他电影节 拿过奖 或者已经获得 极高知名度的片子 贾纳等电影节 往往不会给他们评选资格 因为这等于 再用自己的热度 给他人做嫁衣 对那些亲儿子导演 也就是连续几年 都把自己的电影 放在电影节上 首映的导演 不公平 除非是特别优秀的电影 才能破例 而 美好明天 恰恰已经在海外地区上映 好在营销不给力 关注度不高 所以 才有心入选主竞赛单元 并评级自身优秀的实力 获得奖项 但不管怎么说 不是在夹纳上手印 让 美好明天 在评审团心中的得分 无形中打了很大折扣 而第二个原因 则主要是我的意测 我就这么一说 大家就这么一听 其实 美好明天 前面的内容 应该都是很符合 评审团口味的 但问题在于 大家还记不记得片尾的那个彩蛋 也就是男主角的门口 被人扔了一把手枪 至于这个彩蛋 到底会不会让评委们喜欢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也许没有这个彩蛋的话 美好明天 获奖的可能性 会在高上几分 最后 再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 1998年 也有一部电影 获得了贾纳的评审团大奖 也就是在13年前 它获得了跟 美好明天 一样的奖项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美丽人生 Lavity Bella 英文名是 Life is Beautiful 而 美好明天的的英文名是 Tomorrow is Beautiful 时隔13年 两部同样优秀 名字也相近的作品 获得了同一个奖项 明明中似乎有某种奇妙的联系 而有意思的是 美丽人生 虽然只是 获得了评审团大奖 在国内影迷中的口碑 却远远好于那一年的金钟旅奖作品 总之 美好明天 在贾纳获奖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不过 我们也不要因为只是获得了评审团大奖 而感到惋惜 这部电影 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 值得更多赞誉 让我们一起期待国内影坛之光的飞黄工作室 在未来为我们创作更多 更好的作品 看完这篇帖子 陪远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这特模也行 美好明天 要是拿了金钟旅奖 您在这一顿 分析我也就忍了 现在莫拿到金钟旅奖 您还搁这一顿分析 然后分析出来的结论就是 可以拿 但莫必要 我这个路人 都看不下去了 这帖子字里行间说的 无非就是一个意思 美好明天 完全有实力拿金钟旅 只是因为 一些特殊因素 才失之交臂 不得不说 这种吹法 似乎比真的拿到金钟旅 还好使 从帖子的评论区 就能够看出来了 原来如此 感谢大佬的科普 怪不得 原来还有这魔多的门道啊 确实 最后那个彩蛋 国内的观众会 特别能够理解 完全把整部片子的利益 给拔高了 但是在国外观众看来 尤其是在评审团的那群人眼中 这绝对会让人很不舒服 说不定评审团觉得 最后这个彩蛋 完全破坏了影片的艺术性了 嗯 不能多说 懂得都懂 但在这魔多的不利条件之下 美好明天 还是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不更加说明这部片子 拍得有多好吗 可惜了 早知道把片尾的第二个 彩蛋剪掉再送去啊 我反而觉得 主创团队 有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并没有去做 唯实魔 跟讲过不去 众人议论纷纷 又有一位 乐片无数的影评人大佬发话了 我也觉得 主创团队 应该是故意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 首先 主创团队肯定很清楚 这部电影想要表达什么 也非常清楚 扔枪这个彩蛋的含义 否则 他们干嘛 要拍出来呢 如果他们很清楚 这个彩蛋的含义 自然也很清楚 这一幕 有可能不被评审团所接受 剪掉这个彩蛋很简单 但他们还是末作 我觉得原因有两个 第一 他们知道 贾纳更偏爱首映的片子 所以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拿奖 更没想过有机会冲击金棕驴 只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的 没必要讨好评审团 第二 他们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他们坚持把自己的思想 在电影中完整的表达出来 如果删掉了最后的彩蛋 这部电影就相当于缺了一点东西 也许主创团队 就是这模固执的 想要保持电影的完整 哪怕是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彩蛋 也不愿意删减 看完了这位大佬的分析 吃瓜群众们 纷纷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也对 影评人都能分析出来的东西 创作者能不懂吗 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 把完整版去参加展映了 这就相当于在人家的地盘 在人家的规则之下比赛 然后也不去迎合评委 全靠硬实力 斩获了第二名 难道这就是 艺术家的傲骨吗 网友们不由的感慨 果然 自古英雄出少年 那些电影界的老艺术家们 固然可敬 但也有不少老的电影人 为了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 主动去迎合评审团的口味 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表达 这不只是某些电影人的悲哀 也是国内的整个电影产业的悲哀 但是飞黄工作室的整个主创团队 从导演到编剧 全都是年轻一代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年轻的侠客 凭着一腔傲气 带着自己潜心魔力处的宝剑 村家武林之巅的论剑大会 并且在明知该如何讨好评委的情况下 依旧坚持自我 并用硬实力征服了所有人 这个时候 获得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 还有区别吗 虽然没有拿到金棕驴 但主创团队为国内影坛带来的意义 缺缘比一座金棕驴要更大 这篇帖子再度引爆了热度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而后不知为何 又有人把各大网站上的评分给贴了出来 昨天外网的电影资料库评分已经出来了 8.2分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分数并不高 但以这个网站的评分情况来看 过9分的电影在整个电影史上都寥寥无几 8.2分 已经成功进入了资料库的Top250 如果以百分比来看待这个评分的话 此时就不得不拉出一些国内的网站来编湿了 还记得之前 美好明天 在很多网站上的评分都掉到了8.5分以下 在一部国内好电影动辄就能拿到9.5分以上的环境下 显得尤其滑稽 而大家可以看到 TPDB网站上的评分自始至终都在9.1分左右徘徊 虽有小幅波动 但始终稳如老狗 我觉得分低并不能代表严格 大家也不必一直盯着国外网站的评分 毕竟 美好明天是国人创作的 他想要表达的某些内容 只有国人才能读懂 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开个好头 让国产电影不必去向国际电影结线媒 而能够专注于讲好国人自己的故事 在此我呼吁 请大家都去注册一个TPDB网站的账号 再去爱丽岛上刷一遍 美好明天 让我们铭记今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伟大日子 看完了网友们的评论 裴谦默默地关掉网页 行了 就这样吧 放弃抵抗了 裴谦发现 这些网友们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每隔一段时间总是能整出一些新花呀 而且万万没想到 最后的话题又被引到了TPDB网站 和美好明天的网络版上去了 不知道这次 又会有多少人去爱丽岛上购买美好明天 来看 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为电影开头的茫茫谈幕 再多加一句再来一遍 震战之宝 世界线收述之类的内容 裴谦似乎已经看到了 自己下次跟朱小册见面时的场景 他一定会满脸写着兴奋 冲过来对自己说裴总 您决定跟爱丽岛签分成合同 真是一个无比英明 无比正确的决定 随便想一想 那都是无比让人郁闷的场景 真是令人惆怅啊 5月26日周四 汉东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 和安队马阳的第二次授课正式开始 最近两天 裴谦因为美好明天的事情闹的 睡眠不是很好 不过 为了保证今天课程的学习效果 裴谦昨天还是早早的躺下 今天睡到了自然醒 让自己饱受打击的精神得到了恢复 讲课之前 裴谦非常鸡贼的看了一眼本捷克教材的标题 成功案例讲解第二课 用远见着实 把卧行业发展脉络 裴谦不由得很高兴 终于不再讲腾达的案例了 上次讲的内容其实挺好的 主要是讲了游戏从制作到宣传 其实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根据游戏类型 选择相应的宣传方式 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讲了太多腾达游戏宣传的正面案例 让裴谦有一种被伤口撒盐的感觉 不过收获也还是有的 裴谦打算在奋斗 发售的时候 运用一下学到的知识 虚假宣传是不太可能了 系统不允许 但至少可以来一手错位宣传 有时候说一部分的真话 反而能起到比说假话更好的效果 总之 上次的课程还是很有帮助的 也很有指导意义 这学费莫白韬 而这次的课程 看起来就更靠谱了 把握行业发展脉络 听起来就干货满满的样子 何安喝了一口咖啡 不羁不虚地说道 上节课讲的内容 算是基础中的基础 就是确立游戏设计的基本理念 明确定位它的类型 之后的每个步骤 都严格按照相关规律来 而今天要讲的 同样是基础 只不过比之前的基础内容 要高了一层 简而言之就是 现在有这魔多的游戏类型 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选对了类型 其实也就成功了一半 这里我想要举一个例子 裴千的心情瞬间紧绷了起来 该不会又是腾达的例子吧 放过我吧 求求了 何安稍微炖了毒 说道 MMORPG 裴千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腾达没做过MMORPG 太好了 看起来今天不用被编湿了 腰杆瞬间都挺直了几分 何安并没有注意到 马阳丰富的内心系 继续说道 MMORPG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被认为是游戏的终极形态 这一点有充足的理论之称 因为这种大型多人角色扮演网络游戏 能够为玩家架构一个虚拟的世界 提供足够丰富的内容 可扩展性极强 很多游戏人都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 有什么游戏能够战胜幻想世界呢 那时候大家得出的结论是 想要战胜幻想世界 只能是靠另外一款更好的MMORPG游戏 然而 最新的游戏行业动向 已经证明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因为有希望战胜幻想世界的MMORPG游戏 一直都没有出现 但有希望战胜MMORPG的游戏类型 却出现了 没错 那就是现在国内 甚至是世界范围内都很火爆的对战类游戏 DOG和IOI 陪千 生无可恋 原来MMORPG只是个影子 最后 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了 何安注意到了马阳的异常 有些诧异地问道 马总 有什么问题吗 陪千强言欢笑 没 没石磨 这个跟今天的课程 有什么关系吗 何安点头 当然有关系了 我强调过 选对了类型 就成功了一半 顶尖的游戏 制作人也没办法用一款新的MMORPG去战胜幻想世界 但是却可以用一种新的游戏类型去战胜MMORPG 显然 这就是敏锐的嗅觉 你想想 如果其他一流的游戏制作人都还在跟MMORPG死磕的时候 你却敏锐地观察到了IOI的巨大前景 快人一步 确立优势 抢占市场 就如同蝴蝶拍动翅膀 看似只是一步之遥 最后却变成了天壤之别 腾达先于其他游戏厂商 先投IOI 又自研了GOG 显然就是在做那只努力拍动翅膀的蝴蝶 马总 你作为腾达投资部门的高层 对这方面的认识 应该比我更深刻吧 河岸脸上带着微笑 似乎是觉得 马总亲身经历的案例 应该能给他更多启发 更好地理解课程的知识 裴谦很无语 同时 也陷入了纠结之中 我应该如何告诉河老师 其实这个项目就是马羊投的 而我不是真正的马羊 而且 即使是真正的马羊 他投这个项目 也完全不是因为敏锐的嗅觉 而完全只是一时兴起呢 算了 光是吕顺这个关系 都够让人头疼的了 多半是解释不通 裴谦只能默默地点点头 对河岸说的话表示赞同 并且趁机发问 转移话题 那摩河老师 按照这种理论 是不是说 选择了一个日薄西山的游戏类型 就几乎 就几乎注定会失败了 和安想了想 世事无绝对 很多复古的游戏类型 甚至是马赛克画风的游戏 只要内容足够丰富 玩法足够新颖 还是能获得很多玩家青睐的 毕竟这世界上的玩家太多了 只要找对了目标玩家群体 一小部分玩家 就能很好地养活一个游戏项目 不过 你说的这个理论本身是莫问题的 越是日薄西山的游戏类型 说明喜欢这款游戏的玩家基数越少 如果此时恰好游戏本身的投入又非常巨大 那就会大大提升失败的风险 甚至有很大的可能会血本无归 听到这里 裴谦不由的眼前一亮 很好 奇怪的亏钱思路增加了 裴谦问道 何老师 假设 我要在目前这个时间点花巨资去做一款即时战略类游戏 会怎么样呢 何安威威一笑 那你不如把钱打给我 至少我会对你说一声谢谢 或者拿钱去打水漂也不错 至少还能听个响 裴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谁说这个课程没用的 下个周期要开发的游戏 这不是就有苦了吗 何老师 您真是我的指路明灯啊 听到这个 裴谦更来劲了 何老师 你快给我讲讲这个 我非常想听 何安有些诧异 怎么 马总难道是一位资深的RTS游戏爱好者吗 裴谦想了想 嗯 差不多吧 从现在开始 爱好应该也能勉强算是资深吧 我为什么爱好RTS游戏呢 可能就是因为它能帮我亏钱 何安想了想 也行 RTS游戏跟今天的课程倒是也不偏题 那我就简单讲一讲吧 RTS游戏也就是即时战略类游戏 在过去确实曾经辉煌过 并一度是电竞产业的支柱游戏类型 而且 说到 RTS游戏 就绕不开 幻想之战 和 星海2 去年 星海2 发售 大获成功 但这并 没有改变业内人士对 RTS这个游戏类型的不看好 因为这 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 这一款游戏的成功 也很难改变整个游戏类型的颓势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现在除了几个老牌的 有底蕴 手握知名IP的大厂之外 几乎没有人愿意碰这个游戏类型了 而即使是大厂 似乎也不打算再在这个游戏类型上 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 这个类型游戏的衰落 跟新游戏类型的兴起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RTS游戏对于玩家的操作有过高的要求 大部分玩家都达不到最低的操作门槛 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到游戏的乐趣 同时 单人游戏的模式 也很难往队友身上甩锅 输了之后的挫败感过强 让RTS游戏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高端 观赏性很降的电竞项目 却很难再继续做一个大众游戏而留存下去 因为门键太高了 未来大众游戏的主流 应该是GOG这种游戏 尤其是端游和手游互通的属性 让它更是具备了独特的优势 裴千嘴角一抽 怎么又回到GOG的话题上了 敢忙想办法转移话题 总之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没有IP积累的厂商做RTS游戏 就是死路一条呗 和安威威点头 嗯 你可以这魔认为 裴千不由的欢欣鼓舞 我也是这魔觉得的 终于跟和老师的电波对上了一次 裴千之前确实也考虑过RTS这个游戏类型 但之所以那时候莫作 就是因为这个类型似乎还没有死透 虽然没落了 但那时候仍有很多 喜欢这个游戏类型的老玩家 而且普遍购买力惊人 万一被他们盯上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去年星海2的发售 让RTS游戏经历了一波回光返照 几乎把残存的RTS玩家群体都给吸走了 而GOG和IOI打得不可开交 连神器都只能瑟瑟发抖 更何况是一款新的RTS游戏呢 嗯 就做这个 感觉万无一失 可惜 这个周期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等下个周期再考虑了 何安敢凯道 哎 其实我决定退休 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 我的眼光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游戏发展步伐了 之前我觉得 神奇 这种游戏类型 最多只会成为一个小而美的类型 而手游再怎么发展 也无法对端游造成有力的冲击 现在看来 似乎都是过时的思想了 所以马总 这也是我把这节课 放在第二节课来讲的原因 希望你始终 都能够目光长远 找准游戏的发展脉络 每做一款游戏 都恰好赶上风口 躺着就能赢 陪迁 何老师 讲课讲得好好的 你咋周我呢 晚上十点 DGE电竞俱乐部 已经到了西灯的时间 所有队员的手机也已经全都被收走了 这是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 明云山庄本来就是远离闹市区的别墅群 外面的光污染很弱 即使没有拉窗帘 也只能看到依稀的月光和星光 这是队员的宿舍 两人间 在漆黑中 在床上摊成大字形的人影说话了 老周 能不能劳驾 帮我把水杯拿过来 我渴了 睡在另一张床上的老周 显然也还没睡着 草 上床之前你干嘛了 再说 你怎么不自己拿 摊着的人影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动摊不得呀 老周 黄望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就能动一样 黄望 老周 你别装 你绝对能动 求求了 明天我要是渴死了 训练赛直接叛復 晚上还得加练 老周 叫爸爸 黄望 爸爸 老周 你特摩 这对长当的真是毫无节操 服了你了 老周 没办法 只能从床上翻身起来 姿势古怪地走向旁边的桌子 拿过黄望的水杯给他递到床边 黄望 啊 老周脸一黑 你要死啊 自己喝 不喝我直接破地上了 黄望赶忙从床上艰难地坐起来 我喝我喝 给我吧 老周默好气地躺回了床上 黄望喝了两口水 抿了抿嘴唇说道 老周 不能在这磨下去了 得想个办法 对面队伍的那个姓姜的 绝对是个老银币 我们已经连着加练一周了 在这魔术下去人 都要废了 老周很无语 那不还是因为你这个队长指挥的问题 人家将换次次都能想出骚路子 把咱们吊起来打 跟对面一比 咱们队伍那简直就是一盘散沙 尤其是你 你说你玩个中单 支援永远比别人慢 那还玩个球 黄望表示不服 草 那还不是因为对面中也连体婴儿 总之 这都是套路问题 咱们也得想点新套路 否则输了训练赛就加练 这特磨水顶的猪啊 再练下去 真的可以去转型健身教练了 老周呵呵一笑 默示 在转行健身教练之前 我们可以找对面真人PK 我自己都能感觉 出来我肌肉大了一圈 黄望 这样 明天我们 也琢磨鸡套战术 对面不按常理出牌 我们也只能玩鹰的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游戏全看套路 突然 门外的灯亮了 光线透过门缝照了进来 两个人赶忙闭嘴 张元在门口站了两分钟 这才转身离开 这段时间 DGE俱乐部的日常训练 简直是一言难尽 在裴总制定了训练日程之后 张元稍显担忧 但还是还是 严格按照这个日程来执行了 果然 这群网瘾少年 第一天就被练得够呛 早晨本来安排的慢跑 但这群人很快就从慢跑变成了快走 又从快走变成了慢走 最后又从慢走变成了原地快船 晚上安排了力量训练 当天练完了 还没觉得什么 只是觉得 似乎身体有重被掏空的感觉 结果睡了一觉 第二天就差点下不来床 好在亚林教练是专业的 训练过程中 时刻关注着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而且不论是营养补充 练前热身 练后拉伸都非常专业 所以没有大碍 不过即使如此 这些人也还是被练得够强 开始健身的第一周 游戏中的单排训练质量和训练赛效果直线下滑 十个队员在高分段单排里 人均掉了一个段 等到了第二周 事情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原本瘦得像竹竿一样的队员 身上的肌肉量开始明显增长 虚胖的队员肉眼可见的变瘦 随着对健身运动量的逐渐适应 众人的游戏状态也在慢慢恢复 然后 其中一队就先开窍了 江焕的队伍开始在训练赛中用出各种骚套路 直接打了个七连胜 把黄望这一队的头都给捶爆了 至于为时磨阵磨拼 原因很简单 但 输了的要加练啊 如果输的好看一点 那就是 队长跟队内的背锅侠一起加练 如果输的难看 那就是全队一起加练 几天的加练下来 黄望这个队长 连起床拿杯水 都快没力气了 因为随着队员们的体能提升 逐渐适应 亚林教练 本来就在给他们加大训练量 张元本来有点同情这些队员 但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这磨搞下去似乎还真有点效果 之前他听说 有些俱乐部也是一队和二队互相练 刚开始没有惩罚措施 然后大家就全都是上个重骚东西 谁也不把输赢当回事 后来领队决定输的队伍 每人出一百块 给赢的队伍买也买零食 结果两边立刻就认真起来了 而加练这个惩罚措施 似乎比这个还要好使 两边队伍全都在绞尽脑汁的研究战术 想新套路 打得也是越来越认真 各种天梯里面发现的新玩法 当天就能用到训练赛里面 而且 晨跑之后特意安排的自定义练习 也起到了效果 刚开始 队员们都很茫然 自定义又默认跟自己对抗 有什么好练的 但是这段时间也没办法干别的 只能在自定义里 无限重负地练一些英雄的基本功 研究英雄机制 努力地把熟悉英雄的操作 做到极致之后 就只能继续去研究 自己不熟悉的那些英雄 然后就是研究游戏中兵线 野怪 以及各种更深层次的游戏机制 研究的多了 很多数据也就记在了脑子里 毕竟整整两个小时 光是练习肌肉记忆也太枯燥了 多多少少都会对游戏机制 但是有一些思考 很显然 最近黄望他们这一队 在训练赛中的表现 也越来越好了 也在拼命地研究各种战术 说不定很快就能获得一场胜利 找回场子 到时候 将换他们加练一次 就又会研究新的战术 你追我赶 形成涌动 GAUK 毕竟是一款新兴的游戏 对游戏理解最深的 就是这些高分段的玩家们 让他们来想战术 还真不一定会比那些其他项目 转过来的教练要差 张元不由的感慨 难不成裴总的这个训练计划 真是深思熟虑过的 试行了一段时间 效果不错啊 定 手机响起了聊天软件的提示音 裴谦正对着大电视激战正憨 等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后 才放下手柄 拿起手机 是亚林教练发来了今天的训练成果汇报 对于DGE俱乐部 虽然裴谦觉得 不能参加任何官方赛事 已经完全断绝了他被刺自己的可能性 但本着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的原则 也依旧没有放松警惕 除了安插在俱乐部中 伪装成助教的管培生之外 裴谦还安排了双保险 就是让亚林教练 每天给自己发队员们的训练成果 督促教练的工作 当然 所谓的训练成果 并不是今天 又打了多少场训练赛 队员提升了几个段位 而是发照片 每天训练完之后 这些网瘾少年 都要穿着紧身的健身衣拍照 而裴千惠 根据这些照片 来捡燕亚林教练的成果 逻辑很简单 这些网瘾少年 一个个全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健身训练上 而且每天练完精疲力竭 不就没体力好好训练了吗 而检验他们 有没有 再认真的进行训练 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看他们的身材变化情况就行了 毕竟健身这种事情 是最没办法偷懒的 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 但时间一长了 付出的所有努力 都会在身材上表现出来 当然 人和人的体质有差别 有些人稍微练两天 肌肉就出来了 放松两天 就快速反弹 有些人练很长时间 也见效很慢 但总体来说 健身是一分付出 一分回报的事情 比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情 都要公平 而裴谦正是要利用这一点 对DGE健身俱乐部 欧布 DGE电竞俱乐部进行监督 一张一张的翻看照片 裴谦平平点头 嗯 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 看得出来 亚林教练非常尽职尽责 没有墨鱼滑水 把这些网瘾少年们 都练得很好嘛 一个个的快头都在增加 公二头肌和胸肌都鼓起来了 含胸驼背的现象 也有了大幅改善 那我就放心了 裴谦把手机放在一边 还有点小骄傲 等这些选手退役之后 说不定还能在托管健身房里给 他们安排健身教练的工作 解决了电竞选手 再就业的老大男问题 这种先进的模式 遥遥领先业内其他俱乐部 太完美了 5月28日 周六 托管健身房旗建店 果立成刚刚结束了训练 一边用毛巾擦汗 一边做训练后的拉伸运动 另一个教练凑了过来 果教练 我偷偷问你个事 果立成点点头 老边 有事直说就行 边教练看了看四下无人 小声说道 似乎最近的新学员更少了 果立成是个实在人 也没想过要隐瞒这一点 如是说道 是啊 我们的健身餐又涨价了 本来就偏贵 现在每餐又涨了钱 那些囊中羞涩的顾客 当然更不愿意报名了 而且 亚琳教练的离开 也有一定的影响 编教练小声说道 那你觉得 咱这间身房还能开多久啊 就照这磨个匮乏 再有一两个月 老板就得急眼了吧 果立成表情淡定 谁知道呢 反正以我的观察 莫感觉老板要放弃 反而还更有干劲了 再说了 那几家分店 比咱们这惨多了 要关也是先关那几家店吧 边教练的声音更低了 那 你有没有考虑到 所有店一起关门的情况 俩人的声音越来越低 毕竟公然谈论 自家健身房的亏损情况 还讨论具体是哪家店先关门 这太伤势气了 不能大肆宣扬 果立成顺手拿起一个哑铃 交给边教练 边教练立刻会议 假装自己也在练 实际上是在跟果立成怯怯私语 果立成小声说道 咱俩是认识好今年的老朋友了 我跟你透个底 你不要外转 边教练点点头 当然 果立成目光坚定 我觉得 这健身房肯定能赚 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这一切 都在老板的计算之中 边教练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 真的 那你快说说 老板到底有什么计划 为时摩绝的 这健身房能盈利 果立成整理了一下思路 说道 从表面上看 健身房确实挺惨淡的 最近健身餐一涨价 新学员更少了 这都是明面上的事情 大家都能看到 但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几个常来的老学员 已经完全接受这种模式了 而且健身的效果极为显著 边教练愣了一下 想了想 嗯 好像确实是这样 不过 我之前在其他健身房带过的思教学员 也有进步很快的 这没失魔 果立成摇了摇头 错了 关键在于比例问题 你之前在其他健身房做思教 带的学员练得好 进步快的有几个 集少数吧 但是 在这边 所有坚持下来的学员 进步都很快 这能一样吗 边教练愣了一下 随即恍然 哦 对啊 他想了想 又说道 也难怪 咱们这边强制制定健身计划 强制搭配健康餐 健身说白了 就是管住嘴 迈开腿 三分练 七分吃 练和吃都能保证的话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能练出效果来啊 而且 现在健身餐虽然涨价了 但口味更好了 也更容易坚持下来了 果立成点头 对 我就是要说这个 咱们健身房 确实人少 大批坚持 不下来的人都被劝退了 但是能坚持下来的人 无一例外 全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也就是说 咱们把坚持不下来的人全都刷掉了 留下来的人 肯定都能见效啊 你想想 从长远来看 这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啊 什么培训班最受欢迎 保过班 现在的人不怕花钱 就怕花钱没效果 钱都打了水漂 只要告诉大家 花钱肯定有提升 哪怕贵点 也肯定会有人来的 边教练咒没到 可是 以咱们目前的情况来看 也莫太受欢迎啊 果立成说道 因为口碑还没传播开啊 你想想 咱们从开业到现在 才过了多久的时间 等咱们的第一批 会员经过几个月的健身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甚至一些健身小白 也通过咱们健身房 完成了之前一直没有完成的健身目标 这口碑效应 自然就立起来了 再结合咱们健身房的 而这个名字 托管健身房 这名气一传出去 还怕顾客不上门吗 裴总之 所以在旗舰店 还具额亏损的情况下 就要开分店 一定也是因为看到了这种现象 觉得核心会员的健身习惯 已经养成了 预期中的品牌效应 也开始初步显现了 所以裁果断绝定开分店的 否则 裴总这魔聪明的人 会在明知开分店亏钱的情况下 还继续亏 摸道理吗 肯定是看到了盈利的前景 编教练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平平点头 那 果教练你觉得 大概什么时候这口碑才能立起来 咱们健身房才能火呢 果立成想了想 这不好说啊 自然热度传播太慢了 但是裴总是营销大师 可能他觉得 时机成熟的时候 随便找个什么契机宣传一下 就火了呢 我专门了解过 腾达的网咖和装机业务之类的 也都是原本默默无闻 突然一次营销就火了 我觉得裴总多半是准备好再来一遍了 编教练心悦成福 原来如此 如果不是果教练你的解读 我都不知道 原来咱们老板想的这么多呢 只能说人家这脑子 就该挣大钱 不过 果教练你能看出来这么多 也不简单 怪不得老板选你当店长 果立成摇了摇头 我这不是商业眼光 跟裴总比差远了 我只是根据对行业的了解 做出的合理推断 恰好和裴总的思路碰上了 我想了想 这可能也并不是巧合 某个商业模式 想火 就一定要解决行业的痛点 健身行业的痛点是什么呢 就是顾客跟健身房之间 互相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 简直就是根深蒂固的 顾客对健身房不信任 觉得健身房天天卖卡卖客 就是想骗自己的钱 根本不想跟教练多说话 教练对健身房不信任 背了一堆营销指标 默心思好好带学员或者训练 健身房对顾客也不信任 就觉得蒙一个是一个 办了卡就啥都不管了 你说说 三方彼此之间都不信任 这是还能有个好吗 边教练点点头 对啊 要不很多人都离开这一行了呢 果立成继续说道 但是裴总这模式 一下子就把三方的不信任 全都给消除了 顾客不觉得 健身房是骗钱了 明码标价 同所无期 而且绝对保证你的训练效果 教练安心训练 指导学员 也不用整天琢磨着 怎么卖课了 踏踏实实工作 顾客也不反感教练了 健身房也不拿顾客当韭菜了 你看 在这个模式里 大家都受益啊 至于现在效果不佳 那是因为信任的建立 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定的时间 时间到了 信任建立起来 赚钱那不就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吗 边教练再度点头 不过很快又有了新的困惑 那要照你说的 这是大好事啊 不应该大肆宣扬吗 怎么还不能外赚呢 咱们的抓紧告诉其他人 让他们建立对健身房的信心呢 果立成低声说道 你想啥呢 老板有计划 但也不代表这个计划 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率啊 万一莫成功 你大嘴巴说出去 老板不得给你小鞋穿 老老实实闭嘴看着 等真成了再吹老板不好吗 边教练恍然 似乎是这磨个道理啊 想想历史上的杨修 老师喜欢大嘴巴到处讲老板的意图 不就被收拾了磨 哪有老板喜欢下属比自己还聪明呢 边教练一副刮目相看的表情 喊啊 果教练你可以啊 情商见长 果立成一百首 嗨 什么情商见长 我跟你们一样 都太喜欢这地方了 当然不希望看到 他黄了呀 边教练深表赞同 嗯 对 那我们就低调一点 静静等着看老板的神奇操作吧 5月29日 周日 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学习失败经验的时间了 其实相对而言 裴迁对于秋红课程的期待 是比对和安课程的期待感 要更强的 毕竟后者还得转一个弯 反向操作一下才能运用 谁也不知道 反向操作之后 到底能不能奏效 而前者直接按照失败经验来就行了 只不过 上次的课程 裴迁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收获 反而被秋红引为知己 这就很蛋疼了 秋红讲了半天项目管理问题导致的失败 讲的都特别对 但是裴迁根本用不上啊 只能是期待今天 讲一些真正有用的失败经验了 秋红准时来到咖啡馆 跟马阳亲切握手 马总 怎么样 这一个月公司的项目管理有没有进步啊 裴迁 还进步 再进步 我人都要没了 裴迁亲可两声 上次的课程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不过时间有限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进入正题吧 秋红点点头 对对对 抓紧时间进入正题 两个人各自落座 服务生端上咖啡 秋红喝了口咖啡 说道 马总 今天我要讲的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失败因素 在所有的游戏 创业公司中 因为这个因素 而失败的团队 绝对不在少数 裴迁一听 瞬间就来精神了 这魔具有普世性的失败经验 那我可得认真听听了 秋红故意卖了个关子 顿了顿然后才说道 这个失败因素就是 老板或者其他外力的胡乱干预 裴迁 秋红并没有注意到 马阳表情茫然 他已经完全陷入到之前那种掏心掏肺的倾诉状态中 这一条啊 说起来也全都是累 做游戏行业的人 大部分入行之前 都有一个比较淳朴的梦想 就是为了做出点好玩的东西给玩家 哪怕做个课金游戏 给狗大户课一下呢 只要他课的开心 我们也就没有白忙活 可偏偏这个社会没 那么简单 因为游戏这东西 并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 要上班 就要面对各种办公室政治 要站队 要和其他人处好关系 否则拿不到资源 再好的项目也做不出来 做执行策划的时候 你得听功能策划的吧 做功能策划的时候 你得听主策划的吧 等你好不容易熬成了主策划 你还得听制作人的吧 你自己熬成了制作人 你还得听投资人的吧 真成了投资人 你还得听市场的 听钱的 因为你不舍得让自己的钱打水漂啊 你看看 你确实有想法 但你末法保证能指挥你的人 跟你想法一致啊 这东西啊 就是外力干预 你想想 好好的一个点子 到制作人 那给你改一道 老板那给你改一道 最后到投资人那边 再给你改一道 等马上要发售了渠道商 又要求你改一道 这改来改去的 你自己都认不出 这是个啥玩意了 裴谦默默的听着 表情茫然 听起来是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啊 好想有人来帮我指手画脚一下 把项目给搞慌 然而裴总上边并没有人指手画脚 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 甚至裴总经常对手下人指手画脚 但问题在于自己指手画脚了半天 这游戏也莫黄啊 反而越指点越成功了 你这往哪说里去 难不成是我指手画脚的方式 不对 裴谦轻渴两声 那个 我有个问题 邱总你说的这个 老板的指手画脚导致项目失败 能不能说说具体 是怎么指手画脚啊 邱红一脸诧异 马总 这个还要解释吗 你随便发散一下思维 就能想到啊 就比如说 你明知道现在什么游戏受欢迎 老板非要反着来 你明知道玩家什么口味 老板非要跟玩家对着干 市面上完全没有的设计方案 老板一拍脑门 非要你来一个 裴谦再度陷入沉默 听起来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前的事吗 那我的亏钱思路似乎隐没问题啊 怎么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呢 不行 这条没用 完全是我已经是过的方法 得赶紧让邱红打住 别再往下讲了 裴谦觉得自己 不能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个话题上 赶忙说道 嗯 我完全理解了 这一条 确实很容易导致失败 不过这个经验对我来说用不太到 咱们能不能换一个 邱红愣了一下 用不太到 马总您的意思应该是说 不太会遇到这种问题吧 嗯 确实 马总你的顶头上司是裴总 裴总自己就是个顶尖的游戏制作人 你不存在被上司指点导致失败的这种可能性 没事 马总 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所以 这就是个开胃菜 我后边还准备了别的内容 裴谦很高兴 太好了 差点以为这杰克又白瞎了呢 邱红继续说道 那么 下一个非常关键的失败因素 就是发掘不到自己想要的人才 马总 这一点你应该能用得上吧 裴千身表赞同 嗯 对于这一点 我确实非常苦恼 邱红微微一笑 继续往下说 一个老板 肯定不能什么工作都大包大揽 那样的话 一定会累得像挑狗 而且还干不好 这时候 你就需要为自己的各种业务 找到负责人 这一点和项目管理还是有区别的 项目管理是如何利用人才 而现在讲的是如何发掘人才 相对而言 还是发掘人才会更高端一点 很多失败的项目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领导的看人眼光不行 被一些夸夸其谈的骗子给骗了 对他为以重任 结果 他却根本没试摸实际的能力 裴谦蒙点头 所以 这些骗子都在哪呢 邱红一时间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隐藏在茫茫人海中 裴谦问道 那理论上来说 骗子的基数应该不小吧 邱红想了想 那谁知道 又默认做过这方面的数据调查 不过我觉得 应该还可以吧 大部分人创业师 总会遇到那模一两个骗子吧 裴谦默然无语 那意思 是我运气不好了 还是不行 这条似乎依旧用不上 毕竟自己在辨别骗子这方面 实在没试摩天赋 张望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裴谦轻咳两声 那个 邱总 这个 似乎对我也没试摩帮助 邱红愣了一下 嗯 没关系 马总 我再换一个 我这成功经验不多 但失败经验有的是 裴谦 莫名的产生了某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呢 邱红想了想 那我接下来 再讲一个常识偏差的概念吧 裴谦点点头 感觉这个理论 似乎很高大上的样子 应该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邱红解释道 在游戏公司中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老板就是个SB 啥都不懂 不干了 或者是 新招来的策划太蠢 已经被我辞退了之类的 这种对话 在许多游戏公司中都在发生 甚至连语气都非常为似 那么 为时摸游戏圈的人 总是互相觉得 对方什么都不懂呢 一个经验丰富的主策划 和一个能够拉到投资的制作人 应该都是行内人 他们彼此都说对方啥都不懂 那到底是谁不懂呢 这就是常识偏差 也就是说 大家的常识都是不一样的 我和你在考虑同一件事情 但我认为的常识 和你认为的常识 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 我们彼此都会觉得 对方完全不懂 就比如山寨游戏这件事情 对资本或者老板来说 这是以经验正过的成功经验 为神魔不作 而对于大多数从业者看来 别人都已经做烂了的东西 有什么前途 当然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实际的工作中 这种常识偏差会更加严重 而且会在制作游戏的过程中 在公司运营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最终让项目的发展 完全脱离了最初的预期 裴谦茫茫然地眨着眼睛 这特磨不就是 我正在经历的事情磨 知己啊 裴谦已把握住了秋红的手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对此非常苦恼 所以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种常识偏差呢 秋红笑了笑 好 这个嘛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很难 就是彼此之间 建立良好的沟通 常识偏差的根源 是彼此之间互相无法理解 只要能够做好沟通 让对方明白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思想上 形成同方向上的合力 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常识偏差的问题 裴谦 满腔热情 再次被浇灭 怎么又是一个 我根本做不到的解决方案 做好沟通 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也想啊 问题是 系统不允许啊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在故意亏钱啊 更糟糕的是 我的员工们 似乎形成了某种合力 只不过 跟我恰好是反方向 裴谦瞬间泄气了 今天学到了三条失败经验 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然而 还是一条都用不上 邱红看了看表 今天的课程差不多也快到时间了 心中长出一口气 呼 马总的要求 还真是高啊 如果不是我来之前准备充分 而自己又有大量的失败经验 今天这课程 还真有可能讲不下去了 这重心酸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还好还好 课程圆满完成 看马总低头沉思的样子 应该是很受启发吧 裴千台起头 邱总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 我是说 假如 这三个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那会怎么样 邱红一愣 随即笑了笑 那当然是恭喜马总 你躺着都能挣钱了呀 想做什么就做 不必被任何人瞎指挥 选拔的都是人才 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员工不存在尝试偏差 心往一处想 近往一处使 你不成功 谁成功啊 裴千 这话说的 太扎心了 明明是来学习失败经验的 结果学完了 反而更绝望了 5月30日 周一 梁清帆带着黄金迷宫的设计图纸来到经济旅社 这一周时间他基本上处于报干工作的状态 但并不觉得辛苦 反而非常亢奋 建筑师出图这个事情可长可短 有些房企为了高周转 甚至专门下文件要求设计院接到营销户配合设计要求后 当天内通宵出图 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非常不合理也不人性 但这足以建出建筑行业的苦逼之处 对于梁清帆而言 黄金迷宫并不是他接到的时间最紧 最辛苦的项目 但却是最让他兴奋的项目 原因无外乎三个个 钱给的很足 没有甲方过多地指手画脚 要求改这改那 设计本身可供发挥的空间很大 很有趣 既然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 有充足的话语权 而且资金充足 纳摩每一个建筑师的灵感和热情 都会被充分地激发 来到经济旅社的办公室 陈康拓和史哲瑞已经在等着了 两位久等了 我来讲一下黄金迷宫的设计方案 不过一些细节可能来不及做得纳摩完美 还需要史老师你细化一下 史哲瑞赶忙点头 那当然 梁青帆开始对着图纸讲解自己的设计方案 进行过时的测量之后 我发现这个厂房比较空旷 可塑性较强 但如果要做成裴总要求的迷宫 似乎面积上差了点意思 毕竟商铺要足够大 才能储存足够多的商品 而在这种前提下 要把商铺给藏起来 迷宫本身的面积也要足够大才行 所以 我第一时间就考虑到 应该利用厂房挑高比较高的这种特点 对整个黄金迷宫进行错层 也就是利用空间上的高度 把各个商铺错开 创造一个立体的迷宫 同时 这种错层的方式 还可以在一些特定的节点 做出休息区 观赏区 游客在这一区域休息时 可以看到二至三个商铺的位置 隔空相望 这样就会驱使他们 在休息之后 继续寻找之前没到过的商铺 毕竟已经见到这个商铺的样子 更能够激发游客的探索欲 当然 看到跟找到 完全不是一回事 同时会在所有的观赏区 和休息区都留好出口 平时这些出口是伪装好的 跟迷宫通道没有区别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的话 就会亮起应急指示灯 方便游客快速疏散 撤离 考虑到工期 我们肯定要大量采用钢结构 毕竟不是我们出钱 可以不考虑造价方面的问题 至于装修风格 这里是我简单做的一张效果图 虽然裴总要求的效果 是金碧辉煌 但我觉得 也不宜做成到处都是纯金色 很容易视觉疲劳 而且实际的效果 可能会显得比较土 让人联想到 带着大金链子的爆发户 跟我们所希望的气质有所偏差 我的考虑是 整个迷宫的基础风格是一致的 唯保证风格上的统一 我们可以考虑运用多种奢华气质的高档材质 再搭配上特定的灯光 再营造出奢侈感的同时 又不让游客觉得土 同时 每个商铺所在的区域 可以做出不同细节 比如 在更受年轻人偏爱的商铺区 出售一些手办和周边 用上一些象征活力 朝气 奔放的红色 和青块 富足的橙色 在更受成熟人时偏爱的商铺区 出售一些有品质感的纪念品 用上象征理智 宁静的蓝色 在一些较为温馨的商铺区 可以售卖情侣的头饰 主题服装等 考虑用酒红色作为点缀 在一些卖有趣小玩意的商铺区 用带着神秘感的紫色搭配 同时考虑到紫色和金色 都是较为浓郁的色调 可能会造成空间失衡 就需要用白色的等其他色调 进行零星搭配 这些商铺都有直达的员工通道 不对游客开放便于进货 也让工作人员不至于每次上班 都走一遍迷宫 同时 我们还可以在迷宫的一些特殊区域 安排随机的小摊贩 卖一些有趣的小玩意 这样一来 游客想要寻找某个固定的商铺区域 只要根据周围的大致环境判断 就可以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走错路 毕竟裴总让我们设计这个迷宫的目的 在于给游客提供一种新奇有趣的购物体验 而不是真的要劝退游客 适当地给一点提示 让游客在保持探索感和神秘感的同时 又不至于因为商铺太难找 而丧失了购物的动力 大致就是这样 两位有什么意见吗? 梁清帆大致讲解完毕 抬头看向两人 陈康拓和史哲瑞一口同声 很棒 没有意见 梁清帆有些不好意思 两位有什么想法 仅可直说 针对甲方的需求更改方案 是很正常的事情 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陈康拓摇了摇头 我是真觉得 这个方案已经很完善了 包括休息区能够遥望商铺 不同商品区域用不同的色调的设计 我都非常喜欢 在完成裴总要求的同时 又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整个商场的功能性和实用性 达到了探索 娱乐 购物等体验的完美平衡 裴总一直在告诉我们 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不要外行指挥内行 就像裴总对软大佬完全信任一样 我们当然也要对您的设计完全信任 梁清帆不由的面带微笑 看起来裴总的精神也被腾达的员工给记成了过去 有这种假方真是太省心了 他又看向史哲瑞 史老师 你要负责现场施工 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一定要尽早提出来 我好修改 史哲瑞摇了摇头 莫意见 光看图纸就能看出来 梁老师这功底真扎实 各方面考虑的也非常周到 这种想象力更是让人羡慕啊 反正让我设计这样一个迷宫 我是肯定做不到的 虽然很不想承认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但事实确实如此 幸亏裴总把您从魔都请来了 否则这迷宫要是莫做好 我岂不是要被大锅了 梁清帆笑了笑 史老师哪里的话 我觉得您主要是同时负责经济旅社的项目 所以分身乏术而已 如果你也能心无旁骛地设计 肯定也能完美地完成裴总的要求 两个人商业互吹了一番 对这个方案都非常满意 好 那我就把这个方案交给李总 让他们抓紧时间 安排人施工了 梁清帆打了个哈欠 好 那二位忙吧 我这几天有点缺绝 先回去补决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 一个多小时后 李师来到陈康拓的办公室 李总 这是我们给出的商场设计方案 陈康拓跟史哲瑞两个人 把梁清帆的方案给李总介绍了一番 考虑到李总并不是专业人士 所以史哲瑞在介绍的过程中 也没有讲太多细节 主要是把整个设计的思路 理念和具体功能给讲解了一下 刚看到极度复杂的结构图 和金币辉煌的效果图时 李师吓了一跳 一个商场搞的金币辉煌 跟奢侈品柜台一样 还做了这磨多复杂的结构 这得花多少钱 裴总这莫不是把我当冤大头在额了 然而听完了陈康拓跟史哲瑞的讲解 李师心中的怀疑 瞬间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得意的感觉 原本觉得这方案是在额前 但是听完整体设计之后 李师觉得 这样搞贵虽然贵了点 但确实有效果呀 不仅可以做商城 还能够作为经济旅社的另一个游览项目 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 对顾客欲勤故纵 欲聚还赢 欲说还羞 总之 能够很好的制造绝头 激发游客们的购物欲就是了 而且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 裴总果然在这个方案上动了心思 下了很大的功夫 把商城做成迷宫的这个点子 肯定是裴总缴尽脑汁想出来的吧 如此精巧复杂的设计方案 这某有格调的装修风格 肯定是花大价钱 请来专业设计师专门设计的吧 这都足以说明裴总很重视啊 裴总一重视 这项目还有不成的道理吗 那么问题来了 裴总为什么很重视呢 李总觉得 显然是因为自己摸透了裴总的脾气 之前他就已经判断出来了 裴总是个在商业上非常冷静的人 他为你出多少力 让你喝多少汤 完全是出于冰冷的力考量 如果自己没有主动的送出这个商场 承担装修费用 分享一半的利润 那裴总肯定也不会费心出这个方案 而恰恰是因为 自己对裴总贡献出这部分利润 进一步将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裴总才愿意消耗一些脑细胞 给一个优秀的设计方案 看看 这就是多盈啊 归根到底 这次的合作能够达成 还是因为自己对裴总性格的精确把握和揣摩 那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带一朵小红花 陈康拓介绍完了方案 说道 李总 如果您对这个方案 有什么意见 或者建议的话 李十一白手 没有 完全没意见 既然是裴总给出的方案 那就肯定没问题啊 我这就去安排 争取尽快开工 5月31日 正在摸鱼网咖汉东大学店吃午饭的裴千 接到了小孙的电话 裴总 您之前安排我找的楼已经找好了 您准备什么时候来看 裴千想了想 下午2点吧 你提前去酒店那边把梁先生接上 然后再来网咖这边接我 一起过去 还有 把两个小区的资料发我一下 我先看看 从裴千乔千新居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住下来 裴千对树懒公寓的模式非常满意 在尽可能劝退其他租客的情况下 又很好地保证了自己的居住体验 到目前为止 树懒公寓的第一栋楼 还是只有裴千自己在住 完全没有其他的租客 这一方面是 因为树懒公寓没有太多的宣传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价格过高 规矩过多 直接劝退了少数偶然间发现的顾客 总之 到目前为止 一切安好 所以 裴千就琢磨着 差不多可以继续了 电影票房的钱还没有花光 买楼可以把这笔钱快速消耗掉 同时考虑到固定资产 这算是10% 裴千本周期 用于买楼的额度 控制在六七千万比较合适 之前花了三千万 还能再花四千万 这次裴千的打算是 再买两栋楼 花个三千五百万左右 剩下的钱贴到装修上 不够再继续追加 一些成功经验必须的传承下来 比如 这房子一定得有硬伤 比如 户型奇葩的房子可以优先考虑 方方正正 南北通透的户型 再稍微装修的漂亮一点 就很容易租出去 而奇葩户型 往往意味着居住体验不会太好 空间也会有所浪费 性价比差 这样的房子 价格再稍微有所提高 大家就都不愿意租了 同时 不许自行添置家居 安排管家和保洁提高溢价 贯彻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等成功经验 肯定也都是要继承下来的 除此之外 裴千还考虑 对现有模式的一些不足 进行补充 之前买的是精装修房型 这主要是因为裴千自己着急入住 而且要快些看到 树揽公寓这个模式 到底能不能亏钱 所以 之前的装修 是把大价钱都花在软装上了 给配了大电视 高档家居 各种智能家居 智能掉光玻璃等等 而这次裴千决定 买个破一点的楼 连硬装也一起搞了 那不就能花更多钱了吗 反正自己又不住 也压根没打算租出去 工期长一点 居住体验更差一点 也完全没问题吗 花同样的钱 一种方案是买高价 精装修的楼 另一种方案是买低价 末人要的破楼 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全都砸到装修上去 显然第二种方案实际上获得的固定资产更少 对结算的影响更小 这次裴千要再买两栋楼 考虑到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特意选了两种跟城市曙光那栋楼 完全不同的风格 让小孙去找两种指定风格的楼 一种是护树较少的商住楼 另一种是偏远城区 常年无人入住的老楼 总之 宗旨就是变着花样的捡垃圾 现在大部分的房源在网上都能找到 更何况还有个重想从你兜里掏钱的中介 类似的地方找起来并不麻烦 裴千把这个活交给小孙之后 小孙在荆州跑了两天 很快就找好了 月初的时候 小孙本来是要负责接待梁清帆的 但几天之后 梁清帆觉得 还是自己在荆州自由地逛一逛比较好 所以小孙就默在一直跟着 裴千正好安排他去看房子 到今天为止 梁清帆也已经正式在荆州放羊近一个月了 裴千觉得 差不多是时候安排他继续开始新的工作了 吃完午饭 服务生把餐具收拾走 又端上来一杯咖啡 裴千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给梁清帆打电话 想了几声 梁清帆才接了起来 喂 裴总 带着一些鼻音 似乎是刚睡醒 裴千不由得心中高兴 这多半是敞开完一个月 嗨过头了 否则这都中午十二点了 还在睡呢 午睡 也没道理 十一点多午睡啊 很好 就欣赏这种梅工作的时候 就游山玩水睡大绝 从不考虑工作的人才 裴千没有多问 生怕梁清帆会错意 以为自己是在鞭策打 我考虑了一下 树卵公寓差不多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怎么样 可以开工了吗 梁清帆 当然 裴千很满意 好 那你抓紧时间起床 在酒店吃个饭 小村会去接你 到时候 咱们一起去看房子 挂了电话 裴千开始查看 小村发来的两个选址的详细资料 然后在网上搜索大致资料 一个是顺东花园商柱楼 在市区交通便利 而且近期刚刚完工 但因为是新开发的商柱楼 所以目前还没来得及卖出去鸡套 另一个是宾湖小区九号楼 建于2001年在荆州城郊地带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附近有公园 有个不大不小的人工湖 可以看到湖景 但是 从户型上来看 奇葩程度 跟城市曙光那个日不落户型有的一拼 这两个地方的租金价格 都明显低于同地段的其他小区的住宅楼 显然非常不受欢迎 至于围石魔不受欢迎 显然是各有各的劣势 裴千很高兴 小村办事 还是挺靠谱的嘛 下午2点半 裴千和梁清帆 首先来到顺东花园商柱楼 寿楼顾问非常热情 然而裴千直接非常礼貌地把它留在了门口 有专业的建筑师在这 还需要替你忽悠 整个商柱楼除底商外一共11层 每一层是2T7户 层高5.5米 公寓面积38.5平 每平米是7000块 一整套近27万 这样算下来 整个商柱楼一共是2000万出头 梁清帆一看这个户型 立刻就明白了 裴总 你要买商柱楼 裴千点点头 没错 梁清帆也没多说石膜 既然裴总确定了要买商柱楼 肯定是对商柱楼的缺点已经有所了解 裴千确实有所了解 不过这些缺点正是他决定要买商柱楼的原因 相比于普通的住宅楼而言 商柱楼产全时间短 水费 电费 物业费 供暖费等等 全都是按照商用标准来计算的 生活成本比较高 整体的居住密度比较高 户型小 没有南北通透 居住起来的舒适程度往往比较差 裴千拙磨着 虽然商柱楼售价普遍比住宅楼低个三四成 但升值钱力差 日常费用高 产权时间短 自己再花大价钱 搞一搞装修 这亏起来 不是更容易了磨 至于为时磨 要买一栋新楼 一些更老的 商柱楼倒是也有 但树懒公寓 既然要安排楼管和保洁 肯定就得把一整栋楼全都买下来才 方便安排 而旧楼除非是那众末人 要且住户急于脱手的 否则万一遇到一两户不愿意搬家的钉子户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 还是买这种新楼比较省心 就算已经卖出去了几户 也可以考虑稍微加价再买过来 赔钱转了转 这个户型四四方方 跟一般的LOFT户型 基本没什么区别 下层是客厅 餐厅和厨房 只不过没有天然气 只能用烤箱 微波炉 电磁炉等等 赔钱默默点头 嗯 这也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一个地方 二层的布局就相对简单 单纯作为卧室使用 赔钱转了转 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 整体还是不错的 但整个面积很小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继续按照之前的那重极减锋来装修 整个房子基本上放不下太多东西 居住的实际体验肯定不会好 再加上楼馆 保洁和日常的水电费 赔钱有信心把他的租金价格抬高到一般文艺青年也舍不得租的地步 赔钱转了一圈 感觉还比较满意 转头问道 梁先生 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适吗 梁清帆想了想 稍微有点偏高 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不过 最大的问题还是 赔钱没等梁清帆说完 已经转头对小孙说道 好 买了 通知一下新助理 然后我们继续去看下一栋 梁清帆 中介一直在门口等着 没有跟进来 看到裴迁转了一圈就要走 赶忙赢了上来 先生 你要是对这套房子不满意的话 还有别的可以考虑 裴迁直接往外走 这栋楼我要了 下午会有人来跟你签合同 梁清帆跟在裴迁身后 默默地把想提醒裴总这个户心的缺点给咽了回去 中介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 眨了眨眼睛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买了 一整栋楼 莫不是在哪我寻开心 离开顺东花园之后 裴迁跟梁清帆又来到了第二个地址 宾湖小区九号楼 因为在城郊 所以开车足足四十分钟才到 宾湖小区附近有个公园 公园里有人攻湖 在楼上就能看到公园里的景色 楼层越高 视野越好 九号楼一共十二层 一梯两户 跟隔壁的八号楼 都有半圆柱形突出的部分面对着公园和人工湖 每套房子十六十多平 两室一厅 均价八千 总价五十万 这一栋楼是八层 总价八百多万 这个价格也明显低于荆州市的房屋均价 一方面是因为在城郊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好几年都默人入住 甚至默人租 所以价格自然也一路下降 中介领着裴千等人来到九号楼的顶层 正对面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弧形落地窗 美景简直是一览无余 裴千不由的一皱眉 当场就想撤退 然而他瞥见梁青帆也在皱眉 瞬间又改变了主意 这房子有什么问题吗 裴千问道 梁青帆一副辣眼睛的表情 当然有问题了 否则这整栋楼会到现在多么人住 入户门和过道只有七十厘米 这磨狭窄 想往里运家具都困难 而且 十年前的老房子 防水层似乎都破坏了 天花板上都是霉斑 墙角也能看出积水的痕迹 要想住人的话 肯定要重做一番 厨房在客厅的一个小角落 卫生间也很小 使用体验会很差 还有这个圆弧形的落地窗 跟之前的城市曙光的那套房子 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形状不规则 所以利用率很低 但城市曙光那套房子面积大 所以感觉不出什么 这套房子面积本来就有限 如果没办法把这些空间 都充分利用起来的话 居住体验肯定比城市曙光那边 还要差上好几个档次 而且 这房子的结构 似乎也有一些问题 卖的便宜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如果一般的设计师和装修公司 愿意接手的话 肯定有人会买来装修 但直到现在 都默认入住 也默认装修 这就说明了 这房子很难改 一般的装修公司 都不敢接这个活啊 总之 这房子的结构 多半不适合大规模改造 或者改造的难度很大 稀缺景观 只有在豪宅市场 才具备价值 在普宅市场 就是典型的鸡肋 不仅没有溢价 可能还是扣分项 裴千点点头 明白了 小孙 这栋楼 还有旁边的八号楼 我都买了 梁青帆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 裴总完全 没听进去 买一套也就算了 一下子买两栋楼 直接1600万就砸进去了 如果说之前那个商住楼梁 轻翻觉得勉强还可以接受的话 那摩这个楼就完全没法接受了 必须的说两句 裴总 我刚才都说了 这个楼的改造难度会特别大 甚至能不能改造好 都是个未知数 裴千微笑着拍拍他的胳膊 所以 这才更能看出来设计师的水平 不是吗? 裴总这突如其来的夸赞 把梁青帆给夸猛了 愣了两秒钟 梁青帆才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可是裴总 这也不光是设计方案的问题 还有造价问题啊 就拿这套房子来说 房子本身才50万 全套的改装和装修 至少要花30万 装修都快跟房子差不多贵了 太不划算 您还一下买了两栋楼 一共32户 要是按照30万的标准 来装修 这装修费 都得将近1000万 之前那个商住楼也是 一共77户 每户按照12万左右的标准 来装修 这也得1000万 再打点富裕 这些公寓光装修 就得花2000万 裴总沉默了 梁青帆 长出一口气 还好 裴总之前 只是没算清楚 这个经济账 估计只是看着房子便宜就要买了 完全没想过装修的花费 城市曙光的那栋楼 虽然装修费用也很高 但面积大啊 而且 那是金装修 可以租给土豪来住 这套房子都破成这样了 默认买也默认住 结果至少还要花30万来装修 这未免也太想不开了 不是说没用 是性价比太低 然而裴千沉默片刻 问道 2000万 还能再往上加吗 再加个1000万 有没有困难 虽说买楼已经把之前 美好明天 票房的钱给花得七七八八了 但爱丽岛那边 已经开始奋账了呀 上个月得奖之后 美好明天 在爱丽岛上的播放量 又在打着滚地往上涨 在分成合同的作用下 每个月都有大笔资金入账 裴千巴布的装修上能多砸钱 毕竟给装修砸钱 看起来是一个风险最小的花钱方式 梁清帆眨了眨眼睛 意识到自己完全会错意了 啥意思 裴总不是觉得2000万太多 而是2000万太少 梁清帆不由的眉头紧锁 大脑飞速运转 裴总 我明白了 您是想用精致设计和豪华装修 给这种普通地段的房子 也赋予奢侈属性 这样就可以通过高一架 租给那些对价格不敏感的租客 之前的那套房子面积大 租金高 所以对租客的选择面也很窄 只能租给土豪 而最新的这几栋楼 都是小户型 楼本身的价格都很便宜 所以您打算通过这种豪装的方式 来吸引一般的小资群体 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一个 体会奢侈生活的机会 裴千 2000万 一分 都不要加了 梁清帆这摩一提醒 裴千突然意识到了 这确实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系统给树懒公寓的房子 订租金上限 虽然会将装修情况纳入考量 但主要还是根据同地段 同面积的房型 均价来订的 所以之前裴千自己住的那个大平层 才能定那摩高的租金 主要还是因为面积大 但是新买的这机栋楼 全都是小户型 商住楼只有不到40平 这边的房子也只有60多平 而且前者商住 后者地段不好 即使装修得再好 系统也不会允许裴千订很高的租金 估计也就在2000至4000这个档位撑死了 这时候 如果裴千给这房子豪装一番 花大价钱配上名牌沙发 超大电视 名贵家具等等 再找梁清帆这么一设计 那确实能劝退一部分特别穷的租客 但也就把那些小资给吸引过来了呀 到时候 那些文艺青年们一看 虽然这房子比其他房子面积小 户型奇葩 采光差 不能自己买家居 一堆毛病 每个月的租金还比其他的房子贵了1000多 但这可是豪装啊 光这一个沙发就一两万 多付1000块租金 享受这种奢侈生活 这还不得挤破头 也得往里住 裴千回过这个未来了 意识到这几套房子 还真不能再跟之前那套一样 花太多钱豪装了 毕竟之前那套大平层 在荆州很少有土豪租得起 而越是这种小户型 租客对一价就越不明胆 而且这房型这磨小 仅限整租的这条规定 肯定也会大打折扣 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标准来 2000万 这边的房子 按照30万一套的标准来装 商住那边 按照15万一套的标准来装 就这磨说定了 裴千又强调了一遍 梁青帆 不是说应该多多揣摩裴总的意图吗 今天才刚想试试 就当场失败了 果然这是个技术活 还得多练练 梁青帆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明白裴总的套路了 结果刚把想法说出来 就被裴总无情打脸 不由得有点失落 而裴千看向梁青帆的眼神 则是更加欣赏了 可以 我就喜欢这种藏不住话 有啥说啥的兄弟 其他员工都是在我背后明白 明白了还不告诉我 你是当着我的面明白 还把自己的理解 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帮我纠正了一个可能犯下的错误 如此可教 裴千倾可两声 梁先生 之前说的 请你来做树揽公寓的负责人 考虑的怎么样了 当然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合作伙伴 你可以直接享受腾达集团的高层待遇 包括根据TPDB网站的评分和项目的投入 每月发放奖金 梁青帆更加心动了 一个月以前 裴总就已经表露过招揽的意图 那时候的梁青帆本着矜持一下的想法 没有立刻答应 而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梁青帆也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腾达的信息 早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肯定的来啊 待遇太好了 作为负责人 可以根据项目的口碑和投入 获得非常丰厚的奖金 跟之前的工作室比起来 收入将会是碾压级别的 更何况 能与裴总这样的领导一起共识 这对于事业的发展 将会是多大的助力 梁青帆差点就一口答应 不过犹豫了一下 他又说道 裴总 那我能不能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裴千不由的有些小惊喜 哟 哦 小伙子竟然能顶住腾达福利的诱惑 还跟我讨价还价 不错 我就喜欢你这种跟我抬价的小伙子 省了我绞尽脑汁的 给你找理由加工资了 来吧 狠狠地饿我吧 裴千点点头 当然可以 你随便提 梁青帆轻渴两声 裴总 我注意到您开的实体店很多 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张之中 包括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门店 托管健身房等等 树卵公寓的装修 我当然是义不容辞 不过我注意到 您其他的门店装修 风格似乎都有一些平庸了 如果未来您打算把这些门店的装修 全都翻修一下的话 这个工作能不能也交给我 没别的意思 单纯就是觉得 目前的店面风格 有点配不上腾达的格调 裴千不由的有点小失望 就这 你不趁机提提薪水啥的 不过转念一想 这个提议倒是也不赖 裴千点点头 当然可以 那就全交给你了 这样 等忙完了树篮公寓的事情 你就开始找 哪家店的生意好 你就装修哪家店 如果是以前 墨鱼网咖还没火起来的时候 裴千对于梁青帆的这个要求 肯定是断然拒绝 重装什么重装 现在亏钱亏得好好的 干嘛重装 但是现在 不一样了 墨鱼网咖已经火了 已经爆满了 再装修一遍 也不能让他更火 更赚钱了 而且还花了装修费 装修期间还不能营业 这一来一回 得亏多少钱 太划算了 所以 裴千强调了一下 让梁青帆 就专挑那些赚钱多的店铺装修 那些亏损的店铺 比如托管健身房这种 一概不能动 梁青帆点点头 好的裴总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虽说不太懂 裴总为什么让自己先从赚钱的门店开始装修 但梁青帆也莫多问 毕竟把这模重要的事情 完全交在自己的手上 这已经表现出裴总对自己的信任 好的裴总 那我近期就针对新房型的特点出几个效果图 您稍微挑一下之后 就立刻找施工队开工 梁青帆也不由得充满了干劲 商柱楼那边还好 因为硬装都差不多了 主要是软装 搞得比较快 而冰湖小区这边的房子就比较麻烦了 一共两栋楼都要硬装 要找大量的施工队 工期会很紧张 当然 好处在于房型都一样 出一套方案就可以 选效果图 不不不不 不用再出新的效果图了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风格 裴谦强调到 极简风格 他想了想 又补充到 智能家居和大电视 就没必要了 可以综合整体的装修 预算 考虑造价 重要的是整体风格 一定要保持一致 那边一台大电视 就24万 而且是 全国限量的 想买 也买不到 更何况裴谦也担心 万一真给 这种小户型 配上这摩昂贵的电视 有很多人挤破头 就为了这个电视来租房 怎么办 毕竟小户型这边的租金 比城市曙光那边的大平层 要便宜多了 还是按照家屠四壁风来做 保证对一般人的劝退效果 同时 也避免过分的豪装 吸引来一群文艺青年 或者小资 梁青帆一愣 这边也用极简风格 裴总 新买的楼都是小户型 在小户型里用极简风格 这效果本来就会大打折扣 而且 小户型储物空间更重要 如果全都干掉的话 这房子没法住了 裴谦不由的洗上霉烧 效果打折扣 房子没法住了 太棒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 专业的建筑师都觉得这个不行 那我这还有赚钱的道理 绝对没有 裴谦微微一笑 放心吧 这就是树懒公寓的风格 既然是同一品牌 风格肯定要统一 对吧 6月2日 周四 梁青帆已经闭关两天了 两栋楼的图纸 都已经拿到手了 商住那边毕竟是新楼 相对好说 冰湖小区的房子 已经很有年头了 找到物业之后 费了好大劲 才把之前的施工图纸给找到 而后 梁青帆就开始闭关 同时自闭了 这一次是真的不懂裴总的意图了 之前那个大平层 裴总要做极简主义风格 梁青帆还能理解 毕竟能租得起那边房子的 肯定都是土豪 而土豪里 喜欢这重极简主义风格的人 应该还是有的 但是 这40来瓶的双层loft 60多瓶的两居室 还要做极简主义风格 那这房子里还能剩下啥东西吗 一些审美上的问题 梁青帆觉得自己倒是可以解决 无非是多花点心思 但这房子实用性太差的问题 裴总到底打算怎么解决呢 很困惑 但也不好多问 商住两用那边的双层loft 相对好办 毕竟面积较小 哪块地方能用来做什么 用途非常明确 方案很快就能定下来 反倒是宾湖小区这边的神奇湖景房 得费劲大改了 那个半圆形180度圆湖形的客厅 得重新搞一下功能分区 提高利用率 厨房和卫生间必须扩展 入户门和过道也得拖宽 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居住体验 要是做不好的话 那这次装修搞得再怎么花里胡哨 也还是失败的 好在拿到结构图之后 梁青帆发现 有些之前看似承重强的部分 实际上并不承重 可以改动 但即使如此 这方案做起来 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加油吧 裴总说 这种困难的房型 才能看出设计师的水平 我说什么 也得把这房型给改好 不能辜负裴总的期待 梁青帆暂时把脑海中的疑惑抛出脑后 继续全神贯注地 完善自己的设计方案 6月3日 周五 墨鱼外卖一号店 美食实验室 瑞宇晨正独自一人 在店里品尝新推出的健身套餐 虽然是墨鱼网咖的负责人 但瑞宇晨也始终觉得自己 不能脱离顾客 要时常到门店里逛逛 跟顾客聊一聊 甚至自己客串一下服务生 今天 他就心血来潮 把服务生给打发走了 自己来做服务生 正好这个点媒客人 他决定试试新推出的健身套餐 透明的玻璃餐盒中 一边是点缀着洋葱 胡萝卜 青椒的青炒牛肉片 另一边则是香蕉燕麦饼 和煎鱼 有鱼有肉有蔬菜 在健康的同时 也比较符合中餐的饮食习惯 之前 墨鱼外卖研发的健身餐 已经在各个托管健身房推广开了 反响很不错 但瑞宇晨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继续研发新的健身餐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就算中式健身餐满足了顾客的口味 能够长久地吃下去 但同一种菜品吃多了也还是会腻的 所以 一定得保证餐品的种类够多 可以不断地换花样 才能让顾客们保持新鲜感 什么时候 对顾客来说 吃健身餐不再是完成任务 而是充满期待 那就意味着健身餐这个事情成了 现在嘛 只能算是初步成功 还得继续丰富菜式 刚准被动筷子 瑞宇晨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哥 你到了呀 坐 瑞宇晨起身迎接 林灿荣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 私下打量一番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墨鱼外卖的美食实验室 瑞宇晨对后厨说道 再来一份健身餐 林灿荣感慨道 墨鱼外卖的美食实验室 搞得相当不错呀 瑞宇晨起身给林灿荣接了杯饮料 笑着说道 都是按照裴总的意思来搞的 对了 林哥 你之前不是说 鸣鱼私厨也想搞个美食实验室吗 怎么样了 林灿荣摇了摇头 裴总没答应 没答应 瑞宇晨一愣 为食膜 鸣鱼私厨那边更应该研究美食 为高端食客提供更好的就餐体验吧 林灿荣从瑞宇晨手中接过果汁 边喝边说道 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又考虑了很久 才明白裴总的深意 之前我也很纳闷 裴总说 不让我开分店 不让我开美食实验室 但是又允许我花钱 这钱还能花哪去呢 我想了很久 最后决定 花钱搞员工培训 瑞宇晨一愣 员工培训 林灿荣点点头 对 从汉东大学直接高薪招聘 能熟练讲多众语言的人 来做服务生 同时对所有的服务生展开统一培训 让他们都必须牢记每一道菜的食材 做法 火候 口味等特点 在客人问起的时候 能够对答如流 顺便也给之前的服务生报了班 人手多了 排班的时间空出来了 就可以安排他们 轮流在上班时间学外语了 瑞宇晨 啊 林灿荣解释道 我是仔细考虑了裴总给我的暗示 才决定这么做的 裴总之所以不让我开分店 是因为明云私厨是高档餐馆 食材有限 厨师也都是从天南海北高薪聘请 属于稀缺人才 开分店莫办法保证口味 等于是砸自己的招牌 所以 裴总在意的是 这块招牌 那么继续花钱的话 钱能花到哪去呢 肯定还是提升 这块金字招牌的影响力 我左思右想 厨师的厨艺已经很高了 只能是缓慢进步 多花钱也不一定好使 食材方面 基本上顶尖的食材也都拿到了 那唯一能继续提升的 也就只有服务的细节了 所以 还得在这些服务生身上 多下功夫 保不准以后 有外国有人来明云私厨吃饭呢 服务生会讲多国语言 能大幅提升他们的满意度 在这方面花钱 其实很有意义 瑞宇辰恍然 原来如此 裴总竟然这魔有国际视野呢 确实 明云私厨在国内的知名度 已经很高了 得提前做好准备 接待外国有人了 林灿荣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 我还给明云私厨的所有服务生 都安排了托管健身 我觉得 裴总在明知道 明云山庄附近健身房 会亏损的情况下 还把托管健身房开到那里 多半是给员工使用的 后来一观察 果不其然 DGE电竞俱乐部的人 已经安排进去了 我觉得明云私厨也不能落后 就安排服务生们去锻炼 有几个服务生的身材管理 确实是有些问题 可能给顾客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也是一个可以改进的方面 瑞宇晨点点头 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是觉得 明云私厨开个美食实验室提升口味 也未尝不可啊 两个人正聊着 健身餐做好了 来 林哥 先尝尝美食实验室 新研究的健身餐 瑞宇晨起身到后厨 把健身餐端来 放在林灿荣面前 林灿荣尝尝了两口 嗯 还可以 瑞宇晨笑了笑 好 林哥 你天天品尝明云私厨那边的菜式 能夸一句 可以 我已经很满足了 林灿荣继续吃了起来 我真觉得还可以 以健身餐的口味来说 简直就是太美味了好吗 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瑞宇晨 我刚才说 明云私厨那边 开个美食实验室 提升一下口味 也未尝不可啊 林灿荣点点头 对 其实这一点 裴总也有考虑 她不让明云私厨开美食实验室 说 最多最多允许你们利用一下 摸鱼外卖美食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瑞宇晨一愣 利用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的研究成果没用啊 都是一些平价产品 不可能拿到明云私厨去卖啊 林灿荣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开始也是这摸想的 但是 后来我意识到 裴总这话另有深意啊 咱们两个部门 都是做餐饮的 表面上一个做高端餐饮 一个做平价餐饮 但都是腾达旗下的品牌啊 如果我们各自开一个美食实验室 肯定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互相之间的资源 无法整合利用 而且这样 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更何况 以摸鱼外卖的体量 做美食实验室是合理的 明云私厨的体量太小 再怎么受欢迎 也只是一家 餐馆而已 做美食实验室 是小马拉大车 很吃力 但是 如果我们把彼此之间的资源整合起来呢 裴总说 允许明云私厨 大厨 利用摸鱼外卖的研究成功 就是在暗示我们 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一起研究 共同利用研究成果 一家美食实验室 完全够用了呀 瑞宇晨恍然 原来如此 林灿荣继续说道 所以我打算定期安排大厨 到美食实验室 来实验新的做法 和新的菜品 到时候 请你们的营养师和专业人士帮帮忙 给点意见 瑞宇晨果断点头 当然 求之不得呀 到时候新菜品研究出来 我们也能用得上 而且 说不定还能给实验室的人 一些新启发呢 林灿荣不由的感慨 还是裴总看问题清楚啊 之前林灿荣一直有点小情绪 凭什么摸鱼外卖 一直亏钱还不停扩张 明云私厨一直赚钱 却摸动静啊 是不是裴总偏心 现在看来 是误会裴总了 裴总是在强调 明云私厨和墨鱼外卖 都是腾达在餐饮行业部局的重要环节 应该不分彼此 通力合作啊 6月4日 周六 管培生例会 显然管培生们 目前已经完全熟悉了 裴签给他们安排的工作 不管是情报收集 还是向裴总汇报 都已经变得清车熟路 游刃有余了 树揽公寓 目前主要是在进行三栋楼的方案设计工作 梁清帆先生 目前似乎正在闭关进行图纸的设计 裴签点点头 这些信息他都是知道的 所以并没有过多地在意 管培生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 能让裴签掌握各部门 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可能会造成盈利的小事 但他显然也不是万能的 比如 像一些刚刚起步的项目 裴签又亲自去盯了 那么管培生了解的内容 不见得就会比裴签多 又比如 管培生只能在工作时间获知一些信息 如果是各部门负责人 私下里做些什么事情 管培生是不可能知道的 对于这一点 裴签也没石磨办法 总不能让管培生真的当地下工作者 24小时的盯着负责人去干嘛了吧 所以 虽然这个制度算不上特别完美 但只要能够比之前有所进步就行了 墨鱼外卖继续投入大量资金 研发健身餐 推出了几种新口味 同时 墨鱼外卖也在着手规划下一批门店 进一步扩大墨鱼外卖的覆盖范围 这条消息对裴签来说整体向好 不过似乎也有一些隐患 不得不说瑞宇晨是真敢花钱 这点让裴签非常欣赏 大规模开门店和给美食实验室烧钱 都让裴签拍手称快 恨不得让他继续加大力度 毕竟对墨鱼外卖来说 多开一家店就多亏一点钱 这种好事去哪找 至于研发了几种新口味的健身餐 这似乎是一个隐患 但裴签考虑两点 首先是健身房目前还是亏惨了的状态 多几种花样的健身餐顶 多是让已经报名的人更容易坚持下去 在健身房本身并没有出现盈利苗头的时候 可以再观察一阵 其次就是 美食实验室已经开起来了 砸了研发资金 进去之后 总得搞出点什么成果来吧 如果不让瑞宇晨再研发健身餐 说不定他就要研究新餐品 提升墨鱼外卖的口味了 后者似乎危害会更大 两害象权取其轻 还是让他继续研发健身餐更划算一点 无名餐厅正在开展员工培训 让员工们去托管健身房健身 挤出时间 让员工学外语 同时也从汉东大学 直接高薪聘请了精通多众语言的高材生 来做服务生 此外 还给服务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比如要求服务生能够精确地说出每一道菜的材料 火候 做工等等 嗯 这个消息引起了裴谦的兴趣 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没有在关注明云私厨的事情了 现在看来 林店长似乎开窍了嘛 裴谦琢磨了一下 跟开分店相比 这笔钱花到服务生身上 已经是性价比最低的选择了 更何况还让服务生们掌握多国语言 有多少国际友人能知道明云私厨呢 荆州本来也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本地的外国人很少 明云私厨的位置又很偏 再说了 即使有那摩个别积个 外国人到明云私厨那边吃饭 因为服务生会说外语 而获得了良好的体验 又能产生多大影响呢 怎么看性价比都很低嘛 等等 林灿荣做出这摩没有性价比的事情 难道是在 赌气 他看到摸鱼外卖不怎么赚钱 却还是一个劲在开分店扩张 而明云私厨的诉求 全都被拒绝了 所以跟我赌气 干脆把挣来的钱 全都花到没石磨意义的事情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说 干得漂亮 请家大力多 经济旅社这边 商城的方案已经定下来了 命名为黄金迷工 目前已经开始了紧张的施工 这个工程似乎造价极为高昂 李总费了很大的口舌 才说服其他投资人出钱 哟 还真上当了 裴谦很高兴 陈康拓还是挺听话的嘛 我为了额李总他们 说要造一个奢华的迷工 光装修费 就让他们肉疼 结果真就给我做了个迷工出来 还是黄金迷工 听起来就贵 也怪不得李总 还得说服其他的投资人 估计其他投资人 也没想到我会这摩登鼻子上脸 狮子大开口吧 嗯 不错 离心离德的裂痕 似乎已经出现了 再来两次 这群投资人 绝对都会被赶跑了 托管健身房 目前仍旧没有太多的人员变化 新顾客增长非常缓慢 老顾客的年度似乎有所提升 中途流失率有所下降 我根据健身房目前的数据分析了一下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 健身餐的改善 让许多人更容易坚持下去 而更重要的原因 应该是幸存者偏差 能够坚持下来的顾客 已经习惯了这种健身模式 所以 留下来的顾客 肯定会粘性越来越强 但这并不代表着 健身房的情况有所改善 毕竟无法解决新顾客的引流问题 这些老顾客的粘性 再怎么降 也无法让健身房盈利 嗯 很好 这位管陪生 不愧是在托管健身房做规划师的 能够掌握健身房的所有数据 对情况分析的非常透彻吗 所有管陪生 全部汇报完毕 赔签满一地点点头 大家都做得很好 在这里 要点名表扬托管健身房的管陪生 通过客观数据进行分析 汇报的所有事情 都建立在事实数据的基础上 相比于一些理想化的判断 更加务实一些 以后大家也应该多学习 用数据去观察 毕竟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好了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散会 开完会之后 陪迁离开公司 打算去墨鱼网咖小坐一会儿 跟往常一样 点了一杯咖啡 陪迁把留在墨鱼网咖的那个笔记本电脑拿出来 继续捋顺各个部门的思维导图 半小时后 陪迁打算稍微休息一下 随便刷了刷网页 突然 陪迁看到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Dog 新英雄风之末课 软上线 这是一条游戏频道的消息 英雄在今天已经上线了 跟旅行者包序几乎是前后脚 不得不说 这效率是真的快 在更新速度这方面 完全跟上了IOI设计师的爆肝强度 陪迁继续往下看 这条新闻 不仅仅介绍了风之末课 软的原画 模型 故事背景 和技能说明 对英雄玩法进行了前瞻 还对Gaoud目前 和IOI展开的军备竞赛 进行了评论 风之末课 软是个书法家 画家 同时也是个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侠客 对于画家来说 将生命融入画作 并不断地追求突破 是他毕生的宿命 作为一名孤高的天才 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和超脱于时代的画迹 引发了其他画师的不满和排挤 所以他宁愿在尘世间流浪 让自己的画作流寸于名山大川 也不愿意继续在庸才之中随波逐流 幸运的是 在游历的过程中 他揭示了至交好友莫蒂斯特 他们都拥有孤高 正直 勇气 和谦逊等美德 这让两个人互相信任 在战斗时 能够彼此把后背交给对方 并肩战斗 裴谦 怎么感觉这英雄介绍里 透着一股阴阳怪气呢 和莫蒂斯特互相信任 彼此把后背交给对方 似乎只有我把后背交给他 然后他在我后背上疯狂输出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被刺他一次啊 裴谦很怨念 自从认识软光剑以来 裴谦已清楚新几率地 进行过几次报复计划 比如大摆锤套餐 经济旅设套餐 不讲理的甲方套餐等等 然而每次都被软光剑 都像太极宗师一样完美化解了 让裴谦有静默处使 继续往下看 是英雄的玩法前瞻 和对GOB IOI两款游戏现状的评论 从目前的机制来看 软是一个持续伤害的斗士 机动性高 通用性高 虽然在早期的伤害偏低 但战斗中存活越久 伤害就越高 同时 这似乎是一个上限极高 但下限也很低的英雄 虽然看起来每个技能都并不复杂 但想要玩好 却需要很高的技巧 这种复古的英雄机制介绍 好怀念啊 显然这里面的很多用词 并不规范 也不成熟 但大体上是没错的 裴谦很清楚 这确实 是一个上限极高 下限极低的英雄 而且大部分玩家打出的都是下限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GAUK和IOI的军备竞赛似乎愈演愈烈 完全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迹象 这场军备竞赛从IOI开始 国服与世界服务同步更新 每月两个新英雄的更新计划让玩家们感到震惊 不过 GAUK也很快跟进 并且史无前例的采用了众筹英雄的方法 在刚开始 这个方法并不被看好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一策略显然是极为成功的 这个活动充分调动了玩家们的热情 让数量庞大的GAUK玩家始终保持对游戏的关注度 即使在没有新英雄上限的时期 也没有被IOI抢走注意力 不仅如此 GAUK众筹来的新英雄 机智优秀 玩法丰富 不管是旅行者包序 还是讽制默克 软 都备受好评 这是否说明 玩家比设计师更懂游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GAUK用完美的应对方式 保住甚至扩大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那么 IOI又将在哪些方面 发起新的挑战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具保住 甚至扩大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让裴谦有点受伤 不得不说 这敏镜超孩 真是鬼才 众筹做游戏 还真给他做成了 不过 裴谦现在也不关心这些事情了 他更关心的是 新英雄的皮肤受益 什么时候才能到账啊? 看目前的情况 旅行者包序和风之默克 软 这两个新英雄 目前都还只有默认皮肤 后续的皮肤还在开发之中 这是因为时间太赶了 光是制作英雄 模型等等 就够制做组盲的了 为了跟IOI抢热度 新英雄做出来 经过测试之后 就要很快上线 至于皮肤和后续的平衡性调整 可以慢慢来 不过一个月后 差不多也就该出皮肤了 两个月后 就能见到收入了 虽说众筹出来的英雄皮肤会 打折打得很厉害 但事实上 也会造成一种薄利多消的效果吧 裴谦现在倒是不急用钱 但还是对这笔收入有所期待 又看了一遍英雄介绍 裴谦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似乎 找到被刺软光剑的方法 邀请他一起玩一把GOG 然后我们各自都使用自己的代表英雄 软光剑可没玩过这个英雄 估计也不会很擅长 这英雄本来下线就低 说不定还很容易被针对 到时候软光剑好好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快乐 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我治不了你 路人还治不了你个托儿所 裴谦把电脑交给服务生收起来 然后一边喝咖啡 一边到论坛上 查看玩家们对这两个新英雄的大致反馈 旅行者包序真有意思啊 移动之后 狂暴条就会涨 想要打输出 就要一直移动 非常适合很多疯狂点鼠标的多动症患者 而且 挨揍的时候 只要按住 S就可以更肉一些 这种把玩法 故事背景设定 和游戏机制 完美融合在一起的英雄 真的很新颖啊 确实 其他游戏里 倒是也有双形态的英雄 但那个是靠玩家手动切换 而旅行者包序 实际上也算是双形态的英雄 但他却是靠移动或者静止的操作来完成的 只走不停的包序 或者只停不走的包序 都是猜忌 只停不走 挨揍没够 只走不停 智商为零 停停走走 稳如老狗 走走停停 一看就行 我觉得这个英雄设计的还挺全面 高手 可以出书出装 用隐身被刺的方式 当刺客玩 带动全场节奏 菜鸡也可以出防御桩 站在原地挨揍 也能为团队做出贡献 软这个英雄 就是设计者完全放飞自我的产物吧 我今天上午玩游戏 几乎每一把都有 每一把 然后无一例外的全都坑了 一上去就没再回来过 一往无前 我严重怀疑 设计出这英雄的玩家 有报复社会的心理 我遇到一个软 全场没有放出来一个大招 而且 这还是在我们这边 有莫蒂斯特的情况下 不可能吧 莫蒂斯特 不是自带鸡飞吗 这都放不出来大招 真不是演员吗 楼上的 你试试就知道了 鸡飞的浮空时间很短的 你一个不注意时间 就过去了 根本来不及案 日 手残还玩什么软 你是不知道 这个英雄一起来有多快乐 简直太快乐了 为每一个敌方小兵 加上圆倦末技简直就是 我人生苦苦追寻的真谛 放开那母猴 每次看到这个英雄就来气 尤其是那种 站在中路一动不动的 也不好好打线也不支援 除了在那一小兵就是前站着 是在想给自己亲 妈 怎么写目之名吗 好吧 学到了 已经设成游戏中的快捷交流短语 建议官方可以再出一个绑定的地图标记功能 让我在发问号的时候 可以自动把这句话打在公屏上 看着玩家们对这两个新英雄的评价 赔签不由的喜笑颜开 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收获呢 赔签的目的本来很简单 单纯就是想搬个英雄给自己赚点外快 万万没想到敏金超那边会错意了 把这个英雄以软光剑为圆形做了包装 还给莫蒂斯特安排上了挚友的背景故事 但是目前看来 看得漂亮啊 估计软光剑这辈子都没法在排位赛里 用上这个英雄了 百分之一百会被ban掉 而平时的常规匹配赛里 每次拿出来 也得被对方针对 被几方队友喷 玩多了绝对自闭 裴谦有点等不及 要跟软光剑一起玩一局游戏了 正琢磨着 有人推门而入 裴谦不由的眼前一亮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软光剑又来买咖啡了 果断带着 软光剑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裴谦 咦裴总 希克呀 裴谦很无语 怎么老是这句 我最近来墨游网咖 已经很频繁了好吗 你的英雄已经上线了 你已经知道了吧 要不要一起来玩一局 裴谦别有用心地提一道 啊 是吗 软光剑有些惊喜 这魔快吗 我最近一直在忙着画画 莫关注这个 裴谦不由的心中一喜 一直画画 莫关注这个 那就是说一局都莫玩过呗 太好了 我就喜欢跟这种一局都莫玩过的人一起玩游戏 来来来 玩一局 裴谦跟软光剑两个人找了两个空着的机位 至于软光剑订好的咖啡 就让服务生帮忙跑腿一趟 送到对面的光环工作室了 登陆游戏的时候 裴谦偷瞄了一眼 发现软光剑的Gaude账号游戏局数很少 而且他还认真地进入英雄界面查看风之默克 软的背景故事和技能介绍还真是第一次玩 至于裴谦自己打算玩莫蒂斯特 一方面是因为说好了都玩自己的英雄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莫蒂斯特强啊 到时候软光剑被对面杀成0-21封狂一小兵快乐 而自己打出一个80-20的完美数据疯狂Carry 这口恶气不就出了吗 嗯 计划通 来吧来吧 裴谦已经发过去组队申请 软光剑接受了申请 再等一下 我还都没看完技能数据呢 显然 他虽然参与了这个英雄原化的设计 对英雄的机制也早有了解 但没有深入地研究过英雄技能的具体机制 玩法以及数值 裴谦立刻点下 开始匹配按钮 漠视 游戏边看边玩 很快就适应了 排的是匹配赛 之所以没有选排卫赛 主要还是怕软这个英雄上来就被ban了 那岂不是没得玩了? 进入选人界面 软光剑眼疾手快 直接锁定了自己的英雄 而裴谦也顺理成章的锁定莫蒂斯特 游戏还没开始 队友已经打出了六个点 又是快乐软男 求求了 别玩这英雄了好吗? 上一局 才刚遇到一个0-21的 头都给人家捶烂了 想玩新英雄的话 建议换个旅行者包序吧 也是一样 跑起来很快了 然后你出弱抗奏 还能稍微有点用 换吧 软光剑有点摸不着头脑 嗯? 大家怎么对我 这个英雄 有这么大意见? 裴谦呵呵一笑 不用理他们 等会儿用实力证明自己就行了 软光剑点点头 嗯 好的 软光剑以为 裴总是说带会儿 用实力打他们的脸 但裴谦的真实意思是 带会儿你用实力证明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那三个队友 见到软这个英雄已经锁定 没有再换的想法 也就只能纷纷叹气 进入游戏中 刚刚进入游戏 对面就有人公平打字 你死定了 今天游戏可以输 你必须死十次 裴谦很久之前 就已经把英雄头上的名字 给隐藏掉了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 看到玩家名字会 削弱沉静感 影响他的发挥 所以 他打开数据面板 才找到这句话 到底是谁说的 对面的钟单 也就是跟软光剑兑现的人 裴谦不由的心中窃喜 干得漂亮 今天你把软光剑杀十次 我一定给你发一朵小红话 不过话说回来 这怨气也是够大的 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在游戏里第一次见面 仅仅是因为 对方用了自己讨厌的英雄 就扬言要杀对方十次 这是何众深仇大恨 软光剑这局 绝对被针对到死 妥妥的 裴谦放心大胆的去上路了 莫蒂斯特这个英雄 其实比较全能 走哪一路都说得过去 只是走上路会更合适一些 裴谦觉得 有软光剑在中路 给自己吸引仇恨 中野连体因而无限针对 自己在上路开开心心的发育 打团的时候 再出来拯救世界 这剧本很完美啊 裴谦兑现的是一个旅行者包序 毕竟是新英雄 在匹配中登场率很高 这货似乎也不怎么喜欢捕刀 就在草丛里狗着回血 然后冷不丁的就跑出来展 一刀恶心人 似乎有点像是腾达游戏日常场景的在线 但是裴谦完全不虚 因为旅行者包序被莫蒂斯特克制 你砍我一刀 我捶你一下 你打我后背 咱俩还不一定谁更疼呢 而且 这个旅行者包序 似乎对骚扰这件事情 有很大的执念 残血小兵都不补 非要上来砍莫蒂斯特一下 虽然 Dog不补刀 也会有一定的金钱收益 但补掉的话钱会更多 像这种不讲究的玩法 裴谦非常不迟 看着吧 很快我们的补刀 就会拉开差距了 一个真正的高手 就是应该多多注意这种细节 我补了你没补 这一来一回 我们的经济差就拉开了 卧槽 裴谦还在跟对面的包序 你浓我浓 斗智斗勇 顺便补一补小兵 结果没想到 对面的打野二级 就来抓上路了 包序直接闪现到莫蒂斯特 被后满狂暴纸往回一推 配上打野的输出 莫蒂斯特就算肉 也不可能扛得住 第一滴血诞生了 当然 在Gawg里 打野和辅助 分别叫游走和指挥 叫法不一样 但分工还是纳摩分工 只不过 裴谦个人习惯问题 还是喜欢称为打野 裴谦 兄弟 剧本不对吧 二级抓上 多大仇 你不应该去中路 针对一下那个快乐疯男吗 刚才还说 要杀十次呢 不过转念一想 刚才放出狠话的似乎是对面中单 不是打野 那没事了 看来还是自己不够 小心谨慎 太久没完了 对这个游戏有一点生疏 老老实实补防御装 然后把兵线往自己塔下让一让 距离塔更近一点 安稳发育 等中期打团的时候 Terry 看到莫蒂斯特狗在塔下 包絮似乎很是焦急 开始撒了欢地乱跑 黄暴值一直是满的 但是他没办法 就算和打野两个人 也不可能去越塔杀一个莫蒂斯特啊 裴谦不由的得意 哼 我在塔下 能带我何 不得不说 刚才莫蒂斯特的死亡 还是有收获的 对方打野二级 抓上暴露了意图 几方打野 直接入侵了对方野区 而软光剑 也非常聪明的去几方野区守了一下 防止对方打野来换 这样一来 几方打野 就是三个buff开局 裴谦完全不慌 看起来一切竟在掌握 个鬼啊 刚苟了几分钟 打算安稳发育一下 把这波镜塔的小兵给 美美的吃掉 就发现 一直在疯狂转圈 砸满狂暴只的包续 直接隐身冲塔了 莫蒂斯特 被满狂暴只的包续一推 而对方的打野和中路 从草丛中攥出来 一顿围殴 裴谦看着自己的黑白屏 和塔下的那一波小兵 自己变成0-2了 整个诸神峡谷 似乎只有自己所在的上路 在风起云涌 而软光剑 在对面中路抓上的时候 默默地发育了一波 把小兵推到对方塔下 然后姗姗来迟地打了个问号 事宜中路不限了 裴谦 不对啊 不是说要把快乐软男杀成零杠石吗 一个劲抓我是什么意思啊 裴谦很想在公屏上打一个 上辱妇 但是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毕竟这就是游戏机制 被针对了没办法 现在打字也只能是无能狂怒 于是无补 只有弱者才会把自己的失败 归咎于对方的针对 真正的强者就是要逆风开局 还能carry全场 裴谦决定刃真起来了 默默关闭了局内聊天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稳住心态 跟对方打字battle 只会迎来更惨烈的针对 于是无补 就当对方不存在 认真思考之后的每一步举动 等翻盘的时候 carry全场 再打开局内聊天 好好嘲讽对方一番 偷瞄了一样软光剑的屏幕 公屏果然在聊天 裴谦不为所动 哼 你们随便说什么 我就玩我的 绝对不会被你们影响心态 游戏继续进行 莫蒂斯特任由对方的旅行者包序 在塔前疯狂飙车 无动于衷 绝不出塔 然而 敌方上中野三人 却不依不饶地再度跃塔 想要顾忌重施 将莫蒂斯特击杀在塔下 有完莫完 你们疯了吗 莫蒂斯特用出浑身解数 在塔下和敌方三人周旋 然而敌方三人早有准备 轮流抗塔 眼看着就要把莫蒂斯特强杀之后 全身而退 关键时刻 风之默克 软拍马赶到 风之默克还没有出现在陪牵黑白的屏幕中 他的语音却已经先在耳机中响起 俄眉高出戏击天 罗夫指与南鸣联 风之默克闪现过强劫翼 在三人之间往来穿梭 硕大的毛笔在身侧画出圆弧 Q技能直接将强航月塔的三人血线压低 对方以惊姬杀了莫蒂斯特 状态不佳 防御塔也还在输出 此时明显出现了意见分歧 有人觉得三人可以一起把软杀掉之后再扯 也有人觉得打不了了 要赶紧走 结果队形瞬间乱了 明公一丝灰彩笔 屈山走海至眼前 风之默克的毛笔写出狂草 肆意挥洒墨迹 对方想要攻击他 然而风之默克却已经借助塔下的大量小兵快速穿梭 让敌方的攻击意图完全落空 狂草笔翼召唤出狂风 将撤退不及时的两个人吹了起来 幻境在浮空的两人周围出现 风之默克预风而行 瞬间来到他们身侧 双杀 仅剩旅行者包序 四只蹄子快速登塔机类狂抱直 想要逃往己方塔下 然而恰在此时 又是一条新的兵线来了 五色粉图安足针 针线可以全无声 风之默克 直接借助这波小兵为跳板 预风而行 快速穿梭 轻易地追上了四只蹄子 疯狂袍地的旅行者包序 刘畅走A穿插Q技能 成功将旅行者包序斩于塔下 若带弓城浮衣去 武林桃花笑杀人 在防御塔最后一击之前 恰好脱离 进入草丛中回程 安然脱身 风之默克的回程动作 是手持毛笔在身边刷刷点点 然后僵硕大的毛笔 踩在脚下瞬间飞升 看起来潇洒至极 几方队友立刻就是一波666 卧槽 太牛逼了 遇到一个会玩的 真大佬啊 牛逼 裴谦默默地看着身上 多出来的两个助攻 一时之间心情复杂 至于为什么只有两个助攻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其中有一个英雄 他默默地 在看软光剑 轻松在塔下捡走三个人头 回家直接起飞 不对啊 没道理啊 剧本不应该是这魔写的啊 说好的 要针对 这个快乐疯男的 你们就是这魔针对的 算了 能赢就行 这剧本已经跑偏了 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要赢 否则一会游戏结束的时候 还不一定会被对面子魔嘲讽啊 裴谦默默地勾起来 继续发育 游戏进行到25分钟 双方爆发激烈团战 裴谦正好好的在河道散步 想要去吃个野怪补一补发育 然而敌方突然从草丛中冲出 想要吃刺胃肉 裴谦这边的队友 也早有准备 双方展开混战 开大的莫蒂斯特非常肉 扛住了对方的成蹲伤害 并且通过撒币技能打出显著的AOE效果 其他队友一拥而上 尤其是风之末刻 软在混乱的团战中 无压力输出 三刀一个小朋友 很快奠定胜局 最后 以莫蒂斯特死亡的代价 打出一换四 剩下的四个队友 一路高歌猛进 准备拿下这局游戏 哼 让你们针对我 真正的强者 是不怕针对的 你们的失败 在打野二级抓上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裴谦赶忙打开全局聊天 准备跟对方友好交流机具 游戏马上就赢了 还不交流 更待何时 然而对方竟然先发话了 说杀你十次 就杀你十次 说到做到 游戏虽然输了 但是已经爽了 血转 裴谦 他看了一眼数据面板 软光剑的数据明明是十一零四啊 你们哪杀他十次了 仔细看数据面板 发现全场死了十次的 就只有莫蒂斯特而已 数据是13年2月10日 差点就完成三双 显然也为团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裴谦陷入了困惑 啥意思 难不成开局公平的那句 杀十次 是说杀我 不针对快乐软男 反而针对莫蒂斯特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个肉啊 这摩罕后老实的形象 有什么针对的必要摩 这是莫名其妙 裴谦带着满枪疑惑 在公平上打了个问号 这个问号 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无耻老贼 还有连打问号 就是你设计出这个孤儿英雄 诸神峡谷的万恶之源 人人得而诛之 裴谦更困惑了 啥意思啊 难道 裴谦赶忙按下 ESC 点击投降 哦不 点击设置 把所有英雄头上的名字 给调了出来 然后 他看到自己的ID下方 清清楚楚的写着一个称号 非常醒目 峰之默克 软的设计师 裴谦 似乎有点明白 维石魔这具游戏的剧本 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 这个称号 把自己给出卖了呀 快乐疯男固然可恨 但快乐疯男的设计师更可恨啊 当快乐疯男和快乐疯男的设计师一起登场的时候 先杀谁 还有疑问吗 在联想之前的遭遇 打野二级抓上 中上野三人塔下强杀 打团所有技能 全都往莫蒂斯特身上招呼 甚至完全无视了 那个快乐的一来一去的快乐疯男 全都解释得通了 裴谦默默的叹了口气 心很累 这个账号 似乎以后不能再用了 游戏结束 软光剑摘下耳机 满脸的兴奋 裴总 我们的配合真的太完美了 虽然你最后的数据不佳 但懂游戏的人都能看出来 你在团战中吸收了成敦伤害 为团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个MVP显然应该是你的 而且我这个英雄真的好强 裴总 太感谢了 软光剑千恩万谢 显然这局游戏让他生活乐无边 裴谦的嘴角微微抽动 他也不是很懂 为时摸这一刀 本来是想捅软光剑的 结果莫名其妙的 就又捅到了自己身上 都怪敏镜超 你说你末世干 加什么头衔 戴着这个头衔打游戏 这不是自带一个群巢光环吗 裴谦嘴角微微抽动 这真是你第一次玩这英雄 软光剑 对啊 是第一次玩啊 只不过 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 经常玩神起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基础 学得比较快吧 裴谦问道 你神起多少分 软光剑想了想 有一段时间上过两千分 不过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已经退步很多了 裴谦 两千分已经比赫的甚还高了 你可做个人吧 就这你还好意思说 自己莫怎么玩过 你个坑爹玩意 就没有一句实话 之前也说自己最怕鬼屋 然后呢 软光剑还有些意犹未尽 裴总 再来一局 裴谦赶忙摇头 不用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 要先走了 再玩一局 我在被杀成零杠时 然后你再获得双倍快乐 想的美 以后绝对不可能再跟你一起玩God 绝对不可能 裴谦果断开溜 看着裴总离去的背影 软光剑不由的感慨 裴总摆忙之中 还不忘跟我一起玩游戏 一起玩游戏也就算了 裴总还如此大功无私地给我打配合 一人吸收所有伤害 让我carry 甘当绿叶 这份情谊一定要好好地记住 6月6日 周一 上午9点钟 裴谦睡到了自然醒 周末跟软光剑的游戏经历 让他这两天的兴致不是很高 在家稍微有点自闭 不太想去上班 起床洗漱之后 裴谦从冰箱里拿出两块小蛋糕和一盒奶 准备兑付两口 然后继续把昨天末打完的游戏给打通关 因为房间是极简风格 也就是俗称的家徒四壁风 所以裴谦只能到大阳台旁边的那个小茶几上去吃了 这个小茶几是整个客厅中仅存的基建家具之一 旁边还配着两把小椅子 用途主要是看看外面的风景和喝茶之类的 两块小蛋糕很快被消灭掉 裴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就不管了 反正都有保洁 刚在沙发上坐下 拿起手柄 门铃就响了 嗯? 裴谦愣了一下 起身开门 管家站在门外 手上拿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裴总 这是圆梦创头那边给您寄来的快递 需要帮您搬进去吗? 管家叫宋凯 26岁 之前有过在某租房公司当房屋管家的经历 也是新助理物色来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 工作完成的都不错 当然 本来也没什么工作 自从来到树栏公寓之后 宋凯经常闲得有些怀疑人生 裴谦考虑了一下 树栏公寓只有梁清帆一个负责人的话 显然是忙不过来的 就算这个项目永远都火不起来 每栋楼的楼馆和保洁也还是要招募的 只要这栋楼有一个住户 就得至少招一个保洁 等以后房子越来越多 这些事情总不能让梁清帆去干嘛 人家毕竟是个建筑师 要负责设计工作 还要负责现场施工 所以 裴谦觉得 有意观察宋凯今天 如果觉得这个人还过得去的话 就让他兼任一下树栏公寓的负责人 给梁清帆打打下手 帮帮忙 拆箱吧 直接把东西给我就行 裴谦说道 宋凯把箱子打开 把里面那个四四方方的黑盒子取出来 交到裴总手上 裴谦伸手接过 发现这玩意还沉甸甸的 比想象中的要重一些 但也不至于搬不动 这就是全字动台杠机的改进版 张旺直接安排人游 寄到裴谦的住处了 宋凯贴心地关上门 然后把空箱子拿走了 裴谦则是 抱着全字动台杠机 在客厅中茫然四股 墨地方放啊 这个玩意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摆在书架上 当个装饰品又摆不下 作为一个 柜子摆在房间角落 或者电视柜旁边 又会太小 显得很奇怪 总之 这奇葩的尺寸 简直是让裴谦非常满意 看了一圈之后 裴谦还是把它放在了之前吃早饭的那个小茶几上 真别说还挺合适的 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伸手 恰好可以够到 抬杠的操作也非常顺手 很好 张望 我就再信任你一次 如果这次的项目能成功让我亏 那以后你什么项目我都投 系统对于货物积压 显然也是有限制的 不能在货物已经明显积压的情况下 还无脑生产 莫完没了 但积压个两三万台应该问题不大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项目达到裴谦的预期 全自动台杠机卖不出去 积压两三万台 烧掉几百万 那是轻轻松松 裴谦开石子细检查 这个被自己给予厚望的全自动台杠机 跟之前张望制作的样品相比 新款的全自动台杠机 整整大了好机圈 整体是纯黑色 磨砂质感 但在一些边缘位置 有着亮色的金边 看起来颇有一种低调 而又奢华的感觉 裴谦先来了一波抬杠的操作 每次抬杠 全自动台杠机 都会再抬回来 让整个机器恢复原状 如果连续抬杠多次的话 全自动台杠机 还会按照相应的顺序 把被抬起来的金属小棍给复原 在完全复原之前 都算是连续抬杠的状态 此时盒子上会用纯机械的方式 显示一个读数 一旦所有小棍都复原 连续抬杠 状态结束 盒子上的数字就会清零 重新回到纯黑盒子的状态 除此之外 裴连也注意到 盒子里面的材料似乎也都有所提升 外字形的小棍变成了金色的 造型似乎也重新设计过 充满金雕细琢的质感 毕竟成本翻了倍 从200变成了400块 这些成本就全都花在了这些 没石磨卵用的细节上面 裴连玩了两分钟 就对他失去了兴趣 就这磨个破玩意 谁要花488买 绝对是脑子进水了 首先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其次 它就是个纯黑色的 镶了金边的盒子 就算带着点磨砂质感 也不会有太多人把它用作装饰品 毕竟同价格能买到的装饰品 绝对都比它好看太多了 裴连非常满意 立刻给赫德胜打电话 全自动台杠机我已经收到了 效果非常好 立刻打钱 马上量产 嗯 是不是做得越多越便宜 那就先备货2万台吧 第一批先生产2万台 如果全都积压在仓库中的话 瞬间就干掉了800万 当然 如果前期卖的不好的话 裴迁还会考虑继续增加备货 不过具体能增加到多少 就得看系统的脸色了 但不管怎么说 裴迁对张望强势归来研发的这台全自动台杠机 可以说是给予厚望 6月7日 晚餐时间 明云私厨 所谓的明云私厨是腾达内部的叫法 外界的官方称呼是无名餐厅 因为在网络上完全搜不到她的名字 而被人津津乐道 两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姑娘来到别墅的正门 艾琳娜 我完全没想到 这个地方竟然会这么偏远 如果早知道的话 就不会跟你过来了 好了杰西卡 这是我一个很要好的当地朋友 提前两个月才预约到的位置 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觉得 不管这家餐馆 是否配得上她在当地的名气 都吃完再抱怨吧 好吧 不过 这里的东西要是不好吃的话 我可是不会有好脸色的 这不用你说 我也一样 两个人是用英文交流的 声音不高 一边闲聊 一边往里面走 大厅中的某个服务生注意到了这一点 立刻走上来用流利的英文说道 您好 欢迎光临 是艾琳娜小姐和杰西卡小姐 对吗 预约制度 对于明云私厨来说 有利有弊 弊端就是 所有想来吃饭的人 都要提前一到两个月进行预约 想吃一顿饭 必须等很长的时间 但由此而来 也带来了一些优点 比如 每天用餐的客人数量固定 明云私厨中 永远也不会觉得拥挤 客人在用餐时的私密性 能够得到保证 同时 服务生可以根据预约 大致的将每一位来客对号入座 并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这次 林灿荣就特意 安排了一名 曾经在荆州 比较有名的同声传译小哥 转行的服务生来接待 这位小哥叫贾诺 英文名是 Lukas 曾经做过几年的同声传译工作 在荆州当地很有名气 但对于工作的前景感到忧虑 因为同声传译的工作 虽然收入高 但太累 所以考虑转行 林灿荣给这位小哥开的工资是 月薪4万 仅在国外客人来用餐时 才需要来接待 每月最多接待8次 如果超过 会额外加钱 这个价格看起来很高 但相对于贾诺原本的同声传译工作而言 也不算高 曾经贾诺的服务目标 主要是一些外企 报价标准是8000天 但这是按照8小时工作制来算的 如果是4小时左右的会议 一般会报价4000到5000左右 这毕竟是2011年 如果再过几年 报价应该还要更高 一些不懂的人 如果以每月22个工作日来计算 会觉得贾诺的月薪应该是10万 但显然不是这么算的 同声传译是非常累人的工作 并且负责一场大型商业会议的时候 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甚至要准备一两周 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连续工作对健康的损耗很大 贾诺的时薪虽然看起来很高 但实际上年收入也就在四五十万 所以贾诺接受了林灿荣的邀请 一方面是有了稳定的月薪 如果碰巧本月没有任何客人 在家躺着就可以拿四万块 即使本月的接待超过八次 林电厂也会按照同传的价格标准 额外加钱怎么都不亏 而对于林灿荣来说 她认为找这样一位专业人士很有必要 虽然没有外国友人来的时候会比较亏 但贾诺作为民运私厨的服务生 要去专门学习餐饮方面的英文词汇 要熟背各种餐品的菜谱和细节 还要经过专门的服务培训 包括仪态、措辞、表情管理等等 对林灿荣来说 为此支付四万的底薪也是很划算的 更何况翻译的好坏也是有天壤之别的 餐饮讲究色香味俱全 给餐品起名字也是尽可能的富有诗意 在给外国友人讲解的时候 简单的传达意思还是翻译的信达雅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杰西卡听到这一口流利的英文 再看到贾诺俊朗的长相 脸上立刻就有了笑容 只能说这是个看脸的事件 贾诺将两个人引到最大的包间 餐桌上的餐具、桌椅 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两人份 包间中的装饰也已经更换过 餐品也都在之前预定好了 所以没有菜单 因为明云私出的绝大多数餐品 食材都是特殊的 有些菜品甚至有几十道工序 要提前准备 所以不可能限点限吃 艾琳娜微笑着说道 卢卡斯 为我们预定的朋友 说帮我们点了你们这边工序最复杂 口味最独特的两道菜 并且是这个月的新品 我希望这不是言过其实 事实上 我的这位朋友杰西卡 一直对中餐有一些偏见 我很期待 今天你们能够替我为她扭转一下 杰西卡贪了贪手 我也不想对中餐有偏见的 但是前几天去吃的明府佳宴 确实完全没有达到我内心中的预期 艾琳娜也有些无奈 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并不是荆州最好的中餐 杰西卡 但是你也很失望不是魔 贾诺微笑着 并没有过多地参与两个人的话题 只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将一道道菜品按照时间安排一次端上 最开始是一道分量很小的开胃菜 四季冷盘 四季冷盘 包括了四种开胃菜 分别是 烟黄瓜 素食鹅 红烧竹笋 和糖子里子 有酸甜咸香多重口味 紧接着是生菜包虾松 用新鲜的虾 洋葱 芹菜等食材切丁后混炒 最后拌上金黄酥脆的油条 然后用生菜包裹 而后是一道非常有名的传统菜肴 保塔肉 艾琳娜对筷子的运用非常熟练 而杰西卡 虽然用的则稍显笨拙 不过 这也并不妨碍她享受美食 贾诺则是在上菜之前 用英文介绍这些菜品的特点和细节 所有的介绍词 都是早就已经准备好的 非常精简 太短的话 没办法将这道菜中 所蕴藏着的细节一一说明 太长的话 又可能会影响顾客的食欲 毕竟大部分中餐端上来 就是吃那一口热气 时间过了就不好吃了 而顾客在享受美食的事实后 无暇分神 再去听这些复杂的流程和步骤 一心二用的结果 往往是既莫品出滋味 又莫记住细节 所以 贾诺介绍的内容 都是反复推敲过很多遍的 时间控制的非常准确 保证客人能够了解菜品特点的时候 又不影响品尝 艾琳娜一边听着 一边不动声色的碰触餐盘的边缘 对于高端餐厅而言 细节将直接决定体验 一些不注重细节的高档餐厅 甚至在洗完高脚杯之后 都不会注意 是否擦干净了全部的水子 如果没有擦前进水子的话 哪怕周围只有极少量的灰尘 水子干涸之后 也会在杯子上留下痕迹 当然 会犯下这种错误的高档餐厅 其实并不多现了 而另外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盘子的温度 冷菜用冷盘 热菜用热盘 一旦上菜慢了 热菜的盘子冷掉 那就要撤掉重做 艾琳娜轻轻摸了摸 已经上来三道菜的盘子边缘 立刻就能够感觉出来 菜品的温度 正在最适宜的范围内 一切都恰到好处 除此之外 摆盘也是艾琳娜所关注的点 形状的搭配 色彩的调和 餐具的种类和作画一样 厨师通过摆盘 赋予菜品以意境和灵魂 而这鸡到菜的摆盘 都堪称艺术品 让艾琳娜非常满意 而对于杰西卡来说 她不懂这摩多门道 只是觉得 今天吃到的中餐 似乎跟以往吃到的完全不同 样子大差不差 但感觉上的玄妙 却很难用语言来描述 杰西卡一边吃一边惊喜地说道 这个所谓的宝塔肉 应该就是我们点的工序 最复杂的两道菜之一吧 艾琳娜摇了摇头 显然不是 她看向贾诺 卢卡斯 虽然前面的鸡到菜也很优秀 但我也曾经在其他的高档私厨中吃过 例如最前面的四季冷盘 我曾经在硅谷的一家顶级中餐厅吃过 而宝塔肉 我曾经在路岛的一家顶级私厨吃过 从口味上来说 各有千秋 你们这里虽然完全不输前面两个地方 但也还没有让我彻底折服 贾诺微微一笑 纳摩接下来的这道西餐甜品 您应该也吃到过 它的名字是Virjuice Inc 艾琳娜和杰西卡看着各自面前欣赏的餐品 那是 一只鸡蛋 杰西卡有些迷茫 所以 是用Virjuice淋上水煮鸡蛋吗? 卢卡斯 我记得你说过这是一道甜品 Virjuice 是一众生葡萄榨成的酸味浓厚的果汁 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并不常见 也不符合一般国人的口味 但对于杰西卡和艾琳娜来说却非常惊喜 用不太恰当的例子 大概就像帝都人在硅谷喝到了北冰洋汽水 是差不多的感觉 艾琳娜则是露出惊喜的表情 是的 它是一道甜品 这盘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吃的 贾诺微笑着介绍道 艾琳娜小姐应该对这道菜不陌生 它有近一百道工序 七十多种材料 最终才做出这样一枚小小的鸡蛋 艾琳娜提示道 杰西卡 你最好把它的蛋壳 蛋黄和蛋白一起吃 味道混合起来才最完美 杰西卡尝试着吃了一小勺 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哦 这熟悉的味道 这些看起来很像鸡蛋的 都是什么 贾诺回答道 蛋白其实是椰子味的奶冻 蛋黄是加了香料煮过的 vill juice 蛋壳是巧克力 底座的鸟巢是用蜜糖和糖浆制成的甜点 周围的点缀是carboso果冻 它是一种东亚岛屿上特产的柑橘类水果 这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肴 每一道工序都犹如化学实验 从准备材料到制作都要求精准 很多细节 比如材料的比例 温度 加热时间等 都需要用实验室的标准 小心翼翼的进行 否则一个小的疏忽 可能只是温度高了一两度 或者材料多了一两克 都会导致失败 艾琳娜补充道 即使是在英国 能做出这道菜的餐厅也极为少见 这道甜点 显然完全超出了杰西卡的预期 她惊喜地说道 真是太美味了 感谢你们为我带来这样的惊喜 不过 这道菜 也让我更加坚定地 站在了知识西餐的一边 这道菜 如果是国人吃的话 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好吃 只是会惊讶于工艺的复杂 以及外观的精妙 这颗鸡蛋的蛋壳 蛋白和蛋黄 完全做到了一甲乱针的地步 尤其是蛋壳非常鲜薄 根线时钟的蛋壳别无二致 但是 国人其实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它的口味 因为Virgius 会显得过酸 大部分人并不适应 但这种口味 对杰西卡来说 却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原本最后有两道工艺复杂的菜 但第一道菜 就已经无限拔高了杰西卡的口味预值 艾琳娜也不由的担心 下一道菜能否镇住场子 如果不能 那就对扭转杰西卡对中餐客版印象 没有任何帮助 虽然吃到了很好的餐品 但在杰西卡内心中 显然还是这道Virgius Sink的西餐 最让她印象深刻 服务生端上来了一个坦盆 放在餐桌正中 艾琳娜的双眼微微睁大 在坦盆中 四五片摊开的叶子 衬出一大朵睡帘一般的白菜 菜精 菜叶 没有一点烧煮味烫过的痕迹 看起来就像是生白菜 盆里是清汤 没有任何的油丝 也没有颜色 只是能看出来 在冒着热气 跟普通的开水 似乎也没时模不同 乍一看这道菜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把一颗生白菜 拨成睡帘的形状 放在盆中 然后浇上了开水 艾琳娜有些诧异 因为他知道白菜是最廉价的食材之一 以至于形容一件东西很便宜 都要说它是白菜架 贾诺并没有着急介绍他的做法 而是抬手示意 这道菜叫开水白菜 请您两位先品尝一下 我会再进行讲解 艾琳娜江姓姜姨的 夹起一小片白菜叶 放入口中 但是 想象中的 那种清凉生脆的口感病 没有出现 反而是一种口齿欲贴的软嫩 它显然是全熟的 但又有着出乎意料的鲜嫩 这种清爽鲜香 完全不同于以往 吃过的任何味道 艾琳娜又轻轻咬起一勺汤汁 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味道 刺激着味蕾 竟然如此的动人心魄 杰西卡的表情也凝固了 显然他也完全想象不到 这道菜品的味道 竟然能如此出色 贾诺微笑着解释道 这道菜原本是要在秋末时节 地上开始打霜之后 选用刚卷锦菜新的白菜 当天离土 现在季节虽然不对 但通过对环境温度的精确控制 也能达到这种效果 要去掉外面至少两层 只留里面叶白筋嫩 拳头大小的部分 在吊好的汤里 把菜根部分浸泡一下 让菜筋软化 剥开四五片 如同睡帘绽放 平放于网络上面 再用银针在菜心上反复伸刺 让白菜从里到外 充满肉眼不可见的气孔 熬汤 要选不肥不嫩的鸡 既不能油重 也不能煮烂 将整鸡踢进腹油 反复洗进血水 先入滚水翻超 再入滚肺的清水 加上鲍鱼片 白菇丝等配料 温火微炖四五个小时 汤味先浓时 取出整鸡 接着用鸡仙子入汤收油 把用鸡斧做的肉绒进汤中滚窜 最后以细纱布滤出汤汁 汤与白菜的结合 是最重要的一步 要凉火两锅 一锅上置放有白菜的网漏 一锅是调制好的上汤 放有网漏的锅下 温火保温 上汤的火要更小 让汤始终保持在70-80摄氏度 丝毫不能出错 然后用大勺将温烫的上汤 反复叫淋到白菜上 以便汤快完时 换锅又淋 直到最外一层的菜筋完全熟软 便可把白菜放进毯盆 缓缓舀入热汤 这样做出的 才能叫真正的开水白菜 杰西卡品尝着鲜嫩的白菜 喝着美味的汤汁 由衷地感慨道 好吧艾琳娜 我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认同你的观点 我之前对中餐的偏见 完全只是 源于我自己的无知 这道菜 完全改变了 我对中餐的看法 艾琳娜也微微点头 这道菜 也让我很惊讶 我知道 也许在很多中餐厅中 都有这道菜 但能够做到如此极致的 恐怕也寥寥无几 感谢你卢卡斯 你的讲解 为这道美食增色不少 对美食的理解 也让我深受启发 贾诺微微一笑 其实我对于美食 并没有什么很深刻的理解 只是按照电厂的要求 完成自己的工作 将每一道菜品的细节 都呈现给顾客 显然 这就是林灿荣 安排讲解的意义所在了 除了极少数队 为绝积度敏感的美食家以外 大部分普通人 很难仅仅通过口味 就判断出要达到这种口味 厨师付出了多少努力 大部分人 对于美食的形容词汇 都是非常匮乏的 无非是好吃 鲜嫩等等 在这种时候 为顾客讲解 每一道菜品的细节 不仅仅是科普知识 也是为顾客 营造一种环境和氛围 建立一种共情 高端餐厅的美食 就是不计一切代价 对提升那一点点的口味 如果不能将其中的细节 讲解清楚 顾客的印象就不会深刻 显然 林灿荣精心的准备 在这一刻 完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艾琳娜说道 卢卡斯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关于中餐和西餐的问题 可以吗 贾诺考虑了一下 恐怕我的知识储备 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 我可以请便尝过来 艾琳娜 如果不会打扰电厂工作的话 非常感谢 贾诺离开包间 片刻之后 跟林灿荣一起返回 林灿荣微笑着问道 我姓林 是本店的店长 两位对我们的餐品和服务 还满意吗 林灿荣虽然也在学英语 但毕竟年纪大了 平时工作又比较繁忙 所以还没办法做到 跟外国人无障碍交流的程度 所以 只能是由贾诺来翻译了 好在贾诺 本来就做过同声传译的工作 客串这种程度的翻译 是小菜一碟 艾琳娜点点头 非常满意 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妙的一餐 不论是西餐还是中餐 您对于细节上精益求精的把握 都让我印象深刻 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长久以来都有一些困惑 想和林店长稍微探讨一下 不知道店长能否解开我的困惑 林灿荣谦虚道 解惑不敢当 愿意谈一谈我的看法 艾琳娜问道 现在的餐品调味越来越重 很多餐品已经完全吃不出食物本身的味道 不知道林店长对此怎么看 林灿荣考虑片刻 回答道 这确实是世界美食发展的一种趋势 我认为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竞争使然 美食行业是非常残酷的 即使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餐厅 也要不断的研发新菜式 甚至要在餐厅内提供很多好玩的东西 在环境上下功夫 否则就要被视为不思进取 毕竟食客的注意力 是很容易被其他餐厅吸引走的 其次是食客的需求使然 在许多餐饮品牌的欺骗与诱惑之下 食客的选择太多 对比太强烈 刺激太大 导致很多食客 失去了对一些味道的鉴赏能力 味觉的预值被不断拉高 当整个餐饮行业 都在用更重的美味来刺激食客味蕾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循环 对于食客来说 确实吃到了更美味的东西 但 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中餐的饮食哲学 中餐讲究大胃必胆 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 有味使之初 无味使之入 食无定味 适口者真 简单来说 就是讲究每种食材 都有其独特的味道 食材的搭配 要考虑到不同味道的融合 而不是用调味去强行改变 甚至于同一种餐品 它的味道 也不应该永远保持不变 而是要根据食客的特殊需求 让餐品能够适合它的口味 所以 我们餐厅一直在努力地寻求 这二者之间的平衡 既要保持食材原本的味道 不去滥用掉味剂 添加剂 让食物营养 健康 同时 又要在此前提下不断提升口味 就像二位今天吃的这道开水白菜 有句俗语叫做白菜还是白菜香 虽然是很常见的食材 但只要用心烹制 也能做出完全超越那些珍稀食材的效果 贾诺将林灿荣的意思给 完全准确地翻译了过来 引得两位客人频频点头 杰西卡听得津津有味 如果是在今天之前 他一定会对这些理论 完全嗤之以鼻 听不进去 觉得这是中餐在口味 不如现代西餐之下的诡辩 但是在吃过今天的菜品之后 他能够听懂 这些富有哲学意味的概念了 因为开水白菜这道菜 完全符合林电肠所说的大胃弊蛋 没有加入任何的现代调味料 看似清汤寡水 却在清淡中蕴藏着极致的美味 艾琳娜点点头 林电肠的话非常有哲理 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 那么 林电肠又是如何看到 中餐和西餐的差别呢 两者熟悠熟练 林灿荣微微一笑 美食本来就是非常主观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我认为没必要强行分出高低 每一种餐品 都是根植于他的文化底蕴 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虽然西餐的接受度更高 这主要是因为 西餐的文化底蕴被更广泛地接受了 而很多人对于中餐浅尝辙止 仅仅从口味是否浓烈 来判断是否美味 这显然是把中餐放到了一个错误的体系中去评价 自然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餐的美味 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理解 它不仅仅是一种口腹之欲 也是一种思想和哲学的表达 就像一道很常见的菜 东坡肉 如果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 那它就只是一道普通的红烧肉 但是如果知道苏东坡的故事 知道它发明这道菜的背景 甚至看到了西湖石井的苏迪春晓 那么这道菜所蕴藏着的意味 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读过苏东坡的诗词 如果看过苏氏的书法 吃到的才是东坡肉 否则 就只是一块普通的红烧肉而已 很多西方人并不理解这些 而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去评价中餐 当然会得出它不如西餐的结论 但这显然有失公寓 回到您最初的问题 我不会觉得 现代西餐通过精确的控制用量 来追求极致的口味是错的 也不觉得中餐的饮食文化是错的 我们餐厅并不排斥任何一种风格 而是努力地在读懂每一种餐品的同时 为食客提供它们最喜欢 最适合的味道 在贾诺的翻译下 林灿荣的这一长串发言 被信达雅地翻译了出来 简洁干练 每一个词语都翻译得恰到好处 艾琳娜听得频频点头 最后 她心悦诚服地说道 原来如此 林殿常对餐饮的理解果然深刻 真是让人惊叹 杰西卡也感慨道 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中餐有偏见了 原来之前的中餐不好吃 仅仅是因为那些中餐水准不够而已 林灿荣面带笑容 哪里 在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里 我也只是一名苦苦求索的学生而已 艾琳娜说道 林殿常 其实我是一位美食博主 我可不可以把今天的见文 写到我的美食博客上呢 您对于饮食行业的独到见解 为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林灿荣微笑着点头 当然可以 送走了两位外国友人 贾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电长 这两位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 幸亏你平时让我赎背这些内容 否则还真有可能露窃了 不过 您最后那段 对于中西餐饮文化的不同见解 也真是非常惊荡 我能看出来这两位国际友人 都被征服了 林灿荣沉默片刻 说道 其实 这也是我最近偶有感悟 恰好用上了 假诺一愣 偶有感悟 电长您这偶有感悟 来得也太及时了吧 林灿荣表情严肃 看似是一种巧合 但其实 也是一种必然 之前我去找裴总 想要开分店 被裴总拒绝了 所以 我一直在思考 对于裴总而言 明云私厨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呢 后来我明白了 明云私厨 应该是一家独一无二的餐厅 它所追求的不是数量 而是质量 是为时刻提供最为极致的体验 而这种极致的体验 本来就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裴总裁强调 明云私厨不能开分店 但又要急需花钱 在细节方面有所提升 我努力的寻找不足 力求让各个方面 都真于完美 我们餐厅并不是对外国有人 才有所优待 而是对所有食客都一视同仁 都提供最完美的就餐体验 今天我们虽然只是接待了 两位在口味上稍微挑剔一些的食客 但意义却很重大 因为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只有把每一天都当成开业第一天 把每一位食客都当成第一位食客 重视每一位食客的反馈 我们才能做到最好 包括对于中西餐之别的思考 对现代餐饮行业发展的反思 也都是我在这段时间 反复揣摩裴总生意的过程中 所得到的感悟 我认为 也只有努力做到这种程度 才能符合裴总对明云私处的期望 6月9日 周四 周一安排全自动抬杠机量产之后 这两天裴签过的比较清闲 偶尔过问一下腾达游戏 托管健身房和墨鱼外卖的情况 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 一切都好 中午 裴签照常在墨鱼网咖吃过饭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整理各个部门的思维导图 叮 手机响了 裴签拿起来一看 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是明云私厨那边的管培生发来的信息 裴总 这两天吃饭和预定的外国人明显增多了 外国人明显增多 似乎有点不对劲 裴签瞬间警惕 之前他曾经在会议上叮嘱过 所有管培生在发现一些明显的异状时 都可以随时向他汇报 而不需要等到管培生例会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延迟被刺的问题 毕竟很多危险 早一天发现和晚一天发现 结果就是天壤之别 显然 这位明云私厨的管培生 就做得很好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裴签立刻回复 管培生 尚不清楚 猜测可能是某个有影响力的外国友人 来这里吃饭 对身边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近期林店长在服务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外国友人在餐厅的用餐体验 获得了大幅提升 尤其是全英文的菜品讲解 融合了我国传统饮食的文化内涵 似乎效果非常不错 裴签沉默片刻 回复道 你做得很好 辛苦了 对这个管培生的汇报 裴签非常满意 看看 什么叫做专业的二五仔 下次的管培生例会 必须对这位管培生提出点名表扬 让其他管培生都好好学习一下 在掌握了这个重要信息之后 裴签开始认真分析 没想到林灿荣让服务生们学英语 竟然还真奏效了 不过 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 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林灿荣给服务生们搞培训 学外语 让成本上升了很多 但明云司除目前的价格并没有提高 而且每天的预约也已经爆满了 就算有更多外国人预约又如何呢 也并不会给自己多赚钱啊 嗯 表面上看起来 确实危害不大 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 万一这里面 还隐藏着一些 我完全预料不到的可能性呢 裴签看了看时间 快到一点了 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先到商阳游戏去看一看 然后再着手查清楚 明云司除那边的事情 裴签想了半天 也莫想到明云司除的名气 进一步提升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迫在眉睫的危害 所以只能暂时搁置 下午 裴签来到商阳游戏 在来之前的路上 裴签还抽空 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下网络上 对GOG和IOI军备竞赛的看法 只能说 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将这两款游戏的战斗 分为两个阶段的话 那么这两个阶段 都已经以GOG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第一个阶段 GOG通过双单互通 网络流畅 匹配快捷 赛季摸大撒币等方式 将国内大量观望的玩家 一扫而空 而IOI在GOG大撒币之后 才姗姗来迟的开启国服 并且没有开放手游端 第二个阶段 IOI率先开始军备竞赛 以每月两个英雄的超高频率更新 希望能够将GOG的玩家抢走 然而GOG反手就是一个众筹做英雄 并且连续推出了旅行者包序 和风之莫克 软等备受欢迎的英雄 又用众筹的丰厚奖励 让玩家们始终保持着 对GOG新英雄的极高关注度 总之 IOI更新确实很快 但依旧莫抢到多少热度 虽然这两款游戏的军备竞赛 还将持续下去 甚至有可能持续几个月 一年的时间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次的交锋 实则胜负一分 只要明镜超不脑抽 GOG就可以凭借众筹的优势 在英雄质量上不落下风 在玩家关注度上保持碾压 总之 现在全网对IOI都持极度不看好的态度 裴谦很发愁 虽说 GOG和IOI不管哪一款 游戏火起来 他都会很悲惨地赚钱 但相对而言 裴谦目前还是站在IOI这边多一点 毕竟先得把林婉给安排走 自己的游戏再怎么赚钱 也是可控的 能够通过大撒币 和给玩家让利的方式缓解 林婉这几个兄弟姐妹的被刺 可是完全无法预判的 威胁太大 说起这个裴谦就气得干疼 美好明天 因为临场的送平而获奖 海外延长排片 已经砍下了几百万刀的票房 而且距离下印还有一段时间 哪个威胁更大 简直是明白着的 裴谦深知 现在商阳游戏的众人一定非常泄气 正是需要裴总给他们一点点鼓励的时候 来到商阳游戏 裴谦进职进入会议室 裴谦事先通知过 所以商阳游戏的骨干成员 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待了 裴总 众人纷纷起身致意 只不过所有人的脸上的表情 都有些失弱 林婉的表情尤其如此 裴谦心里不由的咯噔一下 你们这表情是怎么回事 千万别放弃啊 裴谦倾可两声 说道最近IOI国服的推广 似乎不是很顺利 没关系 大家不要这么情绪低落 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畅所欲言 众人互相看了看 最后还是林婉先开口了 我现在可以理解 腾达的对手都是什么感觉了 没办法 最难缠的永远都是自己人 更何况 我们还带着一个猪队友 裴谦心头一沉 猪队友 莫不是在说我 难不成他们知道 风之末刻是我钱的了 裴谦没来由的 有一点心慌 王小斌解释道 是指头公司裴总 我们早就意识到 这样下去根本打不过God 所以给指头公司写了 好几封邮件 给他们提了一些意见 结果他们的措辞都差不多 就是不接受 而且似乎还有一些责怪我们的意思 看那意思好像在说 IOI在全球其他地区都好好的 反响也不错 怎么到了你们这边就不行了 显然是认为 我们的运营策略有问题 裴谦尝出一口气 哦 不是我呀 那没事了 吓我一跳 还以为暴露了呢 林婉一摊手 这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没有真正跟腾达为敌的人 都没办法理解到腾达的可怕之处 我这次算是领交道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 更何况 裴总只要稍微点拨两句 就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嗯 裴谦轻咳两声 哪的话 我是很客观公正的 叶之舟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原本敏静超想招人 加快新英雄的研发进度 不就是被裴总您拒绝的吗 如果不是裴总您的暗示 他又怎么可能想到 找玩家众筹英雄这个点子 裴谦 这完全是个误会 众人立刻换上一副 我懂的表情 裴谦很无语 这真是个误会啊 我的心确实是跟你们站在一起的 更何况 就算是我偷偷地帮了他们 也不是用众筹英雄这个点子 没办法 解释不清了 裴谦决定不再纠结这个话题 反正对于大家的这种态度 他也已经习惯了 现在指头公司不同意 对IOI进行改动 商扬游戏这边 只能是继续想其他的办法了 所以 对于接下来的运营策略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裴谦问道 众人再度面面相去 默认开口 林婉叹了口气 裴总 我们还在努力地想 裴谦按道不好 能够明显看出来 大家都有点失去斗志了 大概是觉得 Dog的领先优势 已经太大了 在指头公司 不愿意配合 改动游戏的情况下 光靠营销 怎么打得赢 既然是裴总交代下来的任务 大家肯定不能说 打不赢这种泄气的话 但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 裴谦感觉 林婉分分钟 就要就要说 我觉得自己能力有所不足 还要在腾达继续学习这种话了 快 开动小脑瓜 帮商扬游戏 想想办法 裴谦努力思考片刻 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 欲试不绝 撒币就完事了 Gog最初能活起来 不就是靠的撒币模 那就给IOR也撒 既然游戏不能改动 那就只能通过铺天盖地的营销 压过Gog一头了 裴谦倾可两声 按照上次的规定 所有部门盈利的50% 都可以自由支配 用于部门的各项开销 把这笔钱拿出来 与此同时 我会再给你们 撥一笔专门的经费 这笔经费主要用于两个方面 主播推广 还有网咖地推 去找一些主播和UP主 赞助他们 持续产出关于IOI的内容 包括新英雄介绍 教学视频等等 尤其是给观众营造一种 这游戏在国外很火的印象 然后就是跟各个网咖合作 玩IOI能免费使用大部分皮肤 玩IOI能获得一定的网费减免等等 强行把热度给抢过来 裴谦印象中 LL似乎就是这么推广的 而且肯定会有用 抄作业总不能抄错了吧 之前在管培生第一次例会的时候 管培生们向裴谦汇报了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各个部门都在制定大规模的花钱计划 包括补权薪酬 购置办公用品等等 裴谦判断 这是各个部门都get到了腾达基石奖的含义 在极度逆风物流的同时 也纷纷开启了大规模的花钱计划 既然如此 当然要帮他们一把 所以 裴谦决定 所有部门产生盈利的50% 都可以自由支配 花到部门开销的各个方面 提高各个部门花钱的效率 当然 对于逆风物流 墨鱼外卖 这种正在亏损的新投入部门 裴谦也会额外拨款 提高他们亏损的速度 而上扬游戏到目前为止 还有热血战歌 Be Quiet等游戏在盈利 IOI国服也有收入 把这笔钱拿出50% 再加上裴总的特别经费 直接用钱开路 强行推广 一路撵过去 叶之舟仔细思考一番 旋即恍然 原来如此 又从裴总这里学到了一招 当没有特殊思路的时候 不妨以利破巧 这就是无招胜有招 裴谦 差不多吧 虽然自己想的并没有这么复杂 但叶之舟的彩虹屁 似乎也没示摩太大的错误 然而 林婉眉头微皱 问道 裴总 如果Dog也无脑跟进 和我们一起烧钱 怎么办 这个问题 把裴谦给问住了 对啊 Dog如果无脑跟进的话 那怎么办 裴谦意识到 自己之前其实陷入了一个小小的思维误区 因为腾达之前遇到的对手 都是其他公司 论烧钱 基本上都烧不过腾达 毕竟其他公司 烧的 要模式老板的钱 要模式投资人的钱 除非老板真的跟赔钱一样 拿钱不当钱 否则都不可能烧的那么潇洒 所以 腾达总是能在烧钱大战中取得胜利 但是现在 Dog也是腾达的游戏 而且也有烧钱的额度啊 不过裴谦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这无非是个数值的问题吗 我只要保证 IOI的资金 永远比Dog要多不就行了 比烧钱 哪边的弹药更充足 哪边肯定会更有优势啊 更何况两边一起烧钱 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啊 正愁钱没地方花泥 想到这里 裴谦笑了笑 没关系 我会保证你们的钱永远都比Dog多的 限制Dog的资金是不可能的 毕竟裴谦才刚刚提出这个自由支配 50%收入的政策没多久 不能朝令夕改 倒不是担心别的 主要还是怕引起大家的误会 万一大家到时候开始脑补 裴总此局有什么深意 是不是暗示大家不要再乱花钱了 那不是是得起反了吗 所以 裴谦考虑的是 Dog该烧钱还是烧 只要保证 IoI国父这边 永远比Dog钱多就行了 这总不能再让Dog给翻盘了吧 众人的眼神中都恢复了神采 果然 不愧是裴总 一出手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虽然烧钱的这个方案并不难想 但能够烧的这磨干脆 这磨利落 这魔无所顾忌 显然不是谁都有这种魄力的 而做出IoI的钱永远 比Dog多这种保证 就更是只有裴总才能做到了 夜之舟振奋不已 好的裴总 我们立刻去安排 一定找回场子 从商阳游戏离开 裴谦一身轻松 看了看表 正是下午三点多 回家去躺在客厅沙发上 舒舒服服的晒的太阳 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李时打来的 裴谦 瞬间如临大敌 该不会是经济旅社那边出 什么问题了吧 或者是黄金迷宫的事情 还是说圆梦创投那边 李时想跟投 不对啊 李总不至于想跟投 全自动态当机吧 他喝的又不是迷魂汤 总不能喝到失去理智了吧 裴谦看到李时这个名字 就有点本能的慌 生怕李时二话不说 又要跟着自己投钱 把自己偷偷摸摸藏起来 亏钱的项目给带火了 但是不接又不行 鸵鸟心态 也不能帮自己背上少挨鸡斗 没办法 还是接吧 喂 李总 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边传来李时的声音 裴总 没失磨特别的事 只是我的一个朋友 想约你现一面 跟你谈点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的这个朋友 你应该也听过 甚至有可能见过 他叫王鹏 是全名点评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我 王鹏还有薛哲冰是合伙人 一起开的民府家宴 有印象吗 裴谦恍然 有印象 太有印象了 这人还在我小本本上躺着呢 虽然位置比较靠后吧 但裴谦肯定是不会忘的 当初就是这个王鹏跟薛哲冰去明云私厨吃了顿饭 然后特意在全名点评的APP上标注了一下 写了长评 最后安排程序员给做了个空白的名字 于是 明云私厨就扭亏为赢了 此仇简直是不共戴天 他竟然还好意思来陷我 裴谦刚想找个工作繁忙的理由推脱掉 但转面又一想 似乎还是应该见一见 万一这人在背后酝酿什么新的阴谋呢 如果自己不去跟他见面 岂不是会被继续蒙在鼓里 裴谦想了想 我现在和明天都有时间 你让王总安排吧 李时很高兴 那当然好 那就一个小时后 我们在汉东大学的摸鱼网咖见面 裴谦 好 不过 具体是什么事情 李时呵呵一笑 裴总你来了就知道了 绝对不会浪费你宝贵时间的 裴谦 怎么越听越害怕了呢 摸鱼网咖汉东大学店 裴谦刚到末多久 李时和王鹏两个人也前后搅得到了 裴总 李总 王总 裴谦跟两个人虚情假意的客套一番之后 各自落座 看到王鹏的脸上似乎洋溢着笑容 裴谦本能地感觉有些不妙 什么是值得他这么高兴 王总找我 具体是有什么事情 裴谦颇为担忧地问道 总感觉有人满面春风的来找自己 准没好事 王鹏微微一笑 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了看李时 之前早就听李总说 裴总你是锦里体制 不管是谁 只要跟你靠近一些 绝对会有好运发生 如果碰巧再表露一些好意的话 更是会有极为丰厚的收获 之前明府家宴的事情过后 我还有些将信将疑 但这次 我彻底信了 裴谦一脸茫然 沉默片刻之后 头上患患飘出一个问号 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锦里体制 我怎么没感觉出来呢 你们的好运 那都是我的厄运啊 见到裴总无动于衷 李时笑了笑 对王鹏说道 王总 你有话就直说吧 裴总不喜欢 别人跟他卖关子 再说了 裴总平时业务繁忙 要处理的工作实在太多 还真不见得知道这件事情了 裴谦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虽然李总这两句话 怎么听怎么不对位 但还真挑不出什么大的错误 王鹏点点头 好的 那我就直说了 裴总你知不知道 无名餐厅在外网 因为一个知名美食 博主火了 裴谦 我不知道啊 看着裴总无动于衷的表情 李时呵呵一笑 看 我就说裴总工作繁忙 这点区区小事 怎么可能惊动得了他 多半是 灵电肠自己就安排好了 如果事事都告诉裴总 那灵电肠不就成了饭桶了吗 王鹏一看 裴谦不知道这事 瞬间更来劲了 裴总还不知道呢 那正好啊 我来详细讲讲来龙去脉 我因为职业的原因 关注了一些国外知名的美食博主 有很多 都是那重金常飞全球各地 去吃米其林三星的美食老饕 周二晚上的 时候我发现 之前一直关注的一个 有几百万粉丝的美食博主 更新了内容 而且 这内容多次转载 兴冲冲的点进去一看 发现竟然没有图 是一篇长文 当时我就很纳闷 因为时差的关系 这位博主最喜欢深夜放读 总是飞全球各地 拍一些经典美食 然后配上自己的点评 跟其他比较业余的美食博主不同的是 他具备很不错的鉴赏能力 同时又很懂怎么去满足普通人的期待 让自己的美食评论 不会显得过于不接地气 所以 在国外有很多的粉丝 但是我印象中 他真的很少发着重唇文字的博文 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说的不就是裴总你的无名餐厅模 怪不得没图呢 因为无名餐厅不让拍照啊哈哈 裴谦拿着咖啡的手 将在了半空 他突然明白 为时摸明云私厨 最近有大量的外国人预约了 显然是这个美食博主在搞鬼啊 好在之前已经有所心理准备 裴谦表面上仍旧保持着淡定 内心中则 反复告诉自己 不要慌 就算明云私厨更火 也不可能给我多赚钱了 喝了口咖啡之后说道 然后呢 王鹏不由的感慨 裴总这波澜不惊的心态 真是值得学习 要知道 那可是连米其林餐厅都挑过次的博主 口味刁钻着呢 然而这次 他却用很长的篇幅 全方位无死角的 把无名餐厅给夸了一个遍 包括服务的细节 各种菜品的口味 甚至还有最后的那两道菜 Virguising和开水白菜 更是细节拉满 赞不绝口啊 他还尤其强调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点 就是 不管问什么问题 服务生都能对答如流 而且 林店长海对餐饮行业的发展 有着非常发人深省的见解 让他对中餐文化的理解 又加深了 裴总 这种夸赞可不多呀 唯一可惜的是 米其林指南目前还没有进入内地 否则这篇博文一出 绝对有米其林的评审员来暗访 到时候 真要是能拿到两颗星 甚至三颗星 那可救 裴谦听得胆战心惊 什么玩意 这个美食博主 有这磨大能量吗 幸亏那个做轮胎的指南墨进入内地 否则这特磨 后果不堪设想啊 裴谦倒是不觉得 米其林有什么厉害的 这毕竟是一个偏西餐的评价标准 对中餐来说 没识磨参考价值 但裴谦也很清楚 很多人就认这个 真要是拿到个米其林三星 裴谦也得主动要求给撤了 否则到时候 疯狂的时刻 从全球各地往这跑 那还了得 场面不是全都失控了吗 还好 米其林指南这时候 还莫进入内地 就算今年后进入 也是先从魔都 帝都这种大城市开始 应该轮不到荆州 裴谦不由得长出一口气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就为了这个事 王鹏之余特意跑过来 找自己一趟吗 虽然这位美式博主挺厉害的 吹了一下明云私厨 让很多外国有人跑来预约 吃饭了 那又如何呢 还是那句话 明云私厨都预约到两个月之后去了 就算更火 也不会让我多赚钱了 我怕啥呢 李氏也点点头 莫机会拿米其林三星 确实可惜 虽说米其林评价中餐不靠谱 但这种东西拿一拿 也没有坏处嘛 说实话 自己也做高端餐饮之后 我就更佩服裴总了 这高端餐饮从30分做到60分容易 但从90分做到95分 可就难上加难了 裴总竟然能让无名餐厅 在90分以后还能继续进步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一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裴谦 然而裴谦还没说话 王鹏又接过了李时的话茬 可惜固然可惜 但也有句古话 叫做因祸得福 裴总 李总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现在米其林指南根本没进入内地 也就是说 外国人没办法根据米其林来评价内地的餐厅 那你们说 他们想要享受内地的美食 靠什么 裴谦心里咯噔一下 靠 美食博主的推荐 王鹏哈哈一笑 对呀裴总 你想啊 内地的餐厅都莫被米其林给薪 但是无名餐厅被一个批评过米其林的知名美食博主翻牌子了 这四捨五入 不就相当于无名餐厅跟米其林三星是一个级别的乐模 这就相当于无名餐厅在美食地图上突然高亮显示了呀 那不管是外国人还是国内的人 肯定都要来尝尝啊 裴谦 王鹏继续说道 而且裴总你只说对了一半 他们找美食确实要靠美食博主的推荐 但肯定也要靠我们的全名点评啊 裴总 你的无名餐厅活起来 全名点评也跟着沾光 因为全名点评是最早发现无名餐厅的 也是给无名餐厅命名的 要说对无名餐厅的评价 全名点评上最多 最全啊 那些想要搜无名餐厅看看的 肯定都会被导流到全名点评上来 就光这一项 就给我们节省了多少推广经费 所以 我们几位联合创始人 紧急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 决定利用浩这个机会 做一个宣传专题 把无名餐厅极致的美食体验 和我们全名点评给结合起来 再蹭上这位美食博主的热度 直接让这个事情火出圈 好的营销 就是只需要一点点小火星 就能瞬间爆炸 所以我才说 裴总您确实是锦里体制啊 什么都不做 就给我们全名点评 送来这么大一波流量 当然 裴总您放心 我们全名点评 当然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 为表感谢 我们决定在这个专题中 帮您把所有腾达集团的实体产业 全都推荐一遍 本来裴谦就已经感觉有点恍惚 但想到明云思处再怎么火 也不可能多挣钱了 还能勉强保持镇定 然而现在听到这句话 裴谦的头上瞬间飘出无数个问号 王鹏并没有察觉到裴总表情的茫然 继续心高采烈地说道 我们的这个专题叫做大美荆州 在这个专题里 我们把荆州的著名景点 名胜古迹 高端餐饮等等 全都盘点了一遍 重头戏是无名餐厅 不过我们也把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共享电话亭 托管健身房 甚至经济旅社 全都加了进去 毕竟无名餐厅预约正磨难 大家大老远的来一趟荆州也不容易 这些特色项目 肯定都要体验一遍 除此之外 我们决定为腾达的产业 进行永久优待 包括摸鱼网咖 托管健身房等产业 在全名点评上搜索时 排序靠前 还会有特殊的新选标志 继续加大推荐力度 这就叫头刀爆裂 你说是吧 李总 王鹏说完 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时 李时脸上带着笑容 微微点头 似乎在说 如此可教 这种形式风格 显然是李总交给他的 而裴谦则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王鹏的笑容 似乎在说 我治不了你的无名餐厅 我还治不了你的其他产业 藤达家大业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些你的无名餐厅不挣 那就其他的产业挣 总之你没得跑 来人 为裴总挣钱 裴谦本来想 明天就去研究一下 明云厮除来的那摩多外国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但现在看来 似乎不用了 晚了 裴谦都无语了 你们一个个都打鸡血了是吗 管培生中午 才刚刚给我汇报这个事情 你们下午就已经全安排完了 裴谦现在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 我真傻 真的 我单单以为 只要明云厮除预约已经满了 就没办法再给我赚更多的钱了 万万没想到 全民点评 竟然插手了 全民点评 这一个专题砸下来 再加上稍微一炒作 就把无名餐厅的名气 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流量 再往腾达的其他产业上一引导 就又变成了实实实在在的钱 而且更过分的是 这个专题 似乎提前暴露了一些信息 那就是经济旅社 原本赔钱的打算 是让经济旅社偷偷摸摸的施工 就算李总他们要宣传 那也得是快完工的时候 才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可现在往这个专题里面溢加 这就已经暴露了呀 当然 经济旅社还没有完工 目前大部分项目 都在进行紧张的收尾工作 黄金迷宫的完成度更低 至少还要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开放式运营 但问题是 明云私储的预约 本来也不是想预约 就能预约上的 现在做专题 很多人开始预约 等他们来无名餐厅吃饭的时候 经济旅社也早就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 时间卡得正正好好 陪迁看着面带微笑的李时 意识到 这里头绝对有这货的功劳 否则经济旅设置摩低调的项目 王鹏怎么会故意加到这个专题里面去 肯定是李总多嘴了 然而看着这两位一脸友善的笑容 裴谦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是感觉自己有点欣慰 王总 我可谢谢你了 如果没别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点别的事 先走了 裴谦说的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王鹏愣了一下 赶忙说道 好的裴总 对专题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目送裴总离开之后 王鹏挠了挠头 有些摸不着头脑 李总 裴总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呢 李时呵呵一笑 莫是王总 你这是跟裴总共事不多 如果你像我一样 经常跟裴总打交道 就会习惯了 裴总这个人是个演技派 喜怒不形鱼色的 他对你有好脸色的时候呢 往往是笑里藏刀 这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相反 你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表面上没什么反应 甚至会显得很冷淡 但事后总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回报你 商业奇才嘛 他的想法 怎么能轻易被一般人摸透呢 肯定得戴个面具遮掩一下 只有跟他长时间相处的人 才能读懂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王鹏恍然 哦 原来如此 那按李总的说法 是不是我以后 也可以跟裴总做朋友了 李时笑了笑 至少王总你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王鹏默默点头 心想 幸亏有李总这个朋友 作为引路人 否则自己还真不懂裴总性格的这些门道 裴谦离开墨鱼网咖 直奔墨鱼外卖一号店 因为刚才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全民点评的特别推荐里 可是有墨鱼外卖的 现在墨鱼外卖可是裴总的心肩宝贝 这要是赚钱了 他还不得当场休克 必须立刻去确认一下 墨鱼外卖的安全 裴谦本来还有些纳闷 按理说全民点评应该也会有外卖业务吧 墨鱼外卖不应该会被划归到竞争对手的那个行列中吗 怎么还给墨鱼外卖的门店做推荐呢 但是仔细在签度上查了查 又结合之前的一些记忆 裴谦大概搞明白了 现在的全民点评 跟外卖还没一毛钱的关系 全民点评应该是在三四年后 才跟某外卖软件联合发布声明 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现在两家还属于竞争对手关系 在团购和本地生活平台这两个概念中打得不可开交 更何况目前的墨鱼外卖 在外人眼中的定位应该是更偏向于宅集送之类的快餐服务 并不是外卖平台 因为墨鱼外卖实际上只配送自己的餐品 不邀请商家入住 也不搞评分 打分 排序这一类的东西 大方向明显跟全民点评不构成竞争关系 所以全民点评才愿意给墨鱼外卖安排那么多的推荐 总之 还是先去订墨鱼外卖的安慰 先去当面问一文瑞宇辰 再找管培生核实一下 一旦发现墨鱼外卖有任何要盈利的苗头 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防患于未然 至于具体采取和重果断措施 只能是看看情况 见招拆招了 很快 陪迁来到墨鱼外卖一号店 也就是美食实验室所在地 陪总 瑞宇辰又在客串服务生 看到陪总亲自来了 稍有一些惊讶 有两位刚刚离开的顾客 似乎是吃了美食实验室的新品 提出了一些意见 瑞宇辰正在认真记录 准备提交给美食实验室进行改进 陪迁决定长话短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想问一下 墨鱼外卖目前的情况 瑞宇辰想了一下 一切顺利啊 陪总 都是按照您计划中的剧本在进行的 陪迁 神特魔按照我的剧本在进行 你知道我的剧本是什么吗 我的剧本 就是让墨鱼外卖一直亏钱 永远也别给我赚回来 陪迁倾可两声 更准确一些呢 目前账面上应该没有盈余吧 瑞宇辰点点头 您放心陪总 我已尽严格按照您的要求 把所有资金 包括您拨过来的资金 全都拿来开分店了 绝对不存钱 陪迁稍微放心了一些 又问道 那 目前要达成扭亏为盈的话 还有多大的缺口 啊 瑞宇辰沉音片刻 这个不太好预估 陪总 我只能说 即使一切顺利 再进几个月内 应该也不太可能扭亏为盈 毕竟前期烧钱太多了 开店 人员工资等各项开销 都非常 瑞宇辰把目前的现状 简单介绍了一下 简而言之 就是 墨鱼外卖的成本 一直居高不下 本来利润就低 想要扭亏为盈 那需要至少在目前的基础上 客户量再大幅提升才可以 短期内 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陪迁微微点头 那 如果全民点评 要给墨鱼外卖 一个专门的 长时间的推荐呢 瑞宇辰眼前一亮 真的 陪迁最嘴角微微抽动 会怎么样 瑞宇辰仔细想了想 呃 有这种推荐 当然是好事 多一些曝光嘛 但这种推荐 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 潜移默化的效果 在短期内的效果 不会特别明显 不过 陪总能为墨鱼外卖征 取到这样的推荐 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啊 陪迁长出了一口气 嗯 短期内没有太大的危险就好 墨鱼外卖现在 可是被自己寄予厚望 千万不能出事 听瑞宇辰说 即使是预估中最好的情况下 也需要几个月才有可能扭亏为盈 而且 还是部分店铺扭亏为盈 赔千踏十多了 那就可以去担心担心别的地方了 比如 托管健身房 毕竟这次全面点评的打击面太大了 基本上把腾达集团所有还在亏损的项目 全都囊括了进去 幸亏树懒公寓这个项目非常低调 基本没有宣传 所以才暂时躲过一劫 我知道了 就这样保持现状继续下去吧 目送裴总离开 瑞宇辰又充满了干劲 看起来裴总对墨鱼外卖 还是很重视的嘛 虽然裴总工作繁忙 但还亲自跑来一号店询问 最重要的是 竟然从全民点评那边 要到了这模重要的一个推荐 这对于墨鱼外卖长远的规划 很有帮助啊 瑞宇辰把之前收集到的改进方案综合了一下 然后交给后厨 让他们根据改进方案 再做一份新的 刚停下来想 稍微休息一会儿 一抬头 又看到了熟人 林哥 你来晚了一点 裴总刚走没五分钟呢 瑞宇辰招呼林灿荣坐下 但 林灿荣有些诧异 裴总来过 那真是可惜了 我还想当面感谢他 顺便说一说 我的新感悟呢 瑞宇辰 也无所谓吧 裴总不是会在意这些小结的人 你想感谢裴总神魔 我 林灿荣认真地说道 当然是感谢裴总 让我找到了自己在餐饮行业真正正确的定位 瑞宇辰愣了一下 嗯 怎么说 林灿荣喝了口饮料 问道 国外美食博主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了吧 瑞宇辰点点头 嗯 有所耳闻 林灿荣之前已经跟瑞宇辰探讨过 裴总不让明云司除开分店的争议 因为这种高端餐厅的稀有资源在于厨师 明云司除的厨师 都是从全国各地高价挖来的 这种人才又不能量产 所以 开分店必然无法保证质量 而林灿荣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把钱全都投入到员工培训方面 果然收获了回报 但很显然 林灿荣现在有了新的感悟 之前我还以为 裴总的思路就只是到这一步 现在我发现 是我只理解到了这一步 我原本觉得 明云司除被国外的知名美食博主推荐 顶多也就是 让明云司除多一些外国客人 提升一些知名度而已 但看到全民点评的 王总阵摩一套操作 我受到了深刻启发 才明白 原来这里面还有门道 把口碑转化成热度 把热度转化为流量 再用流量去转化为其他方面实实在在的收益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明云司除能够为顾客提供最顶尖的口味 变成了一个大众广泛认可的高端餐饮品牌 瑞宇晨点点头 嗯 是这样 然后呢 林灿荣微微一笑 王总已经给我们展示出 裴总思路的正确解法了 接下来当然就是抄作业啊 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仔细想想 裴总既然知道明云司除继续投入也不能赚更多的钱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不断的往这里投钱呢 显然是要更多的口碑 而更多的口碑能换来热度和更多的盈利 很显然裴总早就想到了用口碑换热度 换流量换其他地方收益的这个方案 再等我们解开 只不过全名点评的王总先我们一步猜到了 其实仔细想想 这应该是个意外之喜 因为裴总的这个套路更像是为我们准备的 现在我明白了 我之前一直纠结的分店其实一直都在 不就是摸鱼外卖吗 瑞宇晨一愣 林哥你的意思是 林灿荣微微一笑 厉害的大厨是有限的 再开一家新店 找不到那么厉害的大厨 用不上那么珍贵的食材 那跟墨鱼外卖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虽然不是同一部门 但都是餐饮 如果能用明云私厨 也就是无名餐厅的口碑 向墨鱼外卖转化一部分 再打造一个平价版本 这不也是达成了裴总的期待模 林灿荣的思路 显然是在不断往前推进的 最早是觉得 明云私厨和墨鱼外卖 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莫必要互相嫉妒 然后是觉得 明云私厨和墨鱼外卖 可以共用美食实验室 资源共享 而现在才发现 裴总真正的意思 应该是让两个餐饮部门 开展深度合作 努力做到不分你我 林灿荣不由的感慨 之前自己的那中门户之间 真是太狭隘了 怪不得自己一说开分店 裴总就很不高兴嘛 显然裴总早就在暗示 墨鱼外卖就是明云私厨的平价分店 何必舍尽求远 打造一个平价版本的无名餐厅 瑞宇晨的表情有些茫然 显然之前他完全没往这方面考虑过 考虑片刻之后 瑞宇晨眉头微醋 林哥 这个思路似乎不太行得通吧 明云私厨跟墨鱼外卖定位差别太大了 强行扭到一起去 能成吗 会不会搞到最后 墨鱼外卖冲高端失败 然后又拖累了明云私厨的口碑 搞成了双输 毕竟现在大部分人一提到外卖 就觉得这是不讲究的代名词 瑞宇晨的担忧显然是不无道理的 品牌是一种很虚的东西 它往往取决于人们如何联想 一个高端品牌如果操作失误 很容易瞬间逼格全无 就比如一个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子 突然脑子抽了找一个糊头了的 N线明星代言自己的产品 那这品牌形象立刻就要毁于一旦 无名餐厅的高端品牌印象能够建立起来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外卖最近虽然在很快发展 但大部分人提到外卖 仍旧会首先想到 廉价、不讲究、不健康等概念 即使墨鱼外卖的定位 明显比其他外卖高出一档 但对于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 仍旧会下意识地 把墨鱼外卖和其他外卖混淆 如果用无名餐厅强行为 墨鱼外卖背书 万一代不动墨鱼外卖 反而让人觉得 无名餐厅闭格全无 那岂不是亏大发了? 林灿荣点点头 我知道 当然有这种风险 但 是在人为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首先 我们的开诚不公地告诉所有消费者 墨鱼外卖 不可能吃到和无名餐厅同级别的菜品 我们只是保证 它是无名餐厅的评价版 不要让他们对此产生过高的期待 其次 我们要在餐品的内容方面 严格把控 并不是明昀私处的所有菜品 都适合拿来给墨鱼外卖使用 有些菜品好吃是因为食材好 换一种食材 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有些菜品需要极为复杂 繁琐的工序 准备一次需要积个小时 对普通厨师来说很难做到 我们要严格认证 明昀私处的哪些菜品 能够拿来做外卖 而且可以在食材 厨师都受限的情况下 还最大限度保留美味的 在这方面务必审慎 最后 我们必须从零开始 让人们对这个新品牌的认识 脱离墨鱼外卖原本的概念 很多人会误以为 墨鱼外卖跟其他普通外卖一样 无非就是贵一点 健康一点 这个观念很难扭转 所以 我们不能硬着来 我们在墨鱼外卖之上 再做一个新的高端品牌 并且在最开始宣传的时候 就把它的概念和普通外卖的割裂开 并且在一切形式上都做出区别 瑞宇晨频频点头 看来林灿荣确实是已经想到了这方面的风险 提前做好了预案 前两点都很明确 至于第三点 一个新的高端品牌 具体要怎么做 瑞宇晨问道 林灿荣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像汽车 会在大众品牌的基础上 再做一个豪车品牌 豪车不走量 也不是赚钱的大头 单纯为了给大众品牌带货 墨鱼外卖这个名字 是个大众品牌的名字 比较有亲和力 但不够高端 我想了一个名字 石和 瑞宇晨 石和 古代送外卖的东西 林灿荣摇了摇头 是这个意思 但具体的字要改一改 和是和而不同的和 其实想要在国内 建立一个高端的外卖品牌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个品牌 和一些传统元素 给联系起来 其实外卖这东西 古代就有 世身名流出门访友 踏青 或者参加施舍 文社活动的时候 经常把酒言欢 就需要准备佳肴果品 做一下韭菜 也就是说 石和这个东西历史悠久 也凝聚了不少的传统 文化内涵 甚至很多石和 都能看成是精美的艺术品 天然就带有高端概念 我的考虑是 石和这个名字 一方面是让顾客 联想到古代的石和 另一方面 也是将这两个字拆分开来 附加一种文化价值 名以石为天 君子和而不同 和这个字 原本的象形意义 就是吃饭 而且 古代的石和 基本上都市竹制 木制的 都取自自然 代代传承 也透露出一种 人与自然和邪共处的观念 而这 恰巧也跟 墨鱼外卖的理念相契合 墨鱼外卖的特点 就是 食物健康 餐具全部可回收 这无形中 就蕴含着一种和邪的思想 把这个思想再继续延伸 拔高 可不就是食 和这个品牌 想要表达的含义魔 瑞宇晨点点头 确实 那我们 肯定也要在包装上下功夫吧 至少在食 和尚的餐品 都要用特殊定制的食盒来送餐 跟其他的外卖做出明显区分 林蔡蓉点点头 这个事情你来考虑吧 我回去认真想想 具体哪些菜适合拿来做食 和的菜单 这件事情着急不得 必须从长记忆 两个人稍微一碰 很多细节方面的内容 就被快速的敲定了下来 6月10日 周五 肖鹏长出一口气 大功告成 墨鱼网咖3.0 还有ROF装机的新机箱 全部完美符合裴总的要求 墨鱼网咖3.0的第一家门店 还是开在了荆州 开在了汉东大学附近的一个商场内 对于这个选址 肖鹏是综合裴总的要求之后 确定了 裴总说 墨鱼网咖3.0 只能开在荆州和比荆州经济水平差的地方 同时还必须做到 座位更少 空间更大 价格更贵 地段更好 说白了 就是只能开在二三线城市的大商场里 肖鹏考虑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了汉东大学附近的商场 虽然会跟汉东大学的那家墨鱼网咖1.0有一点重叠 但考虑到3.0的模式更适合年轻人和消费能力强的人 墨鱼网咖3.0座位又不多 这个选址还是没石磨问题的 更何况这里距离腾达总部比较近 肖鹏经常在这两个网咖活动 偶遇裴总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这很关键 现在 肖鹏队已经完工的墨鱼网咖3.0非常满意 应该找人来看看 给我一点反馈 找谁呢 裴总 不行 有点太唐突了 更何况裴总很忙 不一定有时间 还是把张总叫来看看吧 肖鹏想了想 张元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张元之前是墨鱼网咖的负责人 对网咖一直念念不忘 又比较懂行 能给自己一些合适的评价 和可行建议 现在负责DGE电竞俱乐部 工作应该也不会太繁忙 应该能抽出时间 肖鹏给张元打了个电话 果然 张元一口答应 说现在 就从明云山庄出发 一会儿就到 肖鹏干脆坐下 开了一局gog 张元按照肖鹏发来的定位 来到商场的四层 找到了刚刚装修 完成的墨鱼网咖 离着很远 张元就被这家墨鱼网咖的招牌给吸引了 在墨鱼网咖四个打字的下方 还有一行小字 电竞生活馆 这次的墨鱼网咖 不仅把里面全都装修了一遍 还把店铺外面全都装修了 打造成了一种游戏玩家喜欢的酷炫电竞风 深沉的黑色和各种彩色线条 勾勒出一种年轻的气质 外墙甚至被改造成了一块巨大的显示屏 继续往里看 里面也基本上都装修成了电竞的主题风格 通过烤漆玻璃 镜面地砖以及镜面不锈钢材质 利用光的反射 折射 慢反射原理 营造出一种未来感和科技感 座位的间隔 跟之前的墨鱼网咖2.0比起来 虽然更加稀疏 却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区 首先一进门 就能看到 远处被分成红蓝方的隔音室 台面明显高一节 应该是专门的禁忌对战区 上方还有一块收起来的投影屏幕 而在两个隔音室的前方 则是排布较为分散的对战区 全都是不规则的五边形的电脑桌 莫章桌做满 正好是五个人 这些桌子的排布 错落有致 既不死板 也不松散 相比于那重传统的排排座模式 这样的分布显得有点像是晚会 或者向上的剧场 电脑桌的边缘 向内凹陷成一个弧形 保证了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转向 观察大屏幕 这样的构造 也保证了右手的鼠标有足够的移动范围 每台显示屏后面的空间 还可以用于放置饮料或者零食 而在网咖的深处 还单独隔出了几个隔间 同样是五人一排 只不过错落有致 不断升高 给人影造出一种阶梯感 最高处的五连座最为华丽 而且是一个倒V字形 肩上的那个位置就像是端坐在王座上俯瞰众生 张元被惊到了 他之前听说 萧鹏在筹备墨语网咖3.0 但一直默看过设计图纸 也默来看过装修过程 今天第一次来 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 逼格似乎比墨语网咖2.0 又提升了不是一点半点 正在大厅中随便找了个位置玩游戏的萧鹏 看到张元到了 赶忙站起身来 张总 感觉怎么样 萧鹏颇有些自豪 张元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这是裴总安排的方案 萧鹏摇了摇头 不 裴总莫有太多过问 只是给了我一个大方向 整体方案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不过 我之所以能想出这个方案 还是因为提前预判到了裴总接下来的方向 张元一愣 预判到了裴总的方向 什么方向 萧鹏说道 我综合DGE电竞俱乐部 GOG和IOI的竞争关系 再结合裴总给墨语网咖3.0的大方向 预判出裴总接下来的目标 肯定是电竞 所以 我决定把墨语网咖3.0模式 打造成电竞生活馆 搭上这个顺风车 张元很惊讶 因为预判裴总方向的这种事情 到现在为止 他都压根没想过 大家还在努力的思考裴总的话 有什么深意 至于裴总将来会做什么 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能力范畴 你有把握吗? 张元问道 萧鹏想了想 当然没有绝对的把握 但我觉得 七成把握还是有的 这次的墨语网咖3.0 裴总并没有给到很明确的暗示 但裴总在其他产业的布局 却有蛛丝马迹可循 GARP和IOI的养股战术 DGE电竞俱乐部的主要项目是GARP 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 意味着裴总正在电竞产业布局 在不远的将来 一些产业之间肯定会发生关联 而在这个关键节点 裴总要求 我做墨语网咖3.0 虽然没有具体的要求 但肯定是要跟电竞产业联动 互相成就的 墨语网咖为电竞提供土壤 而电竞为墨语网咖提供热度 GARP和IOI第一阶段的战斗 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 双方疯狂更新版本 GARP并没有落于下风 而裴总既然要奉行阳谷战术 战斗就绝对不会就此停止 接下来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了 拼到这个阶段 无非是两个办法 要磨疯狂烧前的推 利用线下的网咖和线上的主播 扩大玩家群体 要磨成半电竞赛事 但是 成半电竞赛事的前提是 玩家群体足够多 因为玩家首先要玩明白游戏本身 才能看懂比赛 综合以上判断 我觉得墨语网咖3.0 应该要做成这种电竞生活馆的模式 张元不由地频频点头 嗯 有道理啊 不过 这严格来说 应该不算预判 一切还都在裴总的计划之中 肖鹏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 默认能想在裴总的前面 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的意思是说 裴总的整个计划 目前刚刚进行了第一步 虽然之后的好几步 都已经规划好了 但并没有向我们透露 我预判出了裴总还未实施的第二步 所以才能让墨语网咖3.0的电竞生活馆模式 在裴总展开第二步计划之前上线 张元新月成福的点点头 厉害啊 肖鹏带着张元往里走 来 张总 我来介绍一下墨语网咖3.0的模式 我的想法是 把这里打造成专业玩家的电竞基地 对于一般的玩家而言 要满足基本的游戏开黑需求 墨语网咖2.0就已经足够了 而墨语网咖3.0 显然应该准备给那些更加硬核的玩家 就比如 某些人出于对GOG的热爱 专门组织了一支战队 除了单双排之外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和其他的队伍交手 跟类似的强队打线下赛 这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 就像很多大爷大妈 一下班就去跳光场舞一样 纳摩这个时候 摩语网咖3.0就是他们最合适的选择 来 张总 我来介绍一下整个网咖大致的格局 整个网咖所有的座位 基本上都是按照五连座的模式来设计的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战队和五黑游戏的需要 大厅中的座位允许混坐 但我们会尽量保证五人队伍坐在同一桌 我们会定期举办比赛 到时候整个大厅就是选拔的舞台 所有参赛者都必须以五人小队的形式参加 而只有经过了我们的选拔 才有资格进入其他的区域 里面的格间是单独的训练室 只有在我们网咖排名靠前的队伍才能够使用 使用时必须是队伍的所有人都齐全 否则就只能坐大厅 而最里面 最高的那个位置 则是专门给网咖的最强战队准备的 队长可以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 它代表着我们网咖的最高水平 被整个网咖的玩家膜拜 此外 大厅中的对战士 投影仪 以及外面的大屏幕 都是专门用来筹备赛事的 定期举办的网咖比赛将在屏幕上直播 到时候大厅中的所有人 以及网咖外的所有人 都能同步观看 参赛者能够享受到 电竞明星一般的关注度和待遇 虽然是缩水版的 但能够享受全网咖 甚至是外面围观群众的欢呼 这也绝对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张元不由地频频点头 他努力想象自己进入隔音室 比赛的画面 在投影仪和外面的大屏幕同步播放的情景 那绝对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体验 张元不由地赞叹 天才一般的做法 网咖3.0的定位 本身就是为了从网咖2.0中筛选出最硬核的一批玩家 然后这些玩家通过正式比赛去争夺更好的位置 甚至成为网咖的王者战队接受众人的瞻仰 这样一来就能够形成一种电竞社区文化 一旦这种社交关系建立起来 那魔队玩家来说 这里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上网 玩游戏的地方 而是一个社交圈子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那些普通的玩家就只能做观众了 可想而知 会喜欢这里的都是一群真正的电竞玩家 每个人在原本的环境应该都是佼佼者 可到了这里却泯然众人 这对他们可能会是一种打击 肖鹏微微一笑 张总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已经有所安排 注意到新的ROF主机了吗 张元看了看这些位置上的电脑 嗯 似乎灯比以前更多了 也更花哨了 肖鹏随便来到一台电脑主机前 这个主机箱是特殊定制的 很贵 跟其他的主机箱比起来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唯一的优势就是 灯比较多 它的正面 侧面 背面 顶部 到处都是灯 这些灯全部支持RGB光效编程 也就是说 可以在电脑程序输出特定指令的时候 发出特定的灯光 于是 我就去找敏静抄他们 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能 Gaulk游戏程序会输出信息 给RGB光效程序 然后主机箱上的灯就会按照编程好内容发光 目前我的方案是 遗血 双杀 多杀 连杀 超神 排位声段等等 每一个 都有独特的光效 只要达成 主机箱就会发出对应的光效 这样一来 只要看到某个人的主机箱 发出某个特定的光效 就可以知道 他拿到了一血 或者在游戏中超神 或者升到了大师 乃至王者断位 也就是说 即使你是个普通的玩家 即使你组织的战队 莫办法 跟网咖中的绝大多数高手抗衡 但只要你在这里玩 打出精彩操作 就可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这种体验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张元不由的嘖嘖称奇 妙啊 我都没想到 RGB 竟然还有这个作用 只不过 你为什么只做了Gaulk 没有做IOI的呢 肖鹏无奈的摊手 我确实找了商洋游戏 但是改动游戏程序 似乎要指得指头公司的同意 比较麻烦 而且 我觉得 也没有这个必要 裴总明显是想让IOI给Gaulk当陪练的 张元一愣 是吗? 肖鹏点点头 当然了 否则裴总为什么成立了Gaulk的电竞俱乐部 而没有成立IOI的电竞俱乐部 显然在他心目中更看好Gaulk一些 既然IOI注定做炮灰 目前IOI在国内的市场也是少数 那还不如就只考虑Gaulk的玩家就好 张元想了想 嗯 似乎也是这模回事 网咖打算什么时候开业? 肖鹏 下周三吧 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完成 张元点点头 好的 等你开业的时候 我把DGE电竞俱乐部的那几个小子领过来 在这打个BO5的表演赛 给你带点热度 肖鹏大喜过望 那太好了 那些都是王者选手 打起来肯定好看 与此同时 梁先生 咖啡 树懒公寓的管培生 把一杯咖啡放在梁清帆的桌上 梁清帆只是说了一声谢谢 头也没抬的 继续干涂纸了 前几天 梁清帆已经正式加入腾达集团 成为树懒公寓的负责人 裴谦也就顺理成章的 安排这位建筑系的学弟 作为管培生 来给梁清帆打下手 顺便收集一些情报 呼 终于差不多完成了 梁清帆长出一口气 经过了一周多的忙碌之后 梁清帆已经大致敲定了 这三栋楼的改造方案 并且对此非常满意 反复查看改造方案 梁清帆都有点一点佩服自己了 这模奇葩的户型 都能改得这么完美 我果真是个天才 这似乎也正应了裴总的那句话 就是这种高难度的奇葩户型 才更能看出设计师的水平来啊 梁清帆甚至觉得 这个改造案例 如果不大肆宣传的话 那可真是白下了 拍鸡张照 不行 拍照也太简单了 应该全都录下来 这种改造的案例放到网上去 肯定会有很多人看的吧 嗯 那就得找一个专门的拍摄团队才行 滕达这边的飞黄工作室 似乎就很专业吧 梁清帆越想越合适 反正都是滕达集团的部门 应该会比较好说话吧 钱不钱的倒是莫问题 反正都是裴总给钱 主要是自己人靠得住 片子拍出来有保证 但是梁清帆并没有飞黄工作室的联系方式 为了这点小事 麻烦裴总似乎也有点没道理 还好 这不是还有一位管陪生的吗 你认识飞黄工作室的人吗 梁清帆问道 管陪生一愣 他犹豫了一下 因为他只认识飞黄工作室的那位管陪生 但是大家既然都是卧底 那到底应不应该说认识呢 想了想 说认识或者不认识似乎都不太好 说认识有可能暴露身份 说不认识 万一梁先生真有事耽误了呢 管陪生想了想 决定还是不要正面回答 飞黄工作室的人 现在应该还在休假吧 休假 整个部门都在休假 梁清帆有些诧异 管陪生点了点头 对的 这是腾达集团内部的特殊规定 因为飞黄工作室做出了突出贡献 管陪生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一遍 梁清帆点点头 哦 可惜 那就没办法 找飞黄工作室帮自己拍了 人家不上班啊 今天已经周五 马上就该下班了 看来只能明天再去找专业的摄影师帮忙拍一下了 6月13日 周一 腾达游戏部门 刚刚开始上班没多久 敏靖超就急匆匆的来找李亚达和包序 李姐 包哥 不好了 商阳游戏那边又出新招了 从上周末开始 似乎已经有大批量的网吧 跟IOI国服达成了协议 凡是在网吧玩IOI的 累积一定的时长都可以获得网费的减免 而且 似乎网上有好几个知名的游戏 UP主也在上传IOI的新英雄介绍 教学视频等等 许多知名游戏网站也在进行宣传 看起来 他们这是要跟我们比撒钱了 李亚达愣了一下 一边在电脑上查资料 一边说道 不要慌 你刚才说 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敏靖超想了想 上周六就开始有大规模迹象了 一直沉默地包去说道 他们周末加班 我们能不能向裴总举报 强制要求他们这两天补休 敏靖超愣了一下 随即眼前一亮 哎 对啊 让他们这两天强制补休 我们不就可以追回来了吗 李亚达摇了摇头 似乎不行 上扬游戏应该不会犯这种被我们抓到把柄的低级错误 他们多半是周五就已经在安排这些事情了 周六周日正常休息 但视频 UP主 网吧 却可以在周末将这些措施贯彻下去 这样一来 就可以在不违背公司规定的前提下 打好时间差 抢跑在我们前头 敏靖超 果然 最难缠的 还是自己人 是啊 除了自家部门的人 谁还能想到 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差来抢跑呢 除了包哥 又有谁能想到 通过举报加班来 追凭这个时间差呢 只能说在腾达的公司规则下 两个部门的博弈 竟然都变得这么迷幻 李雅达继续说道 按照常理推测 他们多半已经在周五下班前安排好了工作计划 现在肯定正在紧锣密鼓的去跟更多网吧 和UP主联系 全面展开公式 而且 目前搜到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的连锁网吧 这说明 他们采用了一种效率最高的办法 直接跟这些大的连锁网吧谈合作 给出优厚的条件 这样一来 所有连锁网吧的高层 就会自己要求 自家所有网吧推广IoI 毕竟推广越多 他们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虽然只是一个周末的时间 但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明静超的脸色更加凝重 他也是刚刚才知道 这件事情 听李雅达这么一分析 似乎问题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很多 那 我们该怎么办 明静超问道 李雅达考虑片刻 不要慌 裴总是怎么教我们呢 遇到困难 不要总是想着用加班 用时间 或者人力来解决 就像裴总说的 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明静超点点头 认真听着 对于经验不足的他来说 这确实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但对于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李雅达而言 只要从裴总那里汲取智慧 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 李雅达考虑片刻 有条不紊的说道 首先 钱的问题 只能用钱来解决 腾达能够无往不利 就是靠赶花钱 推广现在 已经进入真刀真枪的白热化阶段 对方烧钱 我们不可能不跟 立刻把我们 能够动用的所有资金 全都拿出来 跟他们比烧钱 网吧 UP主 网站资源 我们也都可以花钱买来 如果单纯 如果单纯比烧钱 大家都只能调动50%的部门盈利 腾达游戏的盈利 比商阳游戏的盈利更多 完全不用担心资金问题 一直沉默的包续说道 商阳游戏不会这磨杀 他们多半知道自己 烧钱烧不过我们 可能留有后手呢 敏静抄一愣 后手 还能有什么后手 难不成他们直接朝裴总要钱 包续说道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假如裴总要把阳谷战术贯彻到底 不让我们一下子把IOI给打死打残 就一定会在态度上有所偏移 敏静抄一愣 发现这种可能性还真的存在 李亚达点点头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下功夫 不能只想着傻呵呵的烧钱 这次的推广战 说白了就是抢推广资源 谁抢到的推广资源多 谁就能占据上风 烧钱只是抢夺推广资源的一种方式 除了烧钱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别的办法 比如 我们跟这些人讲故事 敏静抄一愣 有些莫听懂 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李亚达解释道 其实我们现在的处境 跟投资行业很像 争取投资人的青睐 要摩有实实在在的产品和盈利 要摩有强大的讲故事能力 让投资人相信 我们有更好的前景 同样的 我们要把所有线下的网吧 和线上的UP主全都拉拢过来 除了钱以外 还可以跟他们讲故事 让他们清楚地看到 Gog有更好的前景 一旦他们相信了我们的故事 被长远利益所吸引 那摩短期内就算商洋游戏加价 他们也不会叛变 而这件事情一旦做成了 我们许诺的 未来就必然实现 无形中成为了一个闭环 敏靖超恍然大悟 明白了 只要让所有人都相信 最终会胜出的一定是Gog 那摩此时 他们推广Gog 就能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既然我们的短期利益不足 那就用长远利益 做违法码和空头支票 引诱他们站队 我这就安排人 去一一联系这些连锁网咖 和UP主们 李雅达一抬手 别着急 多学学裴总 做事不要急躁 遇到这种已经找到了答案的问题 一定不要忙着去解开 再想想 还有没有办法 能解得更好 你以为裴总 一直以来是如何做到运筹帷幄的 关键就是要多想 这个方案 显然还没有做到 尽善尽美 敏靖超继续认真听着 李雅达说道 你现在一个一个的去劝 跟大家打口水战吗 他们已经从商阳游戏那边 拿到了好处 你现在去劝 要费多大力气 才能劝得动 你劝一个 商阳游戏那边 已经发展了三个 你在这归途赛跑呢 你要学会找到关键节点 意见领袖 先集中精力 让这些意见领袖倒戈 然后再去做其他人的工作 就会非常顺利了 敏靖超 意见领袖 李雅达点点头 网吧的意见领袖是谁 敏靖超皱眉苦思 如果从事场份额上来说 真不好说 但是 Dog和IOI都是背靠腾达这棵大树 说白了 这是腾达的内战 那么 腾达的真实意图才是最关键的 是摸鱼网咖 摸鱼网咖态度 代表着腾达内部的真实态度 一旦摸鱼网咖全面倒向God 那么其他的连锁网咖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李雅达微微一笑 恭喜你 越来越进入裴总的思考领域了 谨慎假设 大胆求证 摸鱼网咖多半就是裴总留给我们的唯一解法 敏靖超点点头 好的 我这就去找肖鹏一趟 李雅达一抬手把他拦住 你是负责人 要留在公司统筹全局 包哥 还是你亲自跑一趟吧 包绪默默地点了点头 显然 李雅达能分析出来的这些内容 他也全都明白 要说浮墨于网咖 敏靖超虽然是负责人 但说话的分量还是有些不够 北腾达游戏的元老人物出马 分量才足 所以 我应该去哪找他 包绪问道 敏靖超翻着手机 最近他似乎在忙 墨于网咖3.0的事情 我把地址发你 对了 之前肖鹏找过我 让我做了一个能根据 Gog内游戏数据控制主机箱 RGB灯光的小程序 这一点或许 可以作为某众筹码利用 包哥你可以考虑一下 墨于网咖3.0 此时的肖鹏正在蛋疼之中 上周五才刚跟张元吹完牛逼 说的天花乱坠 说自己完全预判到了裴总下一步的行为 把张元都给唬住了 结果 预判差了 周五的时候 上阳游戏已经找了过来 用非常优厚的条件 换取摸鱼网咖 跟IOI国服合作 包括在网咖玩 游戏部分皮肤免费试用 累积一定时长 减免网费等等 肖鹏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说要稍微考虑两天 周一再回复 因为整个墨于网咖3.0的一些设置 都是按照GOG来做的呀 就比如电脑上的RGB灯光 只有玩GOG的时候 才能有这种酷炫的效果 要是全网咖都推广IOI IOI的玩家成了绝大多数 灯光不是全都白瞎了吗 而且还跟张元说好了 要请GOG的人来打表演赛 要是推广IOI 这GOG的表演赛 算是怎么回事啊 当然 也可以两个都推广 但让肖鹏比较纠结的 是裴总在这里头 到底是什么态度 裴总到底是站哪一边呢 裴总宽宏大量 就算站错了队倒是也不用担心被穿小鞋 可如果因为站错了队 影响了裴总之后的长远布局 那这 就是天大的罪过了 所以 肖鹏陷入了蛋疼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震了 看到这条闽静抄发来的信息 肖鹏眼前一亮 终于来了 那个能够代表腾达游戏 解读裴总真实意图的人 他来了 包哥 肖总 你好你好 包絮和肖鹏两个人亲切握手 颇有一种胜利会师的感觉 包絮的目光 瞬间就被摸鱼网咖3.0的布置给吸引了 这 就是天堂吗 不管是装修 桌椅 陈设 这网咖里所有的一切 简直都是为电竞而生的 有那么一个瞬间 包絮差点就想去跟裴总申请转岗了 这就是摸鱼网咖3.0 太棒了 包絮对新版的摸鱼网咖简直是赞不绝口 肖鹏轻轻叹了口气 本来我也觉得各方面都很完美 但是 包哥 实不相瞒 上周五的时候 商量游戏的人就已经找过我 三言两语 把自己的困惑给说了一下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摸鱼网咖3.0的所有配置 都是预判了裴总要立推GOG 放弃IOI之后安排的 现在的问题 不是到底推GOG 还是IOI的问题 而是不能站错队的问题 包哥 我知道你跟裴总共事的时间 比张总还久 你帮我分析分析 裴总到底是什么想法 为什么IOI的人 周五就已经来了 而你们整整晚了三天 经过肖鹏的这一番倾诉 包絮已经基本摸清楚了状况 显然 优势依旧在DIOT这边 但关键要看怎么利用了 肖鹏之所以纠结 是因为IOI先找上门来 给了他一种裴总在背后 支持IOI的错觉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打破这种错觉 包续成音片刻 说道 首先我要纠正一点 周末我们都是不上班的 所以 我们只比商量游戏晚了一天 不过 你的担忧其实很有道理 IOI先采取行动 这其中确实有裴总的受益 肖鹏没想到 包续竟然会这磨开场 一时间有些愣住了 那 包续微微一笑 你等我把话说完 裴总对于GOG和IOI的态度 一直都没有变化 就是洋谷战术 因为裴总坚信 竞争是到处都在的 温室的花成不了大气 只有在残酷的竞争中笑到最后 才能笑得最好 现在IOI已经被GOG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裴总要在资源上稍微倾斜一下 让他们喘口气 这是很正常 也很合理的举措 肖鹏点了点头 这番话虽然没有解答他的问题 但如此开诚不公的交流 却让他对包续多了几分信任 如果包续一上来就矢口否认 说裴总觉得是站在GOG这一边的 反而会显得有太多话术 不够真实 包续继续说道 但是 你仔细想想 裴总对于一个部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是钱吗 当然不是 在钱的方面 裴总大部分时候是一视同仁的 那些亏损部门裴总也在一直往里扔钱 裴总对一个部门最大的帮助 是三言两语的指点 是未来的布局 GOG和IOI到底哪个在裴总的布局里 这一点不言而喻吧 肖鹏双眼微微睁大 露出恍然的表情 原来如此 我这是当局者迷了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DGE电竞俱乐部全都是GOG项目 根本没有IOI 这说明裴总的未来的布局中 肯定给GOG留有一席之地啊 只不过 商量游戏的人来了之后 信誓旦旦地说 他们从裴总那里 拿到了更多的资源 获得了裴总的支持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才对自己的判断 产生了质疑 包续呵呵一笑 商业竞争中难免用到一点点话术 这很正常 兵不厌诈嘛 而且严格意义来说 他们也没有说谎 裴总出于羊骨战术的打算 给他们多一点点的资源倾斜 这也很正常 但 这并不能代表裴总的真实想法 更不能说明裴总要放弃GOG 全力推广IOI 商量游戏的人 只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刻意地将裴总的意图进行了夸大 肖鹏点点头 语气坚定了许多 明白了 这样一来 一切就都对得上了 那 摸鱼网咖现在应该怎么做 包续想了想 你之前 是不是让敏静超做过一个特殊的小程序 用GOG遊戲里的数据控制电脑灯光 肖鹏点点头 对 其实就是专门为摸鱼网咖3.0模式准备的 包续说道 那就好 裴总既然是要推行养谷战术 完全一边倒 不合适 让IOI瞬间死亡 失去挣扎的机会 也不合适 我觉得可以这样 在墨鱼网咖1.0和2.0 让GOG和IOI自由竞争 IOI想要烧钱 就让他们烧 我们也会尽量跟上 而在墨鱼网咖3.0 就全都以GOG为主 这样也有一个比较牵强 但也还算过得去的理由 主机箱的灯光不能白做 这样一来 既不伤和气 也符合裴总之后的布局 肖鹏点点头 好 我明白了 腾达游戏 正在焦急等待的敏靖超 收到了包续发来的消息 搞定了 稍后 肖鹏会把墨鱼网咖3.0的资料发给你 等过两天 墨鱼网咖3.0就会正式开放 只给高个优惠活动 你先去找那些立场不坚定的连锁网吧谈 对于那些比较顽固的死硬派 到时候 把墨鱼网咖3.0开业的录像给他们发过去 不怕他们不改变主意 敏靖超大喜过望 包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包续 嗯 下午吧 我要留在这里 跟肖鹏再继续 深入的谈一谈业务 敏靖超 不过转念一想也无所谓了 包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成功争取到了墨鱼网咖的支持 虽然墨鱼网咖1.0和2.0 还是GOK和IOI共存的情况 但最新的墨鱼网咖3.0被打造成电竞生活馆 这一家小小的店铺 全面倒向GOK可以在这一点上做很多文章 虽然只是一家店 但却有很明确的项指意 比如 敏靖超可以用这个案例去跟其他连锁网咖的老板说 在腾达内部 GOK是未来电竞生态的一部分 而IOI不是 目前IOI来势汹汹 仅仅是为了给GOK压力 作为一种培养玩家 扩大这一类型游戏玩家边界的行为 敏靖超相信 就算GOK给到的利益 比IOI要少一些 但这些说辞 必然能将长远利益 纳入所有人的考量范围 就比如对那些UP主而言 同样都是恰犯 IOI给的钱更多一些 但也没到压倒性的优势 而做GOK是凭给自己带来的热度 却有可能在之后带来更多的收益 长远考虑 显然还是站在GOK这条船上更划算 至于一些实在不幸的死硬派 只要等墨鱼网咖3.01开业 把现场全部人都在玩GOK的视频 给那些死硬派一发 他们也肯定会改变主意 6月14日周二 上午9点多 赔钱来到托管健身房 因为他刚刚接到管培生的消息 健身房要求的APP AUTO科技那边已经开发完成了 查了一下开发时间之后 陪千里克决定亲自跑一趟 时间上似乎有些不对 AUTO科技那边有专门负责软件开发的部门 而且开发能力比一般的外包团队要强多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预约 报名的软件竟然开发了将近两个月 是AUTO科技的开发人员觉得 这个软件没时磨用 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了 还是有其他的可能 陪千觉得 前者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觉得这个软件没时磨用 不更应该抓紧时间完成 继续去做别的事情吗 怎么想 也没有继续拖延时间的道理 如果是后者 那这 就是个很大的隐患 来到托管健身房 陪千推门而入 而后 他愣了一下 竟然是常有亲自来了 只见常有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 正在拿着一台AUTOE手机给果立成笔画 似乎是在进行讲解 看到裴总来了 两个人赶忙站起身来 裴总 您怎么来了 果立成有点意外 常有也莫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偶遇裴总 点头致意 裴千努力地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 没石磨 刚好心血来潮过来转转 常总怎么也在这里 常有笑了笑 裴总 之前 你不是让我们开发托管健身房的健身软件膜 已经开发完成了 裴千有点意外 常总你工作这么忙 还亲自跑一趟 常有摆了摆手 我工作再忙也没有裴总你忙啊 你还经常来托管健身房视察呢 我自己跑一趟 给我总讲一讲软件 也是应该的 都是兄弟部门嘛 应该互相帮助 裴千也没石磨好说的 只好在旁边空着的沙发座位上坐下 先瞄了一眼健身房里的情况 似乎还是没石磨人 应该还是安全的 裴千稍微放心下来 看向常有 所以软件已经完成了 常有点点头 完成了 裴总您过目 裴千伸手接过手机 常有则是在一旁讲解 裴总您请看 这是最基础的课程安排 预约训练等功能 这是智能训练计划安排 可以根据用户的身高体重 和健身房中检测出来的体质数据来制定训练计划 供教练们参考 这是用户专区 可以在这里上传一些训练 饮食的知识 或者小技巧 也可以单纯分享健身生活给自己带来的改变 还有 刚开始的时候 裴千还默觉得什么 因为前面介绍的 都是果立成要求的基础功能 但是越往后 就越离谱了 裴千越听越迷惑 头上的问号也越来越多 智能训练计划安排 用户专区 定时打卡提醒 基础动作讲解教学 这 这都是些傻玩意 裴千有些迷茫的 看向果立成 这些 都是你提出的需求 莫不是你个浓眉大眼的儿童果汁 也攀变了 果立成摇了摇头 不是啊裴总 我提出的需求 就只有最基础的那些预约功能 裴千放下心来 转头看向常友 好你个常友 还有什么话说 你说你 不好好完成别人的需求 胡搞瞎搞 该当喝醉 然而裴千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果立成又说道 但是 看到常总最终做出来的这些功能 我才意识到 这些功能 确实也是必不可少的 裴千转头看向果立成 我还以为 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呢 果立成完全没有注意到裴总的错愕 而是继续对 Auto科技做出来的这个软件 不吝一美之词 这些功能都太完善了 太有用了 就比如这个智能训练安排 可以大大减少教练的工作量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 针对每个人的身体情况 做出调整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定时打卡提醒 顾客不在健身房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这个提醒来避免久坐 饮食不规律等问题 健身专区则是让我们的顾客 可以分享健身经验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从而提升大家坚持下去的信心 而且 这软件的界面也好看 布局也很合理 用起来既方便又顺手 把我之前默想到的功能都做出来了 简直太棒了 常总 我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裴谦 看着果立成这激动的表情 裴谦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提需求的甲方都如此满意 还有什么立场批评常有乱家功能呢 常有微微一笑 却并没有对果立成的感谢全盘接受 果总 Auto科技确实在软件开发过程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也应该欣然接受你的感谢 不过 我觉得你 还是应该先谢裴总 果立成有些茫然 而裴谦则是 比他还更加茫然 谢我 我有什么好谢的 常有解释道 如果不是裴总暗示 我们在开发APP的过程中 加入一些互联网思维 把你提出的需求方案 再全面完善一下 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么多功能呢 虽然具体的工作很重要 但指出工作的方向更重要 果立成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他之前也有些纳闷 觉得幸福的 都有点不真实了 现实中找外包团队做的软件 外包团队顶多就是 把功能给做出来 往往还做的一团稀烂 充满bug 毕竟最低限度完成需求 把钱挣了就完事了 谁给你认真做呢 但是 Auto科技不仅很好的完成了需求 还附赠了一堆非常实用的额外功能 不管是界面还是操作 都非常流畅 稳定无bug 显然是精雕细琢过的 果立成原本还在想 就算是兄弟部门 彼此之间的盈利互不影响 至于这磨卖力吗 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这肯定是陪总对Auto科技给足了明示 暗示 他们才能如此尽心尽力啊 否则常有干嘛 对此这么重视 还亲自跑来一趟 给我介绍功能 陪总又怎么会恰好的出现在健身房 过问起这个APP的事情 不过 似乎还有个疑点 陪总刚才为什么要问我 这是你提的需求 明白了 陪总这相当于是给Auto科技布置了一道作业题 在检查作业的时候要问我一句 如果这些需求是托管健身和Auto科技共同完成的 那就不算是厂总独立完成作业 Auto科技这次的工作 在陪总心中的评分就要打一个折扣 而现在 Auto科技显然是完美的达成了陪总的要求 对上了 全都对上了 果立成赶忙说道 感谢陪总 这次的软件真的帮了大忙 陪总可真是心思缜密 连这都已经提前想好了 陪千则是茫然地看了看果立成 又看了看常有 你们俩 搁这场双簧 打雅迷呢 这是跟我有啥关系 怎么全都在一个劲地谢我了 看看果立成诚挚感谢的眼神 再看看常有意味深长的笑容 两个人似乎都在等着陪总说点什么 陪千嘴角微微抽动 其实我也没有 果立成和常有一口同声地说道 明白 果立成兴高采烈地说道 那我这就去把这个软件 推广给所有的会员了 常有也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裴总 公司那边还有事情 我也先走了 果总 App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我们这边肯定第一时间改好 裴千 你们一个两个的怎么都不听人好好说话呢 这叫什么 只要我们两个先把锅甩到裴总头上 裴总就没办法把锅甩给我们 裴千很无语 怎么感觉自己的员工 一个个的都有像软光渐进化的趋势 看着果立成欢天喜地的去找在场的健身房会员 推广这个托管健身的App了 裴千陷入了迷茫 这咋整 App都做出来了 而且做的还特别好 总不能不让用吧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App 如果不加阻止的话 万一火起来 把托管健身房也带火了怎么办 目前来看 如果仅仅是健身房的用户使用 暂时还没什么关系 毕竟健身房现在一共也没多少用户 但是 如果像学霸快来一样 快速扩散 那就非常不妙了 当务之急 是赶紧阻止他们 把这款软件大规模的推广出去 怎么阻止呢 呃 他们似乎并没有大规模推广的计划 裴千发现自己的思路好像走进了死胡同 这个软件功能丰富 确实存在着火起来的可能 但 Auto科技只管开发软件 又不管运营 果立成也完全没有这个脑子 去帮软件推广 跟果立成强调一下 让他不要推广这个软件 不行 那样肯定会起到反效果 有可能他本来没想到要推广 然后我提了一嘴 误以为我在暗示 反而去推广了 裴千在休息区的沙发上陷入了纠结 似乎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 啥都别说 让果立成意识不到自己 应该主动去推广这个软件 而仅仅是把它当成健身房会员的一种福利来使用 权衡利弊之后 裴千还是决定 啥都不说了 毕竟 现在托管健身房的几家分店 都亏得好好的 自己千万不能乱搞 一不小心又给带火了 那就出大问题了 先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发现什么不对的苗头 再想办法 裴千起身打算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手机震了 是一条来自DGE电竞俱乐部管陪生的信息 裴总 今天张总和亚琳教练 没有准备任何的力量或者体能训练 而是安排了一天的训练赛 亚琳教练说 让队员们休息休息 嗯 改变了训练计划 之前似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是 好像也没什么危害吧 亚琳教练安排的健身计划 都是会把各个部分的肌肉分开 今天练腿 明天练胸 这样就可以让各个部分的肌肉充分生长 网开一面让大家休息一两天 似乎也合情合理 至于一天的训练赛 无所谓 让他们折腾去吧 反正现在也默认半道的比赛 嗯 不行 再微小的征兆 也不能掉以轻心 很多次的教训让裴千 在马上就要放松警惕的时候 及时悬崖勒马 旁敲侧击的问张总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活动安排 过了两分钟 管培生回复道 张总说暂时保密 再过两个小时会 给我一个惊喜 裴千 两个小时 好你个张元 连锦衣卫的问题 你都敢不回答了 那是不是我 还得专门给锦衣卫盖个诏语才行啊 而且 两个小时就会有惊喜 这什么鬼 裴千突然有点慌 但也没办法 张元不说 管培生也不能强行问啊 容易暴露 裴千想了想 现在应该立刻回去 把那个思维导徒拿出来 好好推测一下 DGE电竞俱乐部 会不会跟某些部门产生联系 说不定 就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看着常友和裴总各自离开 果立成没来由的感到心中意暖 这两位 轻轻地来 又轻轻地走 伸出援手之后 就挥一挥衣袖 不过多停留 这就是在大家庭中的感觉吗 似乎托管健身房 就像一棵小树苗 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部门 就像是参天大树 为托管健身房遮风挡雨 有了裴总的关照 有了其他部门的帮助 果立成突然对托管健身房的前景更加看好了 现在 托管健身房的顾客 基本上已经稳定住了 健身餐的花样越来越多 健身变得更容易坚持下去了 而凡是在托管健身房坚持练一段时间的 身材都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身体的各项数据指标 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有了APP之后 顾客可以在手机上预约 也不用担心人多了之后 健身房乱成一团 现在 似乎只剩一个契机 一个让托管健身房的神奇效果 展示在所有人面前的契机 果立成并不确定 这个契机会是多久 可能是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但他坚信 这一切肯定都在裴总的计划之中 只要耐心等待 转机一定回来 回到墨语网咖汉东大学店 裴谦立刻把笔记本拿出来 挨个排查 DGE电竞俱乐部 可能跟哪些部门有所联系 经过紧张的排查之后 裴谦初步锁定了腾达游戏 商阳游戏 和墨语网咖这三个嫌疑部门 DGE电竞俱乐部 没有IOI的项目 所以 商阳游戏的嫌疑是最小的 腾达游戏 有可能 墨语网咖 似乎也有可能 但是之前肖鹏跟我说的 似乎周三才开业 今天才周二 跟两个小时对不上啊 嗯 可以问一问这两个部门的管陪生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然而 裴谦正在考虑 到底是应该 先问哪个部门的时候 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 是肖鹏发来的 裴总 今天墨语网咖3.0 就要正式开业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来参加开业典礼呢 裴谦看着这条信息 头上默默的飘出一个问号 他赶忙问道 今天不是周二吗 之前预定的时间 似乎是周三 肖鹏很快回复 啊 原本确实是预定的周三 但是前期准备工作 比预想中的要顺利 而且 今天似乎是个开业的良辰吉日来着 所以就临时决定 提前到了今天 裴总你放心 一切都安排好了 早开业一天 就早赚一天钱 早记了一天的热度吗 裴谦 良辰吉日 封建迷信 害死人啊 中午十二点半 裴谦吃完午饭 准时来到摸鱼网咖店进生活馆 一路上 裴谦越想越气 这个肖鹏 怕是想被守卫淘汰一下了 以前各部门负责人搞事情 都是偷偷摸摸点 他竟然还敢给我发通知 发通知 发通知就算了 还临时改时间 然后提前两个小时发通知 这是生怕我反应太快 扎不到是怎么的 下次优秀员工就把你安排了 让你跟张元做伴去 你们就整天看网影少年秀肌肉吧 来到商场的四层 裴谦还没能很好地平复自己的心态 主要是好不容易从管陪生那里得到了情报 又根据情报分析出了大致的范围 马上就要找到答案了 结果肖鹏的邀请也到了 这就相当于侦探在破案 结果到最后一步了 突然 嫌疑人跟警察自首了 不跟你玩了 就连围观的吃瓜群众也散了 根本默认听你的最后一步推理 你说气人不气人 裴谦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然而 刚到商场四层 裴谦愤愤的心情 立刻就被震惊所取代了 怎么这么多人 商场四层已经是人山人海 有好几个穿着摸鱼网咖制服的工作人员 在维持秩序 有一些顾客似乎是拿到了邀请函 可以入场 而莫拿到邀请函的人 就只能在外面站着看 毕竟 整个摸鱼网咖的 承载量是有限的 不可能全都挤进去 但是站在外面的人并不介意 反而从旁边的甜品店和零食店 买来饮料 冰激凌和零食 一边吃喝一边聊天 就跟等电影开场似的 亡盲人海中 萧鹏一眼看到了裴总 他立刻上前 小声说道 裴总 里边请 戴上这个 裴谦 萧鹏把某个东西塞到了他的手里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个定制的面具 上面还印着莫蒂斯特的图样 裴谦 什么玩意啊 这是 说好的摸鱼网咖 3.0开业典礼呢 怎么还得戴面具 你这是要搞成蒙面舞会 还是怎么的 萧鹏低声说道 裴总 知道你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特意搞了个蒙面主题 一会儿 您要是想发言就发言 不想发言就算了 裴谦立刻把面具戴好 我不发言 镇摩看来 这萧鹏的心思还挺细的 看起来是怕裴总的身份暴露 所以特意给入场的所有人都准备了面具 扮成不同的英雄 不同的外观 裴总的面具 那显然的是莫蒂斯特才行 怪不得单单一个开业典礼 都准备了镇摩长时间 好的 那裴总您跟我来 萧鹏领着裴总往里面走 同时感慨 果然裴总不发言 是想看看我的发言水平 一会儿 我一定要好好讲 不能给裴总丢人 穿越过门口的人山人海 裴谦四下观察 第一反应是 这你马好酷炫 这还是裴谦第一次来到墨鱼网卡3.0 之前已经跟萧鹏要求过 地段要贵 装修要好 座位要空 所以 裴谦对于自己将会看到的华丽场景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然而真正看到的时候 裴谦还是有一种要心机梗塞的感觉 这也太酷炫了吧 尤其是在结合现场这个人山人海的状态 裴谦感觉更慌了 来 裴总您坐这里 肖鹏指着休息区座位的第一排 墨鱼网卡3.0的休息区不算很大 但也不小 有八台售卖饮料 同时也可以供各个战队在这里讨论战术之类的 因为距离正式开始 还有一个小时 所以休息区都还空着 不 我要做最后一排 裴谦摇了摇头 镜自穿过一个个座位 迈上台阶 来到最后排的角落 因为在设计这个休息区的时候 也考虑到了在休息区观赛的需求 所以特意把座位设计成了阶梯状 最后排的座位有些许的抬高 裴谦感觉自己坐在第一排 肯定要成为全场焦点 实在太危险了 还是在最后一排不会引人注意 比较安全一些 肖鹏当然也没多说石膜 裴总的这种心理也很好理解 可能就跟他种在最后一排 听课的班主任差不多吧 肖鹏来到裴总旁边 弯腰低声说道 好 那裴总您稍事休息 稍等我让服务生上饮料 一点钟开夜点 立马上开始 肖鹏说完就去忙了 服务生在人群中穿梭 不断围往咖里的客人们送上饮料 很快就送到了裴谦这里 裴谦接过饮料 心血来潮地问道 外面的人没有准备饮料吗 服务生愣了一下 裴总 外面的人不是我们邀请来的 都是听到消息来凑热闹的 所以没有准备饮料 裴谦一挥手 送 都送 服务生愣了一下 所有 裴谦点点头 对 不管外面有多少人全都送 虽然这饮料送不了多少钱 但大家来都来了 就都替我分担一下吧 裴总绝不会放弃 任何一个花钱的机会 服务生点点头 好的 我马上去安排 裴谦想了想 又把服务生给拉住了 还有 距离这里最近的家具市场在哪 安排人去给我买最贵的折叠也 大家远道而来 怎么能让他们钱站着 都给安排坐下 要现货 越快送来越好 服务生愣了一下 赶忙点头 好的裴总 裴千寻撕着 反正都是花 外面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这磨大的地方 摆下个几十把折叠椅 没有什么大问题 哪怕是按照七八十块钱一把 这不也能花出去几千块磨 反正这些椅子用一次就没用了 不花白不花嘛 服务生快步来到萧鹏面前 而语机具把裴总的要求说了一遍 萧鹏一愣随即点头 嗯 还是裴总想得周到 也怪我之前确实没想到 会来这么多人 行 立刻给家具城附近的网咖打电话 让那边安排人去办 尽快送来 裴千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观察目前的状况 看得出来 开业点离场内的这些观众 应该都是特邀过来的 至于特邀的标准也不难猜 多半是其他 墨语网咖的老顾客才有资格 休息区也逐渐坐满了 能够明显看出 坐在这里的人 似乎会受到更多的关照 甚至还能看到 有摄影师在扛着摄像机拍摄 三个机位 显得非常浪费 喝着冰凉的饮料 裴千稍微镇定了一些 嗯 这重热度 应该只是假象 是肖鹏故意营造出来的 所有的观众 都是从荆州各地赶来的 只是因为收到了邀请 所以来看看夜点里的 如果是平时上网 大家应该不至于跑这么老远 更何况 其他的墨语网咖 比墨语网咖3.0要便宜 机器 都是一样的机器 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理由 来这里上网吗 不行 似乎还是太牵强了 然而裴千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 没办法很好地说服自己 只能默默地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静观其变 很快 一点钟了 场内的人都已经各自落座 大厅的机位都已经被坐满了 不过面向隔音室的左手边 也就是那个到V字形所在的训练室区域 并没有安排入座 跟裴千一样 坐在休息区的 应该是一些比较尊贵的顾客 但是所有人都戴着面具 所以 谁都不认识谁 休息区的前排 倒是有人互换名片 不过裴千 对此不感兴趣 终于 肖鹏拿着话筒来到台前 身后就是红蓝双方的隔音室 投影幕布已经放了下来 上面出现了PPT的背景 肖鹏清了清嗓 场内立刻安静下来 欢迎大家 来到墨语网咖第一家电竞生活馆的开业典礼现场 我是腾达集团墨语网咖的CEO肖鹏 在此 仅代表腾达集团的裴总 向各位墨语网咖的新老顾客 以及远道而来的媒体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的开业典礼 并不仅仅是要向所有人 宣布一家新的墨语网咖的开业 它还有着极为重大的特殊意义 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做一个前瞻 为大家预测一下即将到来的大电竞生态 伴随着肖鹏的发言 现场掌声雷动 休息区的贵宾位置 有人在低声讨论 大电竞生态 听起来就厉害啊 墨语网咖在这方面 总是走在前面 估计这要成为网咖行业的下一个风口 不只是墨语网咖 腾达的哪个产业不是走在前面 快仔细听 说不定这是裴总给腾达集团安排的下一阶段布局呢 而坐在角落的裴签则是满头问号 大电竞生态 这什么鬼啊 肖鹏啊肖鹏 我可从没跟你说过这种东西 你别在这给我假传圣旨啊 到时候大家有什么误解 你可是要负责的 肖鹏非常淡定地按了一下投影的遥控 将PPT切换到下一页 首先声明 这个大电竞生态 仅仅是我个人对于未来电竞行业 往咖行业发展方向的一种预测 不代表腾达集团官方立场 裴签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 我就坐在这里 亮这个肖鹏也不敢假传圣旨 然而过了两秒钟 裴签敏锐的感觉到似乎有些不对 这句话说出来 看似是撇清了关系 然而现场的人 却完全是习以为长的态度 谁也没有当真 甚至完全忽略了这句话 消息区前排的两个人低声说道 话不能说满 理解 理解 对 未来产业模式预测这种事情 谁都不敢保证百分之一百准确 严谨一点是墨问题的 不过 作为墨语网咖的负责人 能直接跟裴总说上话的人 他预测的东西 肯定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裴总 还是非常有听一听的价值的 裴签默默的捏紧了手里的饮料杯 我特磨 虽然肖鹏在一开始就已经说明 所谓的大电竞生态仅仅是他个人的预测 不代表腾达集团的官方立场 但现场并没有人真的把这句声明当回事 大家本来也没期待着 这会是某众官方的发言 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 肖鹏说的有道理 那就稍微听一听 说的没道理 那就算了 也默认会在这种问题上较真 满嘴跑火车的公司高层多了 手机行业是重灾区 大家早都已经习惯了 要真信这个 估计韭菜根都已经被人给嚎吐了 当然 肖鹏自己的态度还是挺认真的 虽然裴总并没有真的说过这些话 但裴总在各个产业的布局 明显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 而肖鹏觉得自己只是用一些好听的词汇 把这个事情给稍微美化了那磨一点点而已 接下来 我会从三个方面简单讲述什么是大电竞生态 如果将电竞产业看成是一座金字塔 那磨高端赛事就是它的塔尖 各种次级联赛 电竞俱乐部就是它的中部 完善的电竞社区文化就是它的底层 任何一个部分缺失 电竞产业都会变得瘸腿 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 显然在于底层 因为它是电竞产业的根基 直接为电竞产业提供优秀的新人选手 海量的观众及消费者 电竞产业的相关专业人员 假如未来电竞产业 能够发展为类似于足球的庞大商业联赛 那魔网咖就相当于球迷聚集的酒吧 也相当于孩子们训练的球场 所以 墨语网咖3.0力图打造电竞生活馆 吸纳一整个区域内的电竞底层人才 为电竞产业输送新鲜血液 同时 也为热爱电竞的年轻人们 提供一个因兴趣而聚集起来的社区 成为社交平台 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 肖鹏在台上讲解 台下的人纷纷点头 显然 大家都被肖鹏的花言巧语给唬住了 而裴谦则是恨不得振臂高呼 大家别信啊 他忽悠你们了 肖鹏继续点击投影遥控器 将PPT翻到下一页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介绍摸鱼网咖 为了迎接大电竞生态所做出的努力 在所有的摸鱼网咖 玩家都可以免费试用Gog和IOI这两款游戏的部分皮肤 并根据游戏时长获得网费减免 而在摸鱼网咖3.0 我们会定期组织Gog赛事 鼓励玩家以五人小队的形式进行游戏 比赛将会在网咖进行直播 同时胜出的队伍将在网咖中拥有自己的训练室 而所有队伍中的最强者将会在网咖的最高位置训练 这代表着这一区域内Gog的最高水准 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肖鹏抬手指向最高处到V字形的五连座位置 引得众人一阵嘖嘖称奇 显然 大部分人只是脑补了一下 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感觉 都觉得很爽 不过 似乎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 因为这个想法有点过于乐观了 目前的电竞在国内乃至全世界 还是相对小众的 虽然目前的网咖很多 算得上是遍地开花 但真正看电竞比赛的人并不多 而且 所有的电竞比赛几乎都集中在摩都和帝都这种超一线城市 只有最顶尖的那摩几个选手能够被玩家们所熟知 想要让电竞变成足球那样的庞大产业 甚至进入二三线城市 营造起完善的电竞氛围 似乎有些痴人说梦 如果没有足够的 玩家树之称这个所谓的电竞生活馆 每次组织 比赛都莫人来 那这个美好的愿望很快就会无疾而终 最后又退化成了一家普通的比较贵的网咖 萧鹏微微一笑 似乎是对大家的反应早有预料 还好 提前准备后手 我知道 在座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去过一些大型比赛的现场 无法理解电竞比赛的精彩程度和观赏性 那么接下来 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场GOT顶级队伍之间的较量 一起来感受一下 墨语网咖3.0模式的电竞生活馆 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怎样的改变 萧鹏话音刚落 DGE电竞俱乐部的队员们已经从旁边登台 并各自进入隔音室 张员来到萧鹏身边 也拿着一只话筒 似乎是打算客串解说 大屏幕上的PPT已经关闭了 改为等待开始的游戏画面 而台下则是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竟然还有节目呢 这是拿找来的队伍 看着不太像高手啊 一个个的长得有点过于帅了 所以要安排现场打一场Gawk 哎 是不是莫提IOI的事情 似乎这里举办的网咖赛 只有Gawk 无所谓吧 反正现在玩IOI的人也不多 与此同时 外面也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大家让一让 让一让 把座位摆好 是折叠已送到了 在外面看大屏幕的观众 简直是喜出望外 纷纷落座 而大厅中 很多人已经打开电脑 进入Gawk开始玩了 在发邀请寒的时候 肖鹏特意选的 都是Gawk的老玩家 否则到时候 上边打着比赛 下边玩什么游戏的都有 这显得多乱 就算玩游戏 也尽量让大家都玩Gawk 这样视频录出来比较整齐 但这些人显然对即将开始的 Gawk比赛 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他们更愿意自己玩一把 看看这传说中的 RGB灯效闪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DGE电竞俱乐部的这些网瘾少年 虽然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健身训练 但也只是让原本不正常的体态变得正常 穿上T恤和长裤之后 看不出太明显的肌肉 不会像一群健身教练登台那样夺人眼球 观众们只是感觉 他们这种体态健康的样子 似乎不符合对一般电竞高手的固有印象 印象中的电竞高手 往往是过瘦或者过胖 唯独手指特别灵活 总之 网咖里的人各自打开电脑开始玩 网咖外的人则是打算看得开头 不精彩的话就随时准备开溜 至于裴谦 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 这跟他想象中的开业典礼 完全不同啊 正常画风的开业典礼 不应该是领导讲话 剪个彩 然后大家就开开心心的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吗 结果这墨鱼网咖3.0的比赛 怎么还给整上活了 台上两个队伍竟然按照排位赛的模式 一本正经的BP起来了 怪不得张元和亚琳教练 没有给大家安排训练任务 等着养足精神来着打表演赛呢 大屏幕上 比赛很快开始 赛制式BO5 跟DGE俱乐部的两支队伍 平时打的节奏是一样的 而台下的主机 则是很快闪烁起了五颜六色的灯光 非常引人注目 这是一写 咦 闪的光还不一样啊 有意思 超神的这个光效 似乎时间很长啊 我去 太枯炫了 大厅中的玩家们 立刻就发现了 这台主机箱的奇妙之处 它会跟剧游戏中的动态而闪烁 发出特殊的RGB灯效 其实这重东西并不难做 但问题在于 闪给谁看 如果是在自己家的话 即使主机箱发光 也只有自己能看到 很快就会没意思了 刚开始的酷炫 很快就会变成光无染 但是如果在网咖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网咖的环境 本来就是嘈杂 热闹的 而且大家都是GOT的玩家 机箱亮了 就等于在所有人面前装了个大币 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 就连很多在门口张望的 看到网咖内的大型 RGB灯光秀都觉得心痒难耐 恨不得现在就进去找一台机器玩一下 网咖里的玩家们感觉着 RGB灯光简直就是某种buff 自己全身都充满了动力 越玩越来劲 就想着赶紧打出个单杀或者连杀 让自己的机箱亮一波 吸引周围人的注意 如果旁边座位正好是个漂亮小姐姐的话 那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些人群中也有不少是结伴前来的 刚开始大家还在认真的打着游戏 没时摸人关注大屏幕上的比赛 但很快这种情况就改变了 一级就上来互相阴忍了 这个站位一看就很专业啊 对方竟然有所防备 没有上当 卧槽快看 这个软的操作太牛逼了 天秀啊 这些人的功底很扎实啊 节奏也很快 这绝对不是普通队伍 看着至少是大师选手 不可能 我自己就是大师 这绝对不是大师选手能打出来的水平 不知不觉间 讨论比赛的人越来越多了 很多玩家本来在全神贯注的打游戏 但架不住时常响起的掌声和欢呼声 时不时的抬起头来看 结果看到精彩的荧幕就完全入迷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 自己的屏幕已经变成了黑白 而队友正在自己的尸体上 疯狂打问号 第一局比赛结束的时候 大厅里有将近六成的人在游戏 第二局比赛结束的时候 大厅里只剩不到两成的人在游戏 等到了第三局比赛 大厅里已经没人在自己玩游戏了 全都一边喝饮料 一边紧张地盯着大屏幕 每当有精彩操作出现的时候 就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只有在比赛间隙的时候 大家才会打开自定义 想要重现一下比赛中出现的那些精彩操作 摄影机的三台机位 把现场观众的反应全都录了下来 整个网咖中的氛围简直是过于热烈 甚至就连外面的观众也越举越多了 刚开始只是听说墨鱼网咖3.0开业来凑热闹的 这些人基本上也都已经在网咖门口的折叠椅上坐满了 但慢慢的 很多商场中的其他人也被吸引了过来 一边打听着到底是在干啥 一边拿出手机默默录像 看热闹的人渐渐散去 但还是有不少玩过GOD的玩家们留了下来 网咖外的人越举越多 而裴谦则是坐在网咖休息区最里面的位置 默默的掏出手机打开千度 新开的网咖似乎要火了 我该如何止损 在线的 挺急的 好